天气太热了 风雪雪对肉都没有欲望 奈何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喜欢吃肉 不管是春夏秋冬 城堡国夫妇都很好理解的 抗战时期吃的苦太多了 建国之后 又一直经历污渭匮乏的计划经济 对肉有一种莫名的渴望 陆江就更不用说了 无肉不欢 几个孩子从小到大 虽然是不缺吃不缺穿 但是因为生活在部队之中 警卫员轻无兵的眼皮的底下 肉食是限量的 所以也和城堡国夫妇一样 格外的爱吃肉 养生嘛 应该是荤素搭配 过量极为害 所幸家里人多 分摊到个人的嘴里的并不太多 风清雪的心里都盘算着做好饭之后 叫郭大夫和郭大嫂一起吃 陆二行跟在屁股后面 替风清雪拟好正午的菜单子了 红烧大龙虾 酱门黄花鱼 精酱肉丝 豆角炖鸡 茄子烧肉 蒜泥拍黄瓜 番茄炒鸡蛋 一连串的菜名从她的嘴巴里面吐出来 豆笑了把母鸡递给风清雪的王大嫂 哎哟 这么小的人 能吃得了吗 陆二行听了她的问题 理直气壮的道 爷爷奶奶 伯娘 妈妈 哥哥 姐姐弟弟 都会帮我吃呀 又不是她吃毒神 她想吃 可是妈妈也不会同意呀 帮大嫂一个这得夸她机灵 懂事 还不忽实 要知道很多孩子都是很忽实的 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塞在自己的嘴巴里 买豆腐皮时 张师傅度二行 我听你菜单子里头没有豆腐啊 要不要买块豆腐回去炖呢 陆二行伸头看了看案板上 用湿纱布盖着一板板的豆腐 微微发黄 嫩生生的 转头用渴望的眼神看着风清雪 妈妈 鱼头炖豆腐很好吃的 没有鱼头 风清雪没好气得到 把鱼头切下来不就成了吗 陆二行指着他手里拎着的两尾鱼 刘妹子在对面高声的道 你妈妈买的鱼头太小了 你来看看 我这里有大花莲呢 陆二行跑过去 眼睛就是一亮 剁椒鱼头 可惜太辣了 他不能吃 还是鱼头炖豆腐比较好 花莲又名是胖头鱼 是一种淡水鱼 鱼头远比鱼身更有吃的价值 但是因为有水产公司长期运输海鲜去内陆 所以也会带回这里所没有的淡水鱼来 来这一趟 风清雪得买一天三顿的食材 但是他不想再买鱼了 二熊 过来替我拎着鱼 怎么回家了 带来的钱给花完了 明天再来买花莲吧 你可以拜托刘阿姨明天给我们留一条最大的大花莲 小儿子看着大家吃海鲜 而他不能吃 风清雪是很心疼的 陆二行立刻转头看向刘妹子 刘妹子眼口一笑 好 给你们留一条最大的 叶炎和福宝也买好了肉 一斤五花肉 一斤二两的瘦肉和两只猪耳朵 在回去的路上 大人孩子都拎着东西 福宝悄悄地跟风清雪摇耳朵 妈妈 买二两以下的猪肉不要片 我就让叶炎哥哥另外买了二两瘦肉 我也喜欢惊惊肉丝 风清雪毫不吝啬自己对他的夸赞 福宝真聪明 我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回到住的地方 郭大夫上班不在家 顾文和顾民也去上学了 各地的学识都是不一样的 农村更是随机开学 放假 农忙有农忙假 上学的时间也是有长有短 并不固定 所以叶炎和福宝姐弟都是放假跑出来玩的 岛上的部队子弟学校却依旧上着课 不过听着大家的闲聊 假期也快开始了 吃过早饭 风清雪拿个篮子递给陆二雄 你去顾大娘家 这几个黄瓜和番茄 再要几个茄子 告诉你顾大娘 中午来这里吃 怎么做她的饭了 说完 风清雪又叫叶炎和福宝跟着 他们两个年纪大一点 不怕迷路 实际上吧 顾天家就在郭大夫家的前面 中间隔了一栋二层楼 是莫团长的家 鹿二雄一个人就可以摸得到 不过是风清雪不放心罢了 顾大早一听 带着家里的米面粮油和蔬菜 过来帮忙了 沙鸡宰鱼 蒸馒头 做米饭 十几口子的饭菜 那可不是个小工程 老母鸡先炖着 只是放了一点老姜 其他的佐料一概没放 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 炖到十一点多 香气慢慢地溢出来了 王翠兰娘三个开始做午饭 留下晚上吃的鱼 养在桶里边 其他的食材都给做了 尤其是精酱肉丝 风清雪几向孩子们 承诺做了这道菜 自然是不会食盐的 装盘上桌 切好葱丝 用采好的豆腐皮一卷 吃的一群孩子是没开眼笑的 陆二雄的嘴快 手也快 卷了一个又一个 米饭三两口 精酱肉丝瞬间就去了一大半 风清雪赶紧把盘子挪到顾文和顾敏的跟前 别看这里是他们的家 可是他们却是居住得很 反倒是不如自家的孩子放得开了 陆二雄 你吃肉 你不是要吃茄子烧肉吗 陆二雄扁扁嘴 我吃大龙虾 顾市长中午是不回来吃饭的 城堡国没喝酒 饭菜却是吃了不少 风清雪没有什么食欲 喝了一点母鸡汤 吃了点番茄炒蛋半米饭 不顾郭大夫的阻拦 倒是把老母鸡身上的两条鸡腿 分别给了顾文和顾米 四家的孩子吃了点其他部位的鸡肉 喝了点汤 几个孩子当中 壮壮和福宝的胃口是最小的 陆二雄正好是相反的 吃的是肚皮溜丸 陆二雄躺在梁席的上面直哼哼 蹲蹲拉他散步消神去了 一帮子孩子刚走出大门 准备去书音下面转圈圈 看到一个正年男子拿着地址问路 福宝认出来 他是陆江的战友石关涛 石叔叔 您找谁呀 福宝问道 石关涛抬头看到是他们 脸色一喜 提着脚边的行李包大步地过来了 福宝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我记得你爸是在武城啊 我妈妈在这儿呢 福宝回答完 反倒问他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我找一位郭霞郭大夫 他的丈夫姓顾 外号顾大头 别人给我指楼说是这里的 顾文插口道 因着我奶奶 听到这句话 石关涛松了一口气 那就是没找错了 诺儿行不太记得石关涛 但是他很喜欢看热闹 石叔叔 我去给你叫郭奶奶去 转身往门里跑去了 扯着嗓子大喊郭大夫 有人找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骆二雄跑得快 声音落下 人也进了屋了 而郭大夫正准备去医院 谁找我 郭大夫拿起大草帽 戴在头顶上 骆二雄站在吊膳底下 手指向大门的方向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姐姐叫他石叔叔 我应该见过他 就是认识他的时候 年纪太小了 所以我现在没认出 他是正常的 郭大夫感到很好笑 就是一个认识 与不认识的问题 这小家伙居然扯出 这么个理由来 风清雪刷完碗筷 进屋吹风 忍不住的 姑姑 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看看是谁 郭大夫走出堂屋 顾文就带着一个 四十来岁的正年汉子 走进院中了 看到这个汉子的眉眼长相 郭大夫陡然生出一种 恍惚之感来 你找我 为何他有一种 难以言喻的亲切感呢 胸腔中似乎满满当当的 好像之前的心 缺了半边 直到此时 才得以补全 石冠涛神情复杂的 看着这位见到自己之后 就占定了老妇人 见他立阳之下 身形有些摇晃 石冠涛迈开了大步 瞬间到了他跟前 放下行李之后 扶住了他的胳膊 陆二雄就是闲热 不想出门 报告信之后 他就一屁股 坐在了凉旗子上 一个接着说着 外面好热 顾大嫂当心热化了孩子 又将沈娘和找他的人 在院子里头相对而立 不说话 就直直地走了过来 沈子 有什么话进屋说吧 我把孩子叫进来 郭大夫应了一声 石冠涛也抬头 看向了顾大嫂 看清石冠涛脸庞的那一刻 顾大嫂脱口道 三叔 三叔 疑惑之声 从郭大夫的口中溢出 不等他开口呢 就见顾大嫂猛地摇头 不对不对 不是三叔 三叔已经牺牲好多年了 郭大夫猛地抓住石冠涛 扶着自己的胳膊 目光落在了他的脸上 小曼 你说 他像不像你说啊 顾大嫂口中的三叔 就是郭大夫的丈夫 兄弟排行第三 郭大嫂脱走近 端详片刻 猛一看 有些像 是神情气势像 真以为是三叔回来了 这仔细看的时候 又觉得眉眼口鼻 并不像三叔 可能是我眼花了 我第一眼看到他 也觉得眼熟 像是在哪里见过 风清雪跟在郭大嫂的后面 走进唐屋门口站定 一眼就认出了石冠涛 正想打招呼呢 却听到郭大夫和郭大嫂的对话了 他忍不住看了石冠涛几眼 幽灰粗糙不满风霜的一张脸 比陆江贤老得十岁 没看出他像谁 没记错的话 石冠涛的年纪 比陆江还要小呢 姑姑 嫂子 咱们有什么话进屋说吧 他是陆江的战友 叫石冠涛 我认识 郭大夫听了 忙请石冠涛入内 石冠涛弯腰提起地上的行李包 在进屋时 又跟风清雪打了声招呼 程宝国看到石冠涛 顺口道 郭霞 是老顾家那边的亲戚 郭大夫抓住他说的内容 郑哥 您说 他是顾家亲戚 明摆着的吗 你看看这身价 这气势 这昂首阔步 还有这神情 不就像你家顾打头吗 程宝国说完这句话 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子 奇怪呀 看起来这么像 仔细看 五官又觉得不像啊 郭大夫愣了愣 您也有这种感觉 程宝国不知道他的意思 点了点头 嗯 对呀 小曼也这么说 可是 郭大夫脸上的神情 像哭又像笑 他根本不是顾家那边的亲戚 顾家那边的亲戚 没这个人 他是陆江的战友 叫史冠涛 小雪刚才说的 风雀雀瞪着躲在程宝国身后的二雄 请史冠涛先坐下 给他倒水 又问他吃饭了没有 这么问是有原因的 因为郭大夫下午上班 顾文和顾敏还得上课 所以他们家做饭比别人家要早一点 郭大夫和顾文顾敏到家就开饭了 现在还不到一点钟 史冠涛大意老远地赶了过来 又在这个时候找到这里 没吃饭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嫂子 别客气 我吃过 乐子还没出口呢 时冠涛的肚子就发出鸡肠碌碌的声音了 风雀雪玩耳 姑姑 你们先说话 我给冠涛兄弟炒碗米饭吧 中午中的米饭还剩下一碗半 正好做炒米饭 方便又快捡 你去吧 看看还有啥菜 一块坐来 蹲上来 郭大夫说完 不看风雀雪的背影 目光是紧盯着石冠涛 二行说 你找我 我能知道你的来意吗 这里没有外人 你尽管说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不想严肃而大声地跟石冠涛说话 石冠涛闷闷地道 我 是来寻亲的 寻亲 我吗 可是郭大夫脚尽脑汁也想不去顾家 或者是自己娘家有姓石的亲戚 更是没有听过石冠涛这个名字 今天是第一次见 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坐在梁席上的城堡国和王翠兰 甚至认真起来 石冠涛 你是顾家的亲戚 像顾大头 难道是顾大头的儿子吗 三四十年之前 正是处于抗战时期 军官孩子流落在外的是大有人在 又有抛弃封建婚姻另取的 也有三年联系不上家人再婚的 也有功成明镜之后抛弃弃子的 建国后 虽然说是没有正经地统计过 但是城堡国却知道这种情况 几乎是数不胜数 顾大嫂带着一串孩子进屋 听到城堡国的话 脱口道 顾家的亲戚 我基本上都认识 没有这位同志啊 不过倒是挺像顾家人的 顾大夫也看向石冠涛 你不是找我吗 找他的人 不是普通的顾家亲戚吧 不然应该直接找到顾家人了 石冠涛深深地看了郭大夫一眼 我是找您的 但是我不知道从何开口 那就先吃饭吧 吃饭的时候好好想想 吃完饭了再开口 风吹雪端着一大糖次碗的 葱香蛋炒饭 和一大碗中午没吃完的茄子炒肉 进来放在了桌子上 叫福宝去端水 给石冠涛洗手 郭大夫立刻赞同道 对 对 先吃饭 怎么吃完饭再说 听到石冠涛的肚子饿得直叫 郭大夫觉得十分之心疼 石冠涛还有点发炯 福宝直接把盛水的糖丝盆 端到了他的跟前 谢谢 石冠涛最近几天都没好好地吃过饭 近日一早乘船来岛上 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呢 于是 他不到五分钟就解决了眼前的饭菜 风吹雪端来一碗鸡汤 汤里面还有中午没有吃完的鸡肉 来 喝汤 还是温的 正好不烫口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在石冠涛吃饭的时候 郭大夫也没有上班的心情 他叫郭大嫂去了一趟医院 帮自己请一个下午的假 就说是自己中暑了 他年纪这么大 天气又这么热 很容易得到理解的 郭大嫂和郭文 郭敏走之后 郭大夫两只眼 都是放在石冠涛的身上了 越看他越觉得 石冠涛真像自己丈夫郭大头 不是长相相似 而是气势 神情 一举一动 程宝国和郭大嫂说的都没错 一看就像郭大头 郭大头不叫郭大头 但是比起名字来 反倒是郭大头这个外号 更加广为人知 石冠涛吃完了 一抹嘴 抬头看到一六五个娃娃 排排坐在阳席上 盯着自己看 尤其是那个帮自己叫人的孩子 头还歪着 石冠涛顿时有些不好意思了 风清雪把碗块端下去 石冠涛目光转向郭大夫 石除再三 正于开口道 一九三五年 也就是三十九年前 你是不是在跟随部队 与别军会合的途中 借宿农家 生了一个孩子 郭大夫没否认 是啊 就是我儿子古青啊 我记得 是八月十五 石冠涛咽了一口唾沫 我就是八月十五生的 院子里还有一棵 结满了雷里硕果的石榴树 窗屋底下有一层月季花 郭大夫猛地睁大眼睛 你怎么知道那个农家小院的场景的 成宝国和王翠兰都是恶然不已 一口同声地道 石冠涛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郭大夫一口气上不来 差点没晕厥过去 风雀雀正好回转进屋 迅速上前给他解开领扣 揉揉揉心口 郭大夫生过气 死死地盯着石冠涛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石冠涛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反而自顾自地说起别的话题 我从小到大就不受母亲和大嫂的喜欢 上面的哥哥 下面的弟弟 都比我受宠爱 无论是吃还是穿 我都是最后一个 所以我十几岁时就参军了 前些年转业回乡 在首都工作 大哥一家仍是不肯放过我 随机口子住在派出所分给我的院子里头 别人说我好欺负 其实是母名难为 他说长性如父 长嫂如母 临死之前逼我发誓 好好照顾大哥一家 不能忘本 否则就在地底下 这我段子绝孙 这一点 风轻雪知道 在陆江和石冠涛相见之后 他没撒谎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就是在首都 他嫂子抢他的粮票 排队买粮食 是 那年是一个厂子里 给我发的粮票 不是单位发的 石冠涛对此也是记忆深刻 郭大夫的脑海之中 跳出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来 哪怕这个猜测 可以把他一辈子的人生 记得是粉身碎骨 他还是问出了口 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 事关他苦笑 可能是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吧 我大哥 上个月死了 临死前一口气咽不下去 拉着我 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 说 我不是他的亲弟弟 说我父亲叫孤大头 母亲是个战地医生 名叫郭霞 一家子都是医生 风吹雪灵光一闪 脱口道 透梁换座 四个字一落地 郭大夫就呆住了 你说 你是我和孤大头的儿子 那 孤青呢 孤青是谁 我就生了一个孩子呀 他惊呼 嘻喃又充满颤抖的声音 钻入了石关涛的耳中 他脸上的苦涩更浓了 风吹雪紧接着道 不对呀 三十九年前 石关涛你出生的时间没错 你比陆江小三岁 是一九三五年生的 可是孤青孤坛长不是四十岁吗 郭大夫老泪赠红 四十岁 是成朝人算的年岁 你们家说的 一直都是周岁 我的儿子确实是生在三十九年前 周岁三十九 许岁四十 没错 一点都没错 可是 我的儿子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 那我养的是谁 我敢觉得孤青是谁 程宝国和王翠兰目瞪口呆之余 浑身发冷 此时此刻 他们竟然庆幸自己没有孩子 没有让人偷梁换柱 李江阳被仍军长借给老战友 带回老家去 一去不复返 失踪二十几年 因为风吹雪之故 被找了回来 他们老两口 私底下都说是匪夷所思 没想到 正还有更加离奇的事情 发生到眼前呢 区官涛的眼睛里发着酸 您跟前的儿子 是叫顾青吗 见郭大夫点头 他就开口道 如果 我大哥没骗我 那么这个顾青 应该就是真正的十二代 他生于当年的八月十四 而我 则是生于八月十五凌晨的顾青 他小名叫十二代 石冠涛这个名字 是从军之后 陆江给他起的 也是陆江教他读书认字 在我生孩子的当天 借宿的那个能家 确实是生了个男孩 不过 我是早产 长途跋涉导致的早产 两个人前后脚都发动 他生得很顺利 傍晚就生下来了 是八月十四 我是夜里后半夜生的 是八月十五 郭大夫说到这里 茫然的道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生的儿子 没有在我恳前长大 而我却养了别人家的孩子 三十九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老天爷 怎么会这样 他一个劲地重复 自己对老天爷的质问 王翠兰很理解 走过去握着他的手 石关涛都看在眼睛里 可是他来这一趟 就是想要求一个真相 我大哥说 郭大涛当时是个团长 带着部队驻扎在我们村子里面 威风八面 地主老爷都吓得跟孙子一样 加上郭医生家里 世代行医 看样子也很厉害 就借宿一段时间代产 出手就是三十块大洋 作他们的儿子 比当一个乡下人要强十倍百倍 于是他们就把两个孩子给调换了 反正刚出生的孩子看起来都差不多 郭医生 您当时生完孩子 对结婚睡了 不会发现任何端倪 我这么说 其实我知道很难取信于人的 因为质疑我大哥的一面之词 我也不确定这件事 到底是真是假 我也无法证明 自己是否就是真正的顾青 那你来这一趟是 石关涛认真地回答风轻雪道 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我觉得我得来一趟 亲眼见见郭医生 如果是假的我就回去 如果是真的 郭医生这么大年纪 我得看看他晚年是否安好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叶子播讲 石关涛的话 没有任何毛病 那么他口中的大哥 说的是真是假呢 人之将死 真的是起言也善吗 不光是石关涛无法确定 就是在场的成宝国夫妇 和风轻雪 那也是半信半疑的 只有郭大夫相信 这件事情是真的 他真的抚养了仇人的儿子 而自己的儿子 却流落在外近四十年 颤抖的手 抚摸着石关涛的脸 只坚持感受到粗糙 起凹凸不平的颗粒感 以及浅浅的疤痕 郭大夫气不成声 你应该来 你来得对 如果你不出现 我想 我一辈子都不会 见到自己的亲生儿子 不会知道 算是九年节的真相 何其悲哀 何其可笑 我何踏头 居然替别人养了 几十年的儿子 自己的孩子 有没有吃饱穿暖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却一无所知 你信我的话 就是石关涛自己来的时候 那也是底气很不足的 信 你没有骗我的理由 石关涛毕竟不是小孩子了 而是虚岁四十的中年男人 面对郭大夫的真情流露 他竟然有些不习惯 因为他从小到大 都不知道母爱是何物 我觉得 您应该好好地调查一下 毕竟我是空口无凭 无法取心于人的 石关涛认真的道 大哥 明长我八岁 我不清楚 他是从小就知道 我不是他兄弟 还是父母临终之前 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 但是我不太相信 他那个临终之前 不愿意把秘密 带到地底下去的说法 石关涛说对了 石大哥确实是不怀好意 他快死了 他存着不想让石关涛好过 也不想让孤青好过的 卑脸心思 同父同母的亲行弟 凭什么一个只能在家里务能 受尽闲言碎语地依赖着石关涛过日子 被锦巴巴的生活压塌了几两骨 临死之前是家无红产 而顾青呢 却可以凭借军官军医儿子的身份 一时无忧 很可能还是秦成无量 毕竟干部子女出头的机会 比普通老百姓要大太多了 很早之前他就想打听孤青的下落了 想跟着沾点光 可惜是一直也没有打听到 他一个市井小迷 又不像是石关涛 在军中有人脉 出了名的人都能够打听得到 不过这一切随着他的死 都葬在了光彩里头 永远地不为人知了 郭大夫又厌恶对石关涛不好的石家人 包括石关涛口中的大哥 又感激他临死之前 把这个秘密告诉给石关涛 让他们母祖得以团聚 同时 他也知道石关涛口中 无法取信于人 的人指的是谁 但是他没有接他的话 反而是抹了一把眼泪问道 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石关涛回答道 办完大哥的丧礼 我跟派出所请了假 特地去找赵永 赵大哥 我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役 我知道您是修永嫂子的姑姑 您在军中很有名气 娘家世代行医 婆家姓故 我从赵哥的口中得到您的下落 就一路找过来了 郭大夫的眼泪不自觉地又流了出来 湿透了风清血递给他的手帕 你爸 就是牺牲在那场战役中 他是指挥官之一 你见过他吗 见过 他是我们师的指挥长官 我们训练时 他经常过来巡视 我当时年纪还小 愣头漏脑的不会说话 他老人家还盯住年长的战友 要照顾我 所以 在得知自己是郭大头的儿子的时候 石冠涛的心中是五味杂陈的 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 听到这句话 郭大夫目的方声大哭 哭得是天地变色 可是 他不知道你是他的儿子 就算我带你走到他的屋前 他都不会知道了 啊 轰隆一声 外面打起了雷 看到门外天色变黑 风清月一边指挥孩子上楼关窗户 一边和王翠兰去收 晾在院子里头的衣服 刚把衣服抱进屋里面 大雨滂涂而下 风是呼呼地刮着 大雨斜飞 敲打在门窗上 隐隐地发出金石之意 石冠涛忙手忙脚乱地安慰起郭大夫 老天爷带您流眼泪了 您就别哭了 诺二行 出了出自己脸颊上的酒窝 从凉戏上爬到慕斯 黯然跟前坐着 石叔叔 石叔叔是郭奶奶的儿子吗 就和我是妈妈的好儿子一样 对 叔叔是奶奶的儿子 亲儿子 郭大夫不哭了 却是直打嗝 奶奶应该高兴啊 为什么哭呢 我妈妈见到我就很高兴 郭大夫扬起嘴角笑了一下 但是笑容很僵硬 我和你妈妈不一样 我弄丢了自己的儿子 几十年都没有对他好过 所以再见到他时 才会感到难过 现在不是找到了吗 就像容奶奶找到 娇阳叔叔一样 他就很高兴啊 郭大夫一愣 对 对 你说的对 我应该高兴 应该高兴 石官涛还是那句话 请他调查之后再下结论 他很坚持 郭大夫苦笑 事情都过去四十年了 当事人都不在了 怎么调查呀 反正我相信你是我的儿子 这就够了 石官涛认为无法服众 容易给人留下说三道四的理由 风气血想了想 插口道 你是什么血型 欧行 石官涛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风气血又问郭大夫和郭大头的血型 郭大夫的眼睛一亮 欧行 我和大头都是欧行 我和他结缘 就是抗战时期 我把自己的血捐献给了他 后来他天天给我做猪肝饭 慢慢地走到一起了 小雪 我记得你说过 这两种血型的男女生的孩子 只会是欧行血 对不对 对 在没有DNA亲子鉴定技术的情况下 只能是凭借血型来猜测血源关系 如果姑亲是欧行血 那么就很难确定 孰真孰假 我也无计可施 如果它是别的血型呢 只要姑亲是欧行以外的血型 他就可以确定 他不是郭大夫和郭大夫的儿子 郭大夫猛地站起身 姑亲在我跟前长大的时候 从来没有受过伤 到需要输血的地步 也没有给别人献过血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血型 但是从军的人都要参加体检的 部队军官检查得是更加详细 如果受伤了需要输血 随时可以取应相应的血浆 而不是进行检测 检测太耽误时间了 我给顾天打电话 我让他去问问姑亲的血型 我让他回来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家里头出了这么大的事 顾天是必须在场的 先不说长兄如父 光是顾家现在就他一个男丁 他是一家之主 他就不能不管这件事 不管顾卿是不是真的顾家人 至少他是顾天的下属 郭大夫的住处安装了一部电话 是部队给安的 之前住在这里的军官所用 走的时候没拆 很快打通了顾天的电话 郭大夫原原本本 毫无隐瞒地把石关涛到来之事 告诉给了他 催促道 你快打电话问问 掌管军官纪检资料的干部 问问顾卿的血型 顾天被这个消息砸得是晕头转向的 那个让他们恨铁不成钢的堂弟 不是亲生的 是被人脱梁换柱之后送到叔叔婶婶身边的 婶子 您别着急 我这就去拿顾卿的资料 我马上带着资料回去 暴风雨来临之前 顾天就把各项工作给安排好了 请几个小时的假并不影响 虽然他照顾顾卿 已经是成为习惯了 几十年的星帝情 怎么都不可能一笔勾销 毕竟那猫儿狗儿的相处时间长了 也会有感情 但是也不能任由亲堂弟流落在外 不得认阻归宗啊 如果石关涛说的是真的 那么他就是叔叔婶婶唯一的血脉 顾天很快就拿到了顾卿的资料 上面明晃晃的写着A型血 他从来不知道叔叔婶婶的血型 也不知道顾卿的血型 就像郭大夫说的 顾卿没受过伤 也没陷过血 顾家真是没人刻意去查这些东西 捏着这份资料 顾天当机立断 坐车到了郭大夫住处门口 伞都来不及打 一口气冲进了屋子里头 就这么短短的几秒钟 雨水也是毫不客气地打在他的身上 让他看起来有点狼狈 郭大夫正在仔细问石关涛这些年的生活 接他进来 直接争断话题 顾卿是什么血型 顾天看了石关涛一眼 险些叫出一声三叔来 很快他定下心神 伸手把资料递给郭大夫 石A型 你和叔叔都是O型 按照您和风大夫的说法 他根本就不是咱们家的孩子 几乎可以确定石关涛所言属实了 长得像顾家人 血型也对 也幸亏顾卿是A型血 如果他也是O型 那么他们就很难确定真假了 真相出来了 顾天却有些茫然 郭大夫悲疼欲绝 我们真是什么父母 儿子丢了四十年都不知道 没养过他 没教过他 任由他吃起了苦头 久死一生 比起石关涛 顾秋就像是生活在西方人说的天堂里面 顺风顺水的入伍 顺风顺水的升职 没上过前线 没受过伤 即使受了沈秀芬连累 也依旧可以做个副团长 人人都会给他几分面子 面子里边 有多少是郭家人的人情 有多少是顾市长的人情 有多少是赵家的人情 那说都说不过来的 是 顾青是有治军的才干 可这份才干 是建立在郭大夫夫妇 对他的教育上 而且有才干的战士多了去了 他并不是最出彩的一个 魏警 在很多时候都能派上应朝的 顾天能说什么 只能安慰遭受打击的沈娘 滚头 你也劝劝沈子 哭多了伤身 遭死大便 郭大夫怎么可能说不哭就不哭呢 看着眼前满身风霜的亲儿子 他越想越伤心 从小 爹不疼 娘不爱 小小年纪就从了君了 长大之后 被逼发下毒室 受哥嫂一家的连累 四十岁了 连个媳妇都没有 越伤心 他就哭得越厉害 罗二雄的眼睛滴溜溜的一转 双手冲着地面的梁席 屁股倒滑 退回原来的位置 和哥哥姐姐弟弟的排排坐 五张脸仰着看石关涛奔手奔奖的 安慰着顾大夫 陈宝国和王翠兰则是唏嘘不已 也理解郭大夫的痛苦 石家父母早就死了 知情的石大哥也已经是与世长辞 他们想追究始作俑者的责任 那都没法子 这心里头能不赌的话吗 夏季的阵雨来得快 去得也快 顾大嫂送两个侄女去给郭大夫请假 刚到医院就下起了大雨 请完假 她在医院里面避雨 雨停了才回来 还没进门呢 就听到沈娘的哭声了 立刻加快了脚步 沈子 哭什么呀 顾大嫂急得不行 顾天是叔叔婶婶养大的 顾大嫂加解门之后 也得到叔叔婶婶很多的帮助 孩子多 生活困难的时候 多亏了叔叔婶婶的补贴 所以她特别孝顺郭大夫 也跟三个儿子说过 哪个学习顾青那样 有了媳妇忘了娘的不孝顺郭大夫 那就给她滚出家门去 风青雪赶紧把她拉到一边 低声把石关涛和顾青的身世 告诉给了她 顾大嫂一拍大腿 哎呀 难怪我第一眼见她 就觉得眼熟呢 原来真是咱们家的兄弟呀 反倒是那个顾青 肯定是因为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才跟沈子不亲 风青雪是啼笑皆非 这个好像和血缘是没啥关系 而是在于人品的问题吧 郭大嫂紧接着自言自语的道 这既然是咱们家的孩子 咱不能不声不空的 就不让人知道 回头还得带她回老家去认认亲 就是三叔牺牲在东北战场上 当初就埋在那儿了 没有回国 咱们没法子跨越国舰 去给她磕头扫墓去 我听阿江说过 他们那个连就活下来五个人 阿江和赵哥 石光涛 是其中的三个 牺牲的战友不论级别高低 都是葬在那边的历史陵园里 一听他这么说 郭大夫刚止住的眼泪 又开始往下流了 战场上的情况怎么样 他是比谁都要清楚的 自己两口子上战场 是一点都不带处的 在枪林带雨中穿梭了多年了 可是换成儿子 他那颗心呢 几乎就裂成了两半了 盲翠兰盲瞪了风群雪衣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郭霞 别哭了 别哭了 虽然你们娘俩分离了四十年 但是现在知道真相了 那以后就好好地过日子 四十九四舍五入 不是四十年吗 王翠兰接着道 反倒是你们相认的这个事 得拿出个章出来 别忘了交换的两个孩子中 有一个叫顾青 提到顾青 大家都沉默了 顾家养了顾青四十年 衣食住行工作 各方面都是倾注了许多心血的 要说没感情 那是不可能的 即使结婚之后 顾青的整整行为 消磨掉了母子兄弟之间的感情 可是 若说是有感情 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占据石关涛人生的他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有人说 生恩不如养恩大 那是因为抚养孩子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看着孩子从小小的一团 逐渐长大成人 操心操肺的 比起那些只生不养的高尚了 不知道多少倍 有人说 养个猫儿 养个狗儿 那都会产生感情的 更何况是朝夕相处的人呢 生恩养恩 孰清孰正 得看对事对人 不能一言而论 像 后者也是受害人 反过来说 顾清 石家对他有生恩 顾家对他有养恩 正常人都会说 养恩比生恩大 当然了 顾清怎么想 他们都不知道 但是眼睛都看着 郭大夫 郭大夫仍是攥着 石冠涛的手 顾清已经成家立业了 不是十岁八岁的孩子 也该明白 错人的道理 我解除和他的母子关系 不用养他 保持和他的母子关系 依旧不用养他 那婶子的打算是 顾天觉得进退两难 郭大夫坚定地道 关涛是咱们家的孩子 是你叔的唯一血脉 哪怕四十年没有相处过 怎么也得认回来 恢复我们母子的关系 还得是坦坦荡荡地 昭告天下 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我和顾大头的儿子 方便将来我和他 名正言顺地生活在一起 至于顾清 石冠涛注意到他的目光 心中一动 难道 我不是小孩子 无论您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不会反对的 我来这里 也并不是想要夺走 属于顾清的什么 我在首都有自己的工作 只是想要看看您 倾尽自己做儿子的孝心 郭大夫攥了攥他的手 耿咽道 好 明知道顾清不是他的儿子 明知道顾清侵占了属于石冠涛的人生 明知道不解除母子关系的话 很是对不起石冠涛 可是他一时之间真的是很难割舍掉几十年的感情 即使顾清这些年并没有养过他老 对他这个母亲的态度远不及对沈秀芬的十分之一 所以 石冠涛认回来 也不和顾清解除母子关系 石家害他和亲生儿子分离了近四十年 他不会把养子还给石家 除非顾清自己要回去 听了郭大夫的决定和说法 顾大嫂直接道 除非脑子有病 否则顾清肯定不会回石家的 石家没养过他 天娘又死了 剩下的人没一点关系 哪里比得上咱们顾家呀 虽然说是没有太大的本事 但和平头老百姓比起来 可就是天一样了 在场的大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但都没法说出口 顾大头生前有很多过命的兄弟 位居正要的也不在少数 顾市长也有继续升职的前景 顾家还有王新生家 郭家 赵永家 这几门好亲戚 顾清离了顾家 那就等于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凭着沈秀芬的为人处事 他保住现在的位置 就已经是很好了 高生 那是想都别想了 这件事 得一无一时地告诉顾清 郭大夫很坚持 母子俩的户口都不在一块 解不解除母子关系 都不受影响 但是吧 他不希望沈秀芬 站着顾家 继续地肆无忌惮 得罪周围所有的人 郭大夫的心情是大起大落 满身疲惫 不想见顾清 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顾天了 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好好地陪陪关涛呢 顾天被郭大夫打发去找顾清 说明白了 郭大夫又叫顾大嫂去买菜 虽然说肉是买不到了 但是海鲜肯定是有的 多买点 给关涛好好补补 别怕浪费钱 他一个人吃住都在部队的医院里头 开销有限 虽然退休之前 每个月都会补贴顾清 一家五十到一百块钱 但还会剩一点 存了一二十年了 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 加上来到这里之后 就不再给顾清钱 手里总共有五六千的积蓄 郭大夫不仅塞了钱给顾大嫂 还把手里所有的布票都给了他 低声嘱咐他 买点布料 回来好给石冠涛做衣服 看到石冠涛身上那打满补丁的衣服 他就心疼 顾大嫂就只拿了布票 没要钱 转身就叫上风清雪 下午三四点钟 雨后的太阳还是很毒的 除了陆二雄 其他人都不愿意出门 顾大嫂和风清雪母子先去买布 顾大夫的布票是有限的 顾大嫂和风清雪 贡献出了自己手里的布票 满打满算 能给石冠涛扯两身的衣裳 石冠涛的人虽然很瘦 但是他长得高啊 这点很像是顾天 顾天也是长得极高极瘦的 倒是顾青 却是属于中等蹲时的身材 石下衣服都是很宽松的 夏天当当衣服穿 除了衬衫内衣 裤子挂子到了冬天 还得照在棉衣的外面 所以石冠涛这样的身材 是特别废不料的 顾大嫂道 给冠涛做衣服 真是不合算呢 风清雪伸口说道 嫂子是上海人 这种说法一直盛行于上海地区 顾大嫂摇了摇头 一边付钱一边道 不是 我出生于永城 很多上海人 都是从我们家乡迁居过去的 口音嘛 自然是相差无几 风清雪了然 没好不料 顾大嫂自作主张 又给石冠涛买了两双鞋 他注意到石冠涛的高矮胖瘦 和顾天差不多 搭上大脚板 瞧着也一样 如果是穿着不合脚 回来换一双就是了 因为顾青结婚之后 不曾善待过郭大夫 所以顾大嫂很容易就接受了 石冠涛的存在 顾青的人 并不坏 大家也都知道 他老实敦厚 说他不孝吧 婚前的收入一大半 都孝顺给了郭大夫 婚后也没和郭大夫 吵过闹过 更没有对郭大夫动过手 可说他孝顺吧 婚后视为 沈秀芬之命侍从 炸起郭大夫的工资 那倒是一把好手 婆媳吵架的时候 他连面都不带露的 郭大夫为了他的两个女儿 重新工作 并且另门别居 他更是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 顾天眼神复杂地望着这个 当了他近四十年堂弟的中年人 叔叔沈身南中北战 顾青小时候 就一直是他这个哥哥大为照顾的 说是堂弟 其实是相当于半个儿子了 道哥 你找我 我正想找你呢 顾青在想怎么开口 沈秀芬跟娘家兄弟承诺 买一块劳力室 可是家里的钱根本就不够 郭大夫显然是一分钱都不愿意出的 为了保住自己在娘家父母兄弟跟前的面子 他就把这项重大责任交给了顾青了 让他去问郭大夫要钱去 即使他之前骂过顾青一顿 也得去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听顾青想要找自己 顾天反倒是一愣 你找我什么事 这个堂弟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根本就不抱希望 顾青不好意思的搓了搓手 那个 秀芬想买东西 这手里差了点钱 大哥 你能不能跟娘说一声 给我五百块钱 很急 顾天一听就知道 他身为人子已经习惯了对父母的索取了 不觉得自己要钱是错的 这种人并不在少数 他们认为父母的钱 那就是自己的钱 认为父母对自己的要求永远不会说不 尤其是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 李子当然地认定 自己就是唯一 不能 在顾青期盼的眼神之中 顾天断然拒绝了 顾青一愣 为什么 顾天一字一句地道 婶子说了 要把攒下来的钱 用来给关涛娶媳妇 关涛是谁啊 顾青是一头雾水 娘要把钱给别人 不愿意给我 顾天直接了当地道 关涛是婶子的亲生儿子 而且是唯一的亲生儿子 近四十年了 婶子没有养他一丝一毫 自然对他就要有所补偿 道哥 你什么意思 什么亲生儿子 什么唯一的亲生儿子 顾青有点心慌 顾天把带回家的资料拿了过来 踢到顾青的跟前 叔叔婶婶都是欧型血 而你却是A型血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顾青死死地盯着血型 问他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你并不是叔叔婶婶的亲生儿子 不可能 顾青脱口而出 我怎么可能不是爹娘的亲生儿子 我跟着爹娘和大哥你长大的 你们对我须寒问暖 我都记在心里 这不是亲生的是什么 大哥 你骗我的对不对 你不想替我问娘要钱 所以就来骗我 顾天眉眼冷肃 沉声道 我没有骗你 顾青 单凭血型 你确实不是叔叔婶婶的儿子 石关涛才是他们的儿子 而石关涛已经去世的父母 则是你的亲生父母 顾青不相信 猛地摇头 企图把顾天的话给甩出脑海外 结果他发现 这种行为只是徒劳无功 耳朵边上 依旧响起顾天的声音来 内容就是 三十九年前八月征秋所发生的一场偷梁换柱 阿青 你当了快四十年的顾青了 现在也不是小孩子 是不是顾家的儿子 并不影响你已经建立下的丰功伟业 你和咱们家四十年的感情 也不是一句话就能一刀两断的 只要你愿意 你还是顾青 还是婶子的儿子 只不过多了个兄弟 承担孝顺婶子的责任 但是 关涛是叔叔婶婶的亲儿子 认回来是势在必行的 婶子也想补偿这四十年的亏欠 我希望你能有个心理准备 差不多到了下班的时间了 顾青失魂落魄地往家里头走 白天的余温游在 汗室的衣衫裹在她身上 她突然有点喘不过气来 看到她的狼狈样 沈修芬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了 猜都不用猜就知道 顾青没要来钱 不等顾青走进堂屋呢 她就破口大骂起来 你个没用的东西 没要来钱 你回来干什么 没了 什么都没了 没了 顾青的 你什么意思 沈修芬莫名其妙 顾青是郭大夫唯一的儿子 她从来就不担心 郭大夫的财产旁落 外人敢收 她就敢去闹个天分地赋 顾青看了她一眼 直接回到屋里头躺着去了 连枣都没洗 嫁给顾青之后 沈修芬的脾气一直都很大 和温柔斯文的外表是十分不相符的 她见顾青没有要来钱 而且还不理自己 让自己在父母兄弟跟前很是没面子 顿时是怒上心头 晚饭都没给她端顶屋里去 倒是把爆炒海螺肉 直接地往弟弟的碗里头夹 一大半的海螺肉 进了弟弟的肚子里头 一小半给了她最喜欢的大侄子 同桌吃饭的弟媳妇和两个侄女 连个海螺壳都碰不到 至于沈家父母 他们有什么好吃的 向来是先紧着儿子的 沈修芬万事都是以弟弟为先 自然是不会吃晚饭之中最好的一道菜的 沈修芬今天买了鱼 为了能让弟弟吃过瘾 中午全给红烧了 就顺海螺 忙活了一下午 瞧着狼吞虎咽的儿子沈修山 沈父沈母露出满意的微笑来 不忘提醒他 慢点吃 沈修山吃完了一抹嘴 转头就对沈修芬道 我要吃肉 红烧肉 海螺肉哪有红烧肉吃得过瘾呢 还是姐姐没用 不能让他天天吃肉 承诺好几天的劳律师 连个泳子都没见 真是气啥他也 想到这一点 沈修山狠狠地瞪了沈修芬一眼 沈修芬一看到弟弟的表情 态度立马就软了下来 河对丈夫的态度 那简直是天差地远 我明天一大早就去 副食品店里买肉去 买一等的五花肉 给你炖一大碗 他手里边还有一斤的肉片 整整一斤 沈修山的神情缓了一下 这才有点满意 接着道 劳律师呢 你说给我买的劳律师呢 现你三天之内 给我买的少 我可是在同事跟前说过了的 一定买块最贵的劳律师 让他们看看 胜过他们的英格纳 大罗马 梅花 还是什么的上海宝石花 沈修芬一口就答应了 你放心 你想要的 我一定给你买 明天先买好肉 我就去找死老太婆去要钱去 他就顾清一个儿子 自己一只脚都进了棺材了 钱不给我们给谁呀 沈家父母和沈修山夫妇听了 都表示十分高兴 满脸满眼都是对沈修芬的满意 沈修芬呢 更是对女儿的行为赞不绝口 这才对 你弟弟是咱家的根 增加的未来呀 你当姐姐的不多同弟弟点 怎么能叫姐姐 顾家老太婆手里那些钱呢 早点晚点都得给你嘛 你早点要过来 你弟弟就能早点买劳力士了 在同事之间 那也有面 沈修芬给父母兄弟洗衣服洗一天了 都累了 又做了一大夹子的饭 但是听到母亲对自己的满意 身上那点疲惫之感 顿时就扔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那浑身都是力气 第二天一大早 沈修芬直奔了副食品厂 和往常没有区别 卖猪肉的柜台前 已经排起了大长队了 天气炎热 宽阔的平房之内 各种服食品的气味 和大家的汗味交织在一起 十分的难闻 沈修芬伸头看了看 排在自己前面的顾客 七寸猪肉的出售速度 担心轮到自己的时候 没有一桶的肉 不仅是心交起来 恨不得立刻插队 跑到第一个位置去 马上买到一块五花 但他又怕犯众怒 前面那几个家里的级别 都不比顾卿的低 归根九底 还是顾卿他没用 都四十了 还是个团长呢 那个护着郭大夫 也经常去郭大夫家的 风清雪 他男人 不到四十岁就当上军长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刚想到那个惹不起的风清雪 沈修芬就看到了他 他带着一个农民大眼的 七八岁小男孩 排在前面 距离肉案之间 只隔着两三个人 又是他 沈修芬的眼睛 都有些发红了 敢嫉妒 却不敢言 虽然风清雪 来了不过半年 但是富士平场 这一带的人 那人人都知道 他出手大方 隔三差五的 就买一大包的海货寄出去 不出海的时候 共是天天来 富士平场里扫荡 买肉 买鱼 那眼睛都不太眨一下的 真不知道 那瘦巴巴的一阵风 就能给吹走的小娘们 哪来那么大的胃口 很快就轮到风清雪了 李师傅迎上他 比别人分外白皙 娇嫩的脸蛋 冯大夫 昨儿才买了两斤肉 今天又来买呀 我算了算 你这个月 应该是没肉票了吧 风清雪 拍了二熊的脑袋一下 制止了他倒嘴边的话 笑嘻嘻地 看着案板上的猪肉 我没有 可顾市长家里有啊 顾市长家的三斤 和郭大夫的两斤 一根五斤肉片 麻烦李师傅 给我割五斤一等肉 半肥半瘦 酷大嫂 要做滚肉 滚肉 就是东坡肉 这不是摒弃旧风俗吗 于是东坡肉 也不能叫东坡肉了 李师傅一边割肉称重 一边问道 这天这么热 你要一顿吃完吗 家里来磕人了 不是磕 是郭大夫的亲生儿子 找过来了 郭大夫高兴 盯着我们排队 多买点肉 他自己去买鸡买鱼了 我们分头行事 郭大夫有意昭告天下 风清雪自然是帮忙的 李师傅和后面排队的人 都是一愣 郭大夫就这一个儿子 不是顾清顾团长吗 风清雪微淤一笑 虽然郭大夫养了顾团长近四十年 但是他老人家昨儿才知道 顾团长并不是他老人家的亲生儿子 他是替别人养了四十年 自己的亲生儿子另有其人 就是昨儿来找郭大夫的高寿男同志 也是一位转业的军人 叫石关涛 很快就会改成顾关涛的 这番话 顿时在卖猪肉的柜台之前掀起了轩然大波 队伍中的沈秀芬 两白如指 突然想起了昨天晚上回来之后 表现很奇怪的顾清 一早起来没见到他 也就没细问 排在沈秀芬后面的女青年 眼波一转 眼口笑道 哈哈 秀芬嫂子 顾团长真不是郭大夫的儿子呀 沈秀芬立声道 胡说八道 你们不要听了风救舍语 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乡下你腿子 说自己是顾家人 那就真的是顾家人了 你们的脑子呢 不会自己思考吗 顾清要不是顾家的孩子 顾家能养他四十年吗 我们结婚生子 顾家人可都是出了面的 那可不见得呀 队伍中排在沈秀芬前面的一个正年妇女 半肘过身 指着不远处扶着郭大夫的高瘦男子 这要不是有关系 郭大夫会那么和蔼可亲呢 乔纳同志的身材多像顾市长啊 女青年的后面又来了一个排队的少年 插口道 我刚才买鱼碰见郭奶奶了 郭奶奶跟林大娘 还有刘婶婶 介绍跟着她的伯伯 说是她的亲生儿子 叫石 石什么涛的 带出来让大家伙见见 免得下次她儿子出来买东西 大家都不认识 说完这番话 少年紧接着补充了一句 郭奶奶说 这位伯伯才是她亲生的儿子 顾团长伯伯不是亲生的 沈秀芬的脸色大变 也顾不上买肉了 直接冲向郭大夫的位置 风鞠雪拎着买的猪肉 看到沈秀芬的动作 担心郭大夫吃亏 赶紧拉着二熊跟了过去 很多喜欢看热闹的人 也没有排队买肉的心思了 纷纷地凑过去 沈秀芬到跟前时 李嫂子正在问郭大夫 怎么养了不是亲生的 亲生的却在外面 又是姓石 沈秀芬这样往前迈过去的脚 顿时就停住了 郭大夫本来就没有要隐瞒的意思 擦了擦发红的眼角 唉 都是当年战乱时期的货呀 跟着部队驻扎在农家 切苏的那家赶巧 也生了个孩子 图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好 就趁着我产后昏睡的时候 把两个孩子给调换了 让我们给他们压养了四十年的孩子 到时我们家的亲生儿子吃紧了苦头 李嫂子顿时是张大了嘴巴 旁边的刘妹子也是惊呆了 这太狠毒了吧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 就把别人家的孩子换成是自己的 无论是收获员还是顾客 只要听到郭大夫说话的人 目光都落在石冠涛的身上 察觉到他们眼中透露出来的同情 石冠涛依旧是稳弱泰山 一手扶着郭大夫 一手拎着刚买好的老母鸡 郭大夫说要给他补一补 现在买的是花椒和海参 郭大夫付钱时 那眼睛都不太眨一下的 小雷啊 下回有工好的海参花椒 给我留着点 我这孩子呀 太瘦了 从小到大吃心了苦头 得吃点有营养的 雷嫂子满口答应 哎 一定 上回 封大夫也拓了我呢 注意到沈秀芬 把腿离开 风气血凑到干货柜台的跟前 雷嫂子 你可别忘了 等我家老人孩子回家的时候 我还得找你买一批干货 给他们带走呢 陆二雄睁大了眼睛 指着被石冠涛揭在手里的花椒 石叔叔 你拿到什么呀 这个是花椒 又叫做鱼椒 石冠涛见陆二雄还是不明白 继续道 咱们平时吃鱼的时候 有鱼泡泡 你还记得吗 这个就是鱼泡泡做成的 陆二雄声音就接了起来 骗人 鱼泡泡才没这么大呢 鱼泡泡是软的 这个是硬的 风气雪拍了他的脑袋一下 鱼分大小 鱼泡泡当然也是分大小的 而且新鲜的鱼泡泡和晒干的鱼泡泡 那也不一样 你留着嘴吃饭就行了 不准再问了 陆二雄摸了摸自己的头顶 妈妈 你真是太坏了 你舍不得打小弟 就老想着打我 你再调皮 我还揍你嘞 风气雪糊着脸 打个揍 不是一个意思吗 妈妈 你怎么变笨了 风气雪瞪他 是你变得多嘴了 昨天不是说要吃鱼头炖豆腐吗 走 看妈妈去买大花莲和嫩豆腐 去完可就没了 陆二雄连忙跑到刘妹子的跟前 回头冲着风气雪道 其实我还想吃金酱肉丝 谈得无厌 郭大夫挡住了他想给陆二雄一下子的动作 行了行了 二雄多乖呀 比起部队大院里面调皮捣蛋的孩子 陆家的几个孩子那是乖得没影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与叶子播讲 风气雪自然给郭大夫的面子 任由陆二雄四处的去撒欢 他们逛遍了整个富士品店 人流量最大的就是富士品店和凉店 他们还去凉店买了大半袋的大米和半袋子白面 石冠涛扛着 是脸不红气不传的 陆二雄咬着手里头的虾仁针脚 石叔叔 你真厉害 难道你爸爸不厉害呀 风气雪反问道 二雄哼了一声 把半袋针脚塞进嘴巴里边 嚼巴嚼巴 胡乱咽了下去 目光落在风气雪提着的篮子上面 想再吃一个 爸爸昨天在电话里头说我了 我决定三天都不理他了 郭大夫听见 顿时就失笑了 几个孩子当中 就属二雄的精力称赛 也最活泼 陆江其实是叮嘱他别调皮 但是 在他的心里 那就是说他了 说他了 却不说哥哥 姐姐和弟弟 他就是觉得很不开心 陆二雄到底是没有如愿 因为快到家了 郭大夫故意带着石关涛走了这么一趟 等他们离开 真假 孤家子的事情已经是传遍了基地了 没等部队反应过来找孤天和孤卿谈话 温馨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呢 郭大夫就向医院请了长假 带着石关涛先去老家 再去首都 去老家 是为了认祖归宗 让父老乡亲都知道 去首都 那自然是因为娘家人 大半都在首都呢 冯区区赶紧准备东西 托他们烧给郭明 王新生等人 郭大夫和石关涛母子走后 这件事反倒是越演越烈 天天都有人来找孤大嫂打听 一是孤大嫂不用上班 二嘛 就是孤大嫂在这里时间最长 大家也都熟悉 孤卿虽然不是叔叔婶婶的亲生儿子 但是叔叔婶婶当成亲生儿子养的 自然还是我们顾家的人 孤大嫂不厌其烦地回答来访者的问题 不是我们心词手软 而是石家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孤卿四十年前也刚出生 他父母做得饿 自然是不能算在他的头上 说是孤家子 那就是孤家子了吗 亲生的和非亲生的完全不一样啊 变化最大的 那就是大家对孤卿和沈秀芬的态度 风七雪忙完工作 在出海之前 有一天的准备时间 他利用这一天的时间 准备好好的陪陪孩子们 做两顿丰盛的饭菜 结果呢 五个网友三个怕热 不愿意出门去 最后是敦敦和二雄 陪着他出来买的菜 恰好碰上孤大嫂 带着顾文和顾米 就一起去服食品店了 顾文和顾米已经放假了 顾大夫走之前 就把他们托付给了顾天和顾大嫂了 因此风圈雪一大家子 几乎算得上是纠占雀巢了 好在大家也都不在意 顾文和顾米十分的小心翼翼 寸步不离地跟着顾大嫂 他们已经知道 顾青不是顾家的亲生孩子了 自然的 他们姐妹也不是顾大夫的亲生孙女 没有理由再跟着顾大夫生活 这以后何去何从 他们俩心中是一片茫然 刚进服食品店 就有人这么说 问顾大嫂怎么还替顾青和沈秀芬带孩子呢 顾文和顾米的心 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顾大嫂笑咪咪地道 赤子何姑啊 我们不带他们 让他们给沈家做牛做马吗 顾青和沈秀芬啥样的人 你们又不是不清楚 我们顾天资助了不少生活贫困的孩子和烈士之后 轮到自己的侄女 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 我沈子可是说了 要好好抚养他们 供他们上学 直到出嫁 一路走来 哭打扫的口水都干了 重复回答的嗓子都疼了 顿顿一向不喜欢说话 却是贴心地把跨着的均匀水壶递给了顾大嫂 她习惯听妈妈的话 出门带个水壶 随时补充水分 口渴的顾大嫂连忙夸了她几句 喝了几口水 继续应付大家伙从出不情的问题 都是关于真假顾家子 和是否继续抚养顾文和顾米两姐妹的 随着顾大嫂不厌其烦的重复之前的回答 顾文和顾米的心也缓缓地落下了 奶奶临走之前这么说 现在大伯娘也这么说 是不是他们真的不用回到父母身边吃苦受罪呢 顾文年纪大一些 懂事了 她不怕吃苦 洗衣服做饭她都会 就怕母亲压着他们一辈子为沈家男丁做奉献 未来的学业 生活和婚姻都没有自由 人如行尸走肉地生活着 风清雪和他们娘三个分头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去了 路二行拉着妈妈和哥哥就冲向了肉摊子了 风清雪的脚下一个亮枪 怎么这个月没有肉片了 买二两肉不要票 我们三个人分开买 可以买到半斤呢 路二行喜欢出来转悠 风清雪工作时 她就跟着城堡国夫妇 或者是顾大嫂一起来服饰品店里买菜 早就摸清了底细了 为了吃 路二行特地要求娘三个分开来排队 中间里夹着别人 夹在他们中间排队的一个是老太太 一个女青年 都是很眼熟的 因为风清雪经常出入服饰品店 就是她叫不上名字来 大娘大妹子地乱叫着 他们都听到了路二行的话了 老太太就逗路二行 我有肉片 你要不要啊 路二行的眼睛一亮 马上转身仰脸看着她 那骨子渴望 谁都能看得出来 小手抓着老太太 已经掌握了老年般的手 南南 你们家出不完吗 在她的印象里边 不少人会把自己家的肉票 糖票送给人 大部分都是舍不得买 留着浪费的 风清雪也知道这一点 就是不知道二行怎么会这么清楚的 家里边人口多 肉票供应自然也就多 但人口多的负担 相应的也重 一斤肉的钱能买好几斤的粮食了 粮食是主食 肉却不是 把买肉的钱省下来买粮食 是很多家庭最终的选择 这么一来 肉票自然就剩下来了 有些让给亲朋好友 有些的直接拿到黑市里去卖了 老太太笑道 哈哈哈哈 是啊 奶奶家的肉票用不完 她的小儿子有十二个孩子 八个亲的 四个是收养的 那都是烈士的遗孤 大的十七岁 小的只有六岁 加上她和儿媳妇 一家子十五口人 猪肉供应量多的时候 一个月每人一斤半 少的时候一斤 哪怕是一人一斤 他们家一个月也有十五斤的供应了 何况她家儿子的级别高 还不止是一斤 大半的小子 吃穷老子 他们家不敢敞开花的吃肉 一个月呢 顶多买个五六斤 十天八天的打色牙剂 肉片可不就用不完吗 又不能私下来买卖 一般都是送给关系好 有需要的亲朋好友们 诺二熊半截身子伸出了队伍 看着排在后面的风轻雪 妈妈 奶奶跟你说着玩呢 风轻雪可不会惯着她 真问人家要肉票 再说了 天天吃肉的那也不健康啊 之所以任由二熊拉着过来 是想买那么几两肉 回家做肉末蒸蛋吃 免得庄庄看着大家吃海鲜 而眼馋 尤其是庄庄的胃口 一向都不太好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诺二熊听了风轻雪的话 皱着眉头 转向老太太 疑惑的小眼神在问 是不是和她说着玩的 老太太冲她一笑 对风轻雪道 我没有开玩笑 天气太热了 肉呢就吃得少了 瓜瓜蔬菜又丰盛 平时里打牙剂 就吃些海鲜 又便宜又不用票 所以我家几个月 转了几十斤的肉票了 还有二十来斤的鸡蛋票 鸡蛋大虾天里也不禁放 买的次数也少 霍大夫临走之前呢 还从我这里拿了几斤肉票和鸡蛋票呢 风大夫 你一个人在这里 老人孩子来看你 你要有关系都不在这儿 我与你几斤票啊 说实在话 她挺喜欢风轻雪的 哪怕只有在富士品厂 偶遇的几面之缘 被部队接调过来之后 风轻雪二话不说 就听从安排上了前线了 比某些临阵退缩的强了 不知道几百倍 平时在岛上 要么培训新招来的医护兵 要么在医院里上班 培训医护兵的时候 还要带新兵 左访岛上随军家庭和淤民 给他们做些简单的检查 并且宣传卫生知识 因此 发现了好几个身患重疾 而不自知的病人 让他们提前得到了治疗 这些事 很多部队医生和医护兵们都在做 风轻雪在边防部队 五城部队 那都是做惯了的 经常组织医护兵深入百姓之间 没什么可奇怪的 倒是老太太的好意 拒绝了两次都没成功 想到明天自己就得出海了 生下老人孩子在家里做饭吃 没肉票是真不行 而他们又人生地不熟的 于是风轻雪就不再浪费唇舌了 笑盈盈地道 那谢谢大娘了 我就更敬不如从命了 等我出海回来 带孩子登门拜谢去 老太太利索地 晕了十斤肉票和十斤鸡蛋票 给风轻雪 喜得罗二雄是没看眼笑的 立刻双手作衣 朗声道 谢谢奶奶 奶奶 您真好 肚子老太太的脸 如同是菊花开了一般 风轻雪得了人家的好处 自然是虚心请教贵姓大名 以便将来相报 我婆家姓陈 你叫我陈老太就行了 老太太并没有提起 自己儿子的姓名植物 眼睛往前一溜 哎哟 轮到你那个不大爱说话的儿子了 风轻雪探头一看 果然是轮到敦敦了 不过他并没有把票给送过去 而是任由敦敦四模四样地掏了钱 买了二两肉和仅剩的两个猪耳朵 拿到风轻雪的跟前道 成爷爷喜欢吃 凉拌猪耳朵配着小酒 简直是绝配 风轻雪摸摸他的头 夸了几句 等陆二雄买肉了 陆二雄问风轻雪要肉票 风轻雪没给 本就没打算买很多肉回去的 小家伙心心然地买了二两肉 案子上已经是没有一等肉了 他只买到了二等肉 某个孩子中 就属陆二雄不爱学习 散数却是例外 递了一块七毛钱给李师傅 李师傅找了他几分 二雄啊 你可真厉害呀 这都会算账了 那当然 我可聪明了 陆二雄挺了挺小胸脯 轮到风轻雪时 买了半斤肉和两斤排骨 灯瓜排骨汤深得壮壮的喜欢 壮壮的肠胃弱 又想给他吃得清淡些 又想给他补充足够的营养 还要避免他会过敏的食物 自然免不了的费些心思 母子三人翻了三次买肉 大家忍不住地笑 虽然给李师傅添了麻烦 但是没人说他们这种行为不好 有需要的时候 谁不来钻这个空子呀 不要片的东西 那都是好的 次次都会遭到疯抢 幸亏这里的海鲜多 简直是天堂了 风轻雪带着两个儿子 溜溜答答的去买海鲜 不巧碰到了沈秀芬 只见他战红了一张白心清秀的小脸 一双信和掩然着熊熊的怒火 那火焰 怎么着也得有个三丈高 不知道沈秀芬和人发生了矛盾 但是在见到风轻雪时 脸色就是一变 立刻推开眼前 插着腰骂他的一个中年妇女 落荒而逃 那个中年妇女 冲着沈秀芬的背影 吐了一口唾沫 呸 还当自己跟以前一样啊 围观者的笑声是此起彼伏的 刘妹子离得近 风轻雪走过去 趁着买海鲜的时候 提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了 刘妹子一边给他挑海鲜 一边小声地道 海农是什么事 顾家发生这样的事 顾青和沈秀芬自然是尽非喜比 以前和沈秀芬结怨的人 哪能不来落井下石的 刚才和沈秀芬吵架的是阿康嫂 他儿子和沈秀芬 就是沈秀芬的兄弟 几年前竞争一个岗位工作 沈秀芬的文化重度 为人处事和办事农历 都不如阿康嫂的儿子 结果呢 倒是将沈秀芬给截胡了 风轻雪了然于心 大家看在顾师长 以及顾家亲友的面子上面 愿意牵挤顾青和沈秀芬 现在嘛 自然是不会了 所以阿康仿才敢跟沈秀芬吵架 这就是顾家亲子和杨子身份 带来的区别 更何况 沈秀芬不尊重郭大夫 顾家绝对不会替他出头的 民嘴笑了笑 风轻雪对此事不予置评 他不在意 可是架不住大家愿意说呀 谁叫沈秀芬的人缘不好呢 转了一圈下来 满耳朵都是这些闲话 风轻雪赶紧买齐了海鲜和水果 带着两个儿子 溜之大吉了 这再听下去 那耳朵都得长茧了 来到这里之后 福宝最喜欢喝的是叶子汁 陆二熊抱着大椰子去献饱了 福宝刚换完了一副海景图 正觉得口渴呢 笑嘻嘻地道 哎哟 我们家二熊懂事了呀 出门还不忘给我带个大椰子 有爷爷奶奶和叶炎哥哥小弟的吗 有有有 只有这个是我拿来的 我对你好吧 你以后可是要疼我一点 陆二熊把椰子塞给他 戏脸的淘气 阿姐 你可以喝椰子这儿 可是不准吃椰子肉 妈妈说 今天正午给我们做椰子饭吃 我还没吃过椰子饭呢 说到这里 陆二熊是两眼亮晶晶的 口水差点没给流出来 椰子饭一定很好吃 壮壮恍然大悟 怪不得妈妈早上出门前 泡了很多糯米和红豆呢 冯清雪把一兜子的椰子 放在了桌子上面 伸手抹了一把汗 叶子汁被您姐姐喝光了 就做不成椰子饭了 我买了八个椰子 我先做饭 应不完的椰汁 你们才可以喝 几个孩子一听 连椰子汁都不喝了 对椰子饭充满了期待 风清雪摇头一笑 明天就要出海了 他准备做椰子八宝饭 虽然时下物资短缺吧 但是他空间里头有足够的物资 就说是以前买的 那也没人怀疑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我讲 号称八宝饭 其实不能成为真正的八宝饭 因为有些原材料 目前是很难见到的 于是风清雪用蜜杂 红豆 葡萄干 枸杞 萌果丁 椰肉丁 和糯米 还有白糖 搅拌均匀之后 装入削了皮 并且顶不开了小口子的椰子当中 注入适量的椰汁 入锅蒸熟 八个椰子都用上了 椰汁倒是没用完 被几个孩子给分着喝了 做好之后 风清雪给郭大嫂和顾门姐妹两个 送了三个 剩下五个 切开装盘 她和壮壮共吃一个 母子俩的胃口都是比较小 而且糯米容易饥食 不敢给壮壮多吃 承宝国夫妇共吃了一个 他们则是因为年纪大了 脾胃虚弱 剩下四个孩子分食了三个 香甜可口的椰子八宝饭 得到大家伙一致的好评 香喷喷的菜肴 差点是无人问津 鹿二雄意犹为己 妈妈 我明天还想吃 那等我出海回来 就给你做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要乖乖听爷爷奶奶和哥哥姐姐的话 不准淘气 不准欺负敦敦敦和壮壮 努尔行一挥手 妈妈再见 习惯父母工作的孩子 才不会一夜不舍呢 那小眼神瞅着风雀雪 风雀雪拍了他的脑袋一下 你就这么希望我出海呀 妈妈要工作 爸爸说了 妈妈的工作很重要 所以不能天天陪着我们 我们要乖乖的在家等着妈妈回来 鹿二行是振振有词地表示自己 很听话的 风雀雪的眼圈 一下子就红了 有那么一瞬间 他真想抛弃工作 只是留在家里陪伴着孩子 让他们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可他知道 这不现实 再其位 谋其政 所以第二天一早 就过着舰队出海了 虽然海战早就已经结束半年有余了 但是海上的威胁并没有就此消失 越国依然占据着自己国家南海一带的数个岛屿 不肯归还 都南岛上依然有兵力是虎视眈眈的 接着来的七八个大夫 各司其职 风雀雪已经是很久没有见到明兰和唐燕了 出海比留守岛上公家轻松一些 风雀雪再次见到老班长时 老班长递给他两个罐头瓶子 里面装的是五颜六色的珍珠 风雀雪会做人 给他做了两双千层底的布鞋 老班长自然是投桃报李 军争发的解放鞋 名胜是好 乡下老百姓是当成了宝了 可是他不透气啊 容易五角 尤其是夏天 穿解放鞋的那双脚散发出来的气味 哎呀 就别提多酸爽了 更有不少军人都烂了脚了 叫你喜欢 我就从别人的手里给你要了些 拿去给你闺女玩 听说你儿子闺女都来了 风雀雪笑嘻嘻地收了 然后道谢 秋天是采猪的季节 风雀雪已经托顾站长 到时候给他留几斤好的珍珠 因为和顾家 顾家的关系 顾站长倒是没有拒绝 八月初 郭大夫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 却不见石关涛随行 原来见过郭顾两家亲戚之后 他的假期就到头了 留在首都继续工作 郭大夫想陪伴儿子身边 给他张罗终身大事 可是他责任心事很重的 即便是反聘 他也得继续地下去 不能因为儿子就贸然辞职 他打算等在些时候 在辞联工作 直接去首都 他放不下刚刚认识 还没有相处过一个月的儿子 风雀雪来不及赞同 就接到了返回五重部队的调令了 得以回到原来岗位的 只有风雀雪 宁兰以及几个经常出海的大夫 他们一个月之内回去报到即可 留守在后方医院的四个大夫 却没有接到调令 具体什么原因 风雀雪不清楚 也无意打听 作为部队中的一员 服从命令就行了 从前雪向顾站长买珍珠的计划 很自然地泡汤了 好在有郭大夫和顾大嫂 他给顾大嫂留了两百块钱 拜托他找顾站长买一些删好的珍珠 托人烧给自己或者是寄给自己 酷大嫂是一口就给答应了 行 我让老大给你弄今年最好的和谱珍珠 南海珍珠当中 最好的就是和谱珍珠 他在这里生活了有不少年了 自然是一清二楚的 风雀雪谢过 接下来他就忙着归还宿舍 和进来的吹菊家当了 收拾好行李 同时又是各处辞别 辞别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记下个人的联系方式 当初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家 东一晒过几次之后 一直跌放在宿舍里头 差点因为他出海不在家而发了霉 这里比较潮湿 又长期不晒就很容易发霉的 所以家属大院之中基本上都是楼房 此次三个大人带着五个孩子 其中城堡国和王翠兰 年纪就大了些 实在是不方便 带着举件大件行李累着自己 于是风雀雪就把收拾好的冬衣 和买的干货 一起给寄回家了 随身举件换洗的衣服和急救箱 水果等东西 这里的水果是十分丰富的 当然要带一些 不过得等到要走的时候 才能再买 忙碌了三四天 确定明天乘船离开海南舰队基地的时间 风雀雪喘口气 带城堡国夫妇带着孩子去买水果的档 给陆江打了电话 把自己要回去的消息告诉给了他 陆江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你们都直接去首都 我在首都接你们 首都 你要去首都 风雀雪十分惊讶 陆江微微一笑 我后天去军区司令部开会 大概会停留个把月 我算了一下路程 就算你们从月地省城乘火车 抵达首都的时候 我也一定是在首都的 何况天气还那么炎热 亏汗如雨呢 你又带着老人跟孩子 坐火车 简直就是遭罪呀 直接去军营机场 扯飞机回来 风雀雪不仅是玩耳道 三叔和三婶子疼孩子 也是这么说 还说他们掏机票钱呢 当然了 我肯定是不会让他们掏这个钱 但是他们的心意 却是不能不顾 家里面有钱 有门路 他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路上 那就坐飞机到首都 到时候我们一起回部队 陆江一锤定音 妻子终于要回来了 陆江的心也放下了 风雀雪甜甜的道 那我们首都见 登机之前 我给首都军区司令部打了个电话 你要是在的话 一切好说 你要是不在 我就突然转告于你 陆江压低着嗓子道 我等着 这个电话 他终究是没接到 因为他正在会议期间 风雀雪倒是没有感觉到什么遗憾 忙碌那是必然的 这不忙我才不正常嘛 突然转告之后 他带着老人孩子 在招待所里面休息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 东上飞往首都的飞机 首都军区一起来的几个大夫 也和他们同行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次坐飞机 几个孩子依然是很兴奋 罗二行屁股下面跟扎了针一样的 就是坐不住 趴在窗上往下看 底下的雪白云层 看的是津津有味的 片刻之后 扭头对风雀雪道 妈妈 等我长大了 我也要开飞机 他见风雀雪没有回应 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风雀雪正在把飞机上发的几瓶茅台酒 挨刺放进皮箱里面 外面裹着暂时不穿的衣服 一隔开彼此之间的距离 免得给碰碎了 他准备把这些酒作为收藏 就算是不在乎升职的那点钱 将来拿出来带课也很有面子呀 有些东西 自古至今 那都是有钱未必能够买得到的 听到熊儿子的志向 他头都不抬 一边合上皮箱一边道 好啊 你以后可以当空军飞行员 不过空军飞行员挑选是特别严格的 到时候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你现在年纪还小呢 从现在开始努力 也为师不晚 你能保证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 一听到好好学习 陆二醒到眉头就揪起来了 风轻血也是头疼啊 几个孩子当中 就属是他不喜欢学习了 那都静不下来 王翠兰道 很多男孩子都这样 小时候不喜欢 或者是学习也不好 等大些了 开窍了 那成绩就会突飞猛进了 咱们家里的孩子哪有不聪明的 二如木染之下 也比别人家的孩子那学习都要好些 三婶 你别这么惯着他 会给惯坏的 等我回去就得好好地管教了 风轻血时暗暗地下了决心 他今年借调到南海舰队 年假还在 看看年底能不能休少一个月 到时候 无论如何得培养出二型读书的兴趣来 没有兴趣 自然读的是不情不愿的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王翠兰本来还想再说什么 被城堡国给拉了一下 行了 怎么老了就带带孩子 学习上的事 还是当爹妈的操心比较好 王翠兰听了 咽下想出口的话 唉 这倒也是 二熊的宠击不好 渐渐也会失去信心的 远在老家的习宝就不说了 叶炎 福宝 敦敦和壮壮 那都是爱学习的 这是储备和见识 远胜同龄人 福宝共识学了几年的书画 颇具水平 敦敦和壮壮虽然也开了盟 但是没有露出特别的兴趣来 可兄弟两个成绩好啊 那字也练得不错 长此以往下去 罗二熊会比其他人越来越差的 罗二熊的脑子根本就不是笨 自然明白母亲和爷爷奶奶的意思 那一张小脸 瞬间就成了苦瓜了 圣觉将来会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直到下了飞机 那苦瓜脸也都没再展开过 福宝一点都不管他 就来接他们的陆江 用力地挥着手 爸爸 罗二熊就跟个兔子似的 窜到了最前面 撑到陆江的跟前 养着脸请供 爸爸 我把妈妈带回家了 你说我厉害不厉害 你都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被我给做到了 跟他们一块下飞机的几个干部 差点给笑唱了气 路途漫漫的 大部分人也都是熟人 便是不认识的 也在飞机上混熟了 那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其中又是以部队军官居多 陆江一一地打过了招呼 在此之间 一直躲在他背后的少年 也转了出来 白衬衫 灰色长裤 修长的身材 俊敏的脸蛋 飞扬的贱眉 明亮的眼睛 和文质彬彬的气质 无疑不像风轻雪等人 展示着自己给他们带来的熟悉感 稀薄 风轻雪是又惊又喜 一颗心差点跳出胸腔来 喜悦之情是难以形容的 大哥 几个孩子一口同声地叫出来 直接欢呼着飞搬到他跟前 围着他 陆二雄狗是直接抱住了他的腰 很无情地抛弃了陆江 陆江的脸本来就黑 现在是黑上加黑了 喜宝的两只胳膊分别蹲蹲和撞着抱着 抱得是死紧 让他简直是寸步难行 只好冲速度没赶上的福宝一笑 目光柔和 一死安慰 然后 他抬头看向风轻雪 妈妈 见到我 你高兴不高兴 高兴 我快高兴死了 风轻雪把行李丢给了警卫员拿着 快步走到大儿子的跟前 随着光阴的流逝 这孩子五官长相 虽然仍是极向了陆江 线条却比陆江柔和一些 父子两个 一个是英俊 满声硬朗 一个是俊美 确于斯文 陆江已经跟众人打完招呼了 走过来道 续宝说 交给你一个惊喜 所以 不是他故意不告诉给妻子的 风轻雪白了他一眼 伸手摸了摸大儿子的脸 整了整他衬衫的领口 你爷爷呢 是不是也在首都啊 是从家里来的首都 还是先去的部队啊 习宝笑道 趁着放假 我和爷爷一起去了部队 和爸爸一起来的首都 目前住在江伯伯的家里 江伯伯就是指的江鱼 江小月嫁给陆天俊之后 称呼上自然就注意了一下 风轻雪嗡了一声 那你们应该见到晨晨了 从晨晨出生到现在 一直在那江伯伯家里生活着 我都没见过她呢 只有你小月嫂子 寄来的照片 嗯 长得像小月嫂子 只有眉毛和眼睛像大哥 西宝说话的时候 终于挣脱了包围圈 陆江伸手扶着风轻雪的胳膊 上车吧 有话我们回去再说 一行人坐车离开机场 先去了他的住处 休整片刻之后 打理了一下仪容 这才浩浩荡荡地前往了江家 拎着两瓶本大三收藏的茅台 和两大网豆的水果 路上又买了一点小孩子吃的高价商品 江明不在家 江小月却在 只是右胳膊打着石膏 掉在心前 风轻雪吃了一惊 酷不得坐在沙发上 都弄直身子的陆父 忙道 小月 你胳膊怎么了 江小月怂怂肩 不以为意地道 唉 为了救一个新兵被砸伤了 粉碎性骨折 断了两根筋 虽然已经请军去医院 中最好的大夫做手术了 结骨续肌 但还是会留下后遗症的 大夫说 以后不能干重活了 我也不能继续留在部队当中了 风轻雪是心痛极了 多久了 疼不疼 你书见到我 怎么都没告诉我一声啊 两个月之前的事了 已经不疼了 婶婶 你不用担心 江小月依旧是十分开朗而乐观 安慰道 脱衣也挺好的 我终于有时间天天陪着陈陈了 婶婶 你还没亲眼见过陈陈吧 快 快看看你乖乖的侄孙子 爷爷说他和细胞小时候一样乖 说完 江小月就对儿子招了招手 过来 陈陈 来 让你二奶奶抱抱你 一句二奶奶 差点让风轻选对商 他 他都这么老了吗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陈陈已经是两岁零几个月了 养的是白白嫩嫩的 穿着一身海军服 空时显得十分可爱 他听话地跑了过来 养着小脸看向风轻雪 左看右看 正是没叫出奶奶两个字来 风轻雪蹲下来 脸色温柔 陈陈 奶奶请您吃果果好不好 陆陈摇头道 不是奶奶 风轻雪一愣 江小月是撑不住地笑了 陈陈 奶奶又年轻又漂亮 皮肤又好 看着不像是老奶奶是吧 实际上 你还就得叫奶奶 你叫一声二奶奶 他给你果果吃 陈陈摇了摇手指头 瞅瞅风轻雪 又看看明显 比他幽黑粗糙的江小月 江小月哪能看不出 儿子的想法呀 催促道 快叫啊 叫二奶奶 二奶奶 陈陈带了点暖音 又格外的软糯 哎 陈陈可真乖 奶奶疼你 风轻雪应了一声 双手将她给抱了起来 回头让陆江处理 带来的几个大椰子 椰子倒出来 给大家分享 陈陈捧着杯子 喝得很开心 塞帮子上面 酿着两团红玉 风轻雪跟陆父 打了声招呼 啰嗦之后 踩向江小月问起 江云和陆天俊来 一别惊年 自然有事说不完的话 江小月笑道 我爸呀 他忙着呢 天天见不着人 至少得十来天 没回来了 天俊执行任务了 也不在军区 他今年就容身为营长了 管着一个营的兵呢 这尖头的担子可不清 风轻雪听了 是十分高兴的 陆天俊今年 不过是二十六七岁 凑到营长这个位置 是真的很厉害了 虽然陆江二十八岁的时候 已经是副团长了 比陆天俊 现在的级别要高一些 而且从有军衔 但是叔侄俩 所处的年代 是不一样的 陆江身上 可有建国前后在战场上面 还有滇江立下的赫赫战功 部队中 战乱年代升职是很容易的 太平年代嘛 那就得靠本事跟机遇了 在部队中生活的时间长了 风轻雪对这里面的门闹 是一清二楚的 我算是发现了 有知识的军人升职 比目不时钉的 或者是只有小学文化重做的军人 要快得多 因为遇到的机会也多 会被当作是干部培养的 部队中大学毕业的那些军官 比普通人更加受重视 也更是顺风顺水一些 江小月道 虽然说是不能一概而论吧 但这种情况占据的比例很大的 风轻雪笑道 有机会的话 也让天俊去进修 它是高中文化程度 实际上的知识储备 也胜于普通的大学生了 当初因为成分问题 无愿于大学 托了你的福才顺利入伍了 这有了今天 咱们国家不是有军事大学吗 我记得部队军官是可以入学的 江小月叹道 天俊还没到那个级别呢 至少得是团级以上的 那就让天俊加把劲呗 级别到了就争取一下 无论何时何地 文凭都是相当重要的 去军事大学进修的军官 出来之后 无疑不是高级将领 虔诚无量的 陆天俊有头脑 有本事 又有陆江和江云的身份在 进修的可能性 比一般人要大得多 不是说他们要走后门 而是说在公平的条件下 别人不敢使阴谋诡计 让她故意落选 或者是侵占属于 她的竞争名额 江小月点头 嗯 那等她回来 我好好督促她学习 陆天俊和江小月 都是成年人 而且已经是成家立业 他们自然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风启雪就不再多言了 就是心疼江小月受的伤 而且还不是小伤呢 江小月倒是不在意 救人的那一刹那 她就知道 自己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即便退役了 她也对得起这身军装了 续个寒温 江小月叫秦务兵和保姆做饭 收拾房间 那是安排得有条不紊的 晚上吃过饭 她十分善解人意地 留老人孩子们在家里头休息 把风启雪推到陆江的身边 起眉弄眼得到 叔叔 我家的房间住不下了 你带着婶婶去你那儿休息吧 爷爷三爷爷三奶奶和几个孩子 住在我们这里 你们只管放心就是 罗尔熊张了张嘴 刚想说 自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睡 立刻就被壮壮给捂住了嘴巴 警告地看了他一眼 他献献地咽下刀嘴边的话 壮壮松开手 朝着父母挥了挥 爸爸妈妈 明天见 陆江毫不犹豫地拉着风吹雪 走出了江家 警卫圆圆圆地落在后头 笔石叶色甚浓 星光闪耀 仿佛一大块无边无际的黑绸缎上面 镶嵌了一颗颗璀璨金融的钻石 竭尽所浓地轰托着一轮明月 可以预见 明天一定是一个好天气 银辉劈泻而下 令夫妻二人清楚看到彼此的阴容笑貌 风轻却长嘘了一口气 道 每天不是工作就是孩子 又分别了七八个月 真是好久没有一起走走了 突然如此 竟然觉得有点不适应 陆江一本正经地道 这说明你为了工作和孩子 大大的忽略了我 你这人 风轻却撑了他一眼 回头看了看两个警卫员 比了比距离 觉得他们听不到自己夫妻的对话 才又重新开口 低声道 你当我不想一辈子陪在你身边呢 如果可以 恨不得日夜相伴 片刻不离 他的皮肤依旧是白皙光滑 如凝脂似血浴 他的脸旁依然娇艳 妩媚而娇嫩 如鲜花似明珠 明蒙好齿 奇美远胜月色 陆江的心跳了又跳 差点跳出了胸腔 他按了按自己的心口 却是按不住跳动的心 久别逞逢之下 他又有了第一次见到妻子时的嫉妒 哑声道 那你还站着干什么 风轻却自然是明白他的意思的 挽着他的手臂 这么大年纪的人 不怕被人看到 笑话怎么样 陆江叹了口气 真希望这段浩劫之期早日结束 夫妻本是天底下最亲密的人了 却要时时刻刻注意外人的目光 稍有点亲密的举动和言语 便如同是犯了滔天大罪一般的 越是位高权重 越是受人褚目 更需要谨慎 于是 陆江和风轻却加快了脚步 到了住处 总算是不用沐浴在警卫员的目光中了 八月的天 依然是有些热的 忙碌一天 便是一身的汗 陆江繁锁上门 调好温热的洗澡水之后 猪肉风轻却从空间里拿出来的浴桶 催促道 你先泡泡澡 松快松快 我给你按一下肩膀 看你肌肉都有点不对劲 是不是忙得连身体都顾不上了 风轻却揉揉静厚两侧的肌肉 他不说 自己都没注意到 还真是僵硬得可以呀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陆江的手指十分粗糙 落到之处却是很热 按在肩厚的肌肤上 片刻之后 指尖的炙热化作熊熊的火焰 风轻却听到一阵的粗喘 扭头就被他稳住了唇 小别圣新婚 古人成不弃我 风轻却刚想到这一句话 便陷入了意乱情迷之症 从玉桶到床上 翻云覆雨 累得他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了 耳边响起陆江的低笑声 呵呵 是不是在南海监队 属于训练了 体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老了 我都是当奶奶的人了 陆江亲了亲她的脸颊 像是亲了一颗布了壳的鸡蛋 随后板着她的脸 针对自己的眼睛 眼睛里面只有一朵盛开在夜间的鲜花 妩媚 娇艳 令人心动神摇 也只有她才清楚她的柔弱无骨 这天底下 居然有这么年轻漂亮的奶奶 快 上我看看 风轻却投身到她的怀中 几个月不见 阿将 你变了哟 婚后总是忙忙碌碌的 许多事重重复复地做 平淡的她都快要麻木了 忽然感受到年轻时的激情 变似是岩浆找到了机会 喷涌而出 陆江亲抚她光滑的背脊 普世几个月 十大半年 工作 孩子 家庭 和人情往来 占据了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 我突然觉得 再这么继续下去 夫妻之间还有什么感情可言呢 从今天开始 我们都要做出改变了 少注意别人一点 多关心一下彼此 最小的三胞胎都已经是七岁了 接下来会有自己的同学 朋友 还要学习占据他们的大半时间 做父母的不用再像他们 偶尔带捕食那样 事无巨细地照料着 风吹雪不知道自己此时的笑容 是多么的灿烂 眉眼弯弯 眼睛是亮晶晶的 虽然她已经习惯了 家庭中的鸡毛蒜皮 消磨掉大半时间 习惯了出门在外 不能有亲密举止 不能有甜言蜜语 但是她心里还是有一种期盼 随心所欲地表达出 夫妻之间的爱意 永久地保持住夫妻间的浪漫和激情 不因岁月和年龄而消逝 好 我们一起改变 现在开始 还为时不晚 风吹雪宁试着她的脸 正处于男人最好的年华 没有年轻人的青涩 没有老年人的衰败 成熟 稳重 极具魅力 陆江翻身压着她 一连串的吻 落在她的脸上 镜中 继续往下 夜 还很长 虽然年过不惑 但她的训练是从不懈怠的 体力惊人 以至于风吹雪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枕边早就没有陆江的影子了 床头柜上压着她留下的一张字条 风吹雪揉了揉自己的腰 脸上不自觉地样着甜笑 喝杯水 仔细收拾了一下屋子 洗漱过后 把鱼桶收回空间 换上干净的衣裳 她才拿起字条 上面龙飞凤舞的写道 放在桌上 白天开会 中午食堂吃 晚上 等我回来 风吹雪抿嘴一笑 脸庞如照着荧光 她揭开饭桌上的纱照 果然看到一个保温筒 一个鸡蛋 一个杂粮面的馒头 和一碟的咸菜 保温筒里装着浓稠的大米粥 约末是一碗的量 风吹雪将汁倒在饭盒里面 慢慢地喝完 又把余下的食物给吃掉 只剩下大半碟子咸菜 洗完餐具 再洗完换下来的衣服 风吹雪抬手看时间 竟然已经是十一点半了 风吹雪正在想 是去江家蹭饭 还是去食堂里解决 就见到喜宝找来了 妈妈 嫂子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饭 喜宝的身高 已经超过母亲半个头了 风吹雪和她说话 那都得抬起眼睛来 无她 云主幼时营养不良 十八岁时 只有一米五六 又矮又瘦 还是风吹雪穿过来之后 努力补充营养 在身高定型之前 蹿了六七公分 现在也只有一米六二 幸亏当初做衣服时 放大了一点尺寸 喜宝低头看到母亲脸上 羡慕的神色和她比身高的首饰 思索片刻就明白了 顿时是哭笑不得的 妈 你中午多吃点饭就能长高了 风吹雪拍了她的胳膊一下 驾 你当我是小孩子呀 这么大年纪 她长个儿那不成笑话了呀 喜宝揽着她的肩膀 就算是不长个子 饭还是要吃的 妈妈 我们走吧 您到儿子今天亲自下厨 炒了好几个菜 您来品评品品 风吹雪高兴地道 我儿子炒菜 我能多吃半碗饭 韭菜半碗呢 不用该是多吃两碗饭吗 你想把我撑死呀 坏心眼的小子 风吹雪的嘴里是责备的 脸上却是难养心意味之色 别人家节意缩食 每天按量吃饭 我多吃两碗 自己受罪 别人也会觉得不公平的 西宝地声道 什么时候才能取消计划经济啊 风吹雪一愣 赶紧四处看了一下 发现周边没有人路过之后 才轻轻捏了捏他的胳膊 说这些话干什么 叫人听到肯定会惹来大麻烦的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西宝探道 这一两年 我仔细观察过了 继续下去是有坏无益的 不取消计划经济 无法促进经济发展 无法提高各行各业的斗志 继续搞集体生产 只会让大部分的农民偷奸耍滑 怎么大队管得那么严 那都避免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自留地的粮食产量 一直都是高于集体的 这话可不要在外人跟前说 千万不要透露半个字 不过儿子说到这件事 风吹雪也想起了老家的情形 问道 此门大队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撒了化肥了的 西宝金山一震 妈妈 化肥果然是个好东西 凡是撒了化肥的庄稼 产量几乎是放了一番 趁着别人还没反应过来呢 大舅爷爷百忙之争 就组着人去买化肥了 条子还是干爹屁的 干爹现在是咱们淮海市的二把手 如果化肥可以推广开 粮食增产 绝对可以缓解现状的 风吹雪很高兴 这就好 这就好 粮食是主要的 虽然有人说 撒了化肥的粮食 会留有后患的 国人体质下降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饥饿面前 谁会管这些 敞开肚皮吃饱饭 是识下所有人的梦想 在爷爷的允许下 我给老首长爷爷写信 特地提过这件事 爷爷给我回信说 准备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开会 未来将会增建化肥厂 稀宝是煤肥四五的 好处是巨大的 化肥厂城里 可以出现许多的工作岗位 做出来的化肥 又可以增加粮食产量 后续的好处是源源不绝的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说到这里 喜宝又叹了一口气 压低声音道 啊 如果可以改变 目前集体公众的模式 就是分田到户 我觉得粮食 还可以再翻一翻 叫我工粮之后 剩的粮食就是自己的 谁不愿意勤快地 共用心地伺候庄家呢 集体公众只会消磨斗志 如果可以放开限制的 任由大家伙养殖鸡鸭鹅 羊跟猪等 促进副食品的发展 农民有收入了 还能补充勇养 重振居民也不用限量共用了 风气血上下地打量着儿子 这些都是你想的 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当然都是我自己的想法了 我根据现况观察得来的结果 妈 你放心 我只跟爷爷说过 没有对外人讲过 西宝的年纪虽然小 但他明白其中的厉害 就是向母亲倾诉 也是挑在外面的 挑在现在 而不是在江架当面说 因为他担心隔墙游耳 会传出去 在外面就不一样了 空间广阔 来往路人也不多 更不会搜到他们跟前 听他们交头结尔 如果是有人来了 可以立刻争到母子间的话题 风气血是十分惊喜的 不知不觉之间 儿子竟然成长到这个地步了 他的心智 他的见识 他的思想 都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时代的 当然 只有归功于他身边的那些老人家们 是他们的教导 才有了今天的喜宝 在特别时代的约束下 有人会随波逐流 循规蹈矩 有人却是看出其中利弊 不是一味的赞同 而喜宝就是后者 他看出了计划经济的弊端 也有自己新的想法 可惜 不容易这个时代 风气血只能提醒他 放在心里头 等待机会 爹 你把喜宝交得可真好 到了江家 风气血见到陆父的第一句话 就是这个 在此之前 他很担心喜宝大半时间 都在老家里度过 才不对大院生活的时间比较短 并没有交上太多的知心朋友 以后会不会缺乏这方面的人脉 毕竟大院子弟感情 都是从小培养出来的 比较单纯 也更加容易让他们铭记一生 二雄就有一大帮子好兄弟 现在他不担心了 资深强大 人脉那就是次要的 陆家的发展 陆家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好 等老人们陆续平凡 那带来的好处也是无比巨大的 陆父玩耳一笑 哈哈 我的孙子 我不教谁教啊 当然了 你老师他们也是付出了无数心力的 西宝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这次出来 也带了一大堆他们布置的功课 有空了给他多薄薄 风气雪重重点头 我多弄点好东西寄回老家 你爷俩和老师们也多吃点 这些个老人家们可都是国宝啊 必须要好好地照顾着 这人心都是肉掌的 如果说以前带他们好 是夹杂了一点私心的话 那么现在相处的时间长了 感情早已超越一切 无论将来后得到多少好处 那都比不上武家友儿出掌虫的喜悦 晚上回到陆江的住处 风气雪迫不及待地和他一起分享儿子的优秀 陆江也觉得十分骄傲 嗯 这小子像我 风气雪笑他是王婆卖瓜 哪有这么夸赞自己的 话说出口 陆江真正有词的道 有其父必有其子 怎么就是自卖自夸了 当然 还有一句话是 清除于狼而胜于狼 由此可见他对喜悦的满意程度了 风气雪很开心 做父母的不都是希望儿女成才吗 夫妻俩骄傲了好一阵子 陆江忽然道 过几天有个舞会 你和我一起去吧 听了这话 风气雪的眼睛一亮 来到这个时代十余年了 刚开始的数年不是在老家 就是在边防随军生活 等到陆江的级别高了 风气雪也有自己的工作 这期间还要带孩子 那天天是忙得分身乏术 又是因为处于特殊时期 各个机关单位和部队 早就已经取消了舞会了 所以他没有参加过舞会 忽然有这么一个条件 让他可以和陆江一起出场 还可以一起跳舞 风气雪当然是不愿意放过的 说实在话 他对舞会看到十分好奇 得知着装随意之后 风气雪就开始为舞会做准备了 发型不可能改变 也不能化妆 那他就在服装上面费心思呗 又要好看 款式又不能超出这个时代 风气雪仔细地想了想 给自己做了一件 珍珠白的棉麻衬衫 一条灰绿色的工装裤 也是棉麻的料子 纸筒裤子比较肥大 宛然便是厚实的裤腿裤 工装裤其实就是背带裤 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种款式 大多数都是用劳动部做的 两件衣裳洗干净 运好 风气雪在舞会的前一天晚上 诗穿了一下 不仅没有遮住他苗条恶弄的好身材 反而显得他气质出众 有一种优雅端庄之美 怒江的满眼都是爱意 一个劲地点头道 嗯 好看 好看极了 他打量了一下 总觉得是缺了点什么 忽然一拍头 转身去翻自己的行李箱了 拿出来一个很普通的小盒子 从里面取出一对翡翠鱼镯子 这对镯子 预置是晶莹剔透 结构紧致细密 通体绿汪汪的 几乎要滴出水来 皱农洋芸 底子干净如玻璃 极贫翡翠的特质 陆江熟练地给妻子套在手腕上 接着又拿出一块明显是 灼心料打磨出来的平安扣 挂在他的胸前 几乎硬绿了他的脸 无论是衣着款式还是首饰 都是简单到了极致 极致的简单 欲加有一种惊人的美 哪来这么好的翡翠 瞧着是新玉 风吹雪瞪大了眼睛 几个月前公干 去了一趟西南军区 在边印地区住了好几天呢 无意间看到黑市里 有人撕脉翡翠 我就悄悄收了一些 这套是最好的 觉得你戴上去一定会好看 另外 我还收了几块围巾雕琢的翡翠料子 在咱家藏着呢 等到时机成熟 找手艺好的玉雕师傅 给你和福宝做手势用 弄将退后两步端详片刻 眼里闪过一次赞赏 难怪你们女同志都十分喜欢珠宝啊 果然佩戴和不佩戴之间 有着大区别呀 让你的美丽再添三分 风雀雀拿出镜子照了照 脸颊带玉 与玉色交相辉用 平添了几分雍容华贵之气 好看又怎样 又不能带出门 风雀雀转了转转子 摸了摸平安扣 与翡翠接触 只见是凉意森森的 等到能带的时候 我已经是真的老了 最美的年纪 无法尽情地打扮 这是何等的遗憾 杜江亲了亲她的额角 笑道 哈哈 如你这般的美人 岁月和格外的优待 咱们俩走出去 谁不会说像是两辈人呢 何况年轻时 有年轻的娇俏 中年有中年的优雅和韵味 任何首饰 都不会因为年龄而怠慢你 永远都只会成为你的点缀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陆军长 你可真会说话 风雀雪的心情 是格外舒畅的 那点子遗憾 顿时烟消云散 向他行了一个礼 承扬陆军长赏脸贴之舞呗 很久都没跳舞了 得先练习练习 美人如玉 笑眼如花 谁忍心拒绝这样的一个邀请呢 陆军长也没和别人跳过舞 自然乐意配合妻子练习 免得到舞会上出球啊 两人没吃过猪肉 还能没见过猪跑啊 陆军长稍微回忆一下 在舞会上见到的舞步 很快就展现出来了 而风雀雪本来就会 十分简单的交易舞 也将过文工团女兵的练习 更加是驾情就熟了 听完舞 情至深处 少不了又是一阵的被翻红浪 半夜方休 第二天一早 风雀雪看起来是光彩照人的 宛若是二十许 穿着准备好的衣服 却是没有戴首饰 杜江则是军装 身材魁梧 面容硬朗 举手投足之间急剧威夷 他现在不用出任务 减少了风吹日晒的机会 加上别人见到他和妻子 总是说两个人年纪相差太大了 这大半年坚持用着雪花糕 倒是比之前显得年轻了几岁 风雀雪特别喜欢丈夫穿金装的模样 简直喜欢到了骨子里了 陆军长 你今天真有气势 出门前 风秋雪是这么赞美的 其实他更想说帅 不受年纪限制的帅气逼人 男人帅不帅 果然要看穿军装之后 陆江脸上的严肃一下子融化了几分 闹到人 可不能给我媳妇丢人呢 两个人互相吹捧了片刻 一起笑了起来 陆江是第一次带着妻子在舞会上面亮相 刚进大礼堂 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越是位高权重 来的就越晚一些 谁敢让领导懂自己呀 所以他们到的时候 老手掌们还没来 只有其别和陆江差不多的 或者是稍微低于他的一些干部 以及其家属 或者是舞伴在场 很多人都对于风清雪 都是指纹其名 未检其人 和陆江调任首都军区之后 经常来往首都开会不一样 风清雪几乎是没有出现在 首都的社交场合 就是求学的那两年住在首都 经常来往的 都是亲朋好友 以及郭彦带自己见苦的一些老革命家 以及其家属 而且是非正式场合的 期间陆江来首都开会的时候 也有几次带着妻子参加的活动 可惜时间和上学的时间 碰撞到一起了 风清雪自然是先顾着学业的 反正时间长着呢 有的是机会 风清雪当时是这么想的 而先来的人 大部分都是初次见到风清雪 刚开始以为是陆江 层峰公团找来的舞伴 听她介绍之后才知道 是风清雪 心里都是忍不住地吃了一惊 苗条的身材 白嫩的皮肤 精致又美丽的脸庞 气质还出众 真是陆江十几年前 娶的邪味啊 见过风清雪的人都说她长得好 这也未免太好了吧 一样款式的衣服 虽然说这料子不同吧 但是穿在别人身上 总是透着一股子刻板 在她身上却是显得恰到好处 比山海那边运来的时髦衣服 都让人觉得好看 有人羡慕 有的人就看不惯了 苏梅香直接跑到他们跟前 上下打量了片刻 目光是惊疑不定的 自从苏梅香和沈青离婚之后 离开五城部队 风清雪是第一次见到她 眉头不由自主地痒了痒 不知道她是凭借娘家来参加舞会 还是凭借新婆家 虽然她惊讶的是 苏梅香穿了一条浅绿大碎花的 鞋巾开肩连衫裙 领子和前肩的边缘 镶着绿色的布边 腰间系着一条铜色的腰带 下半身是褶子裙 长度约在小腿的部位 配着一双黑色的皮凉鞋 这样一袋裙子穿在苏梅香的身上 顿时是增添了几分姿色 清雪同志 你的衣裳 比我的裙子如何 苏梅香眼里闪过一丝意味不明的神色 凤清雪目地想起一段历史记载 含笑道 这没有可比性的 我这身衣裳不过是普通的衬衫和工装裤 任何裁缝都做得出来 所不同的是料子而已 而你这条裙子特别新颖 很好看 听了凤清雪的话 苏梅香的心里有些失望 虽然如此 但是苏梅香很快就振作起来 笑道 哈哈哈哈 这样的裙子 今年夏天特别流行 再过一个多月就会全国推广了 清雪同志 你这么瘦 穿起来一定更好看 要不要我先送你一条 凤清雪心头一沉 拒绝不是 接受那也不是 拒绝吧 不利于目前的处境 立刻接受 也是不利于以后的发展 他很快有了主意 微微笑道 苏梅香同志 看你说的 一条裙子可不便宜 钱嘛 是小事 主要是不便难得 陆江同志 不允许我随便接受外人的东西 觉得影响太坏了 我不能不听他的 就等以后推广之后再买吧 陆江沉声道 不错 我们可以自己买 他极微甚重 苏梅香有点畏惧 尴尬地笑了一声 那我就省钱了 不过还是多谢你的好意了 风俊雪态度和软 第一次来参加舞会 而且话题又是这条裙子 他觉得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得罪苏梅香 宁可得罪君子 不可得罪小人 万事还是谨慎为上 苏梅香忙道 哎 有人叫我了 我先走了 你们随意 像他这样穿裙子的女同志 数目着实是不少 苏梅香很快就走到他们当中 自始至终 都没问一句沈青和他自己的儿子沈丰 现在生活得如何了 其心之凉薄 可见一斑 苏梅香已经再婚了 苏梅香在妻子的耳畔低声道 风俊雪一愣 同样小双地问道 嫁给谁了 他这样的人 还有人愿意娶啊 苏梅香淡淡地道 苏梅香好就行了 风俊雪心中了然 小双道 沈青还按月给他钱呢 他怎么好意思拿 陆江冷笑 有什么不好意思 结婚了 未必代表他能拿到新丈夫的所有工资 要想穿时髦的衣裳鞋挖 自然还得靠沈青的那笔赡养费 看见苏梅香 陆江他就来气 沈青是多么有钱钱的一个人呢 几乎被苏梅香给毁了 沈丰被他教得更是不像样子 沈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他的性子给扭过来 可到底还是受了母亲的影响了 只能说是没有以前那么坏了 要说是个好孩子 那还真是算不上 比叶炎可是差远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看待王新生和江云 卢帅徐将军等人连媚而来 风雪雪拍拍陆江的手臂 提醒他去迎接 也不再把注意力放在苏梅香等人穿的裙子上了 一片黑黑蓝绿之中 连衫裙的出现 代表女同志终于在追求美丽的道路上 踏出了第一步 即使不具政治意义 仍然是值得高兴的 接待风清雪 王新生和江云卢帅等人都表示很高兴 尤其是王新生 那皱文都舒展了 笑容慈爱 等打过招呼之后 卢帅和许将军等人被人给请过去了 他便对风雪雪道 这什么时候来首都的 也不去我那里坐坐 你大娘是天天地念叨你啊 风雪雪笑道 还是下次吧 下次有机会再去拜访您和大娘 我这是从南海回来的 乘飞机到达首都 想到一个月的时间很充裕 我爹和喜宝都在江老哥家里 就带着几个孩子稍微停留两天 和他们见一面 很快就得回五重部队了 听到孩子们都在自己家 江云很高兴 你不和陆江一块回去 一个月还早着呢 在局势不紧张的情况下 有时候 部队的安排是很人性化的 给接电的大夫一个月的时间 返回原来的岗位 其实那就是变相地 给他们一段时间好好地休息 当然 也有路程遥远的问题在呢 不是人人都有机会乘飞机返程的 虽然说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风清雪真是不能赶在 一个月结束的时候回到岗位上 没办法 他得注意影响啊 尤其是陆江现在一举一动 都是在别人的目光之下的 停留在首都的这几天 对他来说 那就都跟偷了的没区别了 所以风清雪只能是忍痛 活泼 风清雪笑笑 那得问孩子的意思 我不能做主 孩子是小 可是却也有自己的意愿呀 作为父母 他和陆江一向是尊重孩子的 江云点了点头 嗯 那等我回去了 再问问 他有的是法子 让几个孩子心甘情愿地留下来 风清雪刚想开口呢 就听到有人宣布说 舞会开始 是卢帅宣布的 不由得愣了一下 小声道 老师长他们还没来呢 怎么就开始了 王新生摆摆手 老师长上了年纪了 这行动有些不便 这次就不来参加了 风清雪是恍然大悟 忙问老师长的身体状况 王新生等人自然是说好 一句话都不愿意多透露 风清雪也明白这个规矩 不再多问了 音乐响起 许多老干部就和舞伴 三三两两地步入舞池了 王新生趁他们夫妻两个一笑 你们快去跳舞吧 难得参加一回 陆江在首都参加过不少次的舞会 无一例外 从不下场 有些在首都时间比较长久的 自然清楚他第一次参加舞会时的情景 倒也佩服他的坚定 此时他和妻子一同前来 大家的目光顿时追随着他的身影 竟然跳得是很不错 你进我退 一刚一柔 和谐地让人觉得眼前那是一幅画 按照音乐踩着舞步 风清雪忽然有一阵 回到现代舞会的感觉 轻柔的音乐 优雅的舞步 勾肩大背的男男女女 焦头截耳的字字句句 流荡在空气中的酒香 这交织成一片被称之为一厢碧影的盛世浮华 陆江一手过着他又细又软的腰 笑什么呢 都踏错步子踩到他的脚了 风清雪一下子从浮光略野之中穿越回来 迅速变化舞步 跟上了陆江的节奏 目光所到之处 只有一片暗淡的黑灰蓝绿 哪有恍惚中看到的五彩斑斓呢 陆江又问了一遍 他敲起嘴角 微笑道 头一回参加舞会 有点紧张 陆江可不惜 不过他也知道所出的环境 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道 有机会的话 我下次参加舞会 仍然带你一起 难得有机会才行啊 工作繁忙的时候 他也不好意思离开岗位的 有的时候觉得工作很重要 既保持了自己的经济独立性 又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参与救死扶伤之中 这有时候又觉得 这工作很麻烦 因为忙碌而忽视了家庭 忽视了家人 夫妻间的相处时间 更是少着又少 以至于这些年的婚后生活 趋于平淡 幸亏是生在这个纯粹 而荒谬共存的时代 大家的责任心 普遍是高于后世的 生活作风方面 又是管理的极其严格 虽说有机青别恋者 但争就是少数 幸亏陆江不是别人 对他一心一意 否则还得担心 七年之痒什么的 陆江自然明白 妻子言下之意了 凑到他耳边小声道 现阶段太重要了 你我不能任性 等一等 等到了新一代的接班人 我们就退下来 就只有咱们两个的生活 风起雪的嘴一扁 叹道 唉 不知道得等到猴年马月了 这级别越高 退下来的时间就越晚 有的甚至只是名义上退了 实际上仍是在工作 而专业类的人才 也未必能够随心所欲的 到了年龄就退休 他今年三十二 最少还得工作二十年 那就珍惜眼下 跳完一支舞 陆江拉着他下去喝茶了 几位老干部体力不济 已经先行坐在舞池之外的 沙发上说话了 见到他们夫妻 立即招了招手 王先生直接开口道 陆江 小雪 来来来 来这边 两人到了跟前 先是问了几声好 然后啰嗦 服务人员麻利地端上两碗茶 放在他们跟前 桌子上也摆着一些水果和点心 水果牌上缺的一个苹果 此时正在江云的手上 已经被他老人家给啃了半边了 周末舞会自然不只是为了跳舞 老革命家们说的那都是些工作上的事 陆江和风千雪静静地听着 没有随便去插口 不知不觉就提到西沙海战 卢帅对陆江和风千雪笑道 哈哈 这你们两口子可都是立了功了 尤其是你 陆江 真的很不错 陆江谦虚的 应该的 不敢鞠躬 他知道陆帅说的是那支特种兵部队 如今第一批特种兵部队 已经悄然签到了首都了 在暗中执行任务 目前已经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陆帅拍了拍他的肩 功是功 过是过 哪能立了功 却说不拘功啊 你不记得 我们替你记着 陆江的功劳是不为人知的 他这两年负责的许多事 都是记在绝命档案中的 包括那支特种兵的很多任务 都是列为机密 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高级干部 才有权知道 在场的几位老革命家 确实都清楚的 所以对陆江是赞赏有加的 后继有人 也能不高兴 卢帅又对风轻学道 听说你年初本来有出国交流的机会 因为借调而耽误了 风轻学忙道 为国家效力 怎么能说是单个呢 出国的机会以后也会有的 可国家的任务 则是在第一位 医学交流会 并没有说邀请了谁 谁就必须得参加 至于当初为出国做的种种准备 这个时候 那就没有必要提起了 卢帅的眼睛露出来赞许之色 在这种环境之下 他们不多说什么 很快就转移话题了 不再提工作上面的事 以至于王先生不知不觉地提起了老齐新人的外甥石关涛 郭霞带着石关涛来走亲戚 我们才知道这件事 你老师和你大娘是差点没给气死 要不是施家的爹娘都死了 他们非得打上门去不可 郭大夫为母者辞 孤卿为仁慈者却不笑 倒不是说他坏 就是对郭大夫的态度 以及对妻子沈修芬胡作非为的纵容 让郭家很是生气 私底下都说他是个白眼狼 郭明夫妇和郭燕 对他本来就是很有意见 得知他不是郭家界亲生子之后 自然是怒上加怒 以前估计他是郭大夫唯一的儿子 说不能说 道不能道 担心郭大夫将来无人养老送终 现在郭大夫的儿子是另有其人 而且还是一个十分正直优秀的转业军人 就恨不得罢了石家父母的皮了 如果从小涨于顾家 石关涛长得何等出色的模样 顾大头必定是后继友人 顾大夫也不用面对 孤清和沈秀芬的语取语求 这件事也是传遍了首都郭大院之间 卢帅和江云都是有所耳闻的 听王先生说起 卢帅道 我听说是陆江的战友 是 陆江挺了挺后背 石关涛的身世揭发前后 赵允和风清雪都没瞒着他 了解得比外人更加清楚一些 当年 我和他都是顾市长手底下的兵 因为他年纪小 大家就格外照顾一些 顾市长当初也发过话的 这可惜 顾市长牺牲了 至此都不知道石关涛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这个顾市长自然指的就是孤大头 他的外号也太出名了 本名却是不为人知了 卢帅叹息了一声道 哎呀 老王 这孩子还没结婚吧 王先生点头 国宴正在给他四处整了呢 郭霞临走之前 把这件事拖给了我们了 他年底回京 关涛是在首都工作 自然在这里成家是比较好的 若是对象离得远了 未必能过到一起去 就是关涛自觉自己年纪一大把了 本人又重苦腹之欲 不怎么想成家 怕耽搁了人家 也不愿意找个年轻的 没事 慢慢找 总是能找到合适的 咱们首都大院别的不多 那就是女同志多 他顾大头就这么一个儿子 可不能叫他真的是打了光棍了 听了卢帅的话 大家都笑了 不为赞同 接下来又过了几位 须眉花白的老前辈 神采奕奕 老当义壮 陆江和风雀雀连忙起身让座 态度是十分恭敬的 哪一个那都是举足轻重的老革命家了 风雀雀没有和陆江继续跳舞 而是听老人家们侃侃而谈 借着刚才的话题 从孤大头说到其他牺牲的英雄 包括杠战期间 遇到的种种困难和解决方法等等 也提到了历史上有名的几场大战 也说到了爬雪山 过草地的坚信 许多都是不为人所知 风雀雀听的是津津有味的 他觉得 前辈们的牺牲应该是背后人铭记的 见他对往事感兴趣 岂为老前辈 那说的就更有劲头了 因为生在太平盛世的孩子 没有吃过战乱的苦 没有吃过被剥削压迫的苦 越来越多的孩子 对建国前的历史失去了兴趣 那都不愿意听了 风雀雀默默地记在心里头 悠然生出一种生活的太平盛世 真幸运的想法来 临近舞会结束 那几位第一次见到的老人家们 对风雀雀笑道 小丫头 你很好 有空啊 去玉泉山找我们玩去 我们这肚子里头 可有成千上百个故事可以说嘞 风雀雀恭敬道 有机会的话 一定前去拜会 您老不嫌弃我打扰就行 不打扰 不打扰 我们住在疗养院 那闲着也是闲着 没人陪我们说话 倒是寂寞得很 这些老人家退下来之后 大部分都是住在 瑞泉山的疗养医院的 罗程也在那儿 今儿就是来凑个热闹的 风雀雀万分庆幸今年的出席 都已偶遇这些老革命家们 何其有幸啊 何其有幸见他们一面 听他们的故事 坐在回去的吉普车上面 风雀雀挽着陆江的胳膊 老革命家们的本事 见识 经验 都远非是我们所及的 如果有空就去拜访伊尔 我想听他们的故事 记录下来 跟后人取材 你也可以向他们请教请教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陆江摸了摸他病变的碎发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今年来首都的次数比较多 上了几次御泉山 王老师还带我拜见过 从他们口中知道了 许多不知道的东西 嗯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 从前也眨了一下眼睛 可能是我给忙忘了 实际上 作为受益人 他觉得没必要宣扬 现在局势依然是不稳的 眼红的可不在少数 最重要的是 他主要向老前辈们 请教军事上面的事情 不能让机密外泄 包括妻子在内 风清雪白了他一眼 眸色流转 练眼声光 可惜回到住处 已经是半夜时分了 累了一天 只能是收拾收拾就睡下了 风清雪次日起来 枕边果然就没了陆江的身影 他习以为尝试了 他准备好的早饭 洗完衣服晾上 慢悠悠地走到江家 进门前 打算把活血的计划 告诉给家人们 并且问他们 是否留在江家小住几天 到时候和陆江一起回去 进门后 直接奔到女儿的跟前了 父宝 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不像是蚊子钉的 看到母亲的到来 父宝扑到他怀里 抱着他的腰 蹭了蹭 不说话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风清雪担心极了 目光看向江小月 陆父和成宝国夫妇都不在 习宝 三胞胎和陆晨也不在 这估计是出去玩了 江小月过来拍了拍小姑娘的肩膀 好了好了 怎么不哭啊 让你妈妈给你做一条花裙子 一定比他们的都好看 什么花裙子 风清雪是一头的雾水 江小月笑道 去年接待外国友人 安排了一帮的学生列队欢迎他们 同时女孩子 穿着白衬衣花裙子 系着横领巾 带着粉红色的头花 比起衬衫长裤 黑 灰 蓝绿 自然是好看极了 随后就有人效仿 因为都是孩子穿 所以吧 也没引起什么乱子来 我一早带着福宝去买包子 碰到大院里头最刁满的一个女孩子 发生了一点争执 风清雪听完 不确定得到 福宝长得漂亮 到哪儿都是最引人注意的那个 莫非对方就拿福宝穿着打扮 吐气不湿毛来攻击福宝了 江小月就一拍大腿 哎呀 不然怎么说婶婶你绝定聪明呢 福宝抽了抽鼻子 生意里带着一点乌鸣之意 我没得罪她 她张口就来骂我挡她的路 妈妈给我做的衣裳很好看 我才不稀罕她能画裙子 虽然目前的款式单一 但是风清雪在打扮女儿的方面是很用心的 福宝现在穿的 那就是一件白衬衫 配着蓝色的工装裤 风清雪前面做衣服时候 顺便给她给做的 荷叶领 东龙袖 穿衣服的人是十分漂亮的 更是显得衣服清新好看 我们福宝当然是最好看的女孩子了 福宝的衣服也很好看 索尔不是有很多女孩子 带着她们妈妈来看衬衫的样式了吗 但都是觉得好看才来学习的 江小月安慰道 怎么不和苏娇娇一般见识啊 让你妈妈跟你做比她更好看的花裙子 馋死她 风清雪皱了皱眉 苏娇娇 是谁啊 江小月随口道 苏郡树苏老帅的孙女儿 是咱们大院中最刁门任性的一个 仗着家世 恨是有点无法无天的 许多大院子弟 本来就是够嚣张跋扈的了 这一个 更是各种巧处 和福宝年纪差不多 自知长得是最漂亮 很是以此为荣 时常把大院中的一帮男孩子耍得是团团转 这不料 福宝突然来了 模样长得比她还好看呢 性格比她乖巧 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 估计啊 就被她给惦记上了 这才有今天的争执 其实呀 就是她没事找事 更是以福宝没有花裙子来攻击她 大概在很多人的眼力 心里 刘兄的衣服那才是最好看的 赶不上时髦 那就是落伍了呗 那就是土去呗 冯清雪摸了摸女儿的头顶 快孩子 怎么不难过 你嫂子家里头有缝纫机 妈妈行李里面也有一搭子布料 妈妈给你做一条裙子 福宝想穿裙子已经是很久了 难得有机会 何乐而不为呢 福宝眼里顿时闪过一抹亮光 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穿裙子吗 当然 妈妈这就给你做 因为渐渐的凉了 所以冯清雪没有选择单薄的碎花布料 而是找出一块比较厚实的红格子布 给福宝做了一条半身的百折裙 一寸一折 裙摆长度 将至腿弯 裙子做好之后 冯清雪拿给江小月看 她长时间都没来过首都了 不清楚花裙子的流行元素 所以在福宝上升之前 让她参想一下 江小月扑在沙发上 端详片刻 忍不住地赞道 安婶婶 你的手艺没什么出奇的 就是这款式做得好看呢 洋气 对 就是显得洋气 快快快 让福宝穿给我们看看 福宝拿进卧室 迫不及待地给换上了 上身的合一领 东伦秀白衬衫 没有脱下来 下摆直接腌在裙腰里面 福宝从小就营养充足 就没吃过苦 再过两个月 就满十周岁了 虚岁便是十一 身条长得比同龄孩子 更为高一些 雪肤 乌发 挺挺玉立的 倒是衬的衣裳 更加好看了些 冯清雪和江小月 跟着进了屋 江小月围着她 转了两圈 散不绝口 大家常说 人要衣装 佛要金装 我看呢 此门家福宝 哪怕穿破麻袋片子 都比很多穿好衣服的女孩子 好看的都没边了 婶子 这身衣裳 得配双白袜子 才好看吧 我记得文秀 给福宝买了双 黑色的方口皮鞋 关重和周文秀 是住在首都的 风轻云出国 没回来 周文秀和江小月来往 就比较频繁了 江小月 给陆家寄东西的时候 也有周文秀 和关重出的一份 首都 是政治中心 只要有钱 有权 就能买到很多普通人 买不到的东西 这裙子 能穿出去吗 风轻轻的心里头没底 能 能穿 江小月毫不犹豫地道 小孩子当中流行的花裙子 都是这样的半身裙 绝大部分的款式都一样 可有不少自己在细节上 做出改变的 也有褶子裙 反正 这都是小孩子穿 你些大人看不过眼 也不会说的 何况最近突然出现的连衫裙 也带着褶子 风轻雪放心了 想起宿明乡穿的连衣裙 索尔在舞会上看到 宋明乡穿了一条碎花连衫裙 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也是这样穿的 是首都最近的流行吗 江小月点头 嗯 是今年夏天出现的 赶时忙的第一时间就效仿了 年底会向全国推广的 说着 江小月又把许多服装设计师 被集结起来设计这件裙子的信息 告诉给了风轻雪 那好 等明年见他有卖的 怎么也买两条来穿着 和女儿一样 风轻雪渴望穿裙子 已经是很久了 至于裙子所代表的政治意义 对他来说 还真是没什么影响 江小月道 就是你不买 也有人催着你买的 我估摸着到时候 女干部都得带头穿呢 风轻雪了解 转头看下女儿 福宝 喜欢吗 喜欢 他喜欢了 福宝爱不释手 水灵灵的眼睛闪烁着多么的光彩 气泥地蹭了蹭母亲 抱着她的腰 走出去 一定没人说我是小土妞了 风轻雪抚摸着她的后背 脱下来 我先跟你洗洗 明天再穿 料死是她从空间里头找出来的 不洗干净 她不放心让家里人穿上身 福宝忙道 我自己洗 妈妈给我做裙子已经是很辛苦了 需要歇一歇 她七八岁上就开始洗小衣服了 自己的 弟弟的 并不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娇女 就是笨重的厚衣服她洗不动 也洗不干净 一直都是由大人来解决的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风轻雪听了女儿的话 没有拒绝 虽然说她很疼孩子 但还是希望孩子从小就会照顾自己的衣食起居 毕竟父母不可能陪伴孩子的一辈子 他们成年后 出门在外 只能得靠自己 会照顾自己的孩子 总不会让自己吃苦头的 富宝小心翼翼地洗裙子 特地地打了一遍肥皂 洗干净之后 找来两个大木夹子夹着尼龙绳 和裙腰的两侧 拉直 垂下晾晒 而不是直接搭在绳子上头 搭在绳子上 或在裙子上面留下折痕的 富宝这么对风轻雪道 他好不容易才有一条可以穿的裙子 当然是要珍惜了 风轻雪玩耳一笑 把一大盆洗好的衣服 搭在亮衣绳上 几个孩子一大早就跑出去玩了 换下来的衣服 怎么好意思让江家的勤务宾和保姆给洗呢 只好辛苦他自己了 忙完了 风轻雪就跟江小月打了声招呼 带女儿去买东西了 自己家老人孩子一大帮 江家的那点供用 拿够他们一大家子这几天的嚼用的 那关系是再好 感情再亲 他都不会厚着脸皮白住之后 又白吃 风轻雪手里的月地通用粮票 没有用完 出发之前 也没有换成全国的粮票 而是留个了郭大夫和顾大嫂了 倒是去南海之前带的全国粮票 几乎都没用 也没到弃 他便掏出五斤粮票 买了一大兜子的馒头 又买了两样大菜 装在饭盒里头 家里头的人多 就算两刀有数的大菜上了桌子 一人挤筷子也就没了 于是母女两个继续转到熟食店 熟肉也是生肉做的 有些需要肉食片 价钱比买生肉贵一些 因为需要加工费 有些确实不用片的 比如说鸡头 鸭脚 猪下水之类的 风轻雪自然是买那种不要片的 生活嘛 就是这个样子 需要片的平片 不需要片的 那就平钱呗 有钱的总不会过得太差就是 钱花的小姑娘都有些心疼了 妈 嫂子家有一大堆的土豆呢 怎么改名去服食品店里头 搁一点肉回来炖一锅 也很好吃 又管饱 风轻雪摸了摸她的麻花辫 如声道 你小小年纪知道生活不容易 需要勤俭节约 这是很好的 在我们自己家里 我们当然可以这么做 炖土豆也可以一点肉都不放 但是我们一大家子人 如今是借宿在你嫂子家里头 就不能在这方面小气了 人人都说女儿是需要富养的 免得长大之后 被一点浮华迷惑了眼睛 其实吧 这个富养 不单单是指生活上的教养 还有精神上为人处事的教养 福保懂事的道 哦 我明白了 就像我去别人家做客 虽然我是空着手 他们也不会说什么 但是如果我带了一点礼物 哪怕是半包饼干 他们则会十分高兴的 我们买食物带回嫂子家 嫂子嘴上可能会说我们太客气 太浪费 但是心里肯定会觉得 我们会做人 对呀 福保真聪明 有来有往才是长久相处之道 买好了东西 风轩轩带着女儿往回走 路过军区服务社 又给路程买了一个铁皮的青蛙 和一斤的大白兔奶糖 今天给你做的裙子 你可以衬出门 但是不要故意地炫耀 平常心一样 尤其是不要跑到那个苏娇娇的跟前 让她给看到 福保不解 苏娇娇讽刺她穿的土 她可都是记着呢 很想到她的跟前去出一口气 为什么呢妈妈 我就想让她看看 风轩轩微笑道 有些事 我们必须得坚持到底 无需退让 可有些事 却是不必过于斤斤计较了 那样反而会让着自己落了下诚 像苏娇娇这样的女孩子 我虽然是没见过 但却能料到 她除了自持美貌之外 心胸也一定是很狭小的 会以为你穿裙子出现在她跟前 那就是故意挑衅 一定会记恨于你的 说到这儿 她顿了一顿 继续道 我们家自然是不怕他们家 她只是苏帅的孙女 父母的级别却一般 而你却是军长的女儿 而且咱们家还有很多厉害的亲朋好友们 关系都特别好 但是 如果她有心算计 你一无所知 肯定是防不胜防 她是地头蛇 而我们只是来做客的而已 过几天也就回去了 再说了 别人知道你因为苏娇娇讽刺 没有花裙子 而故意做了一条更好看的裙子 出去炫耀 也会说你小小年纪 过于斤斤计较了 斤斤计较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词 福宝自幼读书 知识量是远胜于同龄人的 自然是明白此意 敏了一下樱桃红的小嘴巴 皱着眉头倒 可是我想到她讽刺我的话 就觉得来气 那有什么好气的 又不会少块肉 说白了吗 她就是记得你长得比她好看 这心里头有了危机感 担心你抢了她的风头 风轻雪笑了笑 她讽刺你的时候 在场一定是有人在的 听到的人只会说 这个女孩子尖酸刻薄 故意挑事 欠不得别人好 这样的话 一传十 十传百 她的名声就会越来越坏 她除了讽刺你一句 让她的心里头舒坦 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 傅宝仔细琢磨了片刻 还真是的 她一路哭着回来时 难免碰到一些随军家属们 对方向江小月问明原因 那嘴里果然是没有 对苏娇娇的半句好话在 都是说苏娇娇的各种不好 嗯 我听妈妈的 就不穿出去给人看了 在家里穿给长辈们看 反正有裙子穿 我已经是信满一族了 可惜 克里斯汀送我的衣服 没法穿了 福宝抱着风清雪的胳膊 很听话地改了主意 如果是真惹了苏娇娇那个麻烦 也是够烦人的 来这里几天 天天都能听到苏娇娇的这个名字 风清雪夸赞道 我们福宝可真乖 做人嘛 就是要大气一些 走了片刻 福宝眼尖 看到哥哥和弟弟 在乒乓球场上面打球 敦敦和二雄对打 打的是有模有样的 西宝则是带着壮壮 站在旁边观战 风清雪没有看到叶炎的踪拥 却看见一个女孩子 站在习宝的跟前 仰着脸和她说话 那个女孩子和福宝差不多的年纪 上身穿着白衬衫 系着红领巾 下面穿着大红碎花裙子 衬衫的下板塞在裙腰里面 脚踩黑色皮凉鞋 配着白色的袜子 远远瞧着吧 比起穿着黑 灰 蓝绿 长袖长裤的女孩子们 确实显得又实盲又好看 福宝当即道 妈妈 是苏娇娇 苏娇娇早上就是这一身打板 那骨子骄傲劲 离她一百步远都能闻得到的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在母女两个看到习宝兄弟时 习宝也注意到了母亲和妹妹了 谁叫他们母女两个走到哪儿 那都是万种瞩目之人呢 于是 习宝直接丢下宝道的跟前自我介绍 尤其是着重点 点名自己爷爷是苏俊树的苏娇娇 迈克了大长腿 来到了母亲跟前 伸手接过了东西 妈 你买东西 应该叫上我的 你自己提的多了呀 习宝还跟小的时候一样 嘴巴很讨人喜欢 风轻雪笑道 我到你嫂子家 除了你妹妹 就没见到你和弟弟的影子 难道我出去找到你们之后再去买东西啊 你爷爷跟奶奶呢 叶岩呢 习宝先是嘿嘿一笑 随后回答他的问题 崇爷爷和崇奶奶 将他老占有了 并拉去他们家做客去了 中午不回来吃饭 本来也想交上我们 我们没去 爷爷年纪大了 我看太阳上来了 有点毒 就让叶阳陪着爷爷回家去休息了 我带着弟弟在外面玩 安排的是有条不紊的 既尊老又爱幼 风轻雪心里是十分满意的 叫上你弟弟 咱们回家吧 刚买的菜和熟食可别坏了 西宝阳生叫了三胞胎 壮壮是不用叫的 早就跟在他的后面过来了 听到叫声的敦敦和壮壮 打完一个回合 敦敦把球拍递给旁边排队的孩子 二雄则是有些意犹为尽 走了走了 下午再来玩 敦敦过去拉弟弟 夺下他手里的球拍递给了别人 罗二雄一边踉抢着往前走 一边回头道 哎 哎 我们下午再来玩啊 母子六个人会合了 其乐融融地往家里头走 本来嘛 这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 不料 苏佼佼确实凑过来了 标准的瓜子脸 两道修饰出来的柳叶眉 一双水汪汪的担风眼 若是没有福宝珠玉在前的话 到真真算得上是最漂亮的女孩子了 当然 仅限于风轻雪这几年所见的 阿姨好 我是苏娇娇 我可以叫您阿姨吗 在风轻雪的跟前 苏佼佼表现得特别乖巧 两眼是充满了崇拜的 阿姨 你真年轻 一点都不像是天冒哥哥的妈妈 反而更像是姐姐 一句天冒哥哥差点酸到了风轻雪的牙 一时之后才想起来 这就是大儿子 习宝的名字 福宝也是惊呆了 此时此刻的苏娇娇 哪有早上在自己跟前讽刺自己的娇纵感 要不是早就知道她的真面目 还真以为她是多么漂亮乖巧的女孩子呢 风轻雪转眼看了看大儿子 嗯 还别说 猪岁十二岁 虚岁十三岁的大儿子 已经是个俊小伙子了 他似乎是很钟爱白衬衫 空险的俊美非常 目光转回苏娇娇的脸上 风轻雪毫不意外地看到他塞上 样着一丝丝红韵 以及他眼睛不自觉看向喜宝 所流露出来的仰慕羞涩之意 风轻雪都震惊了 他才多大呀 就生出这样的心子来 到底是少女对少男的爱慕 还是小女孩对英俊少年的欣赏 风轻雪无从分辨 他不是当事人 他也理解不了当事人的想法 但是又不能当众点破此事 毕竟孩子还小呢 真是闹开了 对喜宝可是没有半点好处的 只能是冲苏娇娇大大方方地笑了笑 摆出一副长辈的态度 母子就是母子 哪能变成姐弟的 你继续玩 我们得回家做饭了 先走一步 苏娇娇的年龄 毕竟还小 还没修炼到家 也没有被拒绝之后 立刻让开的这份眼色 他任性惯了的 平时说话办事都是十分自我 只随己意 于是站在风轻雪的跟前 不肯让路 呼善着水淋淋的丹凤眼 很亲密地对风轻雪撒娇道 阿姨 我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切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去吗 我喜欢和天猫哥哥玩 一双眼睛 仍然是放在喜宝的身上 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他很聪明 也很懂得展现自己的优点 虽然是撒娇的强求 但确实很是落了大方 让人看了只觉得是个美丽 又可爱的女孩子 不忍心拒绝她的任何要求 福宝看到这一幕 又听了她的话 差点给气死了 苏娇娇早上讽刺自己 现在盯上她哥哥 一定是不怀好意 福宝来到大院的这几天 早就听到别人和江小月聊天的时候 说过好几次了 说苏娇娇 就是喜欢让所有的男孩子 对她是唯明是从的 谁不听话 就让大家伙孤立她 不仅是如此 她还会让所有的人 孤立她看不顺眼的同龄的女孩子 害得那个女孩子 连学都不愿意去上 门也都不愿意出了 这件事 是女孩子妈妈来借东西 和江小月诉苦说的 福宝正好是在旁边 听了个正着 不过在今早之前 和苏娇娇没有发生什么矛盾 再加上自己很快就要回五重部队去了 就没放在心上 察觉女儿脸上的怒气 风清雪捏了捏她的手 不想让她掺和她里面 妈妈 福宝叫了一声 苏娇娇这才注意到 刚在风清雪身边的福宝 忍不住地瞪大了眼睛 目光在她和风清雪 习宝的脸上扫来扫去的 最后落在了习宝的脸上 天帽哥哥 她是你妹妹吗 习宝的眉头轻皱 淡淡地道 麻烦你绕一下 风清雪没有回应苏娇娇的要求 习宝也没回答她的问题 我和你们一起走 我要去你们家玩 苏娇娇半点没有对福宝的歉意 理直气壮地做出要求状 同时萧盈盈地道 天帽哥哥 大院里的事情 就没有我不知道的 我帮你融入我们大院吧 习宝冷冷地道 不用了 大人看在苏老帅的面子上 同龄的男孩子 见苏娇娇长得漂亮 从上到下 都是处处让着她 近着她 养成了她嚣张跋扈 又任性妄为的性格 习宝却不会纵容她 何况 妹妹的神色和平时是不一样的 看来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 而且得和眼前这个苏娇娇有关系 虽然说是常年累月都在老家里生活吧 和弟妹相处的时间 仅限于每年的几个月 但是习宝比谁都同爱她们 不允许任何人 让她们受到一丁点的委屈 本来军美斯文的大男孩 这脸一冷下来 别有一番气势 在苏娇娇看来 更加好看的是不要不要的 苏娇娇生平最恨别人拒绝她 可是在习宝的跟前 她居然没有像以前那样发脾气 而是跺了跺脚 就撑倒 天冒哥哥 我是苏娇娇呀 是苏娇娇又怎么样啊 难道人人都得迁就她 习宝轻哼了一声 毫不犹豫地别过头去 懒得与她理论 对风轻雪道 妈 我们走 晨晨和爷爷 夜言一起回去的 不知道哭了没有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你嫂子在家呢 风轻雪总是觉得有什么事情给忘了 现在才想起来 竟是把路程给忘了 虽然晨晨是亲侄孙子 但是相处的时日甚短 一时竟是没有想起来 她是跟着老人孩子一起出门的 她觉得很是惭愧 要是江小月在场 那得多伤心呢 苏娇娇伸手就要去抓风轻雪的衣袖 阿姨 你看 你看看 天猫哥哥他都不理我 风轻雪的脚下一措 避开了 她温温柔柔地道 我们家孩子不喜欢和不认识的人一起玩 你去找别人玩吧 随着时光的流逝 家庭 工作 和各方面的人际交往 渐渐磨平了自己身上的棱角 可她的骨丝里头 依然是强硬得很 自己的孩子 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不会因为外人而委屈自己家的孩子 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苏娇娇的无理要求 不让女儿穿裙子刺激苏娇娇 是因为女儿年纪还小 生活环境相对的单纯 喜怒形欲色 无法应付有心人的算计 可她并不怕得罪苏娇 苏娇也不会因为苏娇娇 而和娇有广阔的陆家交恶 听到母亲的话 西伯的眼里闪过一次笑意 她喜欢母亲对自己的维护 朱娇娇的眼圈一红 泪水顿时是夺眶而出 哎呀 我就是喜欢和天猫哥哥玩 你不要阻拦我好不好 玩几天就熟了 就不是不认识的人了 站在风吹吹地跟前身手抹眼泪 就跟是受了极大的委屈一样 本来还在打乒乓球的男孩子看见了 立刻有几个丢下球拍子 放下观战 一窝蜂丝地跑了过来 愤怒地看着风清雪和陆天猫 神情十分之凶狠 你是谁 不准欺负娇娇 陆天猫 刚刚看你还挺好的 没想到你这么坏的 就是 不准让你妈妈欺负我们娇娇 娇娇 你别哭 陆天猫坏 咱不和她玩啊 反正她又不是咱们打院的 风清雪见状不弄反笑 她生平最不喜欢苏娇娇 这种强人锁男的女孩子 无论年纪大小 出身高低 还是乖巧懂事的孩子 比较讨人喜欢的 也不喜欢眼前这些 因为苏娇娇长得漂亮 就公其驱策 毫无原则及辨认是非的男孩子 瞧着年纪可都是不小了 大的十二三岁 小的也有个八九岁了 瞥见苏娇娇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一丝得意 风清雪心中是厌恶共慎 焦纵的女孩子 不是没见过 像她这样的可真是少见 她不是听不懂自己的话 就是不合她意的 她装作是没听到 依旧是一意孤行 风清雪懒得管教别人家的孩子 笑眯眯地冲一群男孩子道 我们是外来的人 在别人家做客的 没办法让不认识的人 跟我们一起回去 我拒绝的时候 可是连一根手指头都没碰到她 怎么欺负她呀 你们都是男子汉 凡事要讲究证据 可不要随便冤枉人呢 她长得美丽 语气也温柔 行指还是落落大方的 带头那个没有冲他们母子发火的男孩子 立刻就红了脸 挠了挠头 真是这样吗 你没有欺负娇娇 当然 我又不认识她 无缘无故地怎么会欺负她呀 风吹雪硬立地点着头 男孩子们都是非常好哄的 脸上的怒意很快也就消散了 喜宝勾勾勾唇 对带头的那个男孩子道 周冲 你当然快去好好安慰这位我不认识的同志吧 我们就不打扰了 有空我再来找你玩 周冲道 知道了 下午我们一块打球吧 叫上胜利哥 苏娇娇哪里肯罢休啊 她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各方面都出色的露天帽 可风吹雪母子 压根就不给她这个机会 气得她看他们的背影直跺脚 狠狠地退了周冲一把 谁让你多管闲事的 大院子弟哪个是没脾气的 周冲也不高兴了 见你漂亮 也是个女孩子 这才护着你 你不领情 那就算呗 露天帽根本就不认识你 一点也不想搭理你 你这还扒上去 真不害臊 周冲转身就走了 一边走还一边招呼 跟她跑过来的几个男孩子 走 怎么打球去 苏娇娇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跑回家去告状去了 从轻雪母子 完全不在意苏娇娇被拒绝之后的表现 福宝则是向哥哥说了苏娇娇讽刺自己的事情 还有别人对苏娇娇的评价 哥哥 苏娇娇可坏了 你可不要和她一起玩 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习宝摸了摸妹妹的头顶 她怎么知道你的名字的 怎么会缠上你呢 听到母亲的问题 习宝想了想 许兄弟就住在这个大院 我和爷爷随爸爸刚来就见到她了 她带我认识了不少部队大院的子弟们 刚才那个周冲就是其中之一 苏娇娇大概是听到别人叫我的名字 怎么缠上我的 我也是一头雾水 我今天第一次见到她 许胜利是许将军的孙子 当初习宝在红墙大院中结家的好兄弟 除了王兮生家的王中华以外 还有卢帅的孙子卢毅 许胜利和王将军的孙子 王子龙 这些年一直是没段书信 风启雪看了看大儿子的脸 哎呀 蓝颜祸水呢 就算是男色祸人吧 可是她苏娇娇 这也太小了点吧 十岁上下的女孩子 她懂屁呀 她本以为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万万没想到 陆江傍晚时分 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准备回住处 却迎来了没怎么说过话的苏俊树 苏老帅 哈哈 陆江同志 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格外的和蔼可亲 陆江的级别已经是不低了 可是在老帅面前 那就是个晚辈 这年龄也相差了几十岁 陆江的态度是很恭敬的 老同志 你好 可是我今天在会议上的报告 有什么不对的 王新生 卢帅 和苏老帅 共同主持的这场会议 关乎于未来的军事布局 陆江在做报告的时候 就考虑到了方方面面 也博得了一阵掌声 苏俊树白手道 哈哈 不 不是工作上的事 不是工作上的事 那就是私事咯 可是自己家 除了和苏俊林 白雪夫妇 有点来往之外 其他人可是没有啊 陆江的心里直嘀咕 面上却不显 那您找我是什么事啊 苏俊树笑道 哈哈 我听说 你大儿子叫陆天茂是不是 提到习宝 陆江心头就是一理 没错 圈子确实叫陆天茂 苏俊树就更高兴了 常听老首长说 你这个儿子是聪明伶俐 我在老首长那儿 也见过他给老首长写的信 字里行间透露着 对老首长身体的关心 我呀 也见过他的照片 小小年纪的 果然是人中龙凤啊 怎么结个亲家怎么样啊 我特别喜欢你们家的陆天茂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提亲 他家西宝才几岁啊 陆家毫不犹豫的一口给回绝了 我家都是他妈妈当家做主 先不说孩子今年才十二岁 不过是个半大小子 就是那岁数翻一番 我们做父母的 也不会干涉他的婚姻恋爱自由 苏俊树一愣 嗓门跟着拔高 你不愿意 陆江的这个回答 可是大大的违背了他的计划 虽然说这个陆天茂的年纪 确实是小了一点 但是吧 以他的聪明 以陆家的家事 以他和老首长的感情 他的未来根本就不用担心 那绝对就是个金龟絮 苏俊树火眼金睛 当然是要先下手为强的 等到陆天茂长大成人了 盯着他的人家 那就得更多了 还不一定轮到自己家呢 在一群孙女当中 苏俊树最喜欢的就是苏娇娇 自然得提前为他打算 苏娇娇的父母级别并不高 又没有特别的本事 这些年前靠自己凑合着过日子 位置是十几年都没挪了 要想让苏娇娇 永远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苏俊树觉得 势必得是安排他嫁个好人家 让他继续享受高干家庭 带来的好处 不用去看别人的眼色 不仅得是家庭好 人才也得是十分出众 平英这人就扎实的话 很难维持长久的兴盛的 苏俊树挑了好几圈 他选择了陆天茂 陆家跟基前 司机也压得住 而且他显然还可以更进一步 陆天茂呢 他又是长子 家俩肯定可以得到陆家的大部分资源 让他和娇娇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感情 到了年纪 那就顺理成长的结婚 比那些到了年纪 就只靠相亲结婚的 要好了不知几百倍 他把意思透露给了苏娇娇 看过陆天茂的照片 苏娇娇的父母和苏娇娇都是十分满意的 趁着陆天茂最近住在大院里 已经再有计划地接近他了 可千打算万打算 苏俊树就是没想到 他陆江竟然会一口给拒绝了 连婉拒的都不是 陆江不知道苏俊树心中的想法 耐心地道 老同志 您别监管 这事 肯定不能同意的 父母遵命没说之言的那些 是老封建时代的东西了 倒就被新社会给摒弃了 早些年 罗崇老同志 还想跟我女儿订娃娃亲呢 我也没同意 现在 也不例外 开玩笑啊 他苏家是个什么教养 远的不提 就光是那一个苏梅香 就让他们家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陆江同志 你先别忙着拒绝 等你见过我家娇娇 你就知道她的优秀了 苏俊树对自己的孙女是很有信心的 我家娇娇可是大院中 最好看的女孩子 有乖巧有懂事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也一定可以做好你们家的儿媳妇 咱们两家的关系 也可以更进一步 江云白天和陆江说好了 棒棒棒一起回去 可是九董他不出来 就找了过来 恰好听到苏俊树的话 立刻就是皱了皱眉 道 老苏啊 你说啥呢 陆江家最大的喜宝也才十二岁 陆江哪来的儿媳妇呀 苏俊树拉着他 老江 你来 你来告诉陆江 我家娇娇她有多好 和陆天茂是很相配的 哎哟 我说老苏 你这是老糊涂了吧 西宝才几岁呀 你就想找她做孙女去了 这都是什么年代了都 江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想到江小月说过几次 关于苏娇娇的传闻 他忍不住拍了苏俊树的胳膊一下 就别说陆江不答应吧 就是我这个外人 那都看不过去 哪有你这样的呀 江云的话 让苏俊树的脸上有点不太高兴 老江 你不帮就不帮 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 我这不是喜欢陆天茂吗 江云痴笑一声 到底是真喜欢陆天茂 还是想要借着连衣的名头 彻底把注定出色的人才 受为己用 好壮大苏家的势力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的 无论是女儿 儿子 还是侄子侄女 孙子孙女 苏家的孩子 哪一个对象差了 就是家世差点 也是很有能力 可以凭借自己 出人头地的大好人才 苏梅香前脚和沈青离了婚 后脚就在苏俊树的安排之下 嫁给一个年过半白的老头子 还是苏俊树的老下属 这几年是很得势 也替老苏家办了不少的事 苏梅香在舞会上 穿的那条花裙子 那副长袖善武的模样 几个老伙计看到之后 背地里是没少摇头叹息的 大事上 苏俊树做的是无可挑剔 小事上反倒是越来越糊涂了 不知道是苏家后继无人 还是别的原因 苏俊树总想着子孙后代 娶得好 嫁得好 好永远做个人上人 苏娇娇的爹是苏畅 当年就想娶许将军家的许娇娇 白雪之所以嫁给苏俊林 和苏畅当初有心捧他有关 苏俊树对这个儿子是早有安排的 夫妇二人自然是不允许白雪的存在 而影响到 谁知道种种原因之下 许家退了这件婚事 白雪呢 倒是老老实实地观着苏俊林 过起了小日子 许娇娇另嫁 苏唱另娶 剩了个女儿 就是苏娇娇了 苏娇给女儿取这个名字 就未必没有恶心许将军家的意思 许将军跟江云抱怨过很多次了 江云本来就是狠同习宝 哪里能让苏俊树这般的惦记着 老苏呀 你喜欢又怎么样啊 喜宝他聪明伶俐 喜欢他的老家伙可是多了去了 难道个个都是因为喜欢而招他为序啊 那他岂不是得定下十几二十装娃娃亲 才能对得起大家伙对他的喜欢呀 江云虎着脸 一点都不得客气的 这陆江都拒绝你了 你再说 不是强人所难吗 陆江也担心苏俊树 牵弄自己家真正的亲家 况且本来就是事关自己的儿子 忙对苏俊树的 苏老同志 多谢您对犬子的厚爱 敬亲之事还是不要再提了 这种事 必须是一句话给拒绝死了 不给对方留下任何商量的余地 苏俊树不高兴的道 难道我孙女不好 陆江淡淡的一笑 令孙女好不好 我没见过 也不了解 可我知道 新社会新风俗 讲究自由恋爱 自由婚姻 我们更应该是以身作则不是吗 老同志年轻时 十分唾弃封建包办婚姻这一毒瘤 怎么人到晚年 反而重新捡起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了 江云跟着点头 嗯 就是就是 老苏啊 你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实在在进步 你的思想怎么反倒是退步了 摒弃包办婚姻的包袱 苏俊树当年可是积极响应号召的 作为苏俊树的老上司 江淡劝过苏俊树好几次 不过苏俊树是后来居上 他就不再说了 苏俊树的脸色就更加不好看了 陈生道 卢娇 你真的不愿意让陆天茂和我家娇娇定亲 树男从命 傻子都不会答应的好不好 苏俊树听了 即使他舍不得陆天茂这个人才 也是忍不住拂袖而去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看着苏俊树气呼呼离开的背影 已经明显有了老年人的勾搂和盘缠 江云摇了摇头 陆江 你不用担心 坐在回家的轿车上 见陆江见眉紧皱 江云出言安慰道 这事到哪说 那都是老苏无理取闹 你拒绝的没有错 怎么就盯上喜宝了呢 江云却是不觉得意外 以老苏的性格来讲 这很正常啊 正常 正常人会在孩子十来岁 就嚷着要定亲 当初罗崇老同志 想要定罗棚和福宝 定下娃娃亲的时候 那还是打着救命之恩的旗号 半是认真半是玩笑的 我们拒绝了他们 他们也没生气啊 那像现在 拒绝了苏俊术 那就跟不是抬举一样的 江云往后一靠道 一 你年纪轻轻就高居军长之职 再过两年必然是共进一步 这一点是无人怀疑的 二嘛 喜宝聪明伶俐 长相又俊美 有你这样的爹 又和老首长是感情深厚 加上咱们这些 你连我连的亲朋好友们 乔艾十日 必定是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第三 比喜宝出色的 没喜宝家是好 比喜宝家是好的 没喜宝的人才好 家是人才都好的 人家则是看不上苏娇娇 老苏根本就压不住对方的家庭 最后可不就看上喜宝了吗 诺江吃笑道 哼 我们家根基浅 倒像是我们的不对了 自私自利的人呢 往往会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别人的身上 而自己是完全无辜的 别人不适应自己的意思 那就是别人的不对 从来不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说完这句话 江云皱了皱眉头 探道 哎呀 这老苏是真老了呀 这种定毛啊亲 把你们全家拉上苏家这条船的损招 亏得想得出来 诺江回想一下苏俊树的生族年 和子孙后代的一点记载 突然就不担心了 苏俊树天年将近 苏家的子孙后代 虽然说是在普通人的眼里很重宫 身处上流 但是在当权者的眼睛里 是已属于日薄西山了 后来级别最高的 竟然是苏俊林 除此之外 三位出过一个级别高于苏俊林的人才 只能是靠苏俊树留下的那点英雄事迹 极力维护所谓的红色贵族身份 松了松眉头 陆江捏了捏鼻子 我得跟清雪和西宝说一声 苏老同志的孙女是否就在大院啊 如果碰见了还是避开为妙 那是必须的 苏家老是干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 江云是最了解苏家的情况的 回到江家 在江云陪着陆父 承宝国夫妇说话的时候 陆江借着和妻子 大儿子 一起代替勤务兵和保姆做饭的大儿 把苏军树找自己的事 告诉给了他们母子 风清雪顿时是目瞪口呆的 看来正在切菜的儿子一眼 喜宝耸耸先 难怪苏娇娇来到乒乓球场上后 第一时间就只奔我跟前了 原来是有目的来的 我还以为她听别人叫我的名字 所以才知道我叫陆天茂的 陆江是一头的雾水 发生什么事了吗 风清雪就把偶遇苏娇娇的事 一无一时地告诉了她 还不忘天也觉得 唉 大早上就惹哭了福宝 因为福宝比她好看 她就讽刺福宝没有花裙子 是个土妞 虽然因为忙碌 没办法彰显对女儿的同爱 但是陆江同爱女儿 那是谁都不会怀疑的 陆江听到苏娇娇如此欺负福宝 陆江的脸上掠过一层力气 她努力地打拼 一是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二就是为了让家人一时无忧 万事不愁 她在忙碌的时候 有人盯上了儿子 又把女儿给欺负了 岂能让她不感到气愤 要不是头脑中还有一点理智 想要当面质问苏俊树 以及其儿子儿媳妇 是怎么养的孩子了 风清雪碰了碰她的胳膊 唉 别气了 这日子还长着呢 作为了解历史 清楚许多老贤辈生租年的他们 还有什么可看不开的 陆江轻轻地嗡了一声 明天就买票 让爹和西宝回家 留在这里免得出事 这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他们不要脸 咱们却不能因为打老鼠 而上了玉瓶 而西宝就是菩萨跟前的 羊指白玉净平 仍不得一点闪失 西宝没意见 嗯 我也想家里的金爷爷 问爷爷他们了 我功课上 最近遇到了点问题 要不是爷爷等着 见江伯伯一面 向他告辞 我们早在见到妈妈和弟弟妹妹时候 就回到老家了 风轻雪很难过 这还没团聚几天呢 就又要面临分离了 有的时候 他真想让儿子留在身边生活 而不是回到老家去学习 七宝把菜刀递给了他爹 他才过来搂着母亲的肩膀 妈妈 你不要这样 能和爷爷奶奶们学习 是我的福气 我真的学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知识 那是一笔笔无法用金钱来熊融的财富 跟着他们学习 我才知道天有多大 地有多厚 我知道 可你这些年一直来来去去 没法和爸爸妈妈 弟弟妹妹们住在一起 爸爸妈妈也没法照顾你 风轻雪特别心疼自己这个儿子 当初怎么就答应他跟着老爷子们 学习的要求了呢 习宝笑道 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又不是小孩子了 风轻雪的眼圈有些发红 我今年年底 一定请个长假 带你弟弟妹妹回家和你一起过年 不用你和你爷爷在千里奔波了 习宝看了陆江一眼 那感情好 回家就住阿玉哥的新房子 怎么只盖了一座平房 咱们家老房子没翻盖啊 风轻雪在南海舰队时候 街道的信里提到过一句 回信使也忘了西文这件事了 不过大概能猜到原因 果然不出所谅 习宝道 爷爷认为太张扬了 咱们家迟两年再盖 风轻雪点了点头 嗯 听你爷爷的准没错 习宝接着道 咱家平房干得可整齐了 表姨眼长得很 准备明年盖平房 我估摸着 表姨父手里的钱不够 妈 你得做好表姨向你借钱的准备 风轻雪玩耳道 其实让他问你爷爷借钱就行了 回头跟你们的折子里面都存点钱 他和陆江远在外面 家里属于他们的那份人情往来 都得是陆父出面 零零碎碎的 看着是不打眼 但是陆家和王家房头多 亲戚也重多 一年到头下来 也得花不少的钱 何况他们和老爷子们还得买纸 逼 偶尔还得在逛逛黑市和旧货市场 本场已不完 感谢您的收听 不休假也有不休假的好处 工资照旧 津贴加倍 不管风轻雪到底能不能休假回老家 陆父不打算带着习宝离开老家了 因为习宝年纪大了些 学习能力比小的时候要强大 怕耽误他的学习 离家个把月 不知道要少学多少知识呢 所以说 陆江和风轻雪在老父的存折上 又存了一千块钱 就是团聚的时间太短了 爷孙俩走得也太急 没法给他们做几身衣裳 鞋袜带回去 只能以后再做了寄回去了 得亏第二天就送他们离开了 因为风轻雪回来就碰到苏娇娇 竟然出现在江家了 即便陆江已经拒绝了苏俊树的提议 即便风轻雪和西宝 都对苏娇娇不假词色 苏家人也跟没听到似的 依然故我 江小月的脸色是很难看的 苏娇娇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苏娇娇呼闪着两只水汪汪的眼睛 小月姐姐 你说什么呀 我是来找天帽哥哥玩的 又不是来找你的 你对我摆什么脸色呀 根据江云和苏俊树评本论交 苏娇娇一直以来都是叫江小月是小月姑姑 现在改口叫小月姐姐 显然是因为喜宝是小月的小叔子 江小月性子直 好打抱不平 最不喜欢苏家人的形式作风 尤其是苏娇娇 小小的年纪就盯上喜宝 实属可恶 尤其却抬手按住她的肩膀 制止她接下来的话 韩笑对着苏娇娇道 真不巧 我们家天帽已经离开了 苏小同志去找别人玩吧 小月也受了伤 需要静养 苏娇娇通的一声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脱口道 什么 天帽哥哥走了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我还没和天帽哥哥一起玩呢 祖父母和父母给她挑战的未婚夫 她喜欢极了 幼高 幼俊 文武俱备 大月中就没有比她更加好看的哥哥 他们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将来一定可以过得很好很好的 潑洋感情的计划 已经是在进行中了 可他们却把露天帽给送走了 看到苏娇娇脸上的指控 风轻雪笑了笑 毫不客气地道 没办法 我们家孩子不喜欢和心怀不滚的陌生人一起玩 我说了一遍 你没记住 我可以说第二遍 第三遍 妈 我们不是说后来收拾行李 准备晚上回部队的吗 福宝插口道 对啊 走 咱们去收拾东西去 陆傅和习宝走了 又有苏娇娇这种人的出现 他们留下是没多大意义的 风轻雪该回部队报到了 再耽搁下去 他都感觉不好意思了 江小月站起身 顺子 我帮你们 没人搭理 目标又已经是离开了 从小娇生惯养的苏娇娇 无法忍受他们对自己的漠视 跺了跺脚 再次哭着回去向祖父告状去了 一定也让祖父把露天帽给找回来 批他玩 可惜 西宝临走之前 一封信 滴到了老首长的手里 老首长一直都很喜欢西宝 但西宝的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哪里能得下别人算起他的婚姻呀 当即就叫来苏俊树了 让他打消这个不切实际的打算 风轻雪知道这件事情时 已经是带着老人孩子回到五城部队去了 风轻雪回到部队的第一件事 就是办理回港手续 紧接着 又安排孩子入学 收拾家当和从南海寄回来的东西 忙的是连一分钟都不得些 陆江又换了新的警卫员 家里换了新的勤务兵 小苗 还得再熟悉熟悉 生活不如正轨 已经是九月份了 你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消息是陆江带回来的 他们熟人多 消息自然也是灵通的 风轻雪笑的是前仰后合的 哈哈 这苏家可不得丢了他人呢 自以为是的提出什么娃娃气 被我们拒绝后 又被老首帐给批评了一顿 期间也被老江哥给说了一顿 这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吧 哼 真以为他们家喜宝是个软柿子不成 可以随便提随便捏呀 想错了 喜宝从小的生活环境 接触到的人群 注定了他不会在某些事情上面 忍气吞收 也不知道苏俊书的脑子是怎么想的 真以为他的提议 对自己家来说就是大恩大德吗 真以为自己家根基浅 就会看重和高杠家庭的联姻吗 如果真的是看重联姻 而罔顾孩子的想法 他们就不会任由几个侄子自由恋爱 自由结婚了 是 陆天俊是娶了江小月 可是那又怎么样 那他们也是自由恋爱的 该不和苏俊书将的陆天俊娶了江小月 就以为他们陆家是很看重联姻的吧 毕竟江云当时的级别是很高的 不知道怎么着 风俊却突然想到了这一点 可不知道 他的猜测极尽真相 陆江没有注意妻子的想法 一边翻找大伙来的行李 一边道 这老人家年纪大了 也不敢太刺激他 真给气坏了 就算是咱们没责任 别人也会撤到咱们身上来的 说咱们如果答应了老人家的提议 他老人家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之类的话 谁叫这件事和他们家席宝有关系呢 人嘴两张皮 上下一磕一碰 想说啥那就说啥 谁都管不着 苏家的教养不怎么样 殷亲却是着实不少 风清雪轻哼 哼了又哼 除了苏俊林老实憨厚是个好性子 苏家的其他人 在为人处事和生活作风方面 还真是没几个好东西 简直是几颗老鼠屎 换了一大锅的粥 难怪白雪宁可带着女儿跟苏俊林在边防 都不愿意让苏俊林到回首都来 宁可过着艰苦的生活 也不愿意调回首都附近 苏俊林本来有一次机会 可以调回首都军区的 经白雪的一番劝说 苏俊林就把机会让给了其他人 一家三口仍然是诸首的边防部队 见陆江还在翻着皮箱 风清雪懒懒地靠着卧室的门框 没有上前帮忙 你在找什么呀 陆江没回答 直到他拿出两罐子卖乳精 找这个 说着 他把其中一个罐子微微倾斜 贴着桌面轻轻一道 倒出了一堆大大小小的和田子料 有的是洁白无瑕 有的带点秋梨皮 有的是枣红皮 撒金皮 油烟皮 大的跟拳头似的 小的如同指关节 基本是各种卵状 散发着温润 而自然普逐的光泽 和田玉子料 风清雪快步上前 针手拿起一块带撒金皮的玉石 眼里满满都是惊喜 你是从哪弄来的 你最近一直都在首都 又没去过大西北 陆江得意地道 哼 不仅是紫料 而且半数 哪都是羊脂玉级别的 半数是上等的白玉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哪来的 快说 到底是哪来的 风清雪的眼力是极佳的 他手里这块就是羊脂玉 白若羊脂结房 质地紧密 而见不到结构 细腻温润 油性十足 这还没盘完 就达到这种水平了 经过盘安之后 可想而知是何瞪的出色 他喜欢玉石 一直都很喜欢 软玉中 最喜欢的是何田玉 硬玉中 最喜欢的是翡翠 虽然也很喜欢 其他珠宝的璀璨美丽 单独无法和前两者相提并论 就是前置条件有限 没有接触过极匹 陆江深知妻子的爱好 所以会竭尽所能地收集玉石 霍北亭不是一直是在昆仑军区吗 我托他在御龙科申河附近 原住民的手里收的 攒了好几年 他摘了这么两罐子 插的也有一些 在箱子里头没拿出来 不敢将第三个人知道 没走游地 直到他上个月回首都探亲 有两个月的假 我们碰了面 他才交给我的 他是如果碰不到我 他就打算亲自送到这里来了 风清雪对霍北亭的印象是特别深的 毕竟是陆江战友之中最先联系的一批 对他有赠粮救命之恩 十几年来就没断过书信来往 那边的条件是格外艰苦的 陆江和风清雪每年都会给霍北亭 寄粮食和物资 从来都不从监量过 霍北亭还好吗 风清雪把玩着油润的玉 记得霍北亭十年之前结的婚 娶了部队中一个医护兵 结婚生孩子的时候 他们都给寄了不少的东西 陆江叹道 哎呀 他媳妇气生了 去年冬天气生的 留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风清雪的手一下子顿住了 捏着玉的手指泛着白 几乎是与玉石同色 牺牲了 怎么会这样 发生什么事了 霍北亭的妻子的年纪 也就是和自己差不多 不过三十来岁 就这么离开人世了 四个医护兵翻山越岭 去给当地居民宣传卫生工作 治疗疾病 返回的途中发生了雪崩 无一生还 他是其中之一 陆江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虽然替霍北亭难过 但是参加入伍的第一天开始 他们就知道 这条命不再是自己的 战争 意外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 风清雪惜命 可他佩服任何一位 不顾自己安慰 而奉献出生命的军人 孩子呢 怎么安排的 没了娘的孩子 是最可怜的 陆江沉声道 霍北亭忙于工作 十天半个月 见不着人 那是常有的事 就借着贪亲的机会 把孩子送到他们父母家 我托大伯 把你上学时租的那套小院子 租给他们 作为回报之一 租金由霍北亭负责 他大舅子高兴得不行 我见到了两个孩子 一个八岁 一个六岁 在那边就没上过学 我突然安排他们 进了福宝商过的那家学校 风清雪是一声叹息 近人篱下的生活 可不是那么好过的 当然带孩子好就算了 可是有自己的孩子 人家当然万事 都是以自己的孩子为先的 谁也不能说他们不对啊 有机会去首都 尝去看看孩子吧 风清雪心疼两个没娘的孩子 回头我给学姐写封信 请她和老郑哥 暗地里住一下 如果孩子生活得还可以 怎么自然 什么都不用说 如果孩子受了欺负 无论如何 都要跟霍北亭说一声 陆江嗡了一声 男孩为长 叫霍言 女孩为幼 叫霍小玉 霍小玉 冯清雪挑眉 这名字她记得 霍小玉可是个悲剧式的人物 算了 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孩子生活得好 我记住了 会跟学姐说的 陆江方行李的时候发现 卧室的一脚堆了许多拆过的包裹 清雅极了 这哪来这么多东西啊 小部分是你不在部队的 这个月收到的 各地亲朋好友们寄来的 五花八门的 费了我不少力气 才给收拾好的 大部分是从南海那边寄过来的 临来之前买了许多的干货 也是用郭大夫和郭大嫂的名义 买了一大堆 各家分分 其实也没多少 当然了 已经在当地就给亲朋好友们寄过去一部分了 风轩却把和田紫料 一块块地捡回罐子里头 又找出皮箱里次一等的白玉紫料 一起给收进空间里了 我回来之后 看到你说的翡翠首饰和翡翠片料 都给收起来了 嗯 你收着我就放心了 陆江花音刚落 就见妻子指着皮箱里几个卷轴和两个匣子看自己 陆江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差点给忘了这件事了 哎呀 在首都市又几天闲空 拜访红老爷子的时候 偶遇了金老七 这两年有你或者我 或明或暗的资助 他过得很是滋润 见到我就自告奋勇地帮我逃换东西 从乔三的手里弄了好些东西来 又从其他落魄的八旗子弟手里收了一些 我没出面 只出了钱和粮票 他们夫妻一直没承认和金老七祖上的那点关系 估计金老七心里也是明白的 从来也不追问 不冷不淡 不眼不见地处着 双方都很自在 冯清雪忍不住笑道 你忙的时候 倒是不忘弄这些 我都大半年没碰到好东西了 你在南海监队 哪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啊 东江把卷轴和匣子捧到妻子的跟前 让他收进空间里头 这么一大堆的孩子 得好好地给他们攒些家的 省得以后为了钱 沾上不该沾的东西 听他起到钱 冯清雪微微一愣 怎么说这话了 陆江叹了一口气 哎呀 你不在部队的时候 年初的二三月份 刘振国同志的儿子 在任上大搞贪污腐败 贪污并截略国家 往下发放的各种污资 总价高达三千元 老首长亲自批示了 毙了 冯清雪大吃了一惊 我这回来都好些天了 居然没听说 娇丑不可外扬 看在刘振国同志的份上 自然不会有人 跑到你跟前 特地去告诉你 毕竟已经是过去半年了 陆江摇了摇头 老一辈的革命家 艰苦朴素的作风 会影响后人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影响也会越来越弱 是个人都想吃好的 喝好的 享受好的 家里生活水平优越 至少可以让孩子 不受名利的诱惑 因为有嘛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渴望 走上歪路的可能性 就要小一些 冯清雪是深以为然的 咱们家的孩子 你不用担心 他们从小就没缺过什么 咱们攒的家当 又不少 自然不会因为渴望 而走上邪路的 不过还是得让他们自己艰苦奋斗 只有这样 才会了解到生活和工作的不容易 才会学会感恩 什么都给准备好了 难免就会生出坐小骑程的想法来 感谢您的收听 本章已播完 再次播讲 因为收集到玉石 鼓完 夫妻俩谈到了霍北亭的家事 谈到了贪污腐败 谈到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虚虚叨叨的 一个晌午就这么过去了 陆江刚回来 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 可以休息个两三天 风清雪也因为 阶调时上了前线 回来有几十的假 特地选择陆江 回来时休息的 中午吃过饭 送孩子上了学之后 陆江下午陪着妻子 寄信 写东西 打包冬季 写单子 邮局的工作人员 都和他们很熟悉了 数了数 一共是17个包裹 两位首长 收到的包裹是最多的 寄出去的 也是最多的 光是邮费 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如果不是人缘太好 不是为人太大方 哪会有这么多的来往呢 陆江和风清雪 出手是很大方 在部队里头 那也是出了名的 带谁 那都不小气 他们家孩子 也是最享福的 经常能够知道 大家接触不到的好东西 风清雪笑嘻嘻地 看着眼前年轻的女同志 小李 你们这儿有没有新的邮票啊 我买个几版 邮票之中 最贵的 就是全国河山一片红 和猴票 可他不记得是哪一年出的了 索性邮票的价格是有限的 一张八番 到一毛二是不等的 一整半也才快拔 两块钱 风清雪这些年 便把每一半的邮票 都收集了几份 反正他们家是经常寄东西 买再多的邮票 都不会让人产生怀疑的 全国河山一片红 是六八年初的 他早就买了石板 放在空间里头了 猴票还没碰到 除此之外 他还借助人外关系 收集了许许多多的旧邮票 包括一套大棱邮票 和四套海军兰的邮票 四方莲 也收集了红艺花的邮票 这些都是最贵的 小李拿出了一袋 整版的邮票 只有一版邮票 是今年新出的 八分钱一枚 一套六枚 风清雪看了看 是体操运动邮票 虽然说 已经在刚发行的时候 就在南海买过了 但是现在吧 还是掏钱买了两张 一张整整是五十枚 多余的就用来邮寄了 总归不会浪费就是了 陆江又给几个 烈士家属汇了钱 有的只给钱 有的多寄了几斤粮票 风清雪凑在一旁看着 发现多了一个 不认识的名字 这是谁啊 陆江叹了口气 年初 在边境牺牲了几个兄弟 别的倒还好些 家属都不用咱们操心 就是这个兄弟 撇下了一个两岁的孩子 他媳妇把抚恤金都给卷走了 不知所踪 但是留下老两口子养着孙子 老两口子也是四十多岁了 身子骨倒还好 就是地处太过偏僻 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啊 我每个月给这些钱和粮票 我托人去看过了 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儿子 没别的儿女了 偏偏这个儿子 又牺牲了 风秋雪听了 心里很是难过 道 入血冷得就快了 你先别汇款 回家我收拾两件冬衣 再买点营养品给寄过去 还是你想得周到 陆江把汇款单收了起来 抽了邮局 两人直接进了服务社 风秋雪撑了两斤 大白兔奶糖 炼乳做的 七颗糖一杯奶 再买两瓶麦乳精 和两颗午餐肉 买齐了东西 陆江付了账 转头就见到 勤务兵小苗 跑了过来 陆首长 首都的电话 一听到小苗的这句话 风秋雪就想挠脸了 每次首都来电话 那必定是有事的 不是大消息 就是陆江的任务来了 电话费是很贵的 不是重要的事 很少有人愿意打电话的 当然 他和丈夫通话那是例外 注意到妻子的神色 陆江是玩耳一笑 不得不说 电话可比电报联络 要方便得多了 很多重要的消息 全是靠他传递的 当然 也有很多消息 是不能在电话里头说的 以防泄露 谁打来的电话呀 陆江问向小苗道 小苗被派到陆江的身边之前 就听陆江前头的勤务兵 和警卫员说过 跟在陆军长的身边 很快活 不受气 陆军长夫妇 带他们跟家人一样 家里的孩子 也是一口一个叔叔的 不像是有些手掌家的家属 对勤务员勤务兵们 忽来和去的 把自己当成 剥削劳动人民的老爷夫人 或者公子小姐 所以说 小苗是经过一番激烈竞争 各方面都得了第一 还凭着一手的好厨艺 最后才被分到了 陆江的身边 希望自己认认真真地 做好本职工作 不会让陆军长失望 听到陆江的问题 小苗忙道 是王先生 王老帅 说是有局势要找您 失望火急 得知是王先生的电话 陆江立刻加快了脚步 他们家的电话 安装于风清雪接吊器件 原因是 夫妻两个今年 是一年一北 打电话过于频繁了 当然 按照陆江的级别和本事 他们家也早就该有电话了 到家来不及歇口气呢 陆江拿起话筒 就拨了出去 他刚报上名字 王先生便干脆利落的道 出事了 电话里说不清 来司令部 陆江短暂的假期 瞬间就泡汤了 虽然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吧 但是听王先生的口气 显然不是写寻常的小事 否则他倒在电话里头 如同竹头倒豆子一般了 陆江想到这里 只能是收拾东西 立刻便出发 家里头的琐事 和人情上的往来 都交给了妻子 连和孩子告别的时间呢 都没有 你先走 等孩子放学回来了 我跟他们说 冯骑骑把行李塞给了他的同时 叹了一口气 做军嫂的 必须得习惯随时随地的分别 去少了一多 已经是常态了 不过比起那些年 或者是几年 才得以相聚一次的夫妻来说 他们的情况 已经是很好了 建屋里头没人 警卫员和勤务兵都在外头 陆江偷得亲了他一下 愧疚得道 老婆 家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遇到不能解决的麻烦 就打电话到司令部去找我 冯骑雪捂着脸 脸泛着桃花之色 我知道了 你快去吧 别耽误正事 陆江临走之前 唯一没办完的事情 就是给那个烈士仪雇汇款 他留下汇款单和地址 给了妻子 他很清楚 双米恩斗米筹的道理 每个月会五个到十块钱 和五到十斤的粮片 一般都是五块钱和十斤粮片搭配着 或者是十块钱和五斤粮片 不敢给的太多 其实吧 相比现在的全国平均工资而言 每个月五到十块钱 也不算是小数目了 至于收到他们恩惠的人 将来是知恩图报 还是忘恩负义 夫妻两个倒是真的不在意 做人做事 唯心而已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风清雪很快就准备好 两套小孩子穿的冬衣和棉鞋 面料看起来都是一套新的 一套旧的 夹从里面却都是续着新棉花 清软暖和 连同高卖的营养品和两袋 无意间翻出来的奶粉 一并给寄了过去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这些都是好东西 当然了 在条件好的人家里 也是一样的 不是有钱就能够买得到的 忙完这件事 风清雪才给陈雪娘写了一封信 她和陈雪娘的关系是极好的 给他们夫妻的东西 早就可以寄出去了 而且一直是家后版的 这封信主要是写霍北亭的一双子女的事 寄人旅下的日子并不好过 没经历过的人 不会明白那张小心翼翼的滋味 风清雪虽然说是没有经历过 但是没有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啊 她就是在心中委托陈雪娘和郑金锐 平时注意观察这些 在告诉自己 如果孩子在外祖父的家里头受了委屈 那还不如跟着霍北亭一起生活呢 霍北亭把儿女送到了首都 不就是担心儿女跟着自己会吃苦受罪吗 可是如果有他们的帮衬 两个孩子 就算是住在昆仑军区 也未必像普通军人子女那般 吃不饱 穿不暖 空间里头仍是有不少的物资在 陆家呢 又是交友广阔 风清雪对此是很有信心的 不过 大西北地区的教育水平是极其落后的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昆仑军区部队的学校 稍微加强一点 但也有限 这个可能是霍北亭想让孩子在首都 接受良好教育的主要原因吧 咬了咬笔头 风清雪给这封信收了尾 塞进信封里 并贴上了邮票寄了出去 两地相隔甚进 寄信的速度自然也快 没两天呢 陈雪娘就收到了信了 很快也就写了回信 表示会按证注意的 接着在信中写了首都最近几天的动静 另外又寄了许多的东西 打了好几个包裹 其中有一些是国服 奶糖 罐头 精八价之类的吃食 有给福宝做的衣服 有给三胞胎买的玩具 书籍 连环画 还有一些处理货 是给风清雪走人情应的 至于给喜宝的那份 则是寄回老家去了 也没忘记给住在陆家的夜宴准备一份礼物 免得她看到陆家的孩子收到礼物 而感到心里难受 她和郑金瑞是双职工 也没孩子 又有弄到东西的门路 过得那是有滋有味的 对陆家的孩子是尤其的大方 看到她的信 风清雪才明白 王先生急着陆将回京的原因 不知是否是最后的疯狂了 首都又不平静了 原本恢复工作的几位高级干部 相继被罢免了职务 就是她不给陈雪娘写信 陈雪娘也准备写信告诉她的 让他们行事都小心些 风清雪算了下时间 还有两年才能结束这种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日子 陆江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 武城部队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由参谋长和副军长等人负责的 她在首都待了三个多月 那都没回来 风清雪也没能请假带孩子回老家 因为部队派了几个大夫 去首都进修了 即使特整兵已经迁往别处 部队医院里的大夫也不够用 忙的风清雪 一周最多就歇个半天 七五年 在这种紧张而忙碌的气氛中 不紧不慢地来临了 裹夹着大风大雪 今秋的大夫回来之后 风清雪终于得了五天的假 老人孩子窝在炕上 看书的看书 听收音机的听收音机 都不乐意出门 于是 她一大早地就独自走进了五城了 为空间里的物资打掩护 大部分机关单位和工厂 在元旦当天都会放一天的假 再加上逢年过节 都会有额外的增加共用 虽然说是元旦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但是城里依旧是热闹得很 各个商品良油店 服饰品店 那门口都得排着水龙办的长队 就是卖早点的国用饭店里头 那顾客也是肩膀挨肩膀 人头碰人头的 许多没得做的顾客 都是在门口等着里面的人 吃完了再进去 也有许多排队买了 就直接带走 回家吃的 这两年经济发展的又好了点 再也没有十几年前的 饿瓢遍地之景 有些居民已经开始提前准备年货了 风清雪一路上 看到不少人鬼鬼祟祟的 出没于隐秘的角落处 进行着私下的交易 还有人望风 绝大多数都是乡下人 来城里头卖东西的 跨着竹篮子的农夫 农妇 东张西望 独座藏藏的 用鸡 鸭 鹅 蛋 还有粗细粮食 换取城中才有的票准 或者是钱 虽然说是陆家生活的富足吧 但是民间的物资短缺现象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风清雪来五城的次数 并不算频繁 探头往服饰品店里面瞅了瞅 发现卖肉的柜台跟前 早就没人了 案板上是连块骨头都没剩得下 鸡 鸭 鱼 蛋的柜台 那也是空空荡荡的 每个月的月初发票 发工资 基本上是各家改善伙食的时候 锦内锦转着少许屋渍的碑楼 风清雪俯着脸上的口罩和帽子 围巾 堂而皇之地走在大街小巷上 准备去书店里头逛逛 不料就有个粗手大脚 年纪岳母四十多岁 并且背着麻袋的乡下汉子 从她的身旁走过 低声道 同志 有新鲜的野鸡 野兔子 要不要 可肥了 一只最少得三四斤中呢 风清雪一听 缓缓地笑了 她本来是没打算卖东西 也没打算买东西 就是出来逛一圈 然后从空间里头取物资带回家里头 但是几十年后的食物和现在的食物 那可是没法比的 后者那才是纯正的纯天然 无污染 肉有肉味 蛋有蛋味 野味也有野味的鲜美可口 既然碰到了 风清雪自然是乐得入手的 怎么卖 风清雪也是压低了声音 脚下却不停步 中年汉子的眼睛一亮 马上跟在后面小声的道 爱好不容易才从草原里打来的 走了好几十里赶过来 不能当旧肉脉 要是大姐手里头有布票 工业券和糖票啥的 俺就八毛钱一斤 要是直接有红糖 布料 一斤红糖 一斤糖块 或者是一尺布 还一斤野味 听到他的口气就知道 不是头一回这么干了 风清雪漫不经心地道 你一共带了多少野味 四只野鸡 五个野兔子 一共是四十二斤八两 同志要是毒咬的话 灵头俺可以给你抹掉 算四十斤 周年汉子之所以和风清雪搭话 就是因为他的衣着打扮 气质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一般不会让自己空着手回去 城里人全靠一点共有 比他们进山林草原的乡下人还馋肉呢 风清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笑着道 我不叫你吃亏 三斤红糖 十二吃卡齐布 七尺劳通布 和二十张工业券 外加十五块钱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十块钱工资 就会发一张工业券 他们家是最不缺这种东西了 经常是印不完 送给别人的 陆家不缺工业券 农民却是一张都得不到 他们买个热水壶 铁锅 农具 都得用工业券 更别说是三转一响之类的大件了 光有票没有工业券 那是一样都买不到的 除非是处理货 所以说 乡下老百姓进入城镇黑市 寻摸票证 已经是常态了 周年汉子连账都不算 就迫不及待的到 行行 有了工业券 就能带个铁皮热水壶架去了 等二媳妇年底坐月子的时候 再也不怕没有热水喝了 交易达成了 正准备找个无人注意的地方 进行交换呢 鞋子里撑出了一个 约莫十六七岁的女青年 穿着旧军大衣 戴着红袖章 行啾啾气昂昂 声音红亮 干啥呢干啥呢 我闻到血腥味了 你们想干啥 一定是在搞头绪捣把吧 正准汉子脚下一顿 脸上顿时也是变了色了 风吹雪却是毫无畏惧 他们说话的时候 地方可不在附近 也没有别的行人从身边经过 于是他不客气地开口道 我说同志 朗朗乾坤之下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战友的老乡不远数十里地 代表家乡人 给我们送卫军的人货呢 我来接收东西 刚和他碰上头 正琢磨着 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呢 得准备和年货相应的东西 给他带回去 这怎么到你嘴里 就从头去倒把了 不管怎么样 那气势得先摆出来 看着不心虚呀 周年汉子也是非常机灵的 听了风吹雪的话 露出一副朴实憨厚的笑容来 解放军同志保家未活 不怕流血 不怕流泪 上个月还有医疗队下乡 给俺们检查身体呢 宣传卫生知识 俺们扶老乡亲们 都是佩服得紧 这才打了几只野卫 就俺给解放军同志给送来呢 俺代表傅老乡亲 是真心实意的想卫军的 不要解放军 给俺准备东西带回家 风吹雪板着脸道 这怎么能行呢 作为一名军人 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的 否则会受到严肃处理 我可不想给我们部队抹黑的 你不用担心 老首长收到家乡人寄给的特产 他老人家都会寄钱给老乡了 我给你钱 也好 东西也罢 你都不能拒绝 那名女青年听到这里 神色也为之一变 这话是没说错的 几乎是人尽皆知 老首长及其家人 都是这般处理别人寄给他们的特产的 再看清楚风吹雪所穿军大衣的面料 只有部队高级将领才能穿上身 女青年的态度转变之快 简直是让正年汉子大开了眼界了 啊 原来是解放军同志和卫军的老乡啊 对不出 是我误会了 风吹雪也笑道 没关系 同志尽职尽责的才会这么说 是我们的行为举止容易让人误会 不能怪同志你 不过 同志出现得正好 这位老乡急着回去 想把东西丢给我就走 我可不能真就这么收了 同志啊 你给我们做个见证 女青年松了一口气 一口就答应了 风吹雪和周年汉子 顺顺利利地完成了交易 交易的时候 风吹雪不忘对女青年笑道 我听说这老乡的媳妇快生了 特地准备了几斤红糖和一点布 工业券 给他们买个热水壶 本来还想弄点棉花的 结果前两个月寄给烈士遗孤了 只能是按照野味的价值 不给老乡一点钱了 可不能叫老乡吃亏啊 军人的身份很好用 加上风吹雪之前话里头透露出来的意思 女青年都没怀疑 其实吧 就算是怀疑 他也不会说什么的 人家的理由是光明正大呀 周年汉子提着空麻袋 兜着布料和红糖 揣着工业券和钱 忍不住露出一抹笑来 这可是他头一回与人交易 而没有背上突击倒把的罪名 那心情不是一般的痛快呀 以后可以效仿一下 就说是给亲朋好友送东西 对方给的回礼 天寒地冻的 那野味早就冻僵了 雪不会往下滴 风吹雪直接扔到被楼里的 反正被楼里也没放别的东西 倒是垫了一块油布 和尽职尽职的女青年挥手作别 离了她的眼 风吹雪就把野兔子野鸡的 收到了空间里头了 没法子呀 四十来斤的分两压在肩膀上 实在是累得慌 转回一条居民向 风吹雪就听到一阵的苦求之声 丁京一看 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女青年 不顾冰天雪地 跪在紧闭的小院门前 不断地磕着头 磕着那头皮都破了 鲜血直流 或者滚滚而下的眼泪 求求你 嫂子 求求你 求求你救救小五吧 小五可是你的亲儿子 求求你了 嫂子 她的衣衫很单薄 只是穿着假袄 单裤 而且是补丁落着补丁的 人显得十分寒酸 但是洗得却是干干净净的 面容虽然是憔悴吧 射到也是皮包骨头 脸颊上还带着伤疤 但是五官却很清秀 就是现在被鲜血锁污了 门里传来不耐烦的中年女子声音道 你瞧我 有个屁用啊 我这又不是大夫 专攻给人拿咬治病啊 地腹反坏幼的黑五类小崽子 死了干净 活着那纯粹就是浪费粮食 顿红粮 我和你们家早就断绝关系了 不要来烦我 你就是死在我们家门口 我也不会带小崽子去医院的 顿红粮目露绝望 哀求许久不得回应 只能是爬起来 拖着一条残废了的腿 蹒跚着离去了 风清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不应想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跟在邓红粮的身后 离开他所求之人所在的巷子 加快脚步走到他跟前 我是大夫 你说的孩子在哪呢 我帮你看看吧 邓红粮转头看到他 脸上闪光一丝不敢置信 急促地道 你是大夫 是 我是大夫 我也带了一些常用的药 邓红粮不懂他说完呢 拉着他就往前跑 一拳一拐地跑到服饰品店附近 一所公共厕所的后面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小破屋子 比徐大爷徐大娘当初的房子还简陋呢 冯秋雪跟进屋子里头 看到一个小男孩躺在木板床上 盖着薄薄的破被子 那辛苦几乎是没有起伏了 男孩的具体年龄看不出来 因为他太瘦了 瘦骨如柴 身形也小 人都脱向了 大夫 大夫 求求你给他看看 邓红粮不过脸上的血 小声地哀求道 冯秋雪放下了杯楼 烧一把脉就知道 这个孩子是鸡寒交迫所致的高烧不退 性命倒是无碍 李安芒从被楼里拿出针管和药 其实是从空间里头拿出来的 你把孩子翻个身 我给他打个退烧药 邓红粮赶紧上前 抱起侄子 把他给翻过来 打完了针 风清雪收了针筒 又拿出一小瓶的酒精道 你把酒精倒在手掌心 和孩子四肢 心口 一下子搓一搓 我去给你们买碗粥喝 喝了粥才有力气和高烧对抗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为了揪侄子 邓红粮没有拒绝 只有是一叠声的道谢 风清雪出门之前 先给他处理额头上的伤 擦紧了血迹 消毒之后撒上了消炎药 用胶布贴了快叠了几层的白纱布 亲一看 又发现他头皮 额头 脖子和脸颊上 都是伤疤 大部分都是细细碎碎的 只有脸上的伤疤是长 而且深 枯黄的头发也被剪得是乱七八糟的 注意到风清雪温软柔和的目光 邓红粮苦笑道 我们家成分不好 天天游动 都是那些人给打的 我已经习惯了所有人的不眼远之 现在只想保住小五的命 风清雪拍了拍他的肩膀 会好起来的 人活着才有希望 邓红粮的眼泪瞬间就滑了下来 糊了得擦了擦 我给小九擦药酒去 风清雪也从竹楼里拿出一个保温筒 转身出去了 买了半桶的大米粥和几个素包子回来 途中又从空间里取出几枚的水煮袋 邓红粮已经按照他的方法给侄子物理降温了 局促的道 我现在没钱 能不能以后给 风清雪把粥倒在破桌子上面的破碗里头 随口道 不用还我 也没花几毛钱 小五已经好多了 您救了他的命 我们怎么能理所当然的让您花钱而不还呢 邓红粮很坚持 您给我留个名字和地址吧 等我有钱了 第一时间还给您 风清雪笑了笑 如果你真的想给的话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就捐给孤儿院吧 相当于是还给我了 邓红粮愣了愣 低声道 您真是个好人 你先吃点东西吧 我喂你侄子 风清雪抬起手 别拒绝 你侄子昏睡着呢 你没发胃 而我已经习惯照顾病人了 我知道怎么让他吞咽下去 邓红粮苟咽道 谢谢您 大夫 我只是对孩子应不起心肠而已 你们家 就剩下你们两个了 邓红粮一口气把粥给喝完了 摇头道 我爹娘去世的早 我是跟着哥哥长大的 我哥被下放到西北农场了 从他被下放的那天开始 我就没见过他了 我想去探望他 可是这边管得太严了 不准我走 天天挨油豆 写检讨 我还得照顾小五 一晃就是七八年 不知道我哥哥现在是生是死 我哥本来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的 是我嫂子写的举报信 说我们家是大地主 说我哥有造反的心 他也在那些人的同意之下 和我哥离了婚 并且和我们家断绝关系了 就连亲生的儿子都不要了 冯七雪想起赵安邦父亲 就曾经被下放到西北农场去 现在得以回来安度晚年 便道 你哥叫什么名字 我突然打听一下 我哥叫邓南 是个军官 是我们家的成分连累他了 风七雪心中一动 陆江曾经说过 石关涛 赵勇和他 是他们那个连活下来的五个人之三 另外还有两个 一个叫邓南 一个叫李二代 很早就联系不上了 他的战友太多了 而通讯又不方便 有联系的只是一部分而已 你哥哥是不是参加过 康美援朝 风七雪问道 邓洪灵点头道 是 我们这里距离东比很近的 我哥哥参军之后奔赴的第一个战场 就是朝鲜战场 后来做了团长 说到这儿 东洪灵目的反应过来 狐疑地看向了风七雪 大夫 您怎么知道我哥哥参加过 抗美援朝 他不记得自己有说过呀 风七雪拉下口罩 冲着他笑了笑 肌肤似血 闻眼如画 拼在这十分美丽之中 又透着十二分的温柔 邓洪灵差点给看呆了 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看的人 好听的声音 更是传到自己的耳朵里 猜的 我觉得武城距离朝鲜非常的近 国家一定会先从首都军区 抽调士兵驰援的 当然了 加在这里的军人 不见得能够进入附近的部队 有可能分配到边陲地区去 所以才说是猜的 邓洪灵听了 倒是也没有怀疑 主要还是对风七雪 感恩之心要多一些 愿意在这种情况下 对他们是以援手的 应该不会对他们心怀不轨才对 我哥的部队是在鲁地 属于东海舰队 不属于首都军区 东洪灵道 原来是海军啊 不对 陆江一直是陆军 这说明邓南是抗米援朝之后 分配到东海舰队的 风七雪愣了一下 记在心里头了 为了洪水中的小孩子 吞咽了小傍晚舟 风七雪慢慢地问道 你侄子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叫邓武 文武双全的武 小名叫小武 我哥结婚完 婚后又是经常不招家 所以小武今年才九岁 邓洪灵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我哥出事的时候 小武只有一岁多 我被退了婚 就把全部心里放在 这个被我嫂子抛弃的侄子身上了 邓洪灵越说 心里头越是痛苦 却又无法诉论他人听 他们家祖上支援抗战 几乎献出了全部的家产 就剩那些个地和一座祖宅 结果解放之后 土地被没收了 他父亲已经去世了 仍是被划分为 剥削阶阶的地主 因为他哥哥邓南从军立功 加上他爹娘去得又早 国家对他们家是网开一面 一开始没遭到什么罪 当年好些红色资本家 红色地主 有立功表现的都是如此 可都没逃过66年开始的这场大劫 哥哥因为亲嫂子的举报而被抓了 紧接着被下放到了远方 婚期时间在年底的未婚夫 突然就翻脸不认人了 把婚事给取消了 另娶了一位根正苗红的功农阶级 又因为恼怒自己 曾经与未婚夫订婚 仗着自己工作的身份 隔三差五就要拉着自己 出去游逗一番 成分是随父不随母 他被钉在耻辱柱上 是永世不得翻身 可是吧 他不能死 也不敢死 他得把侄子佛养长大 估执两个只能是艰难求生 即使邓红林不说 冯清旭也猜得可是八九不离十的 大面上看 现在的运动似乎是消停了许多了 一些人陆陆续续也恢复了工作 实际上呢 下面并没有减少动作 兴许是最后的疯狂了 又平白发明了许多折腾人的名目 邓红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大江南北 只因风清雪工作和生活的原因 这两年没有接触到而已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风清雪捏着邓武的下巴 为他吞咽了小半碗的粥 就收手了 不厌其烦地成熟一遍自己说过的话 增强对方的心息 活着才有希望 活着才能和你侄子 见到你大哥的平安归来 你这些年没收到 关于你大哥的噩耗吧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面对风清雪 邓红林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老老实实地道 没有 没有哥哥的消息 如果有一点 不管是生是死 我的心就不用一直掉在半空中了 没有消息 那就是好消息 风清雪安慰道 邓红林点头 他也只能是以此来安慰自己 带着侄子活下去了 大夫 小五的烧退了吗 风清雪摸了摸瞪五的额头 打针的时间还太短了 退得没那么快 不过已经不像是我刚来时那么烫了 你好好照顾他 我下午临走之前 再来一趟 再给他打一针 说着 风清雪又摸出几个小纸包 一支笔 提笔在纸上写上药名 硬法硬量 一股脑地塞在郑红林的手里 这是消炎药和退烧药 你一天三次的按时给小五吃的 消炎药有你的一份 你也记得吃 用量得翻倍 免得伤口发炎了 邓红林是感激涕铃 双手捧着药包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风清雪重新又戴上了口罩和围巾 整了整衣裳和帽子 背起背篓 覆在肩上 装着粥的保温筒 倒是留在了桌子上 我先把保温筒放在你这 里面还有小半筒的粥呢 你好好照顾小五吧 中午再给他吃点粥 再把药给吃下去 我下午再过来 他也没往别处去 直接找到了韩平的工作单位 韩平和刘延结婚之后 刘延就申请从部队医院调到了地方医院了 韩平也顺利地进了武装部 两口子带着胖小子过得很是不错 肩大风清雪 韩平的态度共是热情的不得了 风首长 许可许可呀 韩平忙请他进去坐下 马里的倒水 风清雪也不跟他废话 笑道 我事无事不登三宝殿 小韩呢 有件事托你帮个忙 韩平派了派星仆 首长您说 就是赴汤蹈火 我也给您办到 风清雪低声把邓洪林和邓武的情况告诉给了他 他们可能是陆江战友的家属 具体的还得调查一番 因为成分不好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 我看到了于心不忍 也不能不管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你暗政照应一下 别让他们把命给送了 回头不好跟陆江的战友交代 韩平肃然听完之后 轻声道 首长 您放心 我记在心里了 这事我亲自办 不透露给别人知道 咱们不能叫抗战老兵的心寒了 风清雪没露欣慰之色 你帮我查一下邓南的档案 我得知道他人在何处 这点事难不倒韩平 首长 您等等 我去查一下 负责这些事的单位很给他面子 韩平很快就拿着一份发黄破旧的档案 从外面冲了进来 首长 是他 他在西北农场 冯清雪仔细地看了看 发现邓南和赵安邦的父亲 在陕北地区的同一个农场里 陕北也是属于西北地区 而且邓南也是因为 护着当时的老上司和当权者理论 而被牵连的 他的老上司也被下放到了那里 这个老上司陈冰 是周凤厨的老战友了 他听周凤厨说过几次 我知道了 谢谢你小韩 冯清雪把档案给和尚 还给了他 东南的妹子和儿子 就拜托你了 韩平尽了个礼 你放心 东南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呀 那些功勋看得他是心情澎湃 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既然知道了 那就不能不护着他的家属 出了武装部 冯清雪抬头看着天 吐出来一口浊气 快了 快了 再过二十个月左右 一切苦难都将结束了 被压在底层挣扎的人们 也将重见天日 那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不差这最后的一两年了 抬手看了看时间 冯清雪顺路进了国营饭店 先进罗衣 后进人 他的一身打扮和浑身的气势 让他得到足够周到的服务 他也毫不客气地拿出来四个饭盒 买了今天供用的焖羊肉 红烧肉 和一份羊肉面 又买了十几个大板馒头 和一份羊肉汤 自己却只是吃了一份羊肉面 其他的借着背楼掩护 放进了空间里头了 吃饭的时候 冯清雪看到好几对含羞带鹊 扭扭捏捏的青年男女 在吃饭 吃一口饭 看一眼对方 让他不由地想起 自己和陆江第一次进国营饭店 吃饭的场景来 一晃眼 十几年过去了 现在想想 还真是恍若隔世啊 想到陆江已经有三个多月 都没回来了 期间就打了几个电话 什么也都没透露 风吹吹的长洁就微微下垂了 心情很是不美丽 只是盼着首都的事情 能够早点尘埃落定 丈夫早日回家 下午给邓武打过针 才能回去 风吹雪饭后 就在城中闲逛了 武城和宝州差不多 到处都是灰扑扑的 血色中 唯有点点流行的 军绿色点缀着 他找了个僻颈处 四股无人 脱掉半心不旧 已经洗得掉了颜色的军大衣 摘掉了军帽 和围巾口罩 虽然说衣服都是旧的 但是面料骗不了明眼人 加上那气势不凡 所以严查投机倒把的 女青年和国营饭店的服务员 都是对他很恭敬的 瞬息之间 由一个女军人 变成了寻常妇人家 大衣里面 罩着棉衣的裤挂 洗得发白 打着不明显的补丁 又是常见的青蓝两色 围巾手套都是 换了特别旧的 头顶裹着蓝色的旧方巾 依然遮着一张 凝润雪白的脸 只是露出来两只眼睛 碧楼收进了空间里头了 风轻雪一左一右地 跨了盖了粗布的两个竹篮子 走出披静无人的小巷子 一举一动 活脱脱就是刚进城的 乡下小媳妇的模样 他想换点本地的票证 给郑宏林估值两个 军营的粮票太扎眼了 知道了他们的存在之后 如果对他们不闻不问的话 他没法向陆江交代 陆江也对不起他和邓南 并肩作战共同生死的战友情 他很有经验 三步并做两步 就转悠到了煤厂附近了 五重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开发了好几个矿厂 其中矿工的粮食供应是最高的 每人每个月都是四十五斤的粮票 煤厂的许多工人也都是一样的待遇 如果是单身汉 养活自己是绰绰有余的 如果是学家带口的 有的可以养活家人 有的却是因为家人过多 而是过得很紧吧 风气雪在武城的几年 也学了一点本地的方言 选了一个正在晒太阳 衣着却干净整洁 不定很少的老妇人 走到她跟前应方言道 大娘 安走亲戚找不到人了 能给俺一口热水喝吗 老妇人惊讶地道 一口热水 自然是给得起的 这怎么就找不到人了 风气雪摇头 俺也不知道 俺按着那家亲戚 留给俺的地址找过来的 忘了街坊邻居 都说是没这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俺给记错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道夫人一听就听明白了 什么是记错了呀 肯定是那家亲戚 不心往乡下的 请亲戚来打秋风 故意给了个错误的地址 导致眼前的小媳妇找不到人了 风气雪听了她的解释 垮着脸小声地道 骗俺的 那可咋办呢 俺可是带来了家里给准备的年货 好多鸡蛋腊肉腊肠 还有风干鸡鸭呢 这都散了小半年了 累得暗路上泄了三四次呢 哎 好不容易才在这时候赶到城里 这难道还得这晚给带回去 老夫人的眼睛闪过一丝惊光 马上靠近了风气雪 低声问道 你带了鸡蛋腊肉 和老太太一块晒太阳的三个老太太 也凑了过来 竖起了耳朵 风气雪点头 是啊 都是俺家里头攒下来的 还望亲朋好友们要了不少呢 俺家这个亲戚在城里头当干部 少拿了 出不了手 可现在这找不到他 可咋办呢 老夫人热情地道 来来来 来我家里头喝口热水 咱们给你出个主意 对对对 鬼女呀 一块去秦大娘的家里头 咱们集死广义 一定能给你想个好办法 不让你带回去继续累一路了 三个老太太是无比兴奋的 一口同声等 风气雪是心中暗笑啊 顺从地跟着秦大娘去了他家 秦大娘的家里头很小 两室一厅 总共就五六十平的地方 客厅里头放着一张双丛床 被褥都很旧了 打着补丁 但是看着很整洁 屋子里头也是窗明寂静的 秦大娘给他倒了一堂丝缸子的热水 又对了一点凉白开 来 闺女呀 你先喝口热水 吹了吹 敏了一小口 入口竟然是甜的 风气雪的脸上闪过一点惊讶 哈哈 我放了一勺子白糖 你趁热喝 秦大娘和另外三个老太太的目光 都放在竹篮子上 他们替风气雪给提上来的 那可压手了 一个篮子至少得有个二三十斤呢 风气雪捧着糖色缸子 腼腆的道 谢谢大娘 真好喝 俺乡下可难买到糖了 秦大娘是笑容可惧的道 喜欢哪 喜欢喝就多喝点 回去的时候 我给你包板吧 城镇居民每个月都有糖片 许多人家应不完 秦大娘家里头也不例外 他们不缺糖 但是他们家缺肉啊 那三个老街坊也是一样 都是打着相同的主意 不然不会把给亲戚送腊肉 找不到人的风气雪 给带到家里头来 风气雪道 俺不能白拿大娘的东西 俺就是为回去 得拿这么的东西而发愁呢 这太累了 眼头胳膊都跟不是自己的一样 正不想再受第二次罪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迫不及待地道 闺女 我这儿有个主意 你听听看好不好啊 啥主意 风气雪好奇地看向她 面色虽然幽黑 但是眉梢眼角透着一团的和气 眼神慈祥温柔 不是那种肩酸刻薄的人 老太太笑道 哈哈 俺婆家姓安 你叫俺安大娘就行了 你看 这么多东西 你要是提回家里头 累着你自己 肯定啊 你得走到山庚半夜才能到家 而且这回去了 也不好交代 不如呢 就卖给我们怎么样 我们都不对外头说 你拿着钱回家 也好有个交代 秦大娘和另外两个老太太 也相继点头 你有啥想要的 我们也给你想想法子 风气雪装作一副惊喜的样子 她的围巾早就拉下来了 是以真面目示人的 啊 俺家可缺粮票 不票 工业券了 不只是俺家 俺们囤子里头都缺 要是俺能带回点去 俺公公和俺男人 一定不忘俺找不到亲戚 比起跟俺假地址的亲戚 票和钱 可都是识会的 玩来 你的学费有了 粮票也有了 说不定啊 还能给俺扯上新衣裳 过年穿呢 秦大娘觉得有门 没开眼笑的道 对呀 就是这个道理 不然你带那么多回去 又累 自己又不好交代 说不定这路上 还会打破鸡蛋 闺女啊 俺不坑你 你卖腊肉腊肠给俺 钱照给 一斤一块五 比这店里的价格 另外安在给你五金粮片和五张工业券撒样啊 这年官到了 这些个东西在黑市里头的价格 那可贵了 得翻一翻不止 我也要 我也要 闺女啊 我家工业卷得攒着买缝纫机 但是吧 我可以给你十斤粮片 安大娘紧接着道 她大儿子是矿工 二儿子在煤厂 那月月都是四五十斤的共有 粮片又不是钱 省省也就出来了 对方拿着粮片买粮食 那还得自己掏钱呢 风气血手足无措的道 我这没秤 安大娘忙道 我加油 我去拿 顺便拿篮子来装东西来 另外两个也顺时回家拿东西 器具和钱片 不多一会儿的 三个人又带回来三四个中年妇女 个个是喜笑颜开的 明显是冲着年货来的 压低了生意 都不敢大声喧哗 风气血爽快的 按照秦大娘的意思 给腊肉 腊肠 风干鸡 风干鸭定价 都是一块五亿斤 票账是不算在内的 比起鲜肉来 腊肉 腊肠和风干鸡鸭 没有水分 损耗不大 这个钱 一点都不高 鸡蛋呢 则是六分钱一个 很快就被他们给刮分光了 两大篮子的货 风气血一更输了八十六块钱 这是零头都被他抹去的结果 另外得了三十七斤本地的粮片 二十三张工业券 一张七尺布片 和一斤半的糖片 秦大娘遵守诺言 给了他半包白糖 他也抹掉了秦大娘一块八毛钱的粮头 风气血一葫芦画瓢 换了件挂子 去离煤厂很有距离的面粉厂附近转了一圈 从工人家属手里换回一百多块钱和一堆的票整 最后又步入了非品收购站的范围内 取了几个好的交易 用老物件换细粮和辣货 什么样的老物件能换多少东西 全由他定 这个时候 谁家里没点老物件的 靠近非品收购站 谁没从里面捣腾点农用的老物件 经过十余年的学习 又有空间里头古董供他观摩 风气血的眼力早就练出来了 十几斤面粉大米挂面和腊肉 换了三四件日后价值不菲的好东西 其余的就很是普普通通了 换走他手里最后一点白面的小脚老妇人 指了只远处邓南前妻家的门 小声的道 他们家的老物件多 娶的媳妇是原先大地主 邓家的儿媳妇张荣 谁都知道 他在举报邓南之前呢 就自己私藏了邓家许多的财物 又因为他举报有功 所以他自己的嫁妆和常用的东西 都没有被没收 这嫁妆里头 好些都是当年邓家给他的聘礼 这些年那日子过得是舒舒服服的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风轻雪不知就里 西闻究竟 别人都是收归国有 他怎么就保住的 老夫人道 哼 谁叫他家的男人 冒红兵 是管游斗抄家这事的头呢 在咱们街道的阁委会上班 那可威风了 谁不怕他呀 邓家落到这样的地步 邓红灵和邓武屡次遭难 冒红兵可是没少出力呀 倒是大米白面的养着张荣 风轻雪微微一笑 记在心里头了 张傻道 人家那么有本事 吃得这么好 送里的人肯定多吧 不缺俺家这点东西 可是张荣他喜欢打扮 要是有啥稀罕的不 他一直愿意用老物件换 老夫人看了他一眼 打扮得再吐气 这细皮嫩肉是骗不了人的 比张荣精心养护的皮肤 还白还嫩呢 哪里像是乡下人了 只怕跟走街串巷 偷偷说老屋着的人 一样是乔装打扮 编了个来历吧 老夫人没多说 颠着一双小脚就往家走了 经过张荣家门口时 偷偷地催了一口 妄恩负义 黑了心肝的人 别怕被人唾弃 风清雪找了个地方 换了帽子围巾 披着军大衣 背着背搂来的邓洪领的住处 邓武已经醒了 他躺在床上 眨搬着乌溜溜的眼睛 看邓洪领收拾桌子上的东西 大夫 您来了 灯洪领接了风清雪 卸下来的背篓 风清雪刚要说话呢 突然一雷声 桌子上小婆罗里装的白面 不是之前那个老夫人 从自己这里换走的吗 小婆罗上面的补丁 她可是看得很清楚的 怎么会在灯洪领的家里头呢 灯洪领注意到她的目光 忙道 我哥哥奶娘送来的 她将常偷偷摸摸给我们送吃的 风清雪呕了一声 明白老夫人对冒红兵和张荣的敌意 是从何而来的了 既然如此 你为何在你嫂子们前苦苦哀求呢 甚至还把头给磕破了 那老夫人换了白面给他们送来 更是愿意想方设法给邓武看病才对的 邓洪领摇头道 廖大娘的儿子而媳妇很不孝顺 看不起老大娘 曾经给我哥哥做过奶娘的事情 认为我哥哥都已长大 全靠他的哺乳 他也是有嘴之人 所以我不想麻烦他 这点白面 我也不想收 可廖大娘说是 他找人换的 不能拿回去 他以为张荣再无情 也不会不管儿子的性命 谁知他真是无情到了极致了 真的是见死不救 风清雪心中了然 天色不早了 我给小五打一针就得回家了 别的就不多说了 他拿出针筒和药 看着床上腼腆炙弱的孩子 有些心疼 灯红灵赶紧上前 必要让侄子道谢 谢谢大夫 灯武牺牲吸气的声音 有些弱 不用客气 你好好的养着 很快就会痊愈了 风清雪给他打完了针 又试了肢体温 温度比上午时降了不少 心下一宽 剩下的就全靠调养了 灯红灵是感激不尽 风清雪从B楼里 拿出中午买的十个馒头 和饭盒羊肉汤 放在了桌子上 在他推辞的时候道 我丈夫也是军人 也参加过抗美援朝 敬佩你哥哥的为人 才会如此的 你别跟我客气 好好地养活自己和侄子 如果我联系上了你哥哥 会过来跟你说一声的 灯红灵顿时是泪如泉涌 公燕道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 风清雪自打穿越以来 帮助过得老老少少 如同过疆之急 如果一开始打着 以求他日之报的心思的话 他也就不会这般 随心所欲的予以援手了 他帮人 是因为对方可怜 而他又有能力 也愿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如果他自顾不暇了 那么他绝对不会多感闲事的 敦红灵感谢 对他来说是如春风不灭 也是习以为常 咱们别说这些了 我该走了 收取针筒和敦红灵 已经洗干净的保温筒 风清雪背起背篓 踏出房门的时候 把敦红灵给推了进去 外面冷 别送了 我也怕被别人给看到 敦红灵听了 只能目送他的背影 从眼帘之中消失 回转到屋子里头 敦红灵拿起装羊肉汤的饭盒 愕然地发现 饭盒底下压着一达的票枕 和零零碎碎的一达钞票 细数下来 轻有金把金的粮片和三十多块钱 另外还有一些工业券 糖票 布票 包着馒头的纱布里头 也包着一罐头瓶子的肉酱 和两包核桃酥 小五 我们这是遇到好人了 东宏林的声音带着哽咽 我得一笔一笔地记着 等你爸爸回来 让他还给这位大夫 这可惜 我们没有问到这位大夫的名字和地址 等我好奇地看了一眼 吞了吞口水 爸爸会回来吗 我都没见过他 邓宏林为了他 喝了几口羊肉汤 也把汤里的羊肉挑出来 塞到他的嘴巴里 郑郑地道 你没见过 没关系 那他一定会回来的 就像这位大夫说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等我脸上露出憧憬的笑容 笑容之中 带着天真的志气 曾轻轻回去的脚步并不轻松 脚底下如带着泥泞一般 像是邓宏林固执两个这样的事情 依旧发生在大江南北各地 他们遇到了自己 可是其他人呢 熬过去 是生 熬不过去 是死 有的甚至是生不如死 冬日里天长夜短 随着日头江夏 到了黑市活动的大好时机了 风清雪独自一个人不敢伸入 转身上了回营地的公交车 看着窗外的景色一律而过 默默地叹了口气 真希望曙光早一点到来 下了车他发现 曙光没有来 陆江却是在站点等着自己呢 晚风吹来 丝毫恨动不了他高大威武的身躯 笑意不自觉地爬上了脸颊 冬青雪伸手进了被楼 把准备好的物资放了进去 任由陆江接在他手里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一点招呼都没打 事情解决了就回来了 陆江提着被楼 刚到家没半个钟头呢 在这儿等你 冬青雪很是欢喜 可不可以在家里休息几天 上回休假 还没过一天就可以取消了 陆江摇头 我几个月不在军中 需要处理的工作 积压了有不少呢 没有时间休息 而且我在首都得知 几年前第一次地站工作中 从旧有命令下达过 东北一带是地震重点监视区 去年年中的时候 国家地震局遇事 海城拥口一带 在一两年内会有地震发生 虽然我们部队不在范围之内 但是离得近 我得督促东北地震部门 继续监控形势 配合好防震工作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风气血一听就知道 他说的是二月初 海城大地震 这次地震 因为地震部门有所预报 在历史上提前做了防范 防范的很是有条理 所以死亡人数不到两千 但是加上伤者 总数也是接近两万之数了 其他经济损失 直接超过了八个亿 比没有预报所带来的后果 好了十倍 震惊了全世界 然而 这次有震感的地区之广 却是骇人听闻的 北道牡丹江 南极苏北 西达长安 东至朝鲜 有赶半径 长达一千公里 五城距离 算是比较近的地区了 震感一定是很强烈的 安排孩子回老家 风清雪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 手共是抓紧了露将的胳膊 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 部队肯定会前去救援的 我们做医生的也是责务旁贷 可是家里的老人孩子待在这里 我不放心 让他们回老家吧 在老家住两年 今年发生海城地震 明年发生唐山地震 期间诸事分杂 去星陨落 他们对老人孩子肯定会有所疏忽的 倒不如全部送回老家去 受不到政治和自然的波及 家里有一大帮子的老爷子老太太 孩子的教育更是不成问题 陆江和他并肩回的营 缓声道 我也有这个打算 晚上和孩子们商量一下 接下来我们都会很忙的 我这边筹备物资 提前准备救援工作 并和预保证将会发生地震 所在区域驻军进行联系 共同防范地震的到来 你们医院也得组建医疗队 提前筹备药品 即使旁人说我们虚张声势 我们也得做好应该做的工作 免得到了这跟前了 反而是手忙脚乱 风修学毫不犹豫地点头 我们越是重视这一次的地震预报 地方上又不会漫不经心地敷衍 你从首都来 这件事上面是怎么说的 您来之前 我跟老首长说过了 虽然地震局没有探测到具体日期 但是我觉得会发生在上半年 和之前的探测不蒙而合 宁可提前做准备 也不要等到跟前来不及准备 现在国家地震局和东北地震局 都在严密关注当中 为了给明年的唐氏地震做好铺垫 陆江特地向老首长请命 负责此次防震工作 风修学一双柔眸 满含着敬佩地看着他 旁顾无人 他压力声音道 我记得 一月下旬 就会有比较准确的地震预报传过来 我们的提前防范只会让人敬佩 而不是嘲笑 陆江笑道 先把孩子们送回家 是最要紧的事情 吞启雪嗡了一声 突然想起今天遇到的邓洪灵 小声地告诉了他 陆江没有带着警卫员出来 路上就他们夫妻两个 方便他们交流 反倒是回了家中之后 没法堂而皇之地提出来 以免是隔墙有尔 即使他们家单住一个院子 也是不能掉以清晰 陆江先是为了有邓南的消息而感到高兴 紧接着就是目光深沉 陡然略过一丝怒意 虽然说 早就已经习惯当事某些小人当道的局势 但还是压抑不住战友遭此厄运而带来的难过 他们不怕在战场上失去生命 却很难接受被自己人给算计 原因只是为了权势之中 冯清雪明白丈夫的想法 拍了拍他的胳膊 一丝安慰 罢了 早就已经习惯了 陆江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这两年 赵大爷一直复闲在家 我回头给安邦大哥打个电话 请他问问赵大爷关于邓南的情况 他应该会知道的 这边 我不在的时候 邓南的儿子和妹妹 就麻烦你平时多看顾一二了 我给他们留了钱和票 也托了韩平 等下次进城再去看看他们 那就好 有小含糊着 他们估指两个可以少受些折磨 年关也快进了 天气越来越冷 你找两件棉衣 改天给他们收过去 陆江叮嘱道 风气雪白了他一眼 你以为我想不到啊 就是当时不方便拿出来 现在不是要送孩子们回老家吗 收拾行李时 肯定有带不回去的旧衣服 送他们去火车站的时候 给戴上 请邓南的奶娘廖大年出面 把旧衣服和药油 拿给邓红林和邓武 邓红林脸上留了疤 腿也废了一条 瞧着断骨是没接好 寒冬世杰肯定是疼得不得了 治标不治本的 还是得带他去医院里 好好检查检查才行 他的眼睛不是X光 无法透过皮肉 看到邓红林的古断情况 陆江闭了闭眼睛 很快又睁开 新治标 然后再想办法治本 农治本吗 他最后一句话 问风清雪 风清雪老老实实地道 时间太久了 很难治本的 就算是打断重接 也不会恢复如初 只能是比现在强一点 豆江苦笑 他料到了 至少命是保住了 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还是乐观一点比较好吧 活着最重要 我给他们流了羊肉汤 带了好些东西回来 你有口福了 回来得巧 他带回了一副羊骨架子 和一些羊肉 回到家就浸泡在清水里头了 准备晚饭之后 蹲到锅里 明早先吃羊肉汤面 另外两只肥肥的野兔子 则是包了皮 洗干净切块 爆炒红烧 然后和土豆一起烧了一大锅 吃得老人孩子是满嘴流油 但一听要送他们回老家 他们就不乐意了 我不回家 我要跟妈妈住 陆二旋大声地宣布着 壮壮公是直进年代 风清雪的身上了 蹲蹲看了看福宝和月盐 也是以行动表示 站在地底的这一边 陆江严肃地道 营口海城一带 近期将会发生地震 我和你们妈妈接下来 一定会很忙的 到时候会顾不上你们 与其留在这里 让我们担心 不如回老家住一段时间 你们大哥 今年不来和我们过年 难道你们不想他 你们不陪着他 和你们爷爷一起过年 他们会感到伤心的 城堡国和王翠兰的 关注点和孩子不一样 孩子是不想离开父母 他们则是担心 即将到来的地震 王翠兰脱口道 真的会发生地震 风清雪点头 国家地震局 很早就有预报了 聊当半岛一带 近期更是在密切的关注中 我和大哥都觉得 会发生在最近一两个月之内 而且震感范围一定不小 所以才想送三叔三世和几个孩子 回老家去 我们工作的时候 也可以不用担心家庭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听了夫妻俩的话 城堡国的神情是严肃极了 你们确定 陆江沉声道 不是我们确定 而是国家地震局有所预报 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诺二行插口道 爸爸 什么是地震呢 地震 就是地洞 地皮抖动 房屋倒塌 最后压死了人和牲口 破坏了地面上所有的建筑物 砸到你身上的话 会头破血流 很疼的 福宝迅速解释完了 水灵灵的大眼睛看向父母 我跟三爷爷三奶奶回家 我想爷爷和大哥了 也不用给温爷爷 金爷爷写信了 福宝的说话天分是极高的 而且他个人很喜欢 每个月都有好几封信 寄给老家的温如玉 和金若初等人 风气血工作繁忙的时候 都没有他的这份意理在 风气血文言一笑 对 你回老家可以好好地 跟金爷爷温爷爷学习了 提到学习两个字 罗二行就感到头疼了 不过他眼珠子一转 回老家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上学了 哦 那我回家好了 想看看大哥 跟我描述的家乡景色 陆江拍他的头顶 不上学 想得美 这学期就算了 下个学期开始 你们就在老家上学了 罗二行的神奇 顿时就萎靡了 城堡国却是一愣 难道又在老家 的很长时间 他不是不想回家 事实上 他想得很 王楼大队也是他的家乡 他的根 本来打算等三胞胎 再大个一两岁 生活上不用他们照顾了 他和王翠兰就回老家 和陆父一块养老去 没想到 因为即将发生的地震 计划到时提前得到了实施了 陆江汉首道 此次地震持续多长时间 周边地区会不会在近期 再发生地震 我们都是无法预测的 索性请三叔三婶 带着孩子回老家 住上个两年 王翠兰忙道 应该的 应该的 天灾是最无法预测的 叶言道 陆叔叔 陆婶婶 那我呢 我是不是得回爸爸身边了 风清雪盲道 你爸就在部队中 你陆叔有很多任务 需要交给他 你留在这儿 同样会让你爸爸 和我们分心的 所以 你和弟弟妹妹 一起去我们老家 我和你叔叔不在身边 你替我好好地 看着陆二雄 别叫他上山下水地 调皮捣蛋 叶言的神情一松 满口答应 他在陆家生活这么久了 已经把弟弟妹妹 当成是亲的了 不想再过 孤零零一个人的生活了 虽然说爷爷奶奶来信 想接他过去 但是 他不想去 叶向前也知道 地震的不可预测性 自然乐得让儿子给避开 和陆江夫妇 一起送他们上车之前 塞了一大笔钱和票证 给了承宝国 不等他拒绝就到 哥说那票证不流通 就是一些全国粮片 叔 我可没脸让你们养叶言 你要是不收啊 我就不让叶言跟着去了 陈宝国是只能收下了 孩子们跟他们的时间长了 哪个都是舍不得抛下的 陈宝国和王翠兰 都是上了年纪的 陆江和风清雪 不放心二老和一群孩子 特地让小苗跟着一同过去 把老人孩子安全送到老家之后 再回来复命 至于大部分的衣服 被褥 则是直接打包寄回去了 等他们抵达老家的时候 东西也该寄到了 牧宋载着老人孩子 勤务兵的火车 缓缓离开之后 一身变状的陆江 开口让叶向前和警卫员 司机开车先回去 自己则是提着 打包好的棉衣被褥 和同样变装打扮的风清雪 找到了廖大娘 行到中途 风清雪又从空间里头 取出一些米面 放在了杯楼里 廖大娘的儿孙不孝 一个人独居 反倒是方便了他们的拜访 这个世界上 有无情无义的人 也会有重情重义的人 对于廖大娘这样的人 夫妻两个心存敬意 给小姐和小少爷 看着眼前天造地 舍般的一双男女 廖大娘认出风清雪的同时 不由的是一脸古怪 以为是自己听差了 这个时候 居然有人愿意接近他们 他老婆子无能 眼睁睁看着小姐和小少爷 吃苦受罪了七八年 可却没看到一个人 肯善待过他们 哪怕是曾经受过 邓家恩泽的人 也都是避而远之 风清雪嘴角浮现出 一丝柔婉的笑 指了指丈夫 他是邓男的战友 得知弘灵和小五的遭遇 马上就联系了 其他战友了 打听到邓男的下落 但是吧 我们不方便出面 担心洪灵和小五家里 多了东西 被人发现 也无法解释来源 只能是麻烦大娘 想个理由了 廖大娘的注意力 被他的话给吸引住了 急促地道 你是说 大少爷有消息了 大少爷的情况怎么样 甜傻的张容 陪伴大少爷不说 还狠狠地戳了大少爷一道 跟戳在我心头是一样的 陆江温声道 你老别急 我问过了 邓男是一切都好 就是平时辛苦点 衣食不大好 下方到农场的人 都是一样的缺一小时 辛苦一长 听赵安邦说 邓男的情况算是不错的了 因为邓男正当壮年 干活有力气 而他的老上司和赵老这般的人 那却是年迈体衰 着实是受了不少的罪 廖大娘喜极而泣 活着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大少爷从小娇生惯养的 哪里吃过什么苦啊 偏偏是一腔的热血 要去从军打仗 老爷奈何不了 只能是同意 还献出所有的财产 好不容易打拼出一份前程来 新中国成立 一家子安安稳稳 过了个十几年 可谁知道 出了张荣 这么个嗲嗲无耻的贱女人 弄得大少爷 妻离子散 小少爷和小姐是吃尽了苦头的 小姐更是残废了一条腿 毁了面容 风清雪把手里的手绢 递给他老人家擦眼泪 一切都会过去的 您老别太伤心了 大少爷和小姐 都是我照顾到大的 看到他们落到这样的地步 我能不难过吗 廖大娘抹了一把泪 拉住了风清雪的手 闺女啊 我打眼一看就知道 你们是有本事的人 这个时候你们找过来 俗见你们仁仪厚道 东西 只管交给我 我一定全数送到小姐 和小少爷的手里头去 就是两位 怎么不亲自交给小姐呢 知道是大少爷的占有 小姐一定会很高兴 见到你们的 将廖大娘脸上的一点疑惑 亲收在眼底 风清雪微笑道 我们固然可以亲自 把东西送到他们的手里 但是人多眼杂 我们觉得自己应该小心为上 前几天 他接触灯红铃的时候 没人盯着 可是不代表将来没有啊 这个时代许多的街坊邻居 那都是天上的一双鹰眼 一副狗鼻子 遇到陌生人接触成分不好的人 闻到一点肉味 就进行举报的 可是不在少数的 本章一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廖大娘听了 不仅是肃然 连声道 应该的 应该的 你们考虑得很周到 一直有人盯着小姐和小少爷 不过是最近天气寒冷 风雪交加 又因为七八年了 没人接触过小爷和小少爷 所以他们就懈怠了 盯梢的次数 不像是以前那么频繁了 说到这儿 廖大娘又开始咬牙切齿地道 我知道 有人担心小姐和小少爷翻身 恨不得小少爷和小姐与陌生人接触 好给他们安个罪名 再来抓小姐和小少爷去游斗 让他们吃苦头 所以就暗中盯着 我老太婆是不怕死的 我成分好 哪怕是奶过大少爷 成分还是好 我当年大闹了一场 要在他们单位门口 一根绳给吊死 说是他们逼的 他们这才不来找我麻烦的 主要是因为老太婆我无能 没钱又没事 帮不了小姐和小少爷 风气血心中一动 问是谁这么心狠手辣 他听廖大娘话里的意思 有人落井下石 故意针对邓红铃和邓武 反倒不像是因为成分和东南所带来的麻烦 吊大娘 吊大娘哼了一声 哼 能是谁 不就是张仁和他娘家侄女张敏吗 那骨子两个 就像是那狼羽背 牵划着呢 张仁嫁给了老爷生前的死对头的儿子 接应对方得势 他侄女看上了小姐的未婚夫 最后如愿嫁给了那个小人 小姐毁容 断腿 都是他下的手 听完 风俱学很快就理出了头绪了 情况有点复杂 总而言之 就是邓家结宴之家的儿子得势了 张仁与之勾结 背叛了邓南 其侄女张敏 看上了邓红铃的未婚夫 于是合伙把邓家打入了深渊 公是介事毁了邓红铃的脸 背了他的腿 可他还是不满足 暗政盯着他是否与人勾结 和弄个罪名继续地折磨他 其实吧 风俱学初见邓红铃的时候 就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有人辱骂虐待邓红铃 由不满足呢 偏偏要毁了他的脸 在他的感觉中 只有女人才会这么做 而且是狭带私奋的 廖大南的话 终于是解开了风俱学的疑惑了 陆江听到这里很正正地道 廖大娘 您放心 人间正道有青天 邓红铃真会得到迟来的公道的 而作恶的人也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等待 廖大娘 廖大娘叹了一口气 等啊 等啊 等了七八年了 也没等到悠悠的善有善报 喝有恶报 不知道你说的那天 终究会是什么时候 我现在已经是等得心灰意冷 可我又不敢死 我怕我死了 小姐和小少爷就真的是举目无尽了 现在可好了 大少爷终于有消息了 我总算是可以放心了 你们给小姐和小少爷准备的东西 我会分开给他们送过去的 看了一下包裹里面半心不救的棉衣 被褥 廖大娘的脸上多了一点笑意 你们准备得很充分 旧的刚刚好 新的惹人注意 会给小姐和小少爷带来麻烦的 陆江和风轻雪也是这么想的 那就麻烦大娘了 廖大娘摆摆手 你们对小姐和小少爷好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哪能说麻烦呀 陆江和风轻雪离开之后的当天晚上 廖大娘抱着一大一小 两套棉袄棉裤 给冻红灵和冻武送过去了 没忘记风轻雪盯住 给冻红灵用的药油拿上 昏暗中 廖大娘看到站在门口 剃牙的张荣 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如果说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那么张荣现在已经是体无完肤了 张荣风韵油存的脸上 浮现出印我冷笑来 哼 真以为自己是中仆啊 果然是从骨子里头透露出来的奴性 一辈子都改不了 大事所去 我看那一个残废一个病猫 该怎么反身 廖大娘担心殃及邓红灵和邓武被搭理她 闷不空声地埋头走路 可是廖大娘的心里却是盼着陆江夫妇的话 可以早日成真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到了邓红灵孤直的住处 廖大娘的脸色转为了温柔慈祥 小姐 去了那位大夫留的药 小少爷好点了吗 邓红灵一边接过包袱一边道 烧已经完全退了 就是身子弱 还在床上躺着呢 大夫给的药还没吃完 我看还得再养几天 大娘 包袱里装的是什么 是棉衣和药油 廖大娘老老实实地道 大少爷的战友找到了我 带来了大少爷的消息 说大少爷还活着 就是活干得多 比较辛苦 他们呢 也不方便出面 托给你们送些棉衣和被褥 虽然说 都是旧的 但是我看过了 里面的棉花蓬松柔软 很保暖的 廖大娘怀疑 那棉花都是新的 但是他没说 得到哥哥平安的消息 东红灵是又惊又喜 哥哥的战友 留下姓名了吗 廖大娘摇头 没有 我问了 但他们没说 是挺俊的两口子 男的气势威严 瞧着四十来岁的样子 面目俊朗 刚毅 像是身居高位那种高级将领 女的皮肤是又白又润 嫩得跟那包了壳的鸡蛋似的 倒像是个二十来岁 容貌极美的 东红灵心中一动 会不会是给小五看病的那位大夫呀 你说 他是那位好心的大夫 是啊 咱们这民风粗野 北风肆虐 皮肤白那细腻 容貌又美的人 可是不多见 最重要的一点是前两天 他才说替我打听哥哥的下落 今天就有人以大哥战友的身份来找大娘了 岂不是巧合吗 而且他知道哥哥的名字之后 对我们很好 特别关心的样子 那些票整合钱可是实打实的证据 对他们好的证据 害虫羊肉汤的饭盒 那都没带走 廖大娘听了邓洪灵的话 低头想了想 有可能 我那天给你们带来的白面 就是用老物件从他手里换来的 不就是他给小少爷治病的日子吗 虽然说是不能十分确定 但是邓洪灵就觉得是他 下次见了 一定要问他姓名 应该的 等大少爷回来 让大少爷亲自去道谢 那位大夫可是救了小少爷的命呢 廖大娘说到这里 忍不住怨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我要是有点本事 哪怕是有点钱 小姐也不用去狗求张荣那个贱人了 磕破了头 到现在都没好 东宏灵淡淡一笑 安慰道 怎能怪大娘呢 就算是有钱 人家医院也不会给我们这样的坏分子治病的 只会把我们给赶出来 成分 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的人生 不论人性的善恶 令邓洪灵感到是无比的悲哀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风吹雪和陆江走在回庸的路上 路过孤儿院 忽然就想起了王昭了 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是否如愿如武了 风吹雪有些懊恼 从南边回来就一直是忙忙碌碌的 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陆江没在家里待几天 夫妻俩未谈及此事 时间一长 竟把王昭的事给忘了 实在是不该 不该呀 陆江回答道 我没有插手 他凭着自己的本事 被正式录取了 进了首都王公团 风吹雪放心了 如愿以偿 好奇了 他们帮人 不求回报 但是乐于看到受帮助的人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陆江却是惦记着失联的战友 如若对方安好 倒也罢了 可是偏生不是 四王昭 邓洪灵孤知这般的 只怕是有不少 他如何能安心呢 风吹雪叹道 唉 现在交通通讯都不便利 就是往他们老家发信 也不见得能到本人的手里 陆江略一点头 傅又问道 邓洪灵的魏风夫 是哪一个 年轻时和邓南一块 连床夜话 他曾经说过 也找了一个英雄妹夫 在邓南危难之际 和邓洪灵取消婚事 划分界限 并令取他人的人 能被称之为英雄 我看说他是狗熊 都算是抬举他了 风吹雪眼口笑了笑 这倒是不知 没细问 怕加开 洪灵和廖大娘心中的窗疤 他们愿意说 我就听 不愿意说 我就没问 不过 我们可以查一查 陆江根本就没时间 查这种小事 没几天呢 就又去首都开会去了 风吹雪按时的上下班 一个人在家 倒是清静了 年关将近 风吹雪之日逢休 便反锁上了大门 在厨房里头炸萝卜丸子 炸玉米面的果子 炸好了趁热放进空间里头 以保证拿出来的时候 口感焦脆 而非凉透之后的绵软 另外又不断地做大菜 也补充空间熟食 热菜的匮乏 什么时候想吃了 直接拿出来就吃 尤其是疲惫的时候 风吹雪炖了满满一大锅的东坡肉 放进空间里头不锈钢的桶里 给自己留了一块肉和半碗的汤汁 准备用来浇米饭当午饭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浇婶婶 开窗散去满厨房里的肉香 风吹雪抬脚去开了门 发现是刘宝珠 福宝回老家时邀请刘宝珠同行 大院的孩子之中 福宝和宝珠关系是最好的 可惜刘家不同意 刘宝珠是黯然留下 照常上学 目前则是寒假期间 宝珠 你有什么事找我吗 风吹雪待她一直都是和蔼可亲的 刘宝珠忽闪着一双水淋淋的大眼睛 她平时拿着刘正国给的凉片和钱 在外面吃饭 一点都不肯亏待自己 把自己养得是白白胖胖的 演演的脸上满是严肃和焦急 声音也是压得很低 婶婶 外公的儿媳妇回来了 风吹雪和刘家不是很熟 伸口道 刘正国的儿媳妇回来怎么了 刘宝珠急得直跳脚 就是 就是那个贪污犯的媳妇 她和刘正国以外的刘家人 关系都不好 也懒得叫舅妈 风吹雪知道她说的是谁了 陆江说过 刘正国的大儿子在任上搞贪污腐败 并抓了个正着 去年二三月份发生的事 她媳妇今年才回来 是不是有点晚呢 搁在别人家 这事遮掩都来不及了 哪像是刘家呀 居然毫不避讳的让儿媳妇来部队 根据风吹雪的观察吧 虽然说部队规矩严谨 大家遵纪守法 但是家属区是人多口杂 想说丈夫贪污腐败带来之便利的刘家儿媳妇 在大家的意向中 那就是大大的坏的 是和丈夫同流合污的 没抓她去劳改 就是老天没长眼睛 自然是不会欢迎她的到来的 摸了摸刘宝珠的头顶 风吹雪笑道 你是小孩 别掺和大人的事 可是 可 她硬把我给赶出去 刘宝珠忍不住道 风吹雪的神情一变 你说真的 这就很恶毒了 刘宝珠泪珠子在眼眶里头直转 我偷偷听到他们婆媳两个在商量 说家里实在是挤不下那么多人一起住 不如把我送给没有孩子的人家收养着 这样我就能享受父母双全的天伦之乐 他们家的居住条件也能松快一点 少一个人天天在外面花钱买饭 也能省下好大一笔钱 说白了 就是那个贪污犯的老婆 想巴掌外公给我安排的房间 他还带了一个儿子回来呢 你外公知道吗 风吹雪问道 刘宝珠摇头 陆叔叔去首都开会 老爷忙于工作 好几天都没回家了 一直住在军营里 那就是不知道了 风吹雪想了想 果断地道 你去找他 在刘宝珠不解的眼神日中 风吹雪含笑道 你外公才是一家之主 就像是你吃饭穿衣 你外公下的决定 他们家人就是反对也没用 你这样吃得饱穿得暖 你先拜托你外公 拜托他把你送到一个好人家 不要找回虐待自己的家人 他肯定会问原因的 你接着把头听到的内容告诉给他 然后你说 其实自己不想去别人家的 只是有些人不希望你住在刘家 你只能黯然离开 免得外公为难 你外公肯定会给你做主的 刘宝珠是陡然得知王贵珍婆媳的计划 而乱了手脚了 其实他很聪明 也有心计 现在听了风吹雪的提醒之后 眼睛顿时就是一亮 我这就去找老爷去 他不喜欢刘家 但他也不想离开 离开就等于不能和福宝做好朋友了 福宝是他生命之争最美的一道阳光 他不想失去 家属区距离军营颇有一段距离 风吹雪把他拉到屋子里头 盛了一碗米饭 饭上铺着厚厚一层切成片的东坡肉 又到了小半碗的汤汁叫在上面 把饭吃完了再去 别饿坏了自己 谢谢婶婶 刘宝珠的性格很是雷厉风行的 吃过饭洗了碗 直接飞奔着去找刘正国了 风吹雪接下来是上下班之余 很注意世界的发展 刘宝珠没离开刘家 反倒是刘正国新来的儿媳妇 和他与王夫的孩子都是离开了部队 刘宝珠欢呼雀跃 活该 谁让他们想把我给赶出去的 他们怎么会离开的 风吹雪问 部队大院的建筑 生活医疗设施 都是当地最好的 物资丰富 住在部队大院和外界最大的不同就是 基础人群的层次不同 能住进来的都不愿意离开 所以 风吹雪判定 刘正国的儿媳妇 绝对不是心甘情愿地离开的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自播讲 当然是不愿意的 刘宝珠轻哼 不愿意也不行 她丈夫是个贪污犯 孩子就是贪污犯的孩子 成分大大的坏 好多孩子都这么骂她 也不乐意和他们一起玩 老爷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仍影响他们的心理 倒就有意让她带着孩子离开部队 令命住处了 风吹雪点了点头 刘正国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 有些天真的孩子 往往带着天真的恶毒 他们年纪很小 难辨是非 经常把大人们口中所听来的 咸言碎语当作是武器 攻击当事人 不用离开部队大院 刘宝珠是浑身都轻松了 先生 福宝什么时候活了呀 要很久呢 我和你陆叔叔工作很忙 没法照顾他们 今年跟明年都是不平静的 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陆江和风鸡雪是万万不敢 把孩子放在这里的 因为他们忙碌的时候 肯定会长时间不在家 不过 宝珠啊 你可以给福宝写信 我把地址给你 刘宝珠忙道 福宝给过我了 我这就去给他写信 算算时间 他应该也到家了 确实是到家了 接到电报之后 确定到站的时间 陆天真和西宝贴没亮 就拉着拖拉机去接他们了 苗凤琴 王凤巧 鼓扫两个 和周周 想得很周到 拖拉机的车头 被他们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铺着凉席和两床后褥子 另外再有两床后棉被 陆父不让叮嘱道 在国用饭店 吃过饭了 再回来 免得空着肚子 灌风 知道了 爷爷 我们带两片了 您快回家去吧 外面风大 别动着了 陆天真拿起撩把子 发动了拖拉机 然后玛丽的戴上了帽子 为了灰色羊毛线的围巾 戴着脱皮手套 倒穿着金大衣 坐上了驾驶座位 趁着大家挥挥手 我们一定会 顺顺利利的 把人给接回来的 至于喜宝 他一路上 都是躺在杯窝里头 里头还有灌着 热水的盐水瓶 拖拉机 突突突地 开到了火车站 在出站口处停下 顿时是吸引了 不少人的目光 看到他们哥俩身上 穿着军大衣 和他们俊美的长相 出站的气质 那更是羡慕得不得了 陆天志拍了拍 唐帝的肩膀 哎呀 我这喝了一肚子的风 冻得是瑟瑟发抖的 你可得好 可真享受啊 下了车的喜宝 披着旧军大衣 笑嘻嘻地 拱了拱手的 农者多劳嘛 二哥 城堡国夫妇和小苗 带着五个孩子 没让他们久等 大约半个小时 就顺着人流出来了 陆二雄的眼睛尖 一边挥手 大喊哥哥 一边跟个牛犊子似的 冲了过去 喜宝和敦敦 一左一右 拉着神色艳艳的 小弟弟跟在后面 陆天志和喜宝 赶紧上前来打招呼 并且接行李 虽然说是大部分的 衣服被入跟寄回来的 但他们的随身行李 也还是不少 光小苗就背了一个大包 手里还提着两个 哥 这就是咱们大队的拖拉机呀 咋不是东黄红呢 陆二雄利落地爬上了车斗子 比起牲口 首幅拖拉机 应于重地运输 已经是很方便了 更便利的 却是铝带式的拖拉机 一天的工地面积 比首幅拖拉机 要多好几倍 不过华海市 关于这种拖拉机的指标 没有落到他们大队来 而是支援了某些贫困线的贫困大队了 习宝跟小苗打了声招呼 扶着城堡国夫妇上了车 又送弟弟妹妹上去 忙得他懒得理会二行的抱怨 卢二行拖了鞋 在车斗里面乱蹦 大哥 你没听到我的问题吗 陆天志倒是个好脾气的道 咱们能用首幅拖拉机 还是拖了你大哥的福呢 不能得冷忘数 要是没这拖拉机 我们就得驾着罗车来接你们了 卢二行扒在车斗盐上 我还没坐够罗车呢 陆天志玩耳一笑 等回家了 带你去坐罗车 还有牛车和马车 让你坐个够 习宝见壮壮在进鼻窝里躺着 就不说话了 他知道小弟的身体 一向是不太健壮 担心得道 壮壮是不是很难受啊 要不要去医院找大夫看看 吴大夫就得狂去医院里 王翠兰忙道 没事 壮壮就是累着了 加上火车里的空气也不太好 歇两天就好了 庄庄 你难受的话 别不说啊 习宝认真地道 转转嗡了一声 嗯 谢谢哥哥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习宝招呼叶言和夫宝蹲蹲 脱鞋进壁窝 注意到小弟挪了到身子 他把头挣在夫宝的腿上 咱们去国营饭店 吃点热乎的饭就会舒服了 对 吃饭吃饭 我都快饿死了 罗尔雄捂着肚子 火车上的饭菜不好吃 却有少盐的 寡淡无味 露天智听到堂弟的催促 把拖拉机开到市里最大的一家国营饭店的门前 他们来的是比较早的 问明今天的菜单 露天智先点了几个硬菜 萝卜炖羊肉 白菜猪肉炖粉条 土豆块烧鸡 然后点了一个醋呛白菜条和蒜泥蛋花汤 最后是二十个白面大馒头 问过大家的意见之后 西包给壮壮单点了一份清汤面条 葱花白菜叶子起的油锅 面条下面握着两个白嫩嫩的荷包蛋 和福宝分着吃的 大家都是很喜欢吃肉的 面对满桌子的好菜 一个个甩开了腮帮子 下快如飞 谁都不谦让 赵安邦难得的一个休息天 披着旧的军大衣 逛到了一条空袖子 走进国营饭店里打牙计 刚进门就看到他们这一桌了 几个孩子长得好 一个个的都太醒目了 哎哟喂 我说刚儿子 你们来市里怎么不给我打个招呼啊 听到太太声音之后 扭头看了他一眼 齐宝赶紧站起来让座 迅速把口里的食物给咽了下去 肯爹 快一起来吃吧 福宝 敦敦 二熊 壮壮 这是咱干爹 听到一口同声的清脆之声 赵安邦哈哈大笑 连声道 哈哈 怪孩子 虽然他真正的肝儿子只有喜宝 但是喜宝的弟弟妹妹 不一样都是他的孩子吗 跟承宝国夫妇问了好之后 跟小苗打过招呼 他大马劲刀地坐在承宝国夫妇的下手 位于其他人之上 招手叫服务员过来 再给我说说婶子和我叫孩子添了菜 服务员们那都是看人下菜碟的 如果是普通人或者是乡下人进馆子 他们保证站在柜台的后面 只管着收钱 别的 别想他们沾手 连饭菜都得客人自己去后厨的窗口去取 可赵安邦不是普通人呢 他是淮海市的二把手 经常和政府干部们一起过来吃饭 偶尔独自过来 服务员们是熟得很 笑容可惧地来到跟前 赵同志啊 点点啥菜呀 饭官的今天更用足 好菜还剩下不少呢 鸡 鸭 鱼肉 都有 本章也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看了看桌子上面已经去了一半的菜色 赵安邦毫不犹豫地道 你们今天炖老母鸡了吧 我早上路过的时候就闻到味儿了 里头还放了香菇和老椒呢 服务员忙道 炖了炖了 您的这鼻子可真凉 炖了老半天了 现在是稀烂 那就来一份香菇炖老母鸡 再来一个红烧大肘子 赵安邦也是无肉不欢的主 可惜他的供应有限 牛鸩崇尚艰苦朴素的风气 别是打牙剂 也不能经常出现在国营饭店里头 趁着这次机会 他可得好好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馒头也不够 再上十个 吃不完就打包带回去 服务员收了钱和票 骂溜地把两道大菜和馒头送了上来 因为平时接触的那都是小子 出现甜蜜娇俏的福宝小姑娘 赵安邦是格外的喜欢 率先夹了另一个大鸡腿 放在福宝的碗里 乖宝 吃鸡腿 不够吃的 赶爹再给你买 福宝瞪着大鸡腿 他吃不完呢 不过 他还是礼貌地跟赵安邦倒了馅 把鸡腿上的嫩肉撕下来 给壮壮吃了一点 自己吃一点 剩下没吃完的 直接夹到了鹿二熊的碗里 他们兄弟姐妹中 饭量最大的就是他 一个得顶仨 二熊喜滋滋地啃着大鸡腿 看了看肘子上油汪汪的肉皮 妈妈最喜欢吃了 美容还养颜 听了这话 大家都是一笑 庄长的神色就更不好了 挑起碗里的面条 吃的是没滋没味的 张阿邦这才有时间问城堡国道 城书啊 怎么是您二老带着孩子回来的 老陆两口子呢 他们可是有好几年都没回来了 这年关也没嫁吗 任务繁忙的时候 哪有休假之期呀 他们都好几年没休年假了 城堡国吃完嘴里的 大块肘子肉 国家发布了地震预报 镇员就在辽动一带 如果没发生 那自然是万事大吉 如果发生了 阿将和小雪肯定是忙得分身乏属 我们就带着几个孩子回老家住两年 免得让他们分心 张阿邦想起自己得到的消息 汉手道 应该的 老陆位高权重 西宝妈妈医术高明 精于急救 无论是安排救援任务 还是组建医疗队 他们两个肯定是在名单之上 对了 成叔成婶 你们下半年的工资 粮票 糖票之类的 我都给领来了 正准备把肉买回来 让我娘做成肉谱 粮票换成全国粮票 连同工资和公用品 都给你们寄过去 现在你们回来了 吃完了饭 我给你们拿去 拿去来问道 今年贡用怎么样啊 票证过期了没 都是没过期的票 那些该过期的 我提前和别人换了 蜂窝没 我是按计领的 领来送给 陆叔和喜宝用了 工业圈大部分 都是分给 王罗大队的 父老乡亲了 除了逢年过节的 额外贡用之外 其他的票证 多则一年半载 少则两三个月才到期 赵安邦怎么会不考虑这个问题呢 说到这儿 他接着道 今年的供应可是不少啊 每个人一个月是一斤的猪肉 一斤半的鸡蛋 二两油 半斤的糖 半块肥皂 一袋洗衣粉 你们十二个月的肉票攒到现在 足足得有二十四斤 本来是去年十二月底到期的 我和人换成今年的了 和油票是一样的 今年十二月底到期 春节将近了 每户可以购买一只鸡 一只鸭 和两斤腹腔粉 半斤炒花生 二两芝麻油 一两花椒 劳动节 国庆节 也是差不多的共有 偶有差别 但是都不大 王翠岚听的是没开眼笑的 拍板道 凡是能买的 咱们买完了再回去 家呢 指的自然是王楼大队 他们夫妻在市里的房子 因为两人长期时间在外面 早就由赵安邦做主 租给大院里头人口较多的人家居住了 他们想在老家里养老 也没想住在市里头 虽然说市里屋子丰富吧 生活那是更加方便 赵安邦笑道 每个月 能买的 能久放的供应品 我爹娘闲着没事都排队替你们买下来了 反正你们二了的工资都是我帮忙领的 每个月连零头都没花完呢 就肉片 油片 糖片和布片 这些的都没动 年货里的花椒香油 炒花生 面粉也是买了的 积压都做成风干货了 真没给你们寄过去 程宝官咳嗽了一声 咱们之间 分那么清楚干啥呀 我们这阿江和小雪的光 不缺油水 亲兄弟明算长 我们家里 我上班 我外甥从军 两份工资 共有家里的开支 也不缺这点东西 赵安邦一向和程宝国夫妇算得是清清楚楚的 免得彼此心里不舒坦 举起筷子招呼程宝国夫妇继续吃 咱们先吃饭 吃完了饭 再去拿东西 交出去了 怕也就可以攻重身退了 至少得两年之内不需要再负责这件事 露天志开了拖拉机过来 再人拉东西 那是再方便不过了 老赵夫妇极力挽留他们住下而不得 只能在赵安邦和程宝国算账的时候 把他们帮忙买的东西搬到拖拉机的车头里去 十二块肥皂 二十四袋洗衣粉 两坛子咸鸡蛋 四条咸鱼 风干鸡鸭各三只 和一袋肤腔粉 一袋大米 一小盆的香油 反正吧 林林总总品力十分之繁多 令人目不暇见 赵安邦把工资 票整 两本 全部交给了程宝国 顺口道 今年共有 茅台不要票 每个人限购两瓶 还有中华牌的上好香烟 也是不要票的 每人限购一条 程宝国立刻道 那愣着干什么呀 洗宝 走 陪三爷爷买东西去 洛二雄噼噼噼噼地跑了过来 三爷爷 我也去 程宝国和王翠兰的退休工资可是不低的 一年下来得两三千 财大气粗得很 索性交上了所有的孩子 一块走进了百货商店 不要票的东西 喜欢啥 爷爷给你们买 西宝瑶头道 嗯 家里啥都不去 他也过了见什么都想买的年纪了 敦敦心细 张口道 三爷爷 爷爷常说 父老相信家里的孩子多 虽然妈妈给咱们包裹里装了不少的东西 但不见得够分的 要不咱们买点糖块带回去吧 程宝国是一口硬了 好好好 先买糖块 曾家有六斤糖片 你干爹家又送了三斤 想起林南之前老七的嘱咐 他买了七斤散状的硬糖和两斤红糖 另外又买了五斤高价的大白兔奶糖 接着拿了粮票买了一些糕点和陶酥饼干 他主要是冲着烟酒来的 先买了茅台和蒸华 茅台容是七块八一瓶 蒸华却是十三块五一条 最好的 便宜的是七块钱 然后再买几条不要片的劳动盘香烟 一条是一块酒 夫老乡亲们多呀 买少了 那肯定是不够分的呀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接着 陈宝国又把棉花票 布票 那用的是干干净净的 收货员是以前的老熟人了 其实是某位干部的儿媳妇 这么多年了还在职位上待着 经过他的提醒 得知有次品布 陈宝国顺便买了两大块 整种是二十尺的劳动布 和二十尺棉布 各是半匹 看到柜台里头挂着几条 颜色鲜艳的杀鸡 陈宝国给福宝买了一条大红色的 另外又买了一个大块 不要片的高价丝绸 杭州丝绸长产的 二熊拉着蹲蹲撞撞 转用了一圈又一圈 都没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兴兴地跟在他们后头 陈宝国回头问叶岩道 你想买啥呀 尽管说 我吃得好 冲得暖 没啥想要的 叶岩认真思考片刻的 程爷爷 都说乡下买东西不方便 你给我点钱和粮片 我想自己买东西 陈宝国二话不说 掏了三十块钱和十斤粮片给他 他们家的孩子都很懂事 不会乱买东西的 承宝国自然是给得很放心 而叶岩一直是很乖巧的 叶岩跨着自己的帆布跨包 拉着福宝跑到卖糖果高饼的柜台上 递上钱和片 阿姨 我要两斤大白兔 再要两斤蜜三刀和两斤羊角蜜 你们刚刚不是买过了吗 售货员对他们一行人是很有印象的 叶岩乖巧的道 那是爷爷买的 现在是我给妹妹买的 一斤糕点需要六两的粮片 高价奶糖却是不需要用片的 但就是贵 五块钱一斤 叶岩收好找回来的钱和片之后 把奶糖和四斤果子塞到了胯包里头 拍拍鼓鼓囊囊的包 他转头对福宝道 我给你买的 你不要告诉给第三个人 留给你自己吃 为什么呀 三爷爷买了很多呀 福宝觉得很奇怪 叶岩是振振有词的道 喜宝哥哥和敦敦都说过了 家里头有很多孩子 下面给他们分一分 糖果糕饼最后能剩下多少呀 你就吃不到了 福宝抿了抿嘴 露出脸颊上的深深酒窝 谢谢你 叶岩哥哥 两人手牵着手回到承宝国的身边 承宝国还在买东西呢 大包小包的 根本就拿不完 承宝国不加私所地叫喜宝 先把布料给扛回去 然后叫人过来帮忙 最好让六天志把拖拉机给开过来 他们直接去粮油店 打油买粮 竟赵家装粮食打油的器具 七三粗七 按照这样的比例 承宝国先买了一半 一半也得有个三四百斤了 现在临近年关 肉店里早就没肉了 承宝国捏着肉片是望洋心态 承安邦笑道 承叔 你还是把肉片给我吧 我哪天休息 一早排队给你买了烧回去 不然呢 等你们从家里赶过来 那肉早就卖完了 承宝国想了想 行 你把肉捎回去 我们请你吃对好的 看到扳车斗的东西 把人挤到一起 只能坐着 而不能躺着了 露天志是扎舌不已 抬手看了看万上的手表 赵叔 时间不早了 怎么得回去 回见了 赵安邦朝他们挥挥手 回见回见 反正他是经常下乡去王楼大队的 不在乎这一次的分别 感到王楼大队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天寒地冻 夜深人静的 连那鸡鸣犬肺之声都听不到了 托拉机的吐吐声 惊醒了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不少陷入安眠的老夫老乡亲们 瞬间便有几家亮起了电灯来 昏黄的光线从窗户里透了出来 好像是咱们大队托拉机的声音 是习宝接人来了吧 肯定是 除了咱们大队 附近哪个大队里有托拉机呀 我起来去看看去 陆江家一口气生了五个娃呢 三胞胎可是咱们大队里独一份 人家长在部队大院里 就跟习宝一样 和咱们乡下人看着那就是不一样 托拉机开得比较快 声音传出来的时候 托拉机就开过去了 陈宝国听着嘈杂的声音 望着两边掠过的人家 惊喜道 哎呀 咱们大队通电了呀 托拉机停在陆江的门口处 陆父披着军大衣出来了 后面跟着关玉 听到这句话 他老人家不仅一笑 哼 你们来的是时候啊 秋后才通的电 你们以后就不用点油冬 砍书写作业了 陆二雄的精力称沛 他在车斗园上 两只大眼珠子是咕噜噜地转着 爷爷 我来了 二雄啊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陆父掩饰不住脸上的笑容 臭文都舒展开了 一年半载不见面 乖想得慌得 你哥哥姐姐和弟弟呢 话音刚落下 车斗就迈出一排的小脑袋 趴在车斗园上 七嘴八舌地喊着爷爷 夜言有些腼腆 冲着他笑了笑 夜色下露出来一口的大白牙 孙女娇 小孙子弱 结拜兄弟两口子 年纪又大了 难免体摔一些 陆父赶紧招呼他们下车进屋 不忘身手搀扶一二 熊丽则是交给陆天志 关羽和秦武兵了 进屋途征 又转头冲着厨房方向喊道 周周啊 人都到了 面条可以下锅了 记得多打几个荷包袋 周周应了一声 请进屋里洗洗手 热水瓶里头有热水呢 热水瓶是需要工业券的 因为承宝国两口子的原因 他们网络大队是不缺工业券的 谁家想买个热水壶 铁锅之类的 工业品全都是来找陆父 问张安邦要几张工业券 因此凡是条件好的人家 都有那么一两个铁皮热水壶 陆家公司在接到陆江消息之后 买了四个新的 盆架子上的糖瓷盆 那还是陆江和风秋雪的结婚用品呢 十分的结实耐用 这是边缘被洗宝伸手摔掉了一点瓷 露出里面黑乎乎的铁质来 热水对着凉水 洗宝招呼大家先洗手 福宝接过毛巾细细地擦干了手之后 也给敦敦和壮壮擦干净 唯有陆二雄是好奇心重 甩来甩手上的水渍之后 是满屋子里头转悠 看看灯屋 丑丑西间 然后再回转糖屋 周周已经端了一大盆的面条进来 关玉 拿碗盛饭 一人一个荷包蛋 关玉放下最后的一件行李之后 招呼小苗洗手 然后打开橱柜拿出碗筷来 快速地盛了十来碗的面条 猪油起的锅 汤里飘着葱花和白菜叶子 浓郁的香气飘满了全屋子 老哥 这日子过得不错吗 城堡锅捧着大瓷碗 稀里糊里地把面条吸到嘴巴里 纯白面的面条 筋倒又弹牙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陆府和关玉夫妇早就吃过了晚饭了 此时含笑看着他们吃 听了城堡国的话 陆府玩耳道 日子自然是越过越好的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当然了 谁家都做不到顿顿吃细粮 这是你们来了 我特地叫周周给你们赶的白面面条 过两天 大队杀猪 咱们掏钱买点猪肉 给你们包白面的饺子吃 周周插口道 陈肉馅 只方葱姜调料 保证大伙吃了一次 还想吃第二次 王翠兰一呆 十多年前 整个大队杀一两头猪 吃大锅肉 现在允许私人买肉了 城堡国停下筷子 也疑惑地看向结拜哥哥 以前乡下生活有多么艰苦 他心里是根明镜似的亮堂 有的生产大队忙活个一种年 最后那都喝不到一口的肉汤 陆父骄傲地道 今时不同于往日了 咱们大队建了一个养猪肠 属于集体财产 不算违反规定 养猪肠里养了三十多头猪 一半上交给国家 剩下的十几头留给自己 能忙的时候杀个两头 剩下的年底杀 供销社多次来要 都没给他们 去掉按人头分的肉 各家可以自己掏钱买 城堡国点头当 好好好 说明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横祸了 咱们大队在山脚下圈了一块地 建养鸡场 养了上千只的鸡 啃下蛋的时候 一天六七百的鸡蛋那是都有的 西头的水库现在是咱们大队的鱼塘了 每年都捕鱼 各家都能分到不少呢 又养了上千只鸭子和两百多只鹅 年年都给大队里创收啊 各家平时想吃蛋 可以拿钱去大队里头买 也可以从公分里头扣 虽然是有所限制 可比前些年可是强了几倍不止啊 除了怎家和知青 老百姓不大买的 这是为什么 王翠兰眨巴眨巴眼睛 问陆富 在城里不需要片的东西 大家恨不得是天天有 咱们大队的鸡鸭鹅蛋 允许四人买了 居然是没人买 陆富哈哈一笑 呵呵 你没听说过鸡屁股银行吗 家家户户喂个三两只鸡 下的蛋攒起来 去供销社里 换个针头线脑和养火的 除了有钱的知青和富人坐月子 老人孩子 偶尔吃那么一两个 敞开肚皮吃的可是没几家呀 自己家的尚且舍不得吃 怎么可能舍得花钱买呢 不过就是急需的时候方便了点 城堡国的眼睛里是一彩连连 一听喜宝笑嘻嘻的道 咱们大队还养了一大群的羊 每年都能分不少的羊肉 给大家贴丘鞭呢 城堡国府长道 真好 真好真好啊 舟舟笑道 三爷爷 您先吃饭 我给你们烧洗脚水去 早点睡 有什么话的话 该明日再说 好孩子 城堡国赞了一声 埋头吃面条 壮壮和福宝吃的是最少的 挑了几根面条 喝了一点汤 姐弟两个分吃了一个荷包蛋 剩下的都被洛尔雄给包圆了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来的肚子 中午吃的那么多 晚上还能吃两三碗的面 幸亏关于因为弟弟妹妹年纪小 用的不是大碗 而是中等的此碗 周周和苗凤琴王凤巧 早就把住处给收拾好了 东西两间 东厢房两间 铺着晒过的厚被子 屋子里头也烧着火盆 暖融融的 如置身春季 其实吧 周周和关于想让程宝国带孩子 住在他们的新平房里头 新家宽敞透亮 陆父没同意 他认为 陆家的几个孩子 一定要住在自己的家里头 尝尝住农家泥瓦房的滋味 除了喜宝 曾想在王罗大队里生活 其他的几个孩子 跟着陆家和风清雪 陆父怕他们嫌弃 自己老家的风土人情 因为王罗大队大部分的人家 仍是土坯房 泥瓦房 砖瓦房 仍旧是少数的 陆也是泥瓦路 没有城里 部队大院的干净整洁 陆父和程宝国住在东间 王翠兰带着福宝住在西间 陆天智 习宝 带着三胞胎和叶岩 小苗住在了东乡房里头 空空荡荡的两间房里头 摆着心打的三张 一米五宽的双层床 七个人 六个床位 本来是不够的 但是三胞他年纪小 壮壮呢 暂时就跟着喜宝睡 他们一路上累得很了 一夜无梦 喜宝一向是起得早 鸡鸣想起 他便轻手轻甲地穿一下床了 转身就看着壮壮睁着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有些轻松地望着自己 喜宝摸了摸他的脸 再一细看 小苗早就不在床铺上了 陆天智和敦敦二雄倒是呼呼大睡呢 转上坐起身 抱着被子 大哥 好灰呀 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了 外面可以见人 但是东厢房是背对着东方的 屋子里头虽然称不上伸手不见五指吧 但不习惯的话 是很难看清人和东西的 喜宝一笑 拉了一下墙上的灯层 昏黄的光 一下子照亮了屋子里头 陆天智和敦敦二行睡得正香呢 东光并没有吵醒他们 壮壮嘟挠了一声 慢吞吞地爬起来穿衣服 秋衣裤之外 先穿羊绒衫裤和长筒棉袜子 再着棉衣裤 最后罩着军绿色的挂子和裤子 这是目前最流行的军装款式了 壮壮的动作不轻 终于是吵醒了三个哥哥了 陆二行第一件事就是找马桶 他昨天晚上吃的是太多了 临水之前口渴 也喝了不少的水 屁叶的慌那是自然的 放过了水之后 陆二行吁了一口气 抓起一副糊乱的穿在身上 大哥快带我们出去玩吧 二堂哥口是说过 要带我们去坐罗车和牛车 还有马车呢 敦敦气的 陆二行 你又穿错衣服了 赶紧脱下来还给我 虽然敦敦和二行和壮壮的身材 个头都有差异 壮壮矮小瘦弱一些 但他们的衣服向来都是同款的 敦敦和二行经常穿错对方的衣服 不对 应该是陆二行经常穿错敦敦的衣服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 敦敦老实 而陆二行调皮 调皮的孩子就喜欢玩 那衣服就比较容易磨损 就像现在 明明两个人的衣服 没有放在同一个床铺上面 陆二行还是穿了敦敦 没有补丁的褂子 陆二行兴兴地把褂子脱下来 扔给了蹲蹲 不都是一样吗 蹲得哼了一声 怎么会一样呢 你的有补丁 我的没有 露天这笑得肚子都疼了 低头问壮壮道 他们经常是这样吗 下次可以考虑让婶婶 给你们做不一样的衣服 这样就不会穿错了 壮壮探了探手 二堂哥 你可以问问四哥 我不是他肚子里头的蛔虫 我才不是故意的 就是故意的 那也不会承认 陆二行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陆天志怕他不认识路 赶紧追了上去 连走之前不忘盯住喜宝 照顾好敦敦和壮壮 还有叶岩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随着陆二行从屋子里头跑出来 陆家小院 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陆父和城堡国夫妇 年老较轻 很早就起来活动身体了 小苗呢 更是出去跑了好几圈回来了 在院子里头打拳 没有因为离开部队 就懈怠了 老同志 早饭怎么吃 我去做饭 小苗请问一家之主 陆父虽然不常去 儿子儿媳妇所在的部队大院 但早已经习惯 起务兵的存在了 忙道 左大家伙帮忙 给蒸了五大锅 一百多个二合面的卷子 又烙了一大盆的 红薯面煎饼 到上熬点稀饭 溜点卷子吃就行了 家里头有现成的咸菜 切了 用猪油炒一盆 西宝 西宝 你俩给叔叔帮忙 西宝应了一声 领着叶言和两个弟弟出来了 王翠兰挽了挽袖子 我来吧 你们爷们说自己的话 煮稀饭 溜卷子 炒咸菜 另外根据西宝的指点 从蚕子里头捞出来两大碗的糖蒜 自溜地里蒸的蒜 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起出嫩蒜头 包去老皮 浸泡在糖醋之中 至今已经有大半年了 腌渍的是十分入味的 闻着就足以让人流口水了 粗茶淡饭 简单快简 苗凤琴过来端着一个糖尺盆的咸鸡蛋 看到桌子上的饭菜之后 惊异地看向了陆父 孩子们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 就给他们吃这些呀 幸亏他们就小时候来过一趟 没长时间在家里头住 陆父还没开口呢 喜宝就笑嘻嘻地上前接手了 这叫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苗凤琴瞪了他一眼 我才不信这句话呢 谁喜欢吃苦呀 以前吃苦那都是生活水平低 没法子 填饱肚子那就是万幸了 现在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你弟弟妹妹从小跟你爸妈生活 大你白面的养大的 养的那是水灵灵的 你叫他们吃这个 不得把他们吓得以后 再也不肯回老家呀 虽然说小时候来过 王楼大队一趟 但是福宝和三胞胎 早就没印象了 也不记得他 睁着水汪汪的眼睛 好奇地看着他 只有陆二雄使着眼头 表示赞同 他喜欢吃大肉 不喜欢吃咸菜 承宝国玩耳道 没人顿得吃得起大米白面 在部队大院 几个孩子也是常吃稀饭跟咸菜的 苗凤琴知道 承宝国是赠华海 是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的 态度虽然恭敬 但是脸上的神色表明 他对这句话是半点都不太相信的 宝国没哄你 王思兰热情地招呼他们一块坐下来吃 苗凤琴摇了摇头道 不了不了 我们家也煮好饭了 就是怕孩子出来乍到 吃得不得劲 特地送了点自家产的咸鸡蛋 来给你们加餐 煮熟了的 喜宝对弟弟妹妹道 这是舅奶奶 那位是姨姥姥 舅奶奶 姨姥姥 几个孩子站起身 礼貌地喊了起来 就是声音不太整齐 瞧着眼前干净 君翘的孩子们 哥哥都是人中龙凤 苗凤琴笑得是合不拢嘴了 好好好 快坐下吃饭 过会儿叫你们大哥 带你们来舅奶奶家玩 舅奶奶给你们留了很多的好吃的 谢谢舅奶奶 吃过饭我们跟哥哥去见舅爷爷 福报催生生地道 苗凤琴听得是心花怒放的 喜欢的是不得了 城里的孩子和乡下的孩子 那就是不一样 又礼貌又大方 看这言行举止 活吐就是缩小版的凤青雪呀 明媚 娇俏 天狼 饭凉得快 你们先吃饭 我就家去了 舅奶奶在家里头等着你们 喜宝送他出门 回到堂屋里 就见罗二行手里 拿着一个咸鸡蛋 敲破顶端之后 拨去蛋壳 伸了筷子进去 挖出里面的蛋白和蛋黄来 就着稀饭馒头 吃得是喷喷的香 蛋黄微微发红 几乎是流出油来 端端和叶岩是有样学样 只有福宝和壮壮捧着碗喝稀饭 没吃咸鸡蛋 承宝国是赞不绝口 嗯 比起以前的手艺是大有进步啊 苗凤青本来是陆家的丫头 承宝国做陆父半读的时候 自然是尝过苗凤青的手艺的 陆父笑了笑 对习宝道 吃完饭 带你弟弟妹妹去几个舅爷爷家里走一趟 别落下你舅姥姥 我看了你们带回来的东西 每家呀 就拎两包果子 再拿两包中花烟去 糖块呢 就得留着打发来自咱们家的小孩 今天不给他们送了 承宝国接着到 用糖散给来玩的小孩就够了 阿江和小雪不在家的时候 郑国他们帮了你们不少的忙 一家再包个半斤奶糖吧 四家也供二斤 剩下的几斤 就留给咱们家的孩子了 陆父想了想 点头赞同 习宝带着弟弟妹妹出门之前 陆父盯出道 口袋里装点糖块 见到小孩就散一颗 吃人嘴短 男人手软 王老大队那么多的父老乡亲们 并非人人都是仁义厚道的 为何都愿意护着他们 以及让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年代 安然无恙 不就是陆家位高权正 大家也都需要陆家的人脉 为自己谋取一些福利吗 虽然说不是白拿的 但是这个世道有钱 可是没处买想买的东西啊 走出了陆家小院 福保姐弟四个 感受到大家伙超乎寻常的热情 在部队大院都没感受过的 而部队大院的人 对他们的殷勤 则是因为父母位高权重 没有什么直白的 西宝不断地叫弟弟妹妹们叫人 大爷大娘 叔叔婶婶 爷爷奶奶 哥哥嫂子什么的 姐弟四个很是撑得住场面 乖乖巧巧的 叫得别提有多甜了 甜到了对方的心坎里头去 夸散他们聪明 伶俐 白景俊俏的话 那跟不要钱一样的从口中吐出来 虽然他们舒坦的 其实是在姐弟四个人眼中 看不到他们对乡下人的鄙视 王楼大队是年年获得大丰收 这些年又是大搞养殖 每年的工夫持续上涨着 所以说 他们大队的社员 不像是别的大队那般微微缩缩的 进城那是常有的事 就从陆父手里拿到城堡国夫妇的工业券 他们也得进城才能买到心仪的东西不是 何况还有私下里进黑市的 所以说 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的场面 他们是见多了 喜宝鸭 你带着你弟弟妹妹到处去转转 回头大娘炸丸子给你们送一碗去 金翠华笑眯眯的看着眼前的五个孩子 眼里羡慕的笑意 止不住的流淌出来 福宝和三胞胎自然是不认得他 喜宝介绍道 是旧爷爷本家的直媳妇 怎么得叫表大娘 表大娘好 这次的声音是十分整齐的 金翠华笑出了一脸的褶子 哎 可真有礼貌呀 喜宝看了看 近代咫尺的王政国家 笑道 大娘 我们找大舅爷爷 先过去了 大舅奶奶早上 给我们送东西的时候 就说在家里头等着我们了 金翠华听了 连忙让路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王政国师长辈 哪怕是想见孩子心切 也是在家里等着他们的到来 苗凤琴一边往桌子上面抓瓜子 糖块和炸果子 一边道 什么德行呀 这都是什么年代了 还讲究老一套的长幼尊碑 你不知道几个孩子长得有多好 一看就知道是陆江和小雪生的 那骨子聪明劲 水灵酿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王政国正是心咬难耐呢 就在他恨不得抬脚出门时 听到了喜宝叫门的声音 这个声音 对于他来说 不亚于是天赖之音 来了来了 苗凤琴双手往围区上门蹭了蹭 过去开门了 看到五个孩子 瞬间是洗上眉梢 快快快 你们大舅爷爷在家里头 等着你们呢 快进来 五个孩子笑嘻嘻地叫了声救奶奶 见到他们手里提着的东西 苗凤琴一边领他们进屋 一边道 这人来了就行了 那什么东西呀 这一拿还就是好几份 还不如留给你们自己吃呢 话是这么说 可是如果几个孩子是空着手来的 他保不准 心里还不会舒坦呢 喜宝笑颜颜的道 也没拿什么东西 就是年根了 去接弟弟妹妹的时候 顺便同事里烧了一点果子 奶糖 给舅奶奶甜甜嘴 还有两包烟 是给大舅爷爷吸的 说话间进了堂屋 王正国就问是什么烟 是中华牌香烟 三爷爷买的 最好的一种 喜宝没有隐瞒 王正国嗡了一声 听他们连声叫着舅爷爷 那高兴的是连眉毛都翘起来了 你们程三爷爷一块来了 他可是咱们淮海市的大干部呢 我得去见见 和他们说说话 他虽然早早的就退了 但是咱们娃老大队 可是没少沾他和赵市长的光 人们都在那搁着呢 赵市长指的就是赵安邦 是喜宝的干爹 来王楼大队的次数是最频繁的 王楼大队得了他很大的庇护 苗凤琴撑道 哎呀 你急啥 孩子来见你 还没来得及撑口气呢 说完了招呼几个孩子吃东西 见他们不好意思 自己伸手抓了一大把 一大把的瓜子跟糖 往他们的口袋里边塞 塞的几个口袋 那都是鼓鼓囊囊的 剩下炸果子 是油炸的货 不好装 苗凤琴直接道 这个 回头我给你们送一普勒去 炸果子 又有名叫做炸叶子 就是晾干的面叶子 入油锅炸的是酥脆焦黄 凤琴雪在家做的那些米面炸果 就是其中之一 和萝卜丸子是一样的 都是他们本地常备的年货 也是王楼大队这两年日子过得好了 各家年底都是分了不少的植物油 也是搁在两年之前 是谁都舍不得的 另外两个旧爷爷家的生活条件 是不如王正国的 但是招待的 也很热情周到 最后去王丰巧家 王丰巧正等着心交呢 见到他们是左手拉一个 右手拉一个 两眼再盯着两个 只是觉得看不够 喜宝 福宝 三胞胎都来了 两爷关系转过来了没有 没转过来也没关系 咱们大队今年丰收 回头一姥姥给你们送一袋子面过去 喜宝笑道 逞过来了 户口还没转呢 两爷关系转到市里 材料都在城方爷爷那儿 改天去办理 有介绍信 有部队的证明 加上人不在户籍所在的居住地 可以短期之内转到住地方 虽然为了禁止城乡互相流通 国家下达了许多严格的规定 进城 乘车 住店 都得应到介绍信 但法不外乎人情 加上考虑的长期出差人士的情况 所以才有这种暂时转移 梁游关系的规定 不过就是他们兄弟姐妹的时间 有点长而已 可是这也难不倒他们父母 喜宝的梁游关系 刚开始没转 后来因为长期住在老家 而办了暂时的转移 落在了市里头 除了上山下乡的知青 城乡户口是很难互相转的 结婚也不行 得知几个孩子的良悠关系 转到淮海市了 王凤乔也放心了 又懊恼自己对习宝不够关心 竟然不知道还有这种的操作 难怪习宝住的老家 一直是不缺吃的 习宝带着弟弟妹妹离开之后 王凤乔收拾了一袋子面 又拎了一篮子鸡蛋给他们送去 因为怕鸽子们主义尾巴的关系 他们家里只养了三只鸡 但他和丈夫是担住的 平时的开销是极少的 每年靠工分分的钱就够花了 所以鸡蛋都是攒起来在家吃 偶尔的三只孙子孙女一两个 而不是和大部分的邻居一样 拿去供销社里头换针头线脑 或柴之类的生活用品 王凤乔到的时候 王正国正在和城堡国说话呢 另外还有许多的父老乡亲们来凑热闹 这家送篮子鸡蛋 那家送一碗丸子 又或者送点土豆 萝卜 白菜 和干菜 福宝和三宝他的脸都快笑僵了 躲在东乡房里不出来的夜言 是暗叫庆幸 庆幸自己不是陆家的孩子之一 他老早就发现了 大家对陆家的孩子是比较感兴趣的 福宝想要早点见到金若初 温如玉等老先生 机灵地退了退陆二行 二兄 你不是想坐罗车吗 我也很好奇呢 陆二行抓着陆天志的胳膊 二堂哥 你得说话算话 带我们去看大罗子 陆天志失笑 切道 想得美 大伙都是来看你们的 你们走了 岂不是让他们白跑一趟啊 乖乖地坐着 跟我叫人 别想着出去 太热情了 招架不住啊 陆二行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捧着装王子的碗 坐在角落里头吃起来了 没有牛油炸的丸子好吃 不是新丸子 口感也不够脆 反而很绵软 陆二行吃了几个丸子之后 就把碗饭回了桌子上了 摸到这兜里还有瓜子 又躲到一旁去嗑了 一边嗑 一边听人夸赞他们姐弟长得有多好 有多礼貌 还有他们对陈宝国夫妇的恭维 时局时日渐疏括 王先生和陈宝国的出身 也没人再瞒着了 王老大队的人 谁都觉得是予有容烟 他们王老大队出了三位大人物 这能不让人感到骄傲吗 老一辈是王新生和陈宝国 这一辈的是陆江和风清雪 下一辈也必然是青出一栏二胜与兰 因为出了这些个大人物 所以王老大队发展的会越来越好 公社 县城 市里 都混个面子 很多时候吧 发生好事 都不会落下王老大队 王老大队发展养殖业 也很顺利 特殊情况的时候例外 就像他们 这都有了首幅拖拉机 东方红履带式的拖拉机 可没他们的份 有人就提议道 大队长呀 这都粘根了 咱们明天就杀猪吧 本章一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听到杀猪两个字 大家是眼睛一亮 陆二雄的眼睛 那更是跟冬泡一样 别人想的是杀猪好啊 杀猪菜招待离乡太友的归人 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可陆二雄想的却是 可以好好地吃一顿大肉了 虽然说陆家并不缺肉 但是陆二雄就是 对肉有一种莫名的渴望 一顿不吃 那就想的话 王正国自然希望 外甥女家的几个孩子 可以吃好穿好 适应家乡的生活 将来有本事了 也记着家乡的风土民情 可他不能根据 自己的心意形是不是 算了算时间 叫道 那咱们就后天杀 我让月进后天请假 和咱们大队的转牢里 一起杀猪 留六头 杀十二头 让父老乡亲们 好好地过个年 大人孩子是一阵的欢呼声 从年头忙到年尾 不就是想到年底的一口肉吗 至于能忙是杀猪 做大锅肉的事 此时此刻被他们给选择性的忘掉了 王正国接着道 明天抓鱼 趁着还没下雪 河面还没被兵给封了 傍晚拙人去下几张大网去 明个 看能捞出多少鱼来 各家各户的都纷纷 大家顿时是喜笑颜开的 抓鱼 杀猪 他们的日子过得浓不红火吗 为了不打搅王正国和承宝国等人叙叫 又因为快到中午了 大家伙吸完了烟 坐了一会儿 就陆陆续续地告辞了 唐屋终于是恢复了一片平静 没有那种令人稀烦意乱地嘈杂了 在周中和王翠兰做午饭的时候 关羽笑嘻嘻地道 大舅爷爷 啥时候给咱们分鸡鸭呀 他可是店店养殖厂里的老母鸡 老鸭子已经是很久很久了 香菇炖老母鸡 笋肝对老鸭 那滋味 绝了 王正国没好气地道 你今天怎么没和天真去上班啊 今儿可是星期一 可不是休息天 刚羽笑道 这要不是三爷爷三奶奶和弟弟妹妹们千里迢迢地回家了吗 反正我和天真的工作都很清闲 于是就够自请了三天假 大舅爷爷 今年分不分鸡鸭呀 不分的话 让我们拿钱买也行啊 请您老人家相信我们家不缺钱的事实 鸡鸭鹅蛋 允许社员限量购买 可鸡鸭鹅肉应该也一样 只不过有的人家买得起 却舍不得买回来给家人打牙记 有的人家却是买不起而已 王楼大帝的情况是很好的 但不是家家户户都生活宽裕 有些是儿女嫁娶问题打的计划 有的是接近亲朋好友的苦了自己 有的呢 却是因为太懒了 挣得公分少 分不到钱 生活自然而然就陷入贫困的警径了 恨不得是一分钱掰成了两半花 这样的人家 别说是买鸡鸭鱼肉蛋了 大堆里按人头分的肉 因为钱得从公分里头扣 他们都不见得全部都得要 综上所述 大堆里的鸡鸭鱼肉蛋很充足 更条件好的人家购买 王正国瞪了他一眼 你这是生怕别人家 不知道你们家有钱是不是 到年底了 打饥荒的人家够多了 众筹没地方借钱来解决眼前的困境呢 他们不敢向你三爷爷三奶奶张口 难道不能向你媳妇 向你审舍开口吗 我看你就是钱多少的慌 关于抗议的 我记得小时候审舍也常买猪下水给我们打牙击呀 您怎么就不说审舍呢 我现在可是遵守咱们大队的规调 没臭鹅都买鸡鸭鱼肉蛋呢 说到这个事 王正国就更有话说了 你这能和你审舍比吗 不能比 关于脱口而出 便是如今位高权转的陆江 也不能和风清雪相提并论 他在王楼大队的贡献和人员 可是比其他人也好得太多了 目前来看 是仅次于喜宝的 十里八乡更有一大帮子孩子 是他亲手接生的 起的名字都和他有关系呢 坐镇王楼大队卫生室的李丽 李大夫 在风清雪离开大队之后就来了 辛辛苦苦的这么些年 在大家伙的心目中那地位 也都是比不上风清雪的 这不就结了吗 王正国放缓了神色 各家各户按人头 该分多少你们就拿多少 别当那出头的船子 买那一大堆的鸡鸭鱼肉蛋 放心 我和各个生产大队长们商量一下 几个孩子都有份 钱呢 从你们家的公分里边扣 或者是你们掏钱买 这样一点都不眨眼 大家呢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你们都在家里头住 我知道你们好日子过惯了 分割你们的东西不够你们吃几顿的 但你们每个月的供应不是在着吗 你和天智又是经常进城 从国营饭店里买点好菜回来 又不会有外人知道 陆父是一直都没开口 这会儿露了一里面像 阿玉 听你大九爷爷的 你审神寄来许多的年货 在屋子里头放着呢 还有你书战友寄来的辣味野味 够咱们过年的了 关羽嗡了一声 十分理解二老的身谋远虑 只能是望着老母鸡和老鸭子兴叹了 陆父转头对着王郑国道 别的就算了 到时候我们买一只老鹅 铁锅炖大鹅 部队大院里不常有啊 除了喜宝 几个孩子估计都没吃过呢 没吃过 好吃吗 陆二雄问道 吉宝师笑道 好不好吃 等你吃了就知道了 你现在问我们 我们也形容不出来啊 这下子 不只是陆二雄 其他孩子也都吞了一大口的口水 王郑国见状 顿时是乐不可知 心里想着 提醒老鸭把家里养了三四年的老母鸡给杀了 给明年的小鸡口个位子 老母鸡炖好了 就叫几个孩子去吃 女儿婆家也养了鸡的 她自己却没养 而是养了三只大鹅 相信 她也愿意给陆家送一只 陆江和风清雪这些年来虽然是没回来 但是逢年过节季的东西时 哪回都没落下他们 隔个两三年就有他们坐的衣裳或者是军服寄过来 这么一算的话 老两口和王郊收获的东西可比付出的多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这人心 那都是肉长的 怎么可能是无动于衷呢 得知福宝姐弟几个回来了 时常住在城里的王郊 紧赶慢赶 终于是赶在傍晚之前到家了 根本就不用老父亲开口 直接叫张月进抓了一只大鹅 硬麻省捆了 拎着从崇里带回来的东西就往陆家来了 正在擀面条的粥粥忍不住笑道 表姨 孩子都不在家呢 王娇一愣 去哪儿了 天都快黑了 西宝带着他们陪着程三爷爷和三奶奶出去转悠了 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太清楚 估计吃饭的时候就该回来了 你来的路上没碰到他们吗 王娇摇头 没有 我刚到家就一路跑过来了 猪猪想了想到 要不你等等 晚上在我们家吃饭 哎呀 算了 我先回家 东西搁在这儿了 赶明儿给我再来看孩子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程宝国虽然退休了 但他依旧关心老百姓的生活 等不了明天了 拉着洗宝让他带着自己次处去看看 看看养猪场 看看养鸡场和水库 正逢鸭子和白鹅成群结队地往圈里头走呢 鸡鸭鹅都是认识路的 根本不需要人引路 当然了 为了防止一些偷鸡摸狗的人和黄鼠狼惦记这些集体财产 王老大队派了比较会养鸡鸭鹅的社员 分别专心看护着养鸡场和水库的鸭子和鹅 每天早上赶鸭子和鹅下水 傍晚才给赶回眷 而且还得一五一十地数清楚 免得少了不好对大队里交代 与此同时 王大春正带着人划着木舟 而水库里面下大网呢 罗尔行看得是兴致勃勃的 觉得老家啥都稀罕得很 习宝却是惦记着金若初和温如玉 拽来拽他 没拽到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来 二雄 我们该去看温爷爷了 白天不方便登门 那晚上怎么行了吧 罗尔行听了姐姐的话 不高兴的道 我想看划船 看抓鱼 福宝严肃的道 不行 你什么时候都能看 今天得先去见温爷爷和金爷爷他们 怎么来的时候 妈妈可是叮嘱在那儿了 要向爷爷们问好 大叫爷爷不是说了吗 明天抓鱼 那场面一定比这会儿好看 你养足精神 明天凑这闹不好吗 承宝国和王翠兰任有两个孩子拟来我往的交锋 笑而不语 罗尔行除了吃 其他方面不及这个聪明伶俐的姐姐 最后只能是败退 挥了挥手 哎呀 好吧好吧 谁让你是我姐姐呢 我们去给爷爷们问好去 但是你不准让爷爷逼着我读书写字 跟画画 我可是够烦上学的了 一点都不好玩 七宝爆兴站在旁边 文言道 和温爷爷 金爷爷他们住在一起的周爷爷 上过战场 搞过鬼子 肚子里存了许许多多的抗日战争的故事 还是他比较了解这个活泼好动的弟弟 小家伙欣喜的道 大将军吗 对 大将军 取消军衔之前 周凤厨的军衔 那就是中将 陆二行 拖着他就往前拉 快去快去 我要见周爷爷 我也要当大将军 程宝国和老齐拉着福宝 叶炎 还有蹲蹲 壮壮跟在后头 奇怪得道 周老不是住在牛棚里吗 怎么和那些文化人住到一起去了 七宝回头笑道 好几位爷爷奶奶恢复工作了 离开这 七姐没少寄东西过来 聪明人 谁会为难他们呢 指不定哪天就恢复工作 继续当大官了呢 现在不好好结交 共在何时 所以 经过开会商量之后 几位爷爷奶奶的待遇 比从前好了不止一心半点 周爷爷也从牛棚里搬出来了 幸好之前走了几位爷爷奶奶 空出来的位置 足够爷爷们住了 他们住在一起 农躺到一起去啊 程宝国打去的 温如玉扛着一块的木柴 曾低下经过 听到他们的话 忍不住道 文物相辅相成 又同品相连的 怎么就谈不到一起去了 温爷爷 我正要带着弟弟妹妹们 去拜访您呢 喜宝心喜的道 温如玉对待喜宝 以及他的弟弟妹妹的态度 和对程宝国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那叫一个慈眉善目 差点没在脸上 站出一朵花来了 让我猜猜 这是福宝 这是敦敦 这是熊熊 这个是壮壮 对不对 剩下的一个 自然就是福宝信里头说的 页岩了 老人家很快就把眼前的孩子和照片 画像 一一的对应上了 画像是风清雪闲舌画的 用的是白描戏法 曾经寄给温如玉 请他点评 很多时候 温如玉都佩服自己这个关门弟子 百忙之争不忘学习 书画的意境 因为他的经历而越发的趋向深度 当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 技法反倒是次要的了 福宝公身道 温爷爷 您好 我终于见到您了 温如玉也喜欢这个天分绝佳的小徒孙子 嗯 凭你爷爷说 你们这回能在家里头住两年 嗯 爸爸妈妈让我们跟着爷爷奶奶好好学习 福宝贴心地伸出双手 丝毫不管自己的双手有多么的稚嫩白喜 拖着温如玉的背后粗糙扎手的木柴下放 爷爷 我有好多问题呢 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解答 我明天可以去请教您吗 注意到他的动作 肩上一轻的温如玉心中是暖意盎然的 喊笑道 当然可以了 东贤无事 你尽管来找我 你今爷爷闲得发慌呢 回头啊 让他教你一两手的绝活 福宝是喜上眉伤 毛子像是宝石一样闪闪发亮的 喜宝直接接过温如玉的木柴 温爷爷 我送您回家 明天抓鱼 放到各家 晚上做好吃的 你和爷爷奶奶们都来我们家吃饭 今晚上不行吗 温如玉反问道 喜宝毫不犹豫地道 不是不行 你老来我们家吃饭 那是我们蓬力生辉 就是今天准备的不足 晚上都是粗茶淡饭 温如玉哈哈一笑 哈哈 粗茶淡饭又何妨 陪者如我意啊 福宝拖着他的手臂 喜滋滋地道 那我们就一块回家吧 卢二行躲得是远远的 看得大家是十分好笑 走在回家的路上 温如玉忍不住地看了他一眼又一眼 道 这小子是有多不爱学习啊 我看着他是一副聪明乡啊 不像是学习不好的样子 卢二行大声地道 我学习好着呢 就是我要当大将军 不要当书呆子 温如玉泯嘴一笑 小子 我跟你说 一样是当兵的 有知识的兵 生前的比文盲要快 而且能看懂上面发下来的文件 也可以看得懂兵法 打仗可不是靠肉身子挡子弹呢 还得懂得布局 防守 指挥作战 还有策反敌军等等 一个身先世俗勇武非常的兵 当然是有出头之地 他会做团长 但是如果他很有文化 那么就会共进一步 可以当师长或者是军长 你还觉得读书没有用吗 对啊 二雄 你佩服的那些大将军 都是很有知识的 承宝国闲闲的插口道 七宝也道 就像我跟你说的周爷爷 周爷爷可有文化了 写得一笔的好字 对许多兵法是新手拈来的 年轻时破获过敌人的谍报 指挥了好几场有名的战役 如果是个文盲 他连地图都看不懂 二雄 你觉得周爷爷能做到这一步吗 因为二雄的年纪小 还没定性 他对学习没兴趣 作为父母的陆江和风清雪 也没有逼着他 必须要成绩优秀 倒是想过好好培养他 对学习的兴趣 只是忙得来不及实施 便是交给习宝来办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陆二雄很聪明 觉得这是大家伙逼他读书的借口 就一马当心地跑到家里去问陆傅了 陆傅得知温如一晚上过来吃饭 一边叫周周和光玉炒几个菜 一边低头看着孙子 笑道 你爷爷和你哥哥说的都没错 你爸小的时候读了很多的书 比普通人读的要多 所以他当了军长 而别人有的退伍 有的级别比他低 你妈妈在你们很小的时候 也很努力地在上学 陆二雄捧着脸 灯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道 爷爷 你也没哄我吧 哄你干什么 哎呀 这现代的小孩可真不好哄啊 不过 也是仅限于自家 别人家的孩子随便两句话 就哄得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陆傅想了想 对陪着温如一进门的喜宝道 昨日不如撞日 找你周爷爷和金爷爷过来吃饭 要是你徐爷爷他们方便的话 也叫上 光请温如一不请他们 难免会让他们多心 越是知识分子 那想的就越多 但是周凤厨还好一些 性子直 简单也痛快 等喜宝英生离开之后 陆傅对陆二雄道 你周爷爷就是一个大将军 让他跟你说 温如一哈哈大笑 哈哈 你这也是拿你孙子没办法了 陆傅给他倒水 没办法 也得想办法呀 这倒是 温如一点头 不想办法解决 就只能是任由孩子荒废光阴了 陆二行不想听他们说话 跑到院子里头看多出来的一只大鹅 想起爷爷白天说的铁锅炖大鹅 吞了一下口水 趴在厨房的门口快向周周和关羽忙活 嫂子 我们炖鹅吗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 爷爷才说过 晚上就有大白鹅了 周周把炒的鸡蛋盛到大碗里头 没舍得刷锅 他把锅底的油给刷掉了 直接倒了一点油 包炒了下一道菜 回头笑着看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弟弟 道 是你表姨特地给送过来的 没见着你们 他就先回去了 今天是没法炖的 时间也来不及 明天叫你哥给杀了炖上 炖到晚上就能吃了 三胞他也就很小的时候和福宝跟着妈妈来过家乡一趟 对家乡的人和物根本就没印象 所以陆二行说过自己没做过罗车的话 更不清楚表姨是哪位 不过 送大白鹅给他们吃的 那一定是个好表姨 那我明天见到表姨 要好好地向他道谢 陆二行傻有其事地道 今天吃不到炖大鹅了 真是太悲惨了 我找点好吃地安慰一下自己 关羽从道场下面的堆里 摸出几个黑乎乎的东西 就少你哥哥姐姐还有弟弟 过来吃烤红薯 陆二行马上蹲下来 盯着关羽不怕烫地包着皮 露出来里面白白软软 没着香气的红薯瞑 等我吃完了再去叫他们 厨房里挤不下我们太多的人 面对这样的陆二行 关羽慈穷了 陆二行怕烫 眼珠子一转 找了一个勺子 挖着红薯瞑 吹吹着就放在嘴巴里了 周周见状 笑着叹道 唉 二行可真聪明 咱们平时吃烤红薯 天天烫得是左手换右手 有时候不小心摔到地上 可就没想过用勺子挖着吃 到底是二行聪明 还是我们脑子太顿了 收到夸奖的陆二行 眯起了眼睛 闭滋滋地继续吃这红薯瞑 真香啊 还甜 又甜又糯的 都添这闻到味找了过来 好啊二行 你居然在这吃毒食 也不叫你哥哥姐姐和弟弟 陆二行吃完一个大红薯的最后一口 摸摸嘴 二堂果 你可别冤枉我 我正准备去叫他们来分享呢 陆二行接着指了指厨房狭小的空间 你看你看 这么小的地方 岂不像我们所有人呢 我吃完再叫他们来吃 不是挺好的吗 还不会给阿姨哥哥和嫂子 造成困扰 陆天志稀奇地道 哎哟 你很会说话嘛 陆二行 你咋就不喜欢读书呢 看到陆二行一皱眉 他迅速改口道 得 我不说 你快去躺屋吧 你想见的大将军 周爷爷来咱们家了 你还不赶紧给人家端水去 陆二行一溜游地跑了出去 看雨笑着问道 天志 来了几位呀 如果人多 而我和周周做的菜不够 我们再做些 多活一点面 继续擀面条 一人一大碗 又方便又快捷 陆天志回答道 就是来告诉你 只有周爷爷和金爷爷来了 没旁人 比预估的多了三位 面条倒是不用再做了 因为周周之前赶的面条 就多做了两个人的饭 免得到时候不够吃 他可是见识到自家爷们的饭量了 三老年迈体弱胃口小 加上再炒了几个菜 面条匀匀就够了 大不了自己吃个煎饼 周周心里头想着 几位老爷子聚首 少不得就这花生米 就这喝几粥 周周就没忙着下面条 温如玉担心饿着几个娇娇嫩嫩的孩子 对陆天志和关羽夫妇道 先下面 你们娘几个和孩子们先吃 给我们留点面条 等我们喝完了酒再下锅 住得近 他很清楚陆家的几个孩子们会长出 陆父的厨艺 那简直就是一言难尽 关羽夫妇看向了陆父 见他微微点头 两口子便去了厨房了 王翠兰带着包括 习宝叶阳在那的几个孩子 单坐在另一桌上 等他们相继吃完碗里的面条 两眼发困了 老爷子们的杯蒸酒 他去了一点点 就光顾着聊天了 陈宝国在部队里头日久了 了解时局 和周凤厨尤其是有话题要聊 从他口中得知 新年好友和战友陆陆续续地恢复了工作 周凤厨感到十分的喜悦 比起之前身边人陆续回到岗位上 供让他对未来充满了信息 前两天我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点信息 由此可见 波澜反正之日是指日可待的 我得好好的活着 只有活着 我才能懂得平凡的这一天 陈宝国称他崛起酒杯 情况是越来越好了 怎么等得起 割下严肃的话题 温柔欲谈结了几个孩子 陆父向三老举起了酒杯道 几个孩子年纪小 向学之心颇弄 以后啊 就麻烦几位费心了 多教他们一点东西 福宝跟我学习书话 这事儿怎么说都不用说的 剩下几个你们自己看着办 温柔欲比较喜欢阴台试教 二雄呢 显然是对军事感兴趣 可以让周老弟带着他 叶炎和蹲蹲撞撞 你们几个过来 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平时喜欢做什么呀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在没有遇到陆家之前 叶炎的性格很是桀骜不逊 但是在陆家的生活几年之后 早已化取他身上的尖锐 只是余下平和淡然 和做哥哥的责任 他竟撞撞懒懒的不想开口 蹲蹲皱着眉头 进入思考当中 便回答道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最喜欢干什么 上学 读书 玩游戏 不都是他们常做的吗 好像没什么特别喜欢的呀 陆二雄举起手 重复自己的志向 姐姐当画家 我当大将军 温柔欲好笑的道 我没问你呀 二雄 我问的是叶炎 敦敦 还有壮壮 你们可以好好地想一想 咱们不着急 我们这些个老东西 身无常物 就满脑子的知识 可以传授给你们 无论是天文还是地理 只要是你们想学 我们都乐意教给你们 既然他不急着要答案 叶炎和敦敦撞撞就没继续思考 倒是陆二雄确定自己的志向 让周凤厨感到很高兴 把他叫到跟前 好小子 以后就跟着你周爷爷混了 陆二雄没飞色舞地道 哎 好嘞 我马上卷铺盖去 忠然听了 顿时是哈哈大笑 周凤厨是哭笑不得的 不需要 你爷爷我年纪大了 可是照顾不了你的一时起居 你就在家里边住着 我有空了 就叫你过去给你讲故事去 顺便传授一些基础知识 后面这句话他没说 但不代表他忘了进门之前 习宝之托呀 所谓三岁看老 此时就能看出陆二雄活脱脱 就是一个当兵的好劈子 此时不好好雕琢一番 更得合适 陆江和风清雪这几个孩子 将来可能就只有二雄会曾军 习宝是决定聪明 跟随他们这帮子老家伙学习 几年下来 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对时局世事 人心 都有着超乎想象的敏锐度 而且那运气也是特别的好 共适合从众 他自己呢 也有此志向 并没有因为父亲高居于军长之职 而想着做接班人 福宝呢 痴迷于书画 从小就这样 而且他天赋极高 又愿意付出努力 在温柔欲和金若初的教导之下 假以时日 话坛上必然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敦敦和壮壮比陆二雄都聪明 可就是因为表现好 所以不知道他们的哪一方面更为突出 以上是周凤雏自己所看所知 并且结合陆府之前的言论而得到的结果 城堡国际二雄兴奋得找不找北了 故意取笑道 不知道是谁 以前要开飞机的 现在居然要当大将军了 难道可以同时当吗 当然可以了 陆二雄的脑子转得可快了 空军也有将军 我要当空军的大将军 金若初逗他道 哎哟 你这还知道空军呢 我很笨吗 陆二雄忍不住地道 大家起起摇头 如果他笨 这世上就没有聪明的小孩子了 当然 这得撇开他被蹲蹲和装装耍的事 既然我不笨 那么我怎么就不知道海陆空了 大家都知道海陆空啊 我还有海军服呢 下次让妈妈给我做空军服 说到这里 陆二雄就更得意了 妈妈在海军待会 大海好大好大的 战舰很威武很威武 可惜妈妈没有带我去战舰上看看 成为我去南海最大的遗憾 小大人似的语气 捧着胸口 一副烫不欲生的模样 大家被陆二雄逗得是开怀大笑 都道他是个人才 周凤雏觉得是格外合胃口 本来还希望可以早点恢复工作 现在见到二雄了 倒觉得 可以为自己培养一个接班人 虽然也算是接陆江的班 海陆空都是军 殊途同归嘛 陆二雄显然也很喜欢他 从他们出门时不忘叮嘱道 嫂子说明天炖大鹅 晚上可以好 爷爷别忘了来吃啊 我可以把鹅腿让给爷爷 如果我能得到鹅腿的话 周凤雏失笑 用完好的胳膊拍了拍他的头顶 好 明天你可别忘了提醒我呀 遵命 陆二雄救了一个军礼 窥房休息时 看到在灯光之下认真看书的小苗 陆二雄忍不住爬到小苗的床位上的 苗叔叔 你真该和我们一起去吃饭 周爷爷老厉害了 打过日本鬼子 爬过雪山 走过草地 粉碎了敌人的很多阴谋呢 你一定能堂堂山上学到很多本事的 小苗主动不去堂屋吃饭 听陆二雄这么说 他微微一笑 这么厉害呀 见陆二雄狠狠地点头 小苗接着道 你在家好好地跟这位周爷爷学习 陆军长和风首长 知道之后会很恳心的 陆二雄拖着塞帮子叹道 哦 我想妈妈了 听了这话 敦敦还好 撞撞的眼圈一下就红得厉害了 我明天买票回去 你有什么话可以写在信上 我帮你带回去 小苗对二雄说完 转向喜宝和另外几个孩子 你们也一样 不等哥哥弟弟有所反应 罗尔嫌大惊失色 苗叔叔 你明天就走啊 不能晚几天吗 明天抓鱼 后天杀猪 表姨还给我们送了一只大鹅呢 你走了可就吃不到了 小苗笑道 呵呵 明晚平安到家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不立刻返回部队 像什么话呀 怎么在火车上有听到广播 我想部队一定很忙 尤其是陆军长 我得回去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我离开之后 二雄 你可以替我多吃一点 几个孩子没挽留 陆父和城堡国 也没能让小苗玩 走上几天 次日一早 安排陆天志 开拖拉机 送他去火车站 另外叫周周 把家里的干粮给他带上 又给他煮了 二三十个咸鸭蛋 和鸡蛋 等他走之后 吃过早饭 西宝说是床铺 才发现 枕头底下压着 粮片和钱 粮片的面额和钱的数目 倒不是太多 城堡国看到之后 他心里头算了一下 叹道 哎呀 这孩子 太较真了 他一个人跟着 怎么能吃几口饭呢 非得把粮片和钱留下 王翠兰道 说明这孩子品格高尚 不愿意占我们的便宜 没有给他们 过多的时间应允感慨 外面就传来欢呼之声 隐隐约约是旗网的意思 陆二行早就暗奈不住地跑出去了 果然看到大群人朝着水库的方线走去 有的呢 拎着木桶 有的端着洗脸盆 脸上充满即将吃到鱼和肉的喜悦 大哥 大哥 我们也去 看热闹啊 陆二行丢下这句话 就冲了过去 颇有着出生牛犊 不怕虎的架势 初来乍到 王老大帝的孩子们 他是一个都不认识 可以没多大一会儿就叫他给打成一片了 勾肩搭配的超过人群 跑在最前头 正在堤坝上看着人划船入水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鱼王很大 而船呢 又太小 加上已经入网的鱼 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自然是不能在船上收网 所以陆二雄看到一根根很粗的麻绳 一旦系着鱼王的顶端 一端拴在堤坝的树干上 不只是一个网 吉姆望去 陆二雄发现好几根麻绳 一端系在树上 一端深入水中 仔细看看 每一根麻绳的间距都有十多米 叶岩和福宝姐弟几个都没见过这种场面 也都凑过来看热闹 习宝理解弟弟妹妹的想法 含笑跟在后面 时不时的伸胳膊挡住别人无意间对弟弟妹妹的碰撞 尤其是壮壮 精神还一直不太好呢 此时此刻 好几个壮老里拉起第一根麻绳 随着耗子响起 鱼王是渐渐出了水面 当鱼王被拖到堤坝上的时候 大家伙立刻看到鱼王之中满满当当的 都是活蹦乱跳的鱼 网孔比较大 几乎就没小鱼 全是两三斤以上的大鱼 寒冬腊月的 本应该是万物萧条 然而 堤坝之上却是热闹得如同过年一般 哇哦 罗二行冲到最前面 大鲤鱼 我看到了大鲤鱼 壮壮被大家伙的欢呼声感染到了 两眼放光 转身扯着洗宝的衣机 大哥 我们也有鱼吃吗 我想吃妈妈做的糖醋鲤鱼 当然有 我们都可以分到鱼的 虽然我们的户口不在这儿 但是我们可以掏钱买 等分鱼的时候 我问大舅爷爷要一条最好看的鲤鱼 给你做糖醋鲤鱼吃 第一次听到壮壮提出自己的要求 别说很容易得到满足了 就是不容易 细胞也会想办法的 壮壮嗡了一声 转头道 叶炎哥哥 姐姐 三哥 你们喜欢吃什么鱼啊 听到他知耐的声音吐露出来的问题 叶炎笑道 什么都可以呀 没有特别喜欢的 也没有不喜欢的 做出来好吃就行了 如果腥味很重的话 我就不喜欢 端端喜欢吃花莲的鱼头 福宝讨厌鱼刺 如果有黑鱼的话就好了 至于二雄 好像没有他不喜欢的呀 不对 我不喜欢吃鱼尾巴上的肉 我喜欢吃鱼肚子 鱼尔熊耳间 听到叶炎的话之后 马上大声反驳 鱼肚子上的肉 挑出大刺就可以吃了 而鱼尾巴上的刺 是又密又小 吃起来是很麻烦的 西宝好笑的道 你不知道鱼尾巴上的肉 是最好吃的吗 为什么 鱼尔熊不理解 明明是鱼肚子很好吃 不会有鱼刺卡猴 周围听到他们对话的人 也感到很好奇 因为他们和鲁尔熊一样 更加喜欢吃鱼肚子上的肉 而并非是鱼尾巴的 西宝呀 为什么说鱼尾巴上的肉 最好吃呢 西宝解释道 因为鱼在水中摆尾 尾部活动量是最大的 肉质最为细嫩鲜美 远的不说 就拿鸡来说吧 鸡腿肉最好吃 紧致滑嫩 而鸡腥肉则是又干又柴 鸡背皮下没有肉 猪身上最好吃的是鲤鸡肉 次质是腿肉 其中是前腿肉 又胜过后腿肉 因为前腿比后腿活动得多 人群中 不知道是谁扯着嗓子反驳的 胡说 明明是大肥肉最好吃 西宝 你读书是很厉害 运气也很好 可是在吃上面就不如我们了 听到这句话 大家伙是轰然而笑 笑的是东倒西歪的 不过却很赞同说话的这个人 对 大肥肉最好吃 香 五花肉做红烧肉 那滋味真是绝了 里面肉一点肥胶都不带 咋能好吃啊 还有那前腿肉也是瘦得很 倒是后腿肉略肥一点 就是有点柴 不过通通都比不上又肥又嫩的五花肉 明天杀猪 我一定问大队长要一块大肥胶子 熬的猪油吃上一年 油渣半白菜做馅包饺子 哎呀 安安准备煲菜饺子了 别说了 别说了 再说我这口水都淌出来了 西宝神色如常 韩笑听他们讨论猪肉哪个部位更好吃 讨论杀猪之后用什么方法料理 鲁尔形则是重重点头 以示他对大家伙的赞同 大哥 其实就是五花肉最好吃了 忍不住舔了舔嘴巴 他一天都没吃红烧肉了 真是想的慌呀 四哥 妈妈多糖兔里脊和金酱肉丝 就你吃的最多 专长拿出了铁一般的证据 鲁尔形摸了摸脑袋 那不是没有红烧肉吗 专长显眼看他 撒谎 你明明有红烧肉 你说金酱肉丝比红烧肉还好吃呢 就你事多 非得和我作对 乱想拿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呀 反正红烧肉很好吃 金酱肉丝也很好吃 糖醋鲤鸡 同样很好吃啊 都很好吃的东西 为什么非得要分出个膏下来 摆在桌子上面 他都会吃到肚子里头去的 直到塞不下为止 他都懒得跟弟弟争执了 乱想跑到鱼网跟前 看人把鱼抓在桶里过棒 进行分类冬季 群鱼摆尾扑腾之际 水珠子溅到他身上 他也是毫不在意的 王大臣对老傅笑道 哎呀 活脱脱就是咱们大队土生土长的孩子 抓鱼 过棒 分类冬季这些事都与各个生产队长和大队的会计负负责 王仲国年纪大了 就是个甩手掌柜 他听了长死的话 瞧头道 下说 咱们大队土生土长的 哪比得上他们呀 陆家三胞胎和叶岩在人群之中是很扎眼的 几绿色的衣服在一片黑蓝灰之中 分外明显 当然了 福宝的红格子兔泥罩衫 公家是鲜艳夺目 何况他皮肤雪白 容貌甜美娇俏 宛容一只水淋淋的荷花 曾淤泥之中冒出来 含苞带放 挺挺欲力的 王仲国扬声道 福宝 你离远一点 别让水溅到你身上去 福宝甜甜一笑 大舅爷爷 没事 我不怕 苞尔熊冲到他的跟前 仰着脸 大舅爷爷 你给我分几条大鲤鱼啊 王仲国逗他道 你户口不在网楼打队 我不知道该不该分给你怎么办呢 你们一大家子 只有你爷爷可以来分鱼吃 这一路天志和关玉 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户口都是城镇户口 但是周周的户口一直是在网楼大队 不然他和关玉结婚之后都没法买摘基地的 罗尔熊才不上当呢 但人们昨天说的话 他可是都听到了 尤其是关于分肉分鱼的决定 嬉皮笑脸的道 大舅爷爷 你不给我大鲤鱼 我去找大舅奶奶告状去 你舅奶奶不管事 我做的决定 他更改不了 王正国道 龙儿行啊了一声 大舅爷爷 你小看人 妇女能顶半边天 你凭啥不让舅奶奶管事啊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苗峰勤挑着自家的木桶 和王冯巧一块过来等着分鱼 刚走近呢 就听到王正国和陆二雄的对话了 顿时是笑开了花 哎呦 二雄啊 舅奶奶是真没白头你 一会儿舅奶奶家分岛鱼 舅奶奶给你送一条大鲤鱼 保证你吃得心满意足的 谢谢舅奶奶 若二雄是打折随棍上 不过倒完谢之后 却接着道 舅奶奶分岛鱼 舅奶奶自己吃 因为送我的话 舅奶奶就没得吃了 王冯巧忍不住道 二雄可真乖呀 听这话说的多漂亮 大哥 你忍心不给他分鱼啊 王正国听了是又好气又好笑的 分分分 几个孩子都有份 程伯国同志和王翠兰同志也有份 咱们大队花了两位同志那么多的工业券 哪个心里头没点数啊 就是关羽和露天志 每个月那两三丈的工业券 在他们不买工业品的时候 也会被父老乡信们给征用了 今天一共收了六网鱼 鲤鱼 花莲 白莲 草混子 黑鱼 鲜鱼 各种鱼经过分类统计之后 每个人可以分到五斤上下 大家连忙拿出自己带来的桶和盆子 王正国支持大家的喧哗道 咳咳 大家伙降一降 降一降 几个孩子眼巴巴的等了很久了 先给他们分 大家伙 有没有意见呢 没有 没有 没意见 几个孩子好不容易来了 先给他们分是对的 咱们没话说 大队长 快分吧 我看这天涯有些阴 只怕是要下雪了 既然是没意见 王正国就把喜宝给浇上来了 几个孩子出来玩 没带装鱼的容器 苗凤琪和王红巧不约儿童地 贡献出自己家的木桶来 反正他们又不着急 可以帮忙把鱼送回他们家之后 再回来分装自己家的鱼 关玉和周周是单独分的 喜宝就领他们兄弟姐妹和陆父 长宝国夫妇的 十个人 一共可以分到五十斤的鱼 王正国知道 他们家人口多 这鱼太小了 那做起来都不够费劲的 就给他选了五斤以上的鱼 四条大鲤鱼 一条大黑鱼 两条大黑莲 和三条草混子 总共是五十二斤重 多出来的一斤 没人在意 这怎么能从鱼身上 给砍下一斤来吧 他们大队分鱼 各家各户 最后得到的总重量 总会比鹰得的多个一两斤 大家都习惯了 反正都得算钱 不是白拿的 晕到家 西宝马上把鱼 养在水缸里头 一个个游来游去的 活泼得很 闻着厨房里传来的炖鹅味 卢二行趴在缸檐上 开始点菜了 大哥 我要吃红烧大鲤鱼 庄长大声的道 不行 吃糖醋鲤鱼 红烧大鲤鱼 糖醋鲤鱼 周周去领鱼了 王翠兰在厨房里头 看着火炖鹅 闻声出来 这两孩子 真的是脸红脖子粗的 王开口劝道 咱们今天吃糖醋鲤鱼 明天吃恒烧鲤鱼好不好 中午蒸米饭 糖醋汁 浇米饭 二熊啊 你不是很喜欢吃吗 另外再做一盆子萝卜 炖腊肉 一盆子白菜炖粉条子 诺二熊的口水 都快流出来了 不做腊肉饭吗 妈妈做的腊肉饭 很好吃啊 这腊肉饭呢 过几天再做好不好啊 这总不能是天天吃荤吧 即使陆家距离其他家人住的地方比较远 但是行走路过闻到了 肯定是有话说呀 陆二熊权鸿利弊 最后同意了王翠兰的安排 至于旁观他和王翠兰讨价还价的大家 根本就不提醒他明天杀猪的事 大家伙吃大锅炖的杀猪菜 肯定不可能单独开口做红烧鲤鱼呀 周周把领到的十斤鱼送过来 一起养在水缸里 陆二熊是一声欢呼 二熊 你高兴什么呀 周周觉得很奇怪 陆二熊点着水缸里边多出来的三条鱼 因为可以多吃两顿了吗 周周顿时失笑 王翠兰对周周道 我看了看 这些鱼啊 不见得全能给养活了 这死了那就不好吃了 血不那么活泼的先杀掉 剁成大块 抹上盐 加上天冷 能放好长时间呢 周周赞同道 大家都说晚上可能会下雪 几两桶干净的水 明一早连盆冻在雪里 冬天最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那就是食物耐储存 尤其是肉类 蛋类 下方的王罗大帝的老爷子老太太 和社员是一样的待遇 每人分到五斤的鱼 钱是从公分里头扣 周凤厨和金若初 温如于几位老爷子 虽然说是不会做饭 但他们都是徐大娘做饭 他们一起吃的 没好意思给陆家送来 倒是王凤巧和苗凤琴 遵守诺言 各送了一条鱼来 他们可都是老两口子独居 一共才分了十条鱼 王翠兰哪能收下呀 他酒奶 他一篮 家里头分了五六十金鱼呢 宁又是杀猪 吃到年底蛋都吃不完 你们留着自个儿吃 这还不算他和承宝国的肉片 以及风鸡血给寄来的各种年货呢 所以从现在到过年 难之于年后 他们都是不缺肉吃的 就是没肉吃了 你可以找张悦金弄点猪下水呀 王翠兰吃过苦 反倒不愿意窥了孩子的嘴 早就计划好了以后的生活方式了 西宝爷道 舅奶奶 姨姥姥 听三奶奶的 你二老把鱼拿回去 苗凤琴板着脸道 你妈年年都给我们 进那么多的腊肉海货跟野味的 给你们送条鱼咋的啦 我不知道你们不稀罕呢 但你们总不能不让我们尽自己的心意吧 王凤巧在旁边点头 就是 你们要是不收 我们也没脸收你妈的孝敬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 西宝不收下都不行了 再三谢过了 洛尔行嘴甜道 我们家正午说糖醋大鲤鱼 舅奶奶和姨姥姥 在我们家吃饭吧 苗凤琴笑了笑 摸着她的头 不了 你舅爷爷在家 我得回家做饭去 不能把她给腊下了 你正午替舅奶奶多吃点 舅奶奶一样尝得到味 洛尔行就十分纳闷了 吃到她肚子里头的食物 别人能尝到味 真是太了不起了 苗凤琴和王凤巧 急着回家去做饭 放下鱼就匆匆地走了 王翠岚无奈地 看着他们留下的两条鲤鱼 一条也得有个四五斤 是他们所分的鱼之中的一半了 哎呀 中午 我多切点腊肉 炖萝卜吧 到时候别忘提醒我 多乘两碗出来 给他们两家送去 西宝点头道 嗯 应该的 洛尔行出去转了一圈回来 跑到他们跟前道 大哥大哥 我发现了好奇怪的事 有人拎着分道的鱼 离开咱们大队 是走亲戚去了吗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我讲 王翠岚和西宝相视一眼 后者点头道 对 就像大舅奶奶和姨姥姥 给我们送鱼一样 他们走亲戚去了 给亲戚家送鱼去了 洛尔行总是觉得不对劲 但他想不明白 就丢开了 跟着周周出门 端在河边看他杀鱼 听了洛尔行的嘟囊 周周玩耳一笑 没有解释的意思 二选口中走亲戚 送礼的人 不是没有 但大多数都是去了黑市 有些人家人口众多 日子过得是紧紧巴巴的 不舍得把几十斤的鱼 全都留给自家过年用 于是 他们分到鱼之后 就悄悄潜入黑市 把鱼高价卖给城镇居民 在他们大堆两三毛钱一斤的鱼 在黑市里头卖 可是一块钱都有人抢着卖的 几十斤就能卖到几十块钱了 一年的收获费 那都用不完呢 不只是鱼 肉也是这样 一斤好肉能卖到两块三的 供销社收鸡蛋 也是六分钱一个 黑市里头能卖到一毛多 多赚的四分钱 就够买两盒的火柴的了 只要是胆子大 粗细粮食 瓜瓜蔬菜 就没有他们不敢私下里交易的 陆家是没想过往外卖的 自己家里吃都不够呢 今天家家户户都是分到了鱼 除了少数磕在自己 以及家人的人家 绝大部分都是炖了鱼的 鱼热的香味飘满了整个王楼大队的上空 孩子们都蹲守在家里头 不愿意出门去 福宝看鱼画画 水蒸鱿鱼是活灵活现的 西宝给王中国家 王凤巧家送了两碗腊肉炖白菜回来 碗没空着 装着是满满的炒花生 他从妹妹身边经过的时候 看到画面顿时是赞不绝口 可以拿给温爷爷看了 真的吗 福宝脸上绽放出甜蜜的笑容来 当然 我们福宝画得好极了 技法虽然是稍显声色 但意境是极好的 孩童天真浪漫的心情 浸入笔墨之中 更有一派天然朴镯之美 福宝喜滋滋地说好话 晚上温爷爷来咱们家吃饭 我拿给他老人家看 没有老爷子老太太们 他们家的饭桌也是围坐了十一个人 只有陆天志送小苗没回来 猪猪的奶奶 一直都是猪猪做好饭给送过去一份 关玉给程宝国和陆父倒了酒 喜宝则是把一叠子炒花生 挪到了二老的跟前去 喜宝的厨艺很到家了 做的糖醋鲤鱼 是外焦鲤嫩 酸甜可口的 色香味俱全 他多留了一点汤汁 就在米饭里头 吃的几个孩子都不愿意抬起头来了 陆天志在这个时候回到家 人还没进屋呢 光闻到味儿就到 哎 给我留点啊 陆二雄赶紧把最后一大块鱼肚子肉 夹到自己的碗里 陆天志洗了手 进来了 看了个正着 哎哟 好你个陆二雄啊 耳朵里头三绿羽毛了 你听到我的话是不是 陆天志气呼呼地挤在他身边坐下 坐在同一条长凳上 差点把陆二雄给挤下去 陆二雄不满地道 二堂哥 砖米饭的木盆就在关玉的旁边 他伸手给表哥盛了一碗 行了 天志 你和小孩子计较什么呀 五六斤的鱼 还有大半条呢 够你吃的 陆天志扒拉了一口米饭进了嘴里 夹了一块鱼里鸡两侧的肉 对陆二雄道 陆二雄 你可很行啊 全是剩下刺多的肉 我下午多肉馅 晚上包饺子 就是不给你吃 陆天志的花银一落 大家请问他哪来的肉 陆二雄停下筷子看他的手 骗人 明明是两手空空的进来的 肉都被我放进厨房里了 不行啊 陆天志哼了哼 转让对证人的 我不是开着拖拉机吗 路上碰到肉连厂的工人 往服饰品店里面送货 好家伙 年关下肉连厂杀了好多头猪呢 一个店送好多头 谁知他们平板车掉了个骨骼 半路上走不了了 正着急呢 我的出现不亚于是救星 关于不耐烦的道 说重点 重点就是 负责运货的哥俩为了感谢我 凑收五斤肉片来 给我割了有五斤上好的五花肉 九毛钱一斤 我呢 又买了一副不要片的猪下水 和一些不要片的肉皮 三爷爷和三奶奶 不是都喜欢吃猪头肉吗 吃过饭 拆解清洗 泡在冷水里头 明天趁着大队杀猪 处处飘嚣的时候 咱们偷偷把猪头给糊了 肉皮可以做成猪皮豆 不同于几个孩子 洗伤没烧的 陆父道 荤素搭配才是上策 七明两天就算了 大鹅可还在锅里头炖着呢 以后隔一天锁一次大肉 反正天气冷 放得住 陈宝国和王翠兰们都宠孩子 可她是不一样的 如论是吃还是穿 都得有个度 天天大鱼大肉地吃着 养得白白胖胖 油光满面的 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们家有钱是怎么的 虽然说这胖是富台 但是也说明不是贫困 劳苦人民的形象呀 仍以招人妒忌 陆二雄惊呼道 爷爷 没有肉吃的日子 是很痛苦的呀 陆父看他 我不信 在你爸爸妈妈身边 你也是天天大鱼大肉 你妈的性格我很清楚 愿意给你们做好吃的 但是肯定不会让你们 顿顿吃荤的 陆二雄不吭声了 他不会撒谎 王家睡懒觉睡到半晌午 所以直到下午才出门 来了陆家 看到陆二雄闷闷不乐的样子 忍不住问道 二雄 怎么了 那脸拉得跟个驴脸一样长了 他和风清雪呼进过书系 要过他们家的全家福 自然是认得孩子们的长相的 陆二雄不认识他 大叫道 什么 驴脸 你说我是驴脸 有我这么好看的驴脸吗 二雄 不准没礼貌 乔表姨 听了陆天志的提醒 陆二雄闷闷地叫了一声 王娇笑道 你可以去牛棚看看 咱们大队的小毛驴儿 是不是就跟你刚才的样子很像 陆二雄动了他两眼 转身跑了出去 陆天志擦擦手 连忙跟上 王娇是毫不在意 西宝和福宝呢 还有一个蹲蹲和壮壮 没在家吗 关羽正在院子里头 拆解猪头 猪猪给他打下手 再翻洗着猪大肠子 随口笑道 爷爷和西宝带着他们出去玩了 就二行生气没跟着 多谢表姨昨天送的大鹅了 几个孩子可期待了 早起就炖在锅里头了 晚上就能吃得熟得烂烂的 表姨晚上过来一起吃吧 王娇摆摆手 不用了 越近杀猪卖肉的 我家可是不缺肉 大鹅送来就是给几个孩子吃的 你们忙吧 我先回家了 他是奔着孩子来的 孩子不在家 他也就没有待下去的欲望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孩子的怒气来得快 去得也快 在罗二行晚上分到一只大鹅腿的时候 他脸上就只剩下笑容了 大灿烂的 就跟个小太阳似的 不管是以后 先过眼前了 爷爷奶奶还能饿着他不成啊 罗二行把大鹅腿分给了周凤厨 周凤厨没吃 他便自个儿啃得十分欢快 晚上包了猪肉白菜馅的饺子 除了一大盆的炖大鹅 还有老爷子马老太太 带来的一盆蒜黄炒鸡蛋 一盆红烧鱼块 种类虽然不多 但是剩在它量大呀 显得很是丰富 其实吧 在遇到陆家之前 一人一大碗白面饺子 就很够油水了 除了二行以外的其他孩子 都是饮食有度的 夜盐 福宝 还有敦敦和壮壮 早早地就下了桌子 老爷子老太太们 都聊得很开心 陆二行就住在周凤厨的右后边 摇头晃脑的 虽然说是听不懂大家的话题 他也是牢牢霸占自己的位置 是不是把兜里的炒花生米剥了 给周凤厨下酒吃 炒花生是白天 他从别人家门口路过时 对方拉住他 送他的 还有炒瓜子 周周给他奶奶 送了半碗的饺子回来之后 监王翠兰和徐大娘 两个老太太的厨房里头 和面 一人一盆 累得是满头大汗 王放下坑往去洗手了 徐奶奶 三奶奶 放着 让我来 你们去吃饭吧 徐大娘看到侄孙媳妇 就高兴 我们吃饱了 你快去吃吧 关于给你留了饺子 徐大娘的头发 几乎是已经全白了 可是面色红润 精神状态也很好 周周听了忙道 我好好面再去 反正是跑不了 饭桌剩点饭菜 就够我吃的了 王翠兰想拍拍他的手 结果发现 自己两手都是面 便道 肉馅饺子凉了 可是不好吃 你赶紧去 这么可得和好几盆面呢 你吃饱了 再来忙活都不晚 两个老的 五个小的到来 表示陆家需要一次性 挣大量的卷子和馒头 这否则 那不够吃啊 白面插合着玉米面 金黄的两团 周周急急地吃完了饭之后 匆匆地过来帮忙了 扯下一块老面 往盆里面倒了一点温水 另外和了一盆的面 却是白面 红薯面和玉米面的三合面 王翠兰随口道 明天分猪肉 要点肥边 和板油 用油渣子包几锅的菜饺子吃 得留过年的肉啊 徐大娘忙道 用不着留 一群丸瞪着眼睛张着嘴呢 留不住 反正我们还有些肉片 可以割肉的 陆天志带来的猪下水 也够吃好几天了 那就先弄猪油好了 徐大娘知道 成宝国夫妇级别高 退休之后的待遇 是依旧的好 也便不再多说了 相信他们的心里头 也都有数 王翠兰看到厨房角落里 堆着十几个金黄色的南瓜 笑道 明个早上 煮南瓜饭吃 南瓜子晒干了 给孩子们当零嘴 大家伙一块轻轻尝胃 免得你们爷爷老说 咱们家天天吃大鱼大肉 其实吧 谁有本事天天大鱼大肉啊 这不是年根了吗 周周敏嘴一笑 不予置评 长辈们的诗诗非非 不该他们晚辈来管 王翠兰也清楚 周周的聪明劲 抱怨两句也就罢了 和好面 就忙着收拾厨房和房间了 早点洗脚 歇下 第二天早起得蒸馒头呢 结果等他醒来 去了厨房之后 院子里的积雪 已经有半尺了 寒风是呼呼地刮着 周周和关玉 已经是在厨房 蒸了第一锅卷子了 三盆面 蒸了九大锅的馍馍 一锅是二十来个 三盒面灰扑扑的 二盒面色的金黄 煮了南瓜饭 捞了一盆的糖蒜 没炒菜 昨天吃得太油腻了 老人孩子居然没人嫌弃粗粮饭 二熊一口气吃掉了两个二盒面的大卷子 要知道 福宝盒撞着两个人才吃掉一个呢 今天杀猪 大队的办公室门口在场地上 早早支起了二十几口的大锅 塑堂下面木柴是熊熊燃烧着 锅里头的热水是扑扑地往外冒着 男女老少一千多口子人都没睡懒觉 一片的欢声笑语声 张月进带着一群装牢里逮猪杀猪 那猪临死之前的惨叫声 堪称是惨绝人寰呢 陆二熊是一点都不怕 兴致勃勃 越野欲试 要不是喜宝拉住了他 他得凑到跟前去看热闹去 十二头猪杀下来 光是猪血就接了二十几盆 天冷 那猪血很快就凝住了 开水泼在猪身上面 张月进脱了棉袄 穿着单秋衣 三下五除二就刮掉了猪毛 一头黑漆漆的大肥猪 变得是白白胖胖的 死不瞑目 网络大队的猪是真的肥 标肥体壮的 国家有规定 没超过一百二十斤的猪 不准宰杀 而网络大队粮食丰收 草木也茂盛 人吃得饱 那猪也吃得好 十二头猪平均是一百四十斤上下 每头得又隔一百斤左右的净肉 张月进拆了一头猪 几个部位的肉 井井有条地摆放在大岸上面 专眼看到 跟在喜宝身边的小孩子 其中 二熊的眼睛是最亮的 在其他孩子羡慕的眼神之中 他随手把一个猪尿泡 碎给了他 小子 拿去洗干净 找七管子打气 当球体 陆二熊动达了眼睛 啥 这是啥呀 不是气球 旁边的孩子急急忙忙的道 这是猪尿泡啊 可好玩了 农家孩子可玩的东西少 铁环也不常见 都是陀螺 弹弓 再者就是每年杀猪的时候的猪尿泡 孩子那么多 猪尿泡就那么几个 谁得到 谁得意啊 陆二熊也不嫌弃脏 兴冲冲的揭在手里 和那几个孩子讨论 怎么处理 没多大一会儿 一个充满气的猪尿泡 就成了一群男孩子的新玩具了 陆二熊也没精力 再看张彦进杀猪了 对和他一起玩的孩子的 过几天 让我三爷爷去买个皮球 哦 皮球啊 一群孩子露出羡慕的眼神来 你们在城里经常踢球吗 陆二熊想了想 嗯 也不经常 我们还得上学呢 而且大孩子不喜欢和我们小孩子玩 不过 大孩子不在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踢足球 打篮球 还有乒乓球 不知道我的乒乓球拍和羽毛球拍 有没有寄过来呀 如果寄来了 我拿来和你们一起玩 我叫你们打乒乓球和羽毛球 随着一头头的猪 宰杀分解 十二个猪尿泡 就有十个落在孩子们的手里 另外两个被人要走 一行不行去了 提前说好了 其他人也没反对 就是小孩子们有点不高兴 二十口锅开始炖肉 香气飘满了半空之中 王正国决定让大伙吃个够 一口气炖了两头猪 另外还有各家各户拿来的萝卜 白菜 还有干菜 洗干净切好 等肉熟了 直接放进锅里头 一人可以分到一大碗呢 闻着肉香 洛尔行快乐的都找不到北了 竟然有点乐不思蜀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在煮肉的时候 王正国开始主持分肉大事 经过统计 猪下水不算在内 一个人可以分到一斤的精肉 按户来领 肥鞭呢 不得超过总数的两成 不然这家全是肥鞭 别家就是一点都得不到了 一头猪身上就那么一点肥鞭 谁不想要啊 下锅的两头猪 就把肥鞭单独留下来 分给各家了 肉分三级 一等肥鞭 九毛钱 二等五花肉 八毛钱 三等瘦肉 七毛钱 比副食品店里的卖得更便宜一些 相当于是回馈社员了 陆家十口人分了十斤肉 两斤雪白油润的肥鞭 三斤肥瘦相间的五花 五斤瘦肉 则是两斤里脊 三斤前腿肉 西宝另外又买了几根猪骨头 和几斤排骨 前者是五分钱一斤 后者是三毛 这都是不受大家欢迎的部位 既费钱 又没多少肉 猪腿骨剃得是光溜溜的 拿回家炖 那都嫌浪费柴火 但农村里头 柴火也是极为珍贵的 张岳健心里偏着陆家 排骨给的全是肋排 猪腾骨也全是头子骨 里面满满的都是骨髓 各家各户的肉都分到手了 还剩下十区余的肉和不少的猪下水 猪头 作为杀猪的能手 张岳健可以掏钱买下一副猪下水 其他的就不是他所能寄予的了 生活条件好的十几家抢着药 片刻之间就给瓜分的干干净净 只剩下猪骨头了 陆家没去凑这份热闹 此时此刻大锅里头的肉熟了 掀开锅盖是浓香四溢 男女老少是人手一个大碗呢 队伍早早就排起来了 王正国点了二十个比较公平公正 并且急得人心的社员给大家打菜 但是吧 他们不约而同的 对陆家的几个孩子有所倾斜 碗里面的肉多菜少 而且都是大肥肉片子 大锅菜的味道本来就不怎么好 虽然说是猪肉不缺油 但是少盐 无酱油 瞧着那碗里头白身送的肥肉片子 几个孩子竟然没有吃的欲望了 见大家除了极少数 先捞一片肉 塞到嘴里头尝味 其他人则是纷纷端回家 更有人道 我们家有十二口人呢 分到了十二碗肉 天冷耐放 一天一晚混着白菜土豆炖着吃 快吃十二天呢 这年后还有的瘦 附近的人是纷纷附和 显然也是打着同样的主意 整个王楼大队是喜气洋洋的 跟那过大年似的 王翠兰这些年虽然是时不厌惊 快不厌戏 但是这样的菜也觉得不太好厌 更何况是孩子呢 思考片刻之后 他招呼孩子把肉当回家去 肥肉片子挑出来 重新下油锅煸炒 另外放一些花椒 大料 蒜瓣姜丝和些许干辣椒 再加上酱油上色 最后放进切好的土豆片 炖熟了 才把碗里剩下的猪血 砸菜一半给倒进去 剩下的留着晚上吃 在烧开之后 出锅上桌 几个孩子吃的是满嘴流油啊 奇迹更味道 酸奶奶 你好厉害哟 这天 家家户户都是飘着肉香的 露家饭后熬猪油 呼猪头 还有猪骨和下水 没有一个人多想的 熬出猪油的油渣太少了 王翠兰包菜饺子的打算落了空 索性王刚出锅的油渣里边 拌了一大勺的白糖 叫喜宝端给弟弟妹妹们翻着吃 长宝窝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幅情景 曾分几子里边的卖结杆下边 拎出一大块的五花肉 朝着它们亮了亮 陆二行把最后一块油渣 塞到嘴巴里 跳起身 三爷爷 哪来的猪肉啊 王翠兰和周周也好奇的 从厨房里伸出他们的头来 看着承宝国手里的五花肉 肥瘦相间 十分的诱人 乔重量比他们家分的那块 要多好几斤的样子 哪来的 王翠兰问道 承宝国把肉递给了王翠兰 让他蹬在冰雪里边改天坐 避开孩子响声的道 有人舍不得吃 有人就舍得吃 舍不得吃的人家 又没出卖去 悄悄找到我跟前 问我要不要 我当然是要了 咱们家这么多人呢 不多被点肉怎么过年呢 这家子一共是二十来口人呢 十二岁以下的孩子 占三分之二 真是够能生的 他们家的功夫年年肉不复出 我就用两块钱一斤的价格 买了他们家的八斤五花肉来 王翠兰是眉开眼笑 啊 七年能过个肥年了 张安邦手里也有他们的二十四斤的肉片 林关玉夫妇在内 一共是分了十二斤 再加上这八斤 足足有四十多斤肉了 是半头猪的分量了 这还不算陆天志带来的一副猪下水 以及他和关于每个月的猪肉供应呢 王翠兰是越算越兴奋 从来没觉得肉像今年这么多的 回老家 这真是一项英明的决定啊 这要是在部队里头 陆江夫妇和几个孩子 每个月就那么一点共用 怎么都搞不到几十亿的肉 又来过年呢 猪猪小声的道 不如 吐了馅 包饺子冻上 什么时候孩子嘴馋了 就给他们单独下几晚 或者是包点包子 将他们每天早上吃两个 他们曾小在叔叔婶婶身边 过过了好日子了 您吃过苦 受过罪 冷不丁地来到咱们乡下老家里 叫他们天天粗茶淡饭 怪不老人的 罗尔形趴在门边 哈哈笑道 啊哈哈 我听到了 大肉包子 程宝国和王翠兰扑斥一笑 就你耳朵尖 听错了 没打算包包子 那就是包饺子了 纯白面 纯肉馅的最好吃 虽然说是午饭吃了一顿大肉 但是陆二雄还是觉得嘴巴里很馋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细胞把他给拖走了 敦敦和壮壮都知道看书 就你知道天天玩 走了 陆二雄争脱不了 苦着脸对程宝国夫妇伸胳膊 哎呦三爷爷三奶奶快救救我呀 好不容易不用上学 先让我好好休息几天吗 嗯 我已经准备听周爷爷的话好好上学了 王翠岚按着肚子笑道 哈哈哈哈 你在火车上休息好多天了 快去跟你哥哥学习去 陆二雄的性子就是不能惯着 越惯越想上天 别的孩子就很自觉 就他需要大家的督促 一直以来都是 第二天一早 陆天志和关羽纷纷消假上班了 陆家都是显得瞬间冷清了些 其实吧 并没有 因为光是一个陆二雄就已经很热闹了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王翠岚和周周在家里头包饺子 洗宝和叶岩 扶宝帮忙 摆满了一盖帘 就拿到院子里头给冻上 随着春节的接近 天气就更冷了 窝园下面是滴水成冰 一排排的冰铃子闪闪发着光 陆二雄恨不得爬上去 给掰掉几根 拿在手里头当武器 偏偏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一阵的敲锣声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我讲 风气大了 大队办公室开始分鸡蛋了 一人五个鸡蛋 五个腰蛋 快拿着篮子去装蛋啊 分鸡蛋了 听到的都快行动起来了啊 在大队部分鸡蛋 年底分鸡蛋 鸭蛋 一个五分钱 想领的赶紧去 不想领的就不要去了啊 王翠兰眼睛一亮 鸡 鱼 肉蛋 它都不嫌多呀 虽然说是孩子渐渐的大了 但是每天一个鸡蛋 几乎是少不了的 不是煮鸡蛋 下面天就是打荷包蛋 到家的这几天 大家送的鸡蛋 装了几个篮子 它怎么算 都不够吃一个月的 天冷 陆家的三只鸡 那都不怎么下蛋了 细宝 你拿着篮子 去领鸡蛋和鸭蛋去 王翠兰催促道 周周紧接着道 把我和你关于哥哥的 一块领回来 细宝应了一声 提着篮子出门了 陆二行抓紧机会 跟了上去 之前看的半天书 那一眼都没翻过 陆二行是对什么 都感到好奇 路过知青点的时候 看到几个 斯斯文文的青年男女 出来 他拽了大哥的胳膊 小声道 大哥 那个院子里头 有好几个哥哥姐姐呢 看起来很不一般呢 别看他小 可能分辨出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的 细宝解释道 他们是崇里来的知青 分肉分鱼的时候 你不都是看到了吗 他们都有份的 陆二行摸摸下巴 没注意 西巴嗷了一声 哦 大概是他没存在感了 除了这一两年来的知青身上 尚存着些许城镇居民的影子 之前的知青 早就已经被他们王楼大队给同化了 王忠国在这方面 不会给他们面子的 又因为年纪关系 大部分之许吃不了苦 靠自己填补饱肚子 就选择和当地人结婚 彻底地融入王楼大队 尤其是娇滴滴的女知青 几乎都是选择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男人身强体壮 能够帮自己干活的对象 结婚之后生儿育女 忙于家务 出贡的次数是逐渐减少 这样的情形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只要是他们自己乐意 王正国也不去棒打鸳鸯 大概就是郑惠惠和周周比较能干 前者一直没有结婚 也不愿意结婚 后者是和关玉情偷义和才结的婚 而不是夺懒 时间长了 习宝都察觉不到 已婚知青和当地人的区别了 陆二行出来乍到 公家不知道知青身上发生了事 只是觉得几个青年男女 依着打扮和当地的父老乡亲们 不太一样 倒是和他们有些相似之处 经过仔细观察 他很快就发现 那些知青果然就在人群之中 顶级淡时 他们在王楼大队 父老乡亲们的后面 在周爷爷等爷爷奶奶的前面 因为翻鱼翻肉时 他们家都是排在第一位 所以他没注意到这群 与大家格格不入的知青们 不过 陆二行不明白知青的具体意义 好奇过后就丢开了 翻完鸡蛋 春节就近在咫尺了 陆父和程宝国从收缘机里得到了 陆江和风清雪的消息 准确的预报 减少了无数的损失 挽回了无数的生命 二老师暗暗庆幸孩子都回了老家的 免缺小福气的后顾之忧 老家大分 鱼肉蛋 日子过得是热热闹闹的 临近南关的部队却是冷冷清清的 所有人都无形过年 风清雪压根就没时间和丈夫过安人事件 陆江去了前线了 他的任务则是留在部队里头 本来他应该是医疗队中的一员 但是上面考虑到他们家有老人和质子 就让他负责诸首后方军人以及家属的医疗工作 还得负责安抚部队之中 随近家属的情绪 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部队很安全之类的话题 一天天地下来 他说的是口干舌燥的 摸出军营水壶狠狠地喝了几口水 干渴的喉咙经水滋润之后 都是觉得十分舒服 你们家的孩子都会送回老家去了 你当然是不担心 既然是天灾 谁知道什么时候来临呢 你说安全 他就是安全了吗 刘振国的老婆王贵珍 露着除了刘宝珠之外的所有孩子 恨是不擅心盯着风清雪 本能地忘记了自己丈夫级别低于陆江的事实 当然了 也不知道是本能还是故意的 这两天王贵珍都不敢进屋 带着孩子在营区里搭帐篷 恨不得是以帐篷为家了 陆江不在武城 全军工作都压在刘振国和参谋长的肩膀上 也没时间来管他的所作所为了 级别高的军官家属都分到一顶帐篷 暂时住在外面的坑框地区 风清雪没药 而是让给了受惊吓生死的低阶军官家属 听说自己家住的是平房 不是高楼 没必要用帐篷 听到王贵珍话里话外透露出 陆家提前防范而不通知他的意思 风清雪是一阵冷笑 当着围观者的面前道 当时我们家送孩子回老家 原因可是没瞒着大家的 你们不相信 现在早重复了不知道几百遍了 咱们这边不会有事 你们还不相信 王贵珍同志 既然你不信我的话 在我跟前说话干嘛这么酸气冲天的 我忙得很 没时间和你废话 想到王贵珍慌乱之中带着孩子跑到外面 提醒都没提醒刘宝珠一生的行为 帐篷也没有刘宝珠的位置 风清雪就觉得气得慌 也替刘宝珠感到心酸 虽然说是刘宝珠的确不受她的欢迎吧 但是生了刘宝珠的娘 现在她可是父母双亡的 她就应该负责 这两天借宿在陆家的刘宝珠 却是一点都不在意 王贵珍的行为 不过是磨去她对王贵珍的 最后一点骨肉之情而已 等她长大之后 她只孝敬她老爷一个人 就这样过了几天 果然都是平安无事 大家终于是放下心来了 自从穿越以来 风清雪首次是独自过年 丈夫不在 孩子不在 刘宝珠也搬回了刘家去了 屋子里头 院子里边 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唯有那狂风拂面 暴雪堆积 就是勤务兵小苗千里迢迢 从老家赶回部队 也被她打发到陆江身边去了 去照顾陆江的一时起居 免得她废寝忘时伤了身体 让自己在后方为她担忧 没人在身边 虽然说是冷清 确实方便她做事 最近各把月以来 她工作之余 每天练习书画 练得累了 就把精力放在空间的物资上面 把空间里面许多的鸡 鱼 肉蛋 转换为熟食 热菜 数量巨大 以至于她一个人 吃一年都有剩的 又把符合这个年代的布料和棉花 从空间里头总理出来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虽然寂寞 但是风清雪 依然是很会自得其乐 主要现在是天灾已过 没与前线的军人们 处理后续工作呢 商院也没有送到他们这里来 心中没有压力 才会如此 否则 她光顾着担心陆江了 哪有心情搞这些呀 厨房里头有两口锅 一口炖着两只老鹅 一口炖着五香牛肉 灶堂里面烧着无烟的白煤 无论是煤炭 还是食材调料 都是出自空间的 风清雪坐在灶台之前 两眼盯着火 一手转动另一只手腕上的翡翠镯子 就是陆江从爹南带来的那对镯子 没人的时候 她经常戴在手腕上 人养育三年 育养人一生 这对镯子是越带越水灵 色泽浓艳 晶莹剔透 让人自然而然地感到了心静 家里头就她自己一个人 能不安静吗 风清雪叹了一口气 拿着火钩子 剥了剥造糖里面的煤炭 大火转为小火 晚上九点左右的时候 风清雪用筷子戳透了老鹅和牛肉 相机捞出了锅 直接张在盆里塞进了空间里头 风清雪洗洗手脚 做了个保养 就躺床上去了 除夕大年夜 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 风清雪佩戴的翡翠镯子 收进了空间里头 快手快脚地洗漱完之后 吃了早餐 准备一些瓜子 花生 糖块和糕饼 很快就会有大院里 和自家孩子玩得好的 一群小孩子过来拜年 外面的风风雨雨 都影响不了孩子们 过节的喜悦之情 抬手看了看时间 风清雪毫不吝啬地 装满了他们的口袋 压岁钱倒是没给 不是自家晚辈 或者是亲戚家的晚辈 一般是不给压岁钱的 一群孩子捂着口袋 七嘴八舌地倒完屑之后 欢呼着冲了出去 今年春节不放假 风清雪值班 早早地就到了医院了 因为大年初一进医院 接下来一年都不顺利的说法 他是特别的清闲 除了巡视病房 观察原有病人的情况之外 竟然有一点无所事事了 想了想 便是坐在办公室里面 拿出纸笔 练起书法来了 过完春节 风清雪就是33岁了 岁月依然很是后代他 没在脸上留下丝毫的痕迹来 只是增添了些许优雅和知性 这个时候 他收到来自国外的挥款单和信件 是来自风清云的 出国两个年头了 他全靠自己的积蓄 姐姐和对象的资助上学 生活 艺术是很烧钱的行业的 何况他还摆了钢琴 大半的身家 都是用在购买乐器上了 那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直到学友所成之后 在老师的引荐之下 经常参加表演 他终于有了收入 最近又获得了一项音乐大奖 得了很大的一笔奖金 这生活也渐渐的好了起来 也有余钱给姐姐和男友了 姐姐和男友不缺钱 他当然知道 出国之前 姐姐可是塞了不少黄金给自己 但是国外汇款到国内 可以让收款人拿到侨汇券 有了侨汇券 就能买到不少的稀缺物资 风清云想从国外买的东西寄回家 可是同样的东西 国外的价格就比较贵 不如在国内买 看到妹妹获得音乐奖项的 各项名称之后 风清雪由衷地感到高兴 这可是国际上名气不小的奖项 含金量是极高的 得到这个奖项之后 妹妹将来的路 会走得更加顺利 接着往下看信 风清雪看到风清云说 她在巴黎遇到了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很怀念当初在首都遇到他们的时光 见到风清云时感到特别的高兴 风清雪的嘴角泛着一丝笑意 他相遇有人 不是为人生乐事 虽然双方不是出自同一个国家吧 但是友谊并没有国别之分 风清云下面说的是 他去克里斯汀家里拜访了 说到克里斯汀父母的热情招待 相谈甚欢 也因为克里斯汀的关系 得以参加过几次上流社会的宴会 他没给自己国家丢人 并应歌声祝福了许多外国友人 受邀参加了一场比较有名气的演唱会 主角嘛 是当地很有名的音乐家 音乐是不分国界的 纯净的声音很容易受到同行的青睐 啊 不错呀 妹妹换得这么好 风清雪感到十分的欣慰 她立刻给妹妹写了一封回信 让她在国外好好的学习 继续磨练自己的音乐技法 短时间之内就不要回国了 就是有点可怜李娇阳了 大连男青年还得继续地等待下去 风清雪咬了咬钢笔的顶端 继续落笔 认真学习 认真工作的女人是最美的 男女平等的时代 不应该为了家庭所累 经过盘查之后 信顺利地寄了出去 捏着妹妹的挥款单 风清雪抽空去了一趟银行 进行兑换 同时拿到厚厚一打的侨绘卷 因为老人孩子都不在身边 只手里又不缺东西 她也就没花 反正年底也才到期呢 不急于一时 很快就到了元宵节了 她依然是一个人 懒得折腾 就这么过去了 元宵节后的第三天晚上 陆江风尘扑扑地赶了回来 诸事尘埃落定之后 后续不需要她再出面了 看到她疲惫憔悴的脸 看到她眼睛里的红血丝 看到她衣服上满满的沉垢 甚至是破了好几道口子 风清雪是心疼极了 赶紧烧水让她洗澡 又把干净的衣服拿出来给她更换 陆江喝完了两碗粥之后 狠狠地睡了一天两夜 隔天一早 陆江在粥的清香之中醒了过来 醒了 你可算是醒了 风清雪端着白粥 大包子走进了卧室 放到了床头柜上 起来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 吃完了再睡 陆江翻山下床 伸了一个懒腰 不睡了 昨天回来没吓着你吧 昨天 风清雪一愣 随即失效 你是前天晚上回来的 足足睡了一天两夜了 如果我不是医生 不等到把脉 肯定会被你给吓着的 不用急着工作 我本来替你向部队里请假了 结果得知 你有半个月的假 有假就好好休息 看你这一两年累成什么样了 陆江抹了一把脸 有些心虚 结果肚子不太蒸气 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 一天两夜是厉米未尽 滴水未沾 难怪他会复明如骨了 风清雪看了他几眼 提起热水壶 往糖厕盆里倒了热水 盆里面本来就有凉水 两香一对 变成了温水了 过来洗脸 洗手 把牙给刷了 这会儿的陆江是十分听话的 穿衣洗漱 大蛋倒餐 哎呀 痛快 痛快啊 还是家里好 陆江抹了抹鼓鼓的肚子 这一次 我一定不吃烟 在家里头好好地陪你 趁着孩子不在身边 怎么过两人的日子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风清雪一边收拾碗筷 一边斜眼看他 严肃地道 陆江同志 建议你的信用已经完全破产了 我决定看你的表现在来判定你的行为是否合我心意 陆江哈哈一笑 沉手接过他手里的活 哈哈 我来我来 你歇着 见他这么勤快 风清雪毫不客气地扒了手 陆江踩着棉拖鞋出去了 妈溜的把碗给洗干净 放好之后回到堂屋里 正好看到妻子从卧室里面出来了 虽然只是穿着普通的旧军装 但是乌发雪敷 明蒙好吃 流露出一种明艳的光彩来 瞬间就照亮了全屋子 更是生过夜晚的灯光璀璨 摸了摸自己被狂风吹后 特别粗糙幽黑的老脸 陆江有点后悔没坚持保养了 不过 忙的时候是连饭都来不及吃 哪有时间抹洗花膏和舌幼膏啊 男子汉大丈夫 靠的是本事 不是靠脸 陆江理直气转的 给自己找了一个好的借口 殷勤的对风轻学道 你今天工作吗 我接送你上下班 家里的活交给我来做 你什么都不用沾手 哎呀可惜了 我今天休息啊 你是当不成司机了 也是巧了 今天正好是星期天 陆江的眼睛闪了闪 握着他的手腕就往外走 谁说的 我陪你去城里头转转 我开车 让几个警卫员和勤务兵好好歇歇 跟我奔波了这么长时间了 也够累的 现在几乎是没有娱乐方式的 除了逛街买东西 或者是吃饭看电影 那就没别的了 转什么转 在家歇着 我跟你做好吃的 家里头没万人 老人孩子也不在 你想吃什么 我跟你做什么 风轻学不太想出门 他希望陆江可以好好的休息一阵子 这几年他是绷得太紧了 也太忙了 适当地放轻松 也才是长久之计 而且吧 此时虽然已经是历春多日了 但是五成依然是处于冰天雪地之中 冷得特别厉害 风也是十分狂暴的 最主要的是 一看陆江那黑色的模样就知道 他出门散外 那吃的肯定是没有家里头好 陆江脚下不停 没事 出去玩也是一种放松方式 别老是闷得家里头听军政的耗子 咱不开火 去国营饭店里头吃 免得烟熏火燎的累着你 不去 国营饭店的饭菜 都给家里头的好吃啊 怎么到了也不见得有供应 过年那天我炖了两只老鹅 还炖了一大锅的五香牛肉 要是不够你吃的 还有之前做好的红烧肉 东坡肉 花椒薄木鸡 笋干老鸭汤 风起雪的双脚 像是用钉子钉在了地面上似的 陆江的喉结滚动着 咽了几口口水 虽然说是刚吃了十几个猪肉馅的大包子 但是包子哪有大肉吃的带劲啊 此时此刻的他和陆二雄是那么的相似 真不愧是父子两个 风起雪感到好笑 再接再厉的诱惑道 我还炖了几锅的羊肉 连古代汤 用不锈锅大桶装着 放在该放的地方 现在拿出来都是滚烫的 我整理的时候呢 又翻出来不少的羊肉串 烤羊排和烤鱼 还有烤鸡烤鸭 还有两箱子驴热火烧呢 陆江赶紧道 哎呀 别说了别说了 三不出门 中午在家吃蒸米饭和吃红烧肉了 在外面的时间这么长了 以他的级别 虽然也是能够顿顿吃饱饭 但都是粗茶淡饭 以干粮居多 忙碌两三个小时 那肚皮早就颤了空虫剂了 更是有来不及吃饭的时候 早就是馋得不行不行的了 风起雪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他们家的伙食是比较好的 可谁叫陆江忙的时候 经常不在家里头吃饭呢 既然不出门 就和我一起去买肉 买菜 再看看服食品店里有啥好东西 小云给我寄钱了 我领的桥汇券也都没动呢 怎么顺便买点凉油回来 如果是什么食材都不买 而家里头却是飘出来浓浓的肉香味 那就是傻子也会怀疑肉的来源吧 他们家大门口又不是没人经过 风起雪之前炖肉 全是靠着截日前后那阵子家家户户 飘着肉香打掩护呢 竟然也是打算趁着有空 再炖点肉放在空间里头 家里全都是东储大白菜和萝卜 可是吧 除此之外 店里头也没别的蔬菜 风起雪买了一大堆的梅干菜 又把仅有的一斤肉片拿出来 割了一斤上好的五花肉 怎么上午吃梅干菜扣肉 这个梅干菜扣肉 做的可不是一碗 而是一大锅 十几斤的猪肉 都是空间里面的存货 它舍得放油和各种调料 虽然说是量大 但是不会影响最终的味道 陆江一边种理回来的 上百斤的大米和白面 一边吸着鼻子 看不到那饭菜 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风起雪偷笑了两声 从空间里头 取出一只烤鸡给他 给 先垫垫 陆江洗了手 尖刺下一块鸡肉 塞到他的嘴巴里 再过两年吧 过两年就好了 今年有望开始 全面整断经济 先从运输开始 再搞生产 虽然说是不知成效如何吧 但总是好过之前的 陆江咽下塞得满嘴的肉道 效果微乎其微 真正搞起来还得几年之后呢 他们买完东西 就回来做菜了 等没菜扣肉出锅的时候 也差不多十点左右了 陆江吃了一斤左右的烤鸡 一时倒是不觉得饿了 陆江两个索性 再把生肉编成熟肉 熏得是满身的油烟味 大米饭 红烧肉 香菇青菜 天麻乳鸽汤 是他们蒸骨的菜色 逢去去拿只乳鸽汤 泡米饭 吃了点青菜 其他的 都被陆江给一扫而光了 吃饱了吗 陆江点头 不仅是吃饱了 而且是吃得十分满足 风气血从空间里头 拿出一个奇奇怪怪 他没见过的东西 吃饱了 就跟我干活去吧 这是什么东西 陆江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来 金属参测仪 风气血见他是眼露不解 把东西举到他跟前 含笑道 现在应该早就有这种仪器才对的 不过 我这是几十年之后的 比较先进 刚才整理空间时翻出来的 我都忘记我买过这种东西了 也可能是买其他的东西时 对方送送的 不过可能性不大 应该是我自己买的 因为空间里可是不止一个 我翻出来好几个不同的探测仪呢 还有很多电池 陆江想了想 好奇的道 这玩意儿 可以探测到金属 风气血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赞赏 探测的范围还不小呢 掩测在地底下的金属首饰 子弹头之类的 这些都能探测出来 咱们试试去 早知道空间里头有这玩意儿 他早就应该拿出来四处去溜达了 肯定能收获不少的好东西 这个时代 多少好东西都是埋在地下的呀 现在也为时不晚 夫妻两个就跟孩子似的 兴高采烈地离开部队了 选择了人机罕至 又靠近城郊村落的地方适用 就是处于城郊和农村之间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地面广阔 仍是有积雪寒冰的 但是丝毫不影响金属探测仪的工作 扫过一大片区域 没有听到语音提示声 风气雪和陆江又换了个地方 扫描没多久 就听到了提示声了 表明地下有金属 找找目标所在之后 风气雪兴冲冲地让陆江开挖 冰雪之下 冬土坚硬 陆江在往手上吐了一口唾沫之后 紧握铁桥就开挖了 挖了十来分钟 挖出一堆的铁皮泡皮来 秀气斑斑地朝下他们寻找金银首饰的一响天开了 风气雪倒是没感到失望 忍不住笑道 快买回去吧 咱们继续探测 陆江献献地道 买什么买 消费事 话是这么说 还是主动把挖出来的土给填了回去 免得有熊人露过十没张眼镜 而掉进坑里去 风气雪指了指东南方向 同这个方向只看到一片空旷 和几个零路的水泡子 水泡子往南说 村子中曾经有一个大地主 据说周围好几个村子里边的土地都是他的 以前住的大宅子 五城里面还有他家的房子呢 县城也有 被扒的被扒 没被拆的 现在都是干部居所 不过 他一家子全部都死光了 咱们可以在附近里转悠转悠 绝大多数的富贵人家 都会给自己家的后人留后手 而地主尤其喜欢往地下 墙里面藏金银 也有一些会存在井里 湖里 或者是江里 因为这家满门禁决 藏匿的东西都是无主之物 所以他才会过来 他在五城部队工作的几年里边 曾经带人下乡宣传卫生知识 并且给老百姓做简单的体检 对附近的地形和居民聚集地比较了解 这里不只是汉人 也有满人 蒙古人的存在 车停在这儿 我们往那边走走 要是碰到人了 就说是视察社员生活 陆江早就想好了借口了 就是 你那个金属探凑仪能不能不发声啊 风雀雀嗷了一声 换了一个不带语音提示的 冷在军大衣的袖子里头 经过水泡子的时候 金属探测仪提示他附近有目标 直指其中一个水泡子 水泡子嘛 就是小水洼 小水滩 大大小小的有个十来个 但是最大的 也不过是几平方米左右 几乎都很浅 有的直接露出淤泥来 扭的水面截着厚厚的冰 风雀雀忙道 阿姜 阿姜 你挖挖看 水泡子很浅 淤泥上面薄薄的一层冰 陆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脚 嗯 幸亏今天穿了一双长靴子 弯腰挖了四五尺 挖出来许多的污泥 甩到水泡子边上的泥地里边 下面终于传来金属碰撞之声了 冯清雪探头往里面看 看到一个箱子 根据淤泥下的颜色可以辨别出 箱子是铜制的 箱子一侧还有一个破碎的瓦罐 碎片 淤泥和瓦罐之中流淌出来的饰品混在一起 哇 运气真好 发财了 陆江先把箱子递到上面去 然后把污泥之中的东西捡出来 放进冯清雪的木盒子里边 手上戴着冯清雪交给他的胶皮手套 一捡就是两三百件 全是体积小而贵重的首饰 淤泥中再无金属探测仪的反应之后 附近也没有 两人赶紧溜回车上 开车回家去了 怀着兴奋的心情 冯清雪打来温水 清洗盆里面的首饰 陆江则是把戴索的铜箱子给打开了 直接撬开了老师的大铜锁 当箱子打开之时 忍不住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比冰雪还凉 惊着了 虽然说是早就有心理准备吧 因为铜箱子太沉了 但是猜测和亲眼目睹的感觉可是不一样的 冯清雪侧头一看 哇了一声 哇 黄金 大黄鱼 没错 全是一根根手指粗的大黄鱼 满满的一箱子 陆江拿起一根看了看上面的出产日期 全部都是民国时期的 上海出的大黄鱼 冯清雪也拿着牙刷 刷掉首饰上的淤泥 选出一堆金镯子 金耳环 金戒指 金项链 金簪子 金锁片 要么得有个三百来件 八成都是金的 另外来成是金香玉 金香宝石 金香翡翠 银首饰那是一件都没有 可见这些东西的主人 是把金子当成用通货给藏起来的 他本来是抱着适用金属探测仪出门的 可没想到 还真能给探测到什么 得此意外之才 大大是出乎了自己的意料了 同时对金属探测仪是充满了信心 由此剁闭器 还能不发财吗 第二天一早 他去上班了 陆江呢 则是拿着金属探测仪四处的溜达去了 他一个人不开车 又有身手 可是比带着妻子要方便了很多了 可这一天吧 他是一无所获 第四天挖回一块好几斤重的狗头鸡 第七天回来说 自己在山脚下挖到两缸的大银园 晚上带着风清雪走了一趟 输到空间里头 其后又有一次 带盘根错觉的输根底下 挖出一尊三个同志的弥勒佛来 等到假期结束 他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只有休息的时候 才会和妻子四处去溜达 城里城外 乡村田野 都出现过他们的足迹 值得一提的是 夫妻两个某一天 在张荣住所后墙处 挖走了张荣买的宝贝 估计他怕人找到他手里的东西 在他家里头追的三尺 所以他就把东西 埋在墙根底下了 旁边就是他们家 用水面瓦单独搭建的一间厕所 时不时的可以趁着上厕所 来查看自己的东西 他藏了得快有十年的东西了 万万没想到 会被金属探测仪给发现 落在了陆江夫妇的手里 为什么这么确定是张荣的呢 因为在挖走两怪的金银珠宝之后的好几天 风清雪和陆江 拖了廖大娘给灯红灵固执烧东西的时候 听廖大娘说 张荣病了 病得很严重 在生病之前 老人家听说 他去解手时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随后就在后墙根里边乱挖 陆江和风清雪相视一笑 他们俩不仅走遍了五城周边 也在短时间假期之内 假借走进房友之名前往首都 经常是乔装打扮之后 把首都和首都附近的乡村 几乎都给摸了一个遍 除了不方便出手的地方 能挖的就挖了 也用良药物资高价商品和钱 收了不少的老物件 时间就在他们一边工作 一边淘宝的过程之中飞快地划过 转眼就进入了七六年了 这一年不亚于是天崩地裂 从年初开始就没有平安顺利可言的 因为了解历史的进程 陆江忙 风清雪也忙 丢下淘宝只顾着工作 忙的是三天两头不睡觉 也都是常事 本章一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这一年是建国以来最不平静的一年 不亚于是天崩地裂 春节未至 噩耗先出 杜江当事人都在首都 其后两三个月里 风清雪就没见到她的人影 偶尔能从电话里面听到她疲惫的声音 三言两语之后就挂掉了 风清雪知道 有些事是可以挽回的 但是有些事是无法挽回的 她只能是守好后方 安抚家人 为家 为国 陆江是艰难前行 义无反顾 瓦楼大队大部分的消息 是从收音机里和报纸上得到的 更详细的部分 则是赵安邦带给陆父和周凤楚 两位老爷子的 一桩桩 一宴见 几二连三 根本就不给人反应的时间 也许是因为天高皇帝远 网楼大队的老百姓 虽然因为天崩低裂而感到迷茫不安 情绪低落 但他们需要继续生活 很快就收拾了悲痛 亏复了平静 天气给王罗大队带来的影响不大 夏天又是一个大丰收 因为使用肥料的功劳 小麦的母产量直接翻倍了 颗粒饱满的小麦搬进了粮仓 笑得富老乡气们是合不冷嘴 鸡棉又不应挨饿了 真好啊 陆父和习宝确实很担心 此时此刻位于抢险救灾一线的 陆江和风清雪 在他们加工粮的时候 位于首都的陆江力排众议 以各种调查来的资料说明 即将到来的危难 顶住外界的压力 安排当地驻军以预防为主 及时收散转移大部分的民众 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损失和无数人的生命 而风清雪呢 更是带领医疗队深入一线 救死扶伤 在提起扶畅覆随的陆丰二人时 无人是不竖起大拇指 陆江年初才在大家医疗之争升的级别 为首都军区副司令 经此事之后 直接是由父转正 如今是畏惧要职 辅助首长 主持军政工作 悲伤过后彻底粉碎阴谋 举国欢腾 王正国直接安排人杀猪宰羊 烧大锅菜 以示庆贺 下方到王老大爹的老爷子老太太们 无不穿上自己最整洁最好看的衣服 走出困住他们多年的土屋子 苍老的脸庞上面绽放出一朵朵的黄花 双眼明亮 精神抖擞 仿佛都年轻了许多岁 习宝呢 老陆啊 这样的场面怎么没见到习宝啊 倒是未满九州岁的陆二雄四处里撒花 听到了周富厨的问题 带着敦敦和庄长看热闹的陆父 冲着他摇摇头 这个宝贝孙子正在家里头伤心呢 听到噩耗后 他想进京 但是局势太过混乱了 首都又戒备森严 几乎是五步一岗 十步一哨 外人根本就不能进京 陆江和风清雪又是位于漩涡之中 陆父担心有人反扑 西表便未能成行 周风楚表示理解 转回陆家小院 单手推开东厢房的门 看到喜宝坐在床上 跟前放着许多年代不一的信件和照片 手里共是捏着一张他幼时在首都的合影 臂上戴着黑袖章 走过去摸摸他的头 周风楚坐在了床檐上 没说话 齐宝抬起头 露出通红的眼睛来 您说 人为什么要死呢 长长久久地活着 不好吗 一旦死了 就再也见不到了 听不到声音 看不到人 周风楚拍来拍他的肩膀 少孩子 生死是必然的规律 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喜宝觉得很难受 难受得喘不过气来 心有一种裂开的感觉 在周风楚的眼睛里边 这是重情重义的表现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军了 南中北战 东奔西走 鲜血见到脸上的次数 数都数不清 死在我面前的兄弟和敌人 没有十万 一定有几千上万了 可我知道 我没有时间伤心 没有时间缅怀 我得继续往前走 肩负着责任 为了家 为了国 为了人民 周风楚语正心长的道 喜宝啊 过去的已经是过去了 你还年轻 国家需要你们这些风华 重貌的儿郎 充起民族的脊梁 我相信 在天上的人也不希望 你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 细胞眼里闪着一丝水光 慢慢地吐出一口气 我知道 周爷爷 我会好好的 这才对嘛 走吧 大家都在外面等着吃肉呢 你爷爷也很担心你 喜宝收拾了心情 把信件和照片放进了盒子之中 仔细地锁好 然后锁进床头柜中 忽然听到陆二雄在外面扯着嗓子道 大哥 大哥 你看谁来了 喜悦之情一于眼表 喜宝心中一动 和周风楚出来一看 正好看到风清雪提着行李箱进门 妈妈 你怎么没打招呼就来了 爸呢 喜宝先生睁大了眼睛 旋即飞奔上前 神手接了行李箱的同时 瞒眼陆二雄没帮妈妈提行李 风清雪微笑道 你爸忙得很 没空离开 我来接你们 接我们 陆二雄摸了摸头 旋即大喜过望 两只大眼睛圆溜溜地道 是要回部队的意思吗 我可像我的好朋友了 风清雪久重道 不是回虎城部队 是去首都 首都 首都 老少三人一口同声地道 除了陆二雄 周凤楚和喜宝想到陆江人在首都的事实 心正顿时了然 妈妈 你也掉进首都了吗 所以 我们去首都和爸爸相聚 风清雪微微一笑 一边拉着两个儿子的手进了院子 一边道 是呀 你爸爸三四月份就任首都了 随后就是申请调职 但是因为接下来发生了很多事 直到九月份才获得批准 办理完调职手续 办完家 我便来接你们了 今年 我有重大的立功表现 有两个月的假期 他和陆江一样 已经是好几年没有认真休过长假了 不过陆江现在是个大盲人 依然是没嫁 他倒是有了回老家的机会 准备在假期之中 把上海文物部门偷走的文物古文 勿归远主 浩劫结结束了 光明已经到来了 属于国家的文化遗产 应该不会再送到海外去了 十年哪 真的是漫长又飞快 西宝惊喜的道 这么说 妈妈可以在家里待两个月 真是太好了 是啊 太好了 诺二行接口道 咱们大队杀猪宰羊来 妈妈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吃大肉 虽然没妈妈做的好吃 但是很受欢迎了 风气血玩儿道 你就是想着吃 吃的都不想离开这里了 是不是 陆二行嬉戏一笑 不肯承认 周凤厨听到他们母子 你一言我一语的 看了看大门的方向 奇怪的道 几个孩子和老陈回家时 别提多受欢迎了 你来怎么反倒是没动静了 就一个二行跟着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不等风气血回答呢 陆二行就举起了手来了 是我发现的 是我发现妈妈从西边来的 咱们大队的人都在等着吃大肉 没人看到妈妈回来 他得意洋洋的挺着胸膛 周凤厨狐疑的看着 你不是在大队办公室那边 等着吃肉吗 陆家的几个孩子 喜宝不在 叶炎和福宝在温老爷子住处 练习书画没出来 端端和壮壮跟在陆府的身边 看人杀猪宰羊 蹦打最欢的不是陆二行是谁 他很相信自己的眼睛 陆二行一拍脑袋 大舅爷爷叫我来喊周爷爷和大哥去吃大肉 风气血无奈的看着自己的熊儿子 喜宝关切的道 妈妈 你回家怎么不发个电报啊 我们好去接你 陆二行也反应过来了 是啊妈妈 你从火车站走回家 一定是很累吧 真的是太辛苦了 一会儿分大肉 我把自己的松鹅你穿 那就谢谢二雄了 不管好不好吃 心意领了 风气血说完 转而看像轻易骗不了的大儿子 轻声道 一点都不累 我坐飞机到了金陵 从金陵坐火车转回淮海市 下车出站之后 搭了身风车 搭了后山的生产大队 是我以前行医时帮助过的人家 然后才翻山越岭的走了回来 不过是大半个小时的路程 他想给家人一个惊喜 所以也没打招呼 步行期间 拿出金属探测仪 发现了许多的提示声 虽然他们这里曾经是战场 可能会有很多的蛋片 泡皮之类的东西 但也应该是有金银之物的 准备抽空去挖一挖 以后花钱的地方可是多着呢 多弄一点是一点了 而且吧 他和陆江一般都是选择荒郊野外 或者是湖泊 和园的金银之物 因为时大的原因 是无主之物的可能性比较大 像重立各家后院之中 哪怕金属探测仪提示音频繁 他也是没动心 那些也许是前房主藏的 也许是后房主藏的 拿着总归是有些烫手 当然了 他们动手挖过一小部分 李美王两私藏的金银珠宝 是他们抄家时浑水摸鱼所得的 也和邓南前妻张荣一样 喜欢藏在自家的地下墙角处 西宝不知母亲心中的打算 拉着他坐下休息 给他倒水 又叫陆二行去找陆父和其他弟弟妹妹们 大肉一顿不吃饿不着 我们就不去参加分肉了 子妈刚到家 走了那么远的路 累得很 除了跟大舅爷爷或者是姨姥姥悄悄说一声 其他人就先不告诉了 等妈妈休息好了 自己出门 他们就见到了 习宝太明白父老乡亲们的心了 陆二行表示了解 三步并坐两步 先跑到老爷子们的住处 呼喊叶言和福宝 然后跑到东边大队的办公室 趴在陆父的耳朵边小双地告诉他 接着又去找了承宝国和王翠兰 陆父和敦敦撞撞自然是惊喜交集 顾不得分肉就往家里头赶 承宝国夫妇得知之后 二话不说就跟了上去 等他们到家的时候 福宝正溺在风清雪的怀里 两只手搂着他的脖子 完全没有豆蔻年华少女的样 倒是像个小孩子 母女两个是亲热的不行 见到陆父和陈宝国夫妇之后 风清雪连忙站起身 爹 三叔三婶 三老点了点头 见到风清雪他们是十分高兴的 敦敦和壮壮跑到母亲身边 一左一右地抱着他的腰 妈妈 你是来接我们的吗 是啊 我来接你们了 过一个月 我们一起回首都 快两年没见了 风清雪也想念自己的五个孩子 公也没忘了叶岩 你爷爷也惊人首都了 你和我们一起回去就能见到了 叶岩从小跟父亲是相依为命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生活 大一些就一直住在陆家 对他爷爷并没有什么印象 但他经常听到陆江和风清雪说起他爷爷是个英雄 倒也为他感到高兴 我爸呢 他刚升的师长 应该还在五成部队吧 今天我收到他的信 说放假了来看我的 他又失言了 风清雪摸着他的头 你爸爸去年 今年 和你沈叔叔奋斗于抢险救灾第一线 任务来得太突然了 不是他故意失言的 你陆叔叔对我失言得有一百次了 我都没生气 叶岩小大人似的叹了一口气 唉 好吧 我原谅他了 众人失笑 却也心酸 作为军人的伴侣 军人的子女 居少离多已经成为常态了 除非级别达到一定的高度 像是现在的陆江一样 只需决策千里之外即可 想到陆江的成就 陆父和承宝国夫妇 都是觉得十分欣慰 他们都没料到 陆江走得这么快 这么稳 决策之魄力大大的出乎他们的意料 就是可惜了 作为他革命战友的风清雪 以他的本事和资历 早该升迁才是的 而不是依旧享受拥挤待遇 可是风清雪却是一点都不觉得可惜 他是主动放弃升迁机会的 平调首都军区司令部所在的医院 经过他多年的观察发现 夫妻两个当中一方身居高位 正在工作中的另一方 势必是在职务上让步的 要放弃升迁的机会 几乎是无一例外 便是不主动放弃的女性干部 也会被高官丈夫压下去升迁机会的 十几二十年得不到升迁 就此退休 他是因为陆江够有能力干实事 甘愿退让的 决定两个人只有一位可以升迁 把机会让给陆江 简直是理所当然之事 自己是大夫 就此扶伤靠的是医术 和级别高低没有关系 长得那点工资待遇 他是一点都不在乎 但是也因此表明 男女平等在职场上 真的就是一句空话而已 怎么就不见丈夫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 而主动退让呢 反倒是压着妻子升迁的居多呢 风清雪摇了摇头 扩掉暗藏心中的不平之气 周叔 我来的时候听阿江说 上面已经决定让你回京休养了 至于何时恢复工作 尚且没有定论 但有机会回京就说明 距离你平反的时候不远了 周凤厨先是一愣 随即大笑出声 声音洪亮 充满了喜悦 哈哈 好好好 我终于是等到了 周凤厨喜极而泣 上战场打鬼子时 他流血不流泪 被自己人背叛时通彻心扉 逃得狼狈不堪 现在 他看到了曙光了 希望的曙光 戏掉一身罪名 重新昂扬于天地之间 不再为人人喊打的存在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播讲 来接周凤厨的人 比想象中的更快些 风秋雪回家的第三天 一辆吉普车驶进了网楼大队 这是网楼大队第一次出现吊车 无论男女老少 听到声音都跑出去看稀罕了 口中大呼小叫 惊叹连连 直到车停在大队办公室的空地上 走下两名穿着半旧军装的军人 一个是三十岁上下的年纪 一个是四十岁上下 王正国从办公室里面走出来 你们好 你们好 我是网楼大队的知书 两位同志远道而来 不知道有什么事啊 看着眼前腰板挺直 一桌整洁的老头 两个人敬了个礼 年长的人 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他 老同志 你好 我们来自金陵军区 驻华海市的部队 接到命令 特地来接周凤楚周老同志 送他去首都休养 这是上面发下来的电文 王正国仔细地看了看 笑容满面地道 两位同志辛苦了 我带你们去找周同志去 他真心希望下方的王楼大队的老爷子 老太太们能够早日平反 哪怕回不到过去的岗位上 也能堂堂正正地活着 而不是关以灰分子的名头 受人欺辱 人应该是以善恶而分 而非是成分论 这么多年了 他见多了成分好的得势之人 猖狂又恶毒 做的恶事简直是庆竹难输 只是他没有改变的力量 只能保证王楼大队的风气清白 找到老爷子们 老太太们的住处 徐大娘一边晒被子 一边道 老周啊 在小雪家 王正国听了 转到陆家 听到院子里头的欢声笑语 想起王楼大队的房屋建筑 和老百姓的精神面貌 两位军人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感觉比许多城镇都要好 吃饱穿暖 才会有这样欣欣向荣的景象 年长居然忍不住 看了一眼王正国 后者正以手拍门 小雪 小雪 老周在不在你们这儿啊 有人来接他回京去休养了 院子里面的欢声笑语顿时静止 随即爆发出更大的惊呼声 在惊呼声中 大门打开了 陆二雄的小孩 拥入三人的眼帘中 大九爷爷 他们要把周爷爷接走 不要嘛 我不想周爷爷走 王正国摸了摸他去年就晒黑的脸蛋 你应该尊重你周爷爷 问问他愿不愿意离开啊 陆二雄一下子就美眉了 傻子都能看出来 周爷爷很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啊 周凤厨爽朗苍老的嗓音在他身后响起 二雄 等你和你妈回到首都之后 咱们就能再见面了 有啥可舍不得的 周爷爷回到首都之后 给你买一大堆的好吃的好玩的等着你 陆二雄的眼睛就亮了 转身用小爪子拍了拍周凤厨的胳膊 然后扶着他的胳膊 嗯 太好了 他们很快又能见面了 说不定可以让周爷爷教他打靶呢 来接周凤厨的两个人就更加惊讶了 虽然说是周凤厨一桌破酒 但是十分整洁 补丁的针尖也绵密 绵衣臃肿而厚实 完全没有想象中的落魄憔悴的样子 面色红润 精神抖擞 瞧着比初始之前照片中的样子还胖了些 倒是显得年轻了几分 网络大队难道真的是个好地方不成 就是下方的农村参与劳动改造的老人 那也是能够吃饱穿暖的 周老同志 你好 两个人也来不及细想 纷纷举手敬礼 三天之后 飞机从金陵军区飞往首都 我们是来接您送您去金陵军区的 还有赵魁赵老同志 赵魁就是赵安邦的父亲 早几年前得以回乡休养 一直都没回复工作 王正国甚至把电文交给了周凤厨 周凤厨紧紧地捏着电文 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回去了 虽然说是不能立即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但是回到首都就代表着 官网罪名皆已成空 自己有很大的几率要付出工作的 好 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最重要的是向老伙计和小辈们告别 大家都替他感到高兴 周凤厨有了这样的结果 几离他们平凡之期还会远吗 周凤厨只是带走了换洗的衣物 和几件常用的生活用品 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 留给了不知何时才会离开的老伙伴们 上车之前 目光缓缓掠过王楼大队 将父老乡亲们的脸积在了心里 最后钉在送他的人身上 萧雪 怎么守毒箭 你放心 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了 冯七雪的眉梢眼角都是喜悦 上辈子他曾经听人说过 浩劫期间恢复工作 或者是浩劫刚结束就得以离开 下放地区的 无疑不是大懒 没店人脉关系和本事 不会这么快就得到平凡的 因为全国大平凡是在八十年代初的 为了庆祝周凤厨的离开 冯七雪正午做了两大桌子的好菜 鸡 鱼 肉 蛋 十分丰盛 看到得以摆脱坏分子的希望 温如与喝得是最熏熏的 摸着福宝 用猴头上扎起来的两条麻花辫子 笑嘻嘻地道 哈哈哈哈 首都啊 真是离开太久了 那变化肯定很大 我给上面写信试探一下 说我年老体衰 时日无多 不是是否能回京休养 再为文化界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文化界学术界 又不是军政两件 本来就是遭到愚痴之殃 平反的几率是很大的 这几年陪伴她的两个学生 何清音和欧阳墨纷纷点头 认真考虑自己认识的几个大人物 毕竟两个人在遭难之前 也是话坛上的泰山北斗 欧阳墨共是上海民书学院的院长 金若出眼睛一亮 府长笑道 对 好佛二子 等他们想起咱们 不知道是猴年马月呢 还是自己想办法联系同好 一起向上写信比较好 自古以来 读书可以明智 知识做人 知识 就是造反的话 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文化断层十年 各方面人才匮乏到了极点 我看国家整顿这一块是迫在眉睫了 很有可能会恢复高考 到时候呀 就有我们的应武之地了 不同于温如玉 全新钻研书画 他金若出可是全才中的全才 物理 化学 机械 建筑 书画 外语 数学 就没有他不懂的 出事之前 不知道有多少大学请他前去执教呢 官城才跟着他学习了几年 现在都是首都某个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了 研发并改进了好几个新型机械 冯七雪冲着二老竖起了大拇指 我也觉得会恢复高考 今年发生了太多的事了 上面还没有彻底稳定下来 师傅 金书 您二位要是写信 就等明年吧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温如玉点头道 嗯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反正再过两个月就是明年了 那么多年都熬下来了 几个月还是等得起的 徐大娘心中一动 小雪 你说 你们家 我们家 和阿诚阿玉家有没有机会平反呢 被抄走的东西我不在乎 只想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不再受充分之困 风雪雪郑重地点头 有 有很大的机会 就是时间问题 徐大爷给陆父倒了酒 开口道 我们老两口子能有今天 全是靠着小雪 小雪的话 我信 十几二十年都等下来了 只要是不死 那就等得起 我们家几辈子 本本分分 都是简简单单的读书人 我不想背负坏分子的名头进棺材 那样的话 到地下也都没脸见列祖列宗啊 除了在北大荒的双胞胎儿女 有书信来往 另外两个儿子一直都没有和他们联系 不知是不是和他们断绝了关系 毕竟他们初食风清雪的时候 曾经给他们愣过粮食寄过去 十年出头了 不是一朝一夕 和他们一起生活 在一起参加劳动改造的老爷子 老太太 也都是心有戚戚烟 也是对未来成满了希望 周凤楚被借车给接走了 还要坐飞机去首都 王楼大队中有颜色的老百姓 对剩下的老人们是更加的恭敬了 有一些是直接过来拉关系 送蛋 送菜 倒是让他们不由地剃笑皆非 不过王楼大队的父老乡亲 大部分都是很厚道的 如果他们都已翻身 一定会有所回报的 大部分很厚道 不是全部 这就说明 王楼大队依然有那么几个小人 很看重成分 不和坏分子接触 不过因为王忠国处事公道 深入人心 带领他们过上了好日子 各家各户又都有亲朋好友 而非是孤家寡人 所以不敢说三道四 担心惹了事 欠怜家人 受父老乡亲们的排气 大家的宗族意识很强的 不受本家待见 以后和别人家发生了矛盾 那都没人帮忙的 接到周凤厨平安底阴的电报之后 风气月组在王楼大队的大路上 一边和人打招呼 一边四处游览 目光所到 即使与自己出来王楼大队时 截然不同的景象 发展的是真不错 光从房屋建筑上就能看出几分来 更别说也还有好几个规模不小的养殖场了 最好的房子是平房 光宇夫妇住了一套 王娇家问他借钱干了一座四间的平房 次之砖瓦房 占据了王楼大队三分之一之数 然后是半砖半瓦房 还有泥瓦房 土皮茅草房已经是极少数了 只有那么个三五家 初冬的风吹过来 茅草顶很有时随风归去的危险感 避开人之后 低头拖拖摸摸看一眼藏在袖中的金属探测仪 根据上面的提示 冯气却停在不熟悉的赵大柱子家 目光幽深 当初抄陆架的时候 赵大柱子冲到最前面 他家那么穷 一家子已好吃懒做的居多 可是在困难时期 却没怎么挨饿 现在又盖了五间的大瓦房 他们家的工分不到挂 就已经是很好了 哪来的钱吃饭盖房子 风气却深切怀疑 他藤陆家拿了不少的金银之物 当初王正果也是有此一说 事实证明 他们的怀疑没有错 赵大柱子家里头 果然是私藏了金银之物 而且还是为数不少的 就埋在他们家藤屋门槛内的那块地方 很难引起别人怀疑的 赵大柱子家和陆家 一向是没有来往的 赵大柱子和家人平时也是身居简出 干活不积极 进程次数到手不少 不知道是否是心里面有鬼 风气却心中冷笑 抬脚离开了 就像是他无意间路过一样 虽然钱这个东西很好用 但是人不争气 光靠这不义之财是不会长久的 想到大儿子击败善大师回来的时候 发现黄金换成了拖拉机 风气却觉得 自己有必要去那里转一转 说不定还会有所发现呢 其实翻山越岭步行回家的时候 路过北山 提示声音是十分频繁的 被山头掩埋 被平的坟地下面 可是有陆家的老祖宗的 陪葬品必然也是很可观 不过坟墓的东西 它是一点都不动心 它就是对散落的金银财宝感兴趣 可惜啊 金属探测仪只能是探测到金属 瓷器珠宝 木头之类的就没辙了 偶尔能够找到 那还是因为和金银藏在一起 王娇的出现打断了她的思绪 小雪 你怎么才回来呀 我可想死你了 看着眼前 虽然比年轻时候稍减两分姿色 但是皮肤白皙 生活明显是不错的王娇 冯秋雪的脸上 摸起一抹微笑来 不知不觉间 十六年都过去了 表姐 好久不见 近来可好啊 挺好的 吃得好 穿得好 借你的两百块钱都快攒够了 王娇忍不住打量她 大英小怪的道 哎呀 你这怎么跟年轻时候一个样啊 几乎就没变 所以我远远的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要不是今儿一早 有咱们大队的人 偷我给他们找买家 卖鸡蛋 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 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因为王娇这些年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住在城里 所以王娇大队私下交易 很多都是他和张月庆签的线 在他们家进行买卖 或者是以物易物 避免进入了黑市的危险 风鸡血摸了摸自己白皙光滑的脸 喜笑颜开 真的没变 我觉得今天老了不少啊 一点都没老 还是那么白 那么近 王娇使劲点头 羡慕得不行 走走走 去我家里头坐坐去 跟我说说 你平时抹的是什么续花糕 我家盖了平房 老张突然买的玻璃做的窗户 里头可亮堂了 你们家什么时候盖呀 到时候我叫老张跟你们弄玻璃 比那纸糊的草编的要强百倍了 风鸡血鸣嘴一笑 也不说自家弄得到玻璃 房子肯定是得盖 我们一大家子早晚还得回来呢 至于玻璃等盖房子的时候 再找表姐夫帮忙 王娇嗡了一声 嗯 你们再不盖啊 就落后了 怎么大队还有几家泥瓦 茅草房啊 这倒是 风鸡血赞同 姐俩路过大队办公室的时候 听到办公室里面传来激烈的争吵声 他们担心王正国快不走过去推开办公室的门 入目就是一群知青脸红脖子粗的一份填庸模样 把王正国和王大春围在中间 你们干什么 风鸡血眉头一皱 气势射人 本来正在吵架的知青瞬间哑然了 他们都知道风鸡血的身份 不敢对他不敬 但是回程的渴望占据了上风 一个女知青开口道 我们听说 有知青回程名额 就来找大队长了 大队长却说没有 下方参加劳动改造的坏分子都能离开 我们凭什么不能回程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说话的女知青叫什么名字 风鸡血不知道 也不认识 他只认识周周 郑卉卉 邢宇山那批 以及前头的几个知青 这个女知青明显是后来的 约某十七八岁的年纪 瘦长的脸上 生了一双倒数的剑眉 两只狭长的眼睛瞪得极大 倒是有点凶相 在场大声附和这名女知青的 七八个知青都是生面孔 男的女的都有 大的不过是二十来岁 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 是个女孩 稚气未脱 一脸的懵懂和迷茫 似乎是被拉来凑数的 回城名额 风却却疑惑地 重复了一遍 随即想起知青回城的大潮 虽然说大规模回城 发生在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但是现在已现端倪 编道 我相信大舅舅处是公道 如果有回城名额 一定不会瞒着你们 现在他说没有 肯定就是没有 王江树没道 就是 之前上大学的名额 城里招工的名额 或者是征兵的名额 哪一次不是平均分配给知青点 和我们王楼大队的 然后进行投票推荐 做最后的决定 就是怕你们不满 怕人说闲话 我们大队的父老乡亲 不需要回城 这有名额能不全给你们吗 有真闹腾的时间 还不如老老实实地 干干嘛干嘛去呢 还拿自己跟周老爷子比啊 周老爷在下房之前 是军政的老高级将领 身居要职 现在离开也是国家的命令 你们有吗 在城里头住的这些年 经历的事也多了 王家早就明白 知青上山下乡的原因了 不就是国家没法安置 城市户口的知识青年 才把他们赶到乡下 学习贫能再教育的吗 六七年前 没办法安置他们 现在依旧是没办法呀 肯定不会给他们 机会回城 造成混乱的 有权有势的 大多数都是安排 自家晚辈从军 工作 免于插队 极少数干部子弟 和没权没事的 普通子弟 要上山下乡 前者出身的知青 如果是想回去 让家里弄一个名额 那简直是轻而易举 当然 这不是全部 因为有很多人 态度比较积极 愿意为国家建设 奉献一份力量 主动上山下乡的 主动上山下乡 那也是头两年的事 满怀着热忱 结果 插队以后 如同在大冬天 被泼了一桶冰水 不能享受 还得下地干活 很多生活呢 都不如意 所以说 现在的知识青年 有许许多多 都想要回城的 可是吧 他们回家探亲 都有很大一部分 因为住房生存问题 不受家里人欢迎 现在怎么可能回城呢 王娇是牙尖嘴利的 说得一干之轻 愤怒不已 却是无言可对 王正国叹了一口气 年纪大了 但脾气也越发温和了 也明白这些知青 想回家的渴望 缓缓道 国家目前 并没有允许 知青回城的文件下发 咱们大队 没有回城名额 如果有 我肯定告诉你们 由你们公平竞争 决定最后的回城人选 你们有这份闹事的时间 不如好好表现 表现好了 我给你们机会 表现不好 那就对不起了 我爹对你们已经是够好了 你们当初插队时 是一大帮子来自天南海北的知情 分批到各个大队 那自然也是有认识人的 你们去打听打听 他们生活的环境 和你们的生活环境 能不能比 现在未闹根本就没影 回城名额 来找我爹脑事 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听了王娇的话 两个女知青 脸色京剧异常 相比和他们同批插队 分配到其他地方的知青 他们的生活真的是很好了 虽然说是干活很累 买东西不方便 但是有拖拉机 拖拉机之类的机械帮助 公众的时候 收割的时候 都是比别的大家要轻松很多的 而且一年到头都不会挨饿 平均下来 比城里的口粮都多呢 每年还能吃到鸡 鸭 鱼 肉 蛋 还有一半的知青 在这里生活一两年之后 就结婚生子了 不想回城了 最重要的是 他们很安全 王楼大队的父老乡亲和大队干部们 为人都很正直 管理也严格 愿意和当地人结婚的 他们不阻拦 不愿意结婚的 他们也不会强迫 也更没有人对女知青心怀不轨的 也不会无缘无故 不让他们回家探亲 更不会扣留他们的信件和包裹 反观其他地方的知青 被逼婚的 被监污的 被扣下信件和包裹的 还有没有探亲机会 没有上大学 进城务工 从军机会的 这种事是比比皆是 甚至还有被打死的都有 年纪最小的知青 转来转先发言的知青袖子 李小姐 怎么听大队长的话 回吧 他大姐是第一批上上下乡的知青 主动报的名 结果却是营业埋在了他插队的地方 就因为被当地支书家的二溜子侮辱 他不想嫁给那个二溜子 回城又无望 就一根绳子吊死了自己 他们家好几年都没大姐的消息 直到后来正于有人回城探亲了 偷偷告诉了他们 所以说 他来王楼大队插队时候 那是心惊胆战的 日夜提防 生怕自己布了姐姐的后尘 半年后才慢慢放下了心 明白了乡下和乡下的不同 他喜欢王楼大队 感激王之书对他们的后代 李霞却是甩开了他的手 不行 我一定要个准化 冯雪雪皱了皱眉头 你这个人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不是说了吗 有名额就告诉你们 继续纠缠下去有什么意思呀 有这个时间 趁着龙衔不如好好地回去读书 说不定哪年恢复高考了呢 你们都有机会参加的 考上大学就可以离开这里 可以回城了 有两个男之青就是眼睛一亮 迫不及待得到 国家能恢复高考 冯雪雪是军中的高级将领的家属 他的话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冯雪雪看了他们一眼 微微一笑 阴谋已经被粉碎了 一切都将回到正轨上 国家百废待兴 偏偏人才也断层了 恢复高考的可能性很大 你们都是知识青年 初中高中毕业就来到了这里 好好地复习功课吧 真正恢复高考了 你们就可以直接参加 不打无准备智障吗 王正国神情激动 萧雪 听你这么说 怎么打对的年轻人 都得捡起课本了 是啊大舅 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呢 我觉得不出一两年 就会有这方面的消息传过来了 咱们学校的老师比城里的都好 在咱们学校里开两个复习班 让三十岁以下愿意复习的知识青年参加 不管是知青 还是怎么本地人 我也会教天智阿玉和周周参加复习的 白天出工 晚上可以学习吗 我那里收集了不少的复习资料 回头给你们拿过来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因为王正国有知识 有见识 所以王龙大队的年轻人从小就读书 有本事的考上高中 如同陆家的几个孩子 没本事的也是初中毕业 他们的学校都是小生初 小生初不需要考试 周围许多大队的孩子都来这里头上学 如果是备占高考 考证大学的几率将是远远高于别的地方的 风清雪愿意给他们提前复习的机会 希望在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 共多的年轻人走出王龙大队 既与国家有用 又能改变自身的命运 王龙大队出现的人才越多 将来的回报就越大 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家乡够美好呢 必走自珍 要不得的 风清雪一开始收集课本和数理化 自学层书一类资料时 就没想过只顾自家人 而对父老乡亲们有所隐瞒 王正国大为高兴 趁着农闲 我这就安排复习班的事 你早点把资料送过来 如果 真有一天恢复高考 咱们大队提前做了准备 虽因为资质问题 不可能人人高中 但是考上大学的几率一定是很大的 大学生 多好啊 毕业就能分配工作 吃成品粮 几个知情相互握着对方的手 脸上满是兴奋 对于风清雪的话 那是深信不疑的 就算是最终高考没有恢复 也不影响他们的生活 没有年龄限制吗 听说下面的小知青们来闹事 匆匆赶过来的陈元问道 陈元是第一批的老知青了 比郑惠惠来的都要早些 一直也都没结婚 她在门口处听到风清雪和王正国的对话 又是激动 又是兴奋 但是想到自己的年龄 头顶似是浇了一桶冷水 风清雪看了看陈元 笑道 因为证件耽搁了太多年了 这是大批高中生没能参加高考 国家应该会给一个机会的 所以年龄限制的可能性不太大 30岁左右的学生估计都有机会参加 具体的等国家下发文件吧 因为我这边也不能完全确定 陈元激动的对王正国道 大队长 开复习班的话 我第一个报名 您放心 我学习的时候一定不耽搁农活 您可以亲自监督 其他的知青们纷纷附和 哪怕并不是很确定的消息 他们也想牢牢的抓住 他们心里边都在想 如果 如果高考真的恢复了呢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复习 总比临时抱佛脚要来的好吧 这件事 王老大队掀起了轩然大波了 大家是十分支持的 青年人则是影阅报名 谁都不傻 要是没点影子的事 风气学肯定是不会说 当大学生的能和老农民一样吗 就算都说是文化没用 可是城里招工不都还是需要文化程度吗 所以说文化很重要 王中国本来是想开两个复习班的 结果有两百多个人报名 不得不增加了两个 这些人占据了王老大队十分之一还多的人口 老一辈的支持晚辈学习 已经成家立业的青年 也想拼一把 为了自己 也为了孩子 已经结婚的知青愿意学习的 也没有被拘之门外 到时有小部分娶了女知青的人家 不愿意让媳妇去上学 生怕对方考上大学之后就飞了 考虑到知青反程带来的巨大恶果 风气学给王正国的送资料时 跟他说起了这件事 王正国抽着外甥女给他带来的大前文 明白了外甥女的意思 他是说无论男女知青 都有可能在回城或者是考上大学之后 抛弃伴侣和孩子 因为他们不可能带着伴侣和孩子们进城的 就像现在城里人和乡下人结婚 乡下人很难获得城镇户口 孩子也不能 更有一部分知青想极力摆脱乡下的一切 投奔未来 这种怕媳妇飞了 就不让女知青复习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强制性留下来会带来无数的后患的 得做好思想工作 说来也奇怪 阻止知青媳妇读书的人家着实是不少 不让知青女婿复习的却是几乎没有 冯清雪叹了一口气 归根究底 还是重男穷女啊 认为女婿上了大学或者是回城 能让自己家的女儿或者外孙子过上好日子 所以乐得支持 殊不知 女性的心是更为柔软的 为了孩子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是大有人在 倒是男之青 抛弃弃子的有很多 大舅 这事咱得做好思想准备 别等到爆发的时候再来处理 到时候就晚了 冯清雪提取热水壶 给他倒了一堂次钢子的热水 王正国问道 真会发生离婚的热潮 虽然不是全部 因为品德不一样 有责任有担当的愿意顾家的知青 也大有人在 但肯定是为了回城 或者是回城之后离婚的知青 大舅 我悄悄跟你说一声 你别对外人说 我觉得吧 我觉得 就算将来允许知青回城了 国家也不可能接受知青带着家人和孩子回城 因为人数太多了 城里头住不下 也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 这才是造成离婚的主因 王正国震惊得道 我以前和你爹讨论过知青回城 他也说 总有一天会回去的 就是时间上孤不准 知青和本地人结婚 我无一例外 都让他们领了结婚证 结婚证在咱们大队 可普及了 现在听你意思是国家可能只允许单身的知青回城 风气血沉沉地点头 不是可能 是一定 光是知青的人数就够多了 全国上下至少有一两千万 再加上伴侣 孩子 国家承受不起几千万人口进城的 他是承受不起的 厌厌营就扎干预农村的知青人数是极少的 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五 王正国又抽了一根烟 这事 我得好好想想 回头找你爹去商量商量 大家祭祀广义 无论是和知青结婚的男人还是女人 都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 还有他们的下一辈 天天喊着爷爷 喊着他爷爷的活泼可爱 怎么忍心他们在国家政策之下 妻离子散呢 怎么得防患于未然 网络大队插队的知青总数有一百多 结婚那就有一百左右 一百个知青结婚 那就有一百个家庭 王正国汉首道 先把复习班办起来 我请几位下方到咱们这里的老教授受课 除了温老同志和金老同志 其他的倒是很乐意奉献自己的一份心力 以前是估计成份问题都不乐意 生怕是惹来麻烦 现在却是不一样了 这些老人家都是在大学执教的 知识丰富 见识也广博 瓦楼大队的父老乡亲知道之后 复习班瞬间增加到了五个 附近大队的一些知识青年文风之后 也都过来学习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网楼大队是人才辈出 发展得也好 最近这些年吧 几乎是整个公社的风向标 听他们大队的人说 国家有可能会恢复高考 网楼大队现在已经开始 计划性的复习功课了 半功半读 其他大队有的知情相细 开始给家里头寄信 要求寄课本和复习资料给自己 有的人呢 就不信 既然是冷嘲热讽的 准备要看王老大队的笑话 这高考已经是停止了整整十年了 即使四人集团已经粉碎吧 生活也是没有完全归于平静 这些年 工农兵大学全靠推荐入学 成分好的才会入学 费尽心系的复习功课备战高考 有用吗 初中升高中 除了成绩还得凭成分 何况是大学呢 成分不好的肯定就没机会 今次 外界对于网楼大队多年以来 一直重视学习 尤其是最近开了复习班的事 并不看好 有这份功夫还不如多干点活 多挣点功分呢 省得来年饿肚子 风起雪呢 不在意外界对此事的怀疑 愿意相信的人 相当于是抓住了机会 给自己增加高考中的几率 不愿意相信的人 错过机会也是他们自找的 网楼大队的人 更是不在意了 二三十年来了 听大队长的话 那就准没错 反正王正国和风起雪 都不会害他们 陆家的孩子 陆天志和关玉夫妇 可都是在复习班中呢 虽然他们因为成绩好 去的次数不多 但毕竟代表了陆家的忠实程度 于是 网楼大队的社员们 是该出宫的出宫 该打柴的打柴 该上学的就去上学了 翻出来高中课本 大部分的知青 则是直接叫家里人 买高考复习资料寄过来 挑动夜战 劲头十足 他们是比任何人 都要渴望回城的 与其等着始终 没有轮到 网楼大队的回城名额 不如相信风起雪一回 靠自己的努力 和学习考回去 虽然说 他们没有回城 但有探心的机会 十分了解部分回城之心 不被家里人接受的情形 因为提前准备 时间也充足 又因为200多人之中 有150多人 都是初中文化程度 许多知识都已经忘了 偏偏向学之心 又十分浓厚 几位负责复习班的老教授 珍惜人才 商量了两天之后 并从基础开始教起 就是课本不够 经常是三五个人 共用一套 或者是相互抄路 索性成年人嘛 理解能力 是远生于少年时代的 进步很快 相信在高考消息下来的时候 可以吃透高中的课本内容 没经历过这个时代 是很难理解 学子们对知识的渴求的 很难理解 知识于他们人生的重要性 彻彻底地 应用了那句话 知识改变命运 王仲国和陆傅等人 商量解决知青返程 会发生的离婚事件 风气血则是寻了一个理由 去了上海 县城的借口 复习班学习资料匮乏 上海的新华书店却有 他想去一趟 手里拿出来的那些资料 数目不多 皆因为他回家 就拎着一个行李箱 能放多少书本在里面呢 空间里头倒是有一大堆 可惜呀 不适合拿出来 倒不如从上海买一批 或者是 再去妃品站里面 寻一些回来 到时候不仅 王罗大队的复习班使用 别的学校来借钞 也方便呀 总是希望家乡 多出几个人才的 一听说母亲要去上海 几个孩子顿时来了兴致 嚷着要一起去 同学同学 陆二雄的态度是最积极的 转动着咕噜噜的大眼睛 满脸都是羡美 风清雪摸了他的脑袋一把 你们都上学呢 又没放假 习宝今年上了高一 但是因为市里的高中一 就是十分混乱 学生也都不用心学 得意留下的老师们 教的也不用心 反倒是浪费时间 所以他的大半时间都是待在家里头 跟老爷子老太太们学习的 其实也不能怪老师们 主要是这些年的动乱 吓着他们了 也不敢轻易开罪学生 担心给自己带来无望之灾 而大部分的学生都觉得学习也无用 更因为时局影响 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臭老酒 他们成分好 硬不着跟着臭老酒学习 成分好的另一成意思 就是贫农 工人 军人家庭出身 都认为自己比老师 更加的根正苗红 不尊任老师 又怎么会认真学习呢 风清雪很赞同大儿子 跟老爷子老太太们 学习的决定 这些个老爷子老太太 哪一个不是真才实学的 就是随便说出一个名字来 那都是学术界的 泰山北斗好不 显言少叙 听了风清雪的话 喜宝盲道 妈妈 我有时间 让人想拟过堂式的 年代母亲的身上 对呀 我们可以请假吗 老师教的我都会了 这倒是真的 老爷子们因才实教 洛尔行自己两年 在学习上面比较用心 虽然说是不是名列前茅吧 但是中上有水平是有的 网楼大队的老师和学生 可都是真才实学的 就是高中文化程度下向的知青 都没几个有资格 在学校里执教的 别的大队里头 初中文化重度的知青 都能去当老师了 在这儿呢 是一抓一大把 都不稀罕 哪怕大儿子开口了 风清雪也没有同意 这次谁都不带 你们在家里乖乖地等着我 几天后我就回来了 我给你们带奶油蛋糕吃 他去上海的主要目的 是把文物放回原处去 需要独自行动 自然是不能带上孩子们 他们家的孩子 一个个的可是鬼精鬼灵的很 很容易就发现蛛丝马迹的 妈妈 我不想吃奶油蛋糕 我想去上海玩 上海的衣服 靴子可时髦了 首都百货大楼的货 很多都是从上海进的 你就带我们一起去嘛 我们一定不给你惹麻烦 想到李江阳叔叔 和红军叔叔 还有夏爷爷他们 是从上海寄给他们家的东西 福宝就好想去掌掌见识的 首都虽然是一国之政治中心 但是商业中心却是上海呀 各方面都是走在时代前沿的 平时听欧阳墨和何清一 两位老人家 对新旧上海的种种形容 福宝是充满了憧憬 作为风清雪的师兄师姐 年纪确实老迈得多 可那是经历过 十里洋场的话堂高手啊 瞧着女儿盈盈的水波 风清雪的心中一软 她把冰冰的碎发挽到耳朵后面 温言道 妈妈这次去上海 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没办法带你们同行的 不过你们想去上海玩的心情 我可以现在答应你们 咱们会首都市从上海登基 到时候 在上海停留几天 我带你们玩个尽兴 毕竟是从小掌于部队大院 一听说他有任务 几个孩子就想当然地以为 是和工作有关系 假期执行任务的军人 可是比比皆是的 于是他们就不纠缠母亲了 本章也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冯清雪临走的之前 陆二行不放心地道 一定要带我们去玩啊 放心 妈妈说话算话 到时候你们看中的东西 只要是不超出我的农历范围 我都给你们买下来 带回首都去 冯清雪说完 拎着行李就上了拖拉机了 王老大队正好要去采购化肥 方便东衔的时候分洒入麦田 顺路把他给带上了 如今黎明已至 陆家昌盛 王中国又已过股息 已经准备退下来了 王老大队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由长子王大春负责的 此次也不例外 傅船子很容易让人诟病的 但是王老大队不存在这个问题 一是王大春已经当了很多年的队长 被王老大队各方面的都了解甚深 本人呢 又极有才干 再者就是 作为风清雪的亲表哥 王老大队的社员 当然希望王大春当下一任的知书了 上头有个什么政策 他们都能提前知道 有什么好事啊 肯定也不会漏掉王老大队 除了那些个极个别的人 其他的父老乡亲们可都是精明非常的 风清雪进一门之后的这些年 大家沾了陆家都烧光了 哪个心里头没点数啊 不然也不会支持复习班的开办不是吗 一路上 王大春和风清雪说说笑笑间就抵达了淮海市 拖拉机先是停在火车站的附近 待风清雪下车之后 王大春才和另外一名社员前往了化肥厂 风清雪买了一张卧铺票 经过上面关于运输方面的整顿之后 火车的速度也提上来了 它是夜里到的上海 暂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里头 正见齐全 也有准备好的介绍戏 一切都很顺利 风清雪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文化部门周围转悠 查看路线 观察文物部门的看守情况 好为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做好规划 一晃多年了 建筑方面的变化不大 一眼就看到格外辽落的文物部门了 四人集团的粉碎 能看到许多市民脸上闪现的兴奋 还有些人在街上游行庆祝 风清雪是一边看一边摇头感慨 还好是彻底的粉碎了 也不怕有人追究 在吃生煎包的时候 风清雪也听其他食客们 讨论粉碎阴谋之后的生活 话里话外都是透露着喜气的 风清雪吃了一颗生煎包 向与他腾桌的老人 打听文物部门的情形 当然了 他没直接打听 省得别人看出端倪来 老人家 现在国家粉碎了某些人的阴谋 我听到有些人陆续得到平反了 搞文物研究的文化人 是不是也有机会重回上海 我记得文物部门就有不少工作人员被下放了 现在看着文物部门 似乎也没多少人气啊 有些市民不从门口走 怎么回事呀 这不是国家单位吗 老人的精神一震 会不会平凡我不知道 这得看国家的意思 关于你后面这个问题 我却是知道原因的 不过呀 这话可就说来话长了 冯千雪另外又买了一份鸡粥 推到他跟前 兴致勃勃地道 您老请说 我洗耳工听 这许多年前哪 文物部门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就是这是导致大家对这里是讳莫如深 老人喝了一口鸡粥 接着压低了声音道 你相信这世上有鬼神吗 冯千雪心中一动 微笑道 难道和鬼神要关 并未回答老人家的问题 那可不 我儿子就在文物部门里上班 所以我知道底细 老人拍了拍大腿 那年呢 文化人都骚了腰 文物部门打算把文物股丸 运送出口 转外汇去 可是呢 却在一夜之间就不翼而飞了 空空当当的仓库里头就只有一盒子装着黄金 满满的一盒子 你说 这不是和鬼神有关 是什么呀 这到处都找不到丢失的东西 那黄金也都没人敢动 还封存在银行里头呢 腾桌的另外两个食客也都跟着点头 大约同是附近的居民吧 都知道这件事 风聚也假装出来一副震惊的样子 还有这样的事 我们都没听说过呀 老人吓了一声 吓 又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 你们外地人怎么能听说呀 就是在我们这儿 那知道的人都不多 也就是附近的人家倒听厨说了一些 因为当时发生的太突然了 文物部门都没来得及封锁消息呢 大家都说 一定是神闲显灵 不然 那些东西怎么就不见了 那可是可以装好几船的东西呢 不是一件两件 那就是偷 也不会一下子都给偷走啊 另外一张桌子上的几个食客里边 有一位老太太 背靠着老人 听到她的话之后 转身接口道 当然是神仙显灵了 不是神仙 怎么运走那么多东西的 我听说呀 神仙有秀丽强困的本事 那个镇员大仙 不就是把唐僧几个师徒 给弄到袖子里头了 虽然建国之后 推翻旧文化 旧思想 但是西游戏的故事 可是人尽皆知的 这戏台上可是没少演 在这所大城市里边 很多老人都对西游戏 十分的熟悉 风轻雪含笑称是 对 听您这么说呀 真是有点道理 老太太道 那当然了 老太太我可是见证了 泽蒙国家七八十年的历史呢 什么样的事情没见过 没听过 没经历过呀 我看呐 被神仙拿走的东西 只早会还回来的 毕竟是国家财产 神仙又不爱这个 可能是不想国家的文化财产流落到海外 所以就出手了 风轻雪听了 忍不住抬眼正视了老太太 这种说法 一般人可是想不到 说不出的 这老太太 虽然是头发雪白 满脸皱纹 眼角和嘴角均已经是瞎垂了 但是皮肤白净 举止优雅 依稀可以看出年轻时候 必定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大美人 而且在这个年代 他居然穿着一身 彰显身材曲线的旧旗袍 一看就是一个有故事的老人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呀 风轻雪虚心的乡下请教 他喜欢认识有故事的人 原因很简单 文化断层了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 那些古董 那些文物 无一不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历史 代表着我们国家的文化铲成 一旦是出口了 就再难找回来了 有时候想想吧 我倒是觉得那位神仙做得太对了 我们国家的东西 不应该落在外国人的手里头 就像我们的国土 不应该为外国所有一样 说到这里 老太太看着风轻雪精致明媚的脸蛋 眼睛里不由地露出一丝怀念来 神情有丝恍惚 直到他看见风轻雪严厉的疑问 才回过神来 淡淡地笑了笑 低头搅拌碗里的鸡粥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江老太太无以多说 又有周围的时刻 以别的话题给岔开了 显然不想继续这个敏感的话题 风轻雪呢 也不便再多问 当他再见到老太太的时候 却是下午清查 文物部门大概情况之后 他走进附近的公共厕所 陡然发现 如此优雅出众的老妇人 竟然是在做掏粪工 您在这里工作 风轻雪心里面闪锅的不是惊讶 而是果不其然呢 老太太扭头看着他 停下手里掏粪的工作 忽而一笑 我在这里工作 有什么可奇怪的 这人不都是以践踏我为荣吗 风轻雪默然 因为他无言以对呀 冷了得和老太太一样 境遇的人数都数不过来 我来帮您吧 风轻雪拉高围巾 围着口鼻 伸手去接了老太太手里的工具 就是一把铁鲜 三下五除二就把毛空中剩下的粪片 除到了木桶里 多年的部队生活 隔三差五就要下乡一回 很多活他都是做过的 这是不经常而已 五谷轮回之物 臭是真的臭 冷不烦的还会浸到衣服上 风轻雪早上吃的食物 即便是消化了都差点倒入喉茧 然后又从口中吐出 只能是强忍着 初冬便是如此难闻了 言下之际只会贡家的脏 贡家的臭 还有苍蝇乱飞 期间有几个女同志进来上厕所 看到帮老太太干活的风轻雪 不够得多看了几眼 见她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 在帮老太太做这种肮脏的活 即使觉得奇怪 也没说什么 上完厕所就出去了 经过木桶时 不忘捏着鼻子 眼着嘴巴 老太太靠在公共厕所的水泥墙上 闲闲地看着风轻雪忙活 她 我现在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不是以前的资本家千金了 你帮我干活 我可是没好处给你的 风轻雪玩耳一笑 如果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只想得到回报 那还叫帮助吗 老太太一愣 又听对方接着说道 更何况 我家庭美满 衣食无忧 最不缺的就是好处 虽然说她的级别并不是很高 以后即便是有所升迁 也最多会在团级的时候退下 但她丈夫目前是副司令了 功勋捉住 此后都将生活在权力的上游 而且她夫妇有陆家的全部财产 还有他们这些年收藏的东西 可谓是有权 有势 又有金钱 老太太的好处能比得上 他们家所拥有的吗 不能 老太太双眼盯着 风轻雪的脸和眼睛 发现她并未撒谎 心中一宽 脸上微露出歉意来 是我多心了 谢谢你 同志 谢谢你帮我干活 不用谢 风轻雪把木桶挑出去 放到装满粪桶的平板车上 帮她掏了几个厕所 又把装满所有粪桶的粪片 送到了花饭池里 告别石编道 最后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许多人陆续得到了平反 老太太 您耐心等待 一定可以等到 属于自己的曙光的 老太太呆了呆 脸色之中透着些许喜色 我也料到了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风轻雪认真的道 伟人刚逝 种植工心换代的时候 您呢 得有耐心 上面的事情理清了 理顺了 自然会过到下面的情形 听你这么说 那我就惩你急言了 同志啊 如果真有那一天 真有我翻身的一天 再见面时 我请你喝咖啡 喝最好喝的猫屎咖啡 老太太道 我姓周 我叫周明玉 同志 你叫什么名字 听你的口音 不是本地人 将来 我要到哪儿去找你呀 风轻雪敏传一笑 我姓风 叫风轻雪 以后定居首都的可能性 会比较大 您要是有机会来首都游玩 我请您去莫斯科西餐厅里 吃西餐 因为老太太说到喝咖啡 所以她猜测老人家 可能会喜欢西餐 民国时期的美人 有几个没接触过西方文化的 风轻雪 老太太把这个名字 在嘴巴里拒绝了两下 你 你和风轻云是什么关系 风轻雪倒是愣了一下 您认识我妹妹 周明玉不由地笑了 不认识 风轻云几年前来上海表演 我听过他唱歌 也看过他演的电影 名字一脉相承 你和他又很像 所以就问问 说实话 你比他更像我的一个故人 也就是十里洋场的电影皇后 见到了 倒是觉得有些亲切 听到电影皇后四个字 风轻雪不紧道 不少人都说我像他 其实就是人有相似 我呀 就是个普通人 可没有那样的风华绝代 周明玉冷笑道 哼 才可方面压抑人之本性 如何能相提评论 风轻雪听出了 他话里的怨气 没做声 周明玉也知道 自己这些话说的容易惹人攻击 猛咽下还没有出口的其他言语 不说这些了 你不是有事要办吗 你走吧 有缘怎么再见 风轻雪点了点头 迅速回到招待所 洗澡 换衣服 招待所并不提供洗澡的热水 所以水和浴桶 都是他从储存空间里面拿出来的 洗完澡 稍微吃了一点东西 风轻雪就开始练字绘画 入夜之后 离开招待所 避开人之后 悄无声息地潜入文物部门的大院里 他没有陆江的本事 只能是接住空间里的梯子 翻进去之后 直接来到当初收文物古董的仓库大门口 直接拿了开锁工具 弄开了锁 幸亏他这些年在部队 一直参与应有的训练 有些事 根本就难不倒他 过了这么久 仓库早就另做他用了 而不是空荡荡地等着他归还东西 所以他打着手电筒 看了半个仓库的东西 顿时就傻眼了 很多东西 都是文物古玩 仔细一看 明显是这些年文物部门收集到的 某一看却能看出是真假参半的 就算是真品 也没有风雀雪拿走的珍贵 对此 风雀雪不觉得奇怪 毕竟有些文物工作者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 四处收集文物古董 就像是淮海市文物局的黄庆百 而且国家还设立了文物商店呢 专门收购文物 就是不方便自己物归原主罢了 近看片刻 风雀雪苦笑一声 先把空间里面四间纸质之类容易破损的文物古玩 放在仓库的空地上 剩下家具 青铜器 玉石之类的 则是装满仓库之后 就堆放到院子里头 直到当初拿走的东西全部取了出来之后 风雀雪才扫清痕迹 原路返回 一夜好眠到天明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风雀雪夜里忙活着 睡得晚 而且还沉 第二天自然而然的就起晚了 等他出来吃早点的时候 一看手表 都已经是九点多了 吃着生煎包 喝着豆浆 听周围的时刻 伊伦文物部门再次有神迹发声 当年不翼而飞的文物古玩 全部又出现在仓库和院子里头 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清点登记 不过在文物部门工作数十年的老人却说 打眼看起来 树木和当年失去的相差无几 哎 真的是 显灵了 我偷偷探进去看见了 满院子的老物件 家具 同体 瓷器 盆景 玉石 都是文物部门以前展览过的 这肯定是神仙知道四人集团粉碎了 所以 把东西都给还回来了 我也看到了 建国之后 我将卖给文物部门的黄花梨的大柜子 就在院子里头呢 哎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以前最喜欢的那盆保时花 黄金座的树干 树叶 宝石座的花 瞧着是一朵朵的玫瑰花 腹里堂皇 第一眼我就看到了 哎 你们说 这世上真的有神仙 小点声 该死的人才刚死呢 以后怎么样 咱们都还不清楚 别炫扬这些鬼神之说 免得又被有些人听到 找这么的麻烦 呀 说又怎么样 不说又怎么样 这都啥时候了 东西给那摆着呢 谁不知道啊 真是太神奇了呀 昨儿老吴和那扫厕所的周大小姐 还说这事呢 结果今儿一走 就看到神仙显灵 哎呀 相信经过这件事 国家肯定不会再把这些东西出口了 老吴呢 就是昨儿跟风清雪说话的老人 风清雪一听就猜出来了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今天的事情发表过评论 真心吃自己的早点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现在是心无怪 就想要逛一逛买些东西 然后买票回家了 哎 替国家保住了一大批的文物 不仅没收保管费 还付出了一盒的黄金 黄金密度大 那一盒子黄金可是价值不菲呢 当初怎么想着留下一盒黄金的 这其实不留下也是可以的 风清雪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还不是觉得黄金可以兑换外汇 文物部门失去了文物 有黄金可以对国家交代 吸了追究之心吗 正在这个时候 一大群派出所的公安过来了 不用猜就知道 他们是来调查文物失而复得的案子的 他们忙忙碌碌的 始终是一点蛛丝马迹也都没查到 这 查到才怪呢 风清雪的心里骄傲地想着 他可是在离开首都时 特地跟丈夫请教了一下 怎么把东西送回原来的地方呢 如果不是因为陆江工作太忙了 陆江就会和他一起来做这件事 选择这个时候归还 就是觉得眼下时机正好 以后可没这么好的机会了 所谓时机 就是粉碎某些人的阴谋之后 当人提起时 也会觉得阴谋被粉碎了 所以神仙将东西给送回来了 是不想让国家的文化遗产流落海外 空间这么的空了一大块 风清雪吃完饭之后 擦了擦嘴角 熟门熟路地找到了废品收购站 虽然说是光明已经到来了 日子会越来越好 但时下除了极个别热衷于收藏的人 依然是没有人收藏古玩的 只是少了从前抄家的行为而已 非品站依然和从前一样 等到收藏古董之风大起之后 至少得是八十年代后起了 他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金钱继续搞收藏 如果是担论工资的话 按照风清雪以及家人 大手大脚的行为来讲 真是不够他们搞收藏的 这可是一门费钱的行当啊 可他们手里有黄金呢 光是陆家属于他们这一房的财产之中 就有一大笔 何况靠着金属探测仪 风清雪和陆江也弄到了不少的金银之物 乱是黄金 盛是古董 虽然将来的黄金价格绝非现在可比的 数十年后涨到数百元一克 但依然比不上古董的暴利 没钱买古董了 就直接变卖黄金 反正黄金留下了没啥太大的文化价值 不过 废品收购站里面 也没有太多有价值的古玩 风清雪认认真真地翻找了半天 也只找到了十多件的古董 它是翻到不少的高中课本 把几张字画夹在其中 跟废品站的工作人员结了账 收到工作人员问他们这些课本干什么 风清雪微微一笑 道 我觉得国家有朝一日 一定会恢复高考的 所以我们家乡的年轻人都开始复习了 我来上海买复习资料 发现飞品站里面也有 就先找一些寄回家去 工作人员惊喜道 高考 真的会恢复高考吗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所以早做准备 那太好了 不瞒你说啊 同志 我最近心里头也琢磨了很长时间了 闹事的那些坏分子都被清算了 有些干部和文化人也都开始恢复工作了 学生是不是也可以继续上学了 我们那几个小子可爱学习了 就是没有大学招生 我们当父母的又没有真本事 他们高中毕业之后 只能是遵守国家的政策 上山下乡 都被分配到穷苦偏僻的地方 虽然说是有加安家费吧 但后来都吃了许多苦头 我们当爹年的心很疼啊 偏偏他们有没法回城来 就是他们插队的地方 偶尔有几个回城名额 但是也摊不到他们的头上 如果高考真的恢复了 那我得赶紧给他们寄复习资料 让他们好好做准备 哪怕是考上大专 也不用在农村里头吃苦受罪呀 到时候还会有国家分配工作呢 风雀雀听完又笑了 也感慨于这位工作人员 疼爱孩子的一片心 如果您家孩子真的很爱学习的话 那么尽早做打算吧 反正我们家的孩子都在复习当中呢 工作人员点点头 哎 我下班就去给我们家孩子买复习资料 他们不过是随口闲聊了几句 万万没想到 风雀雀的一句提醒 令这位工作人员家里出了三位的大学生 两个大专授 无一人在高考日中落榜 这是后话了 暂且不提 风雀雀先把从飞品收购站里面 带来的复习资料放到招待所里 转身又去了新华书店 那部书里画资学丛书 只有新华书店里头有卖 将来还会造成一书难求的情况呢 不料 书店中依旧是红书霸占八成地盘 其他书籍和复习资料是少之又少 没有高考复习资料 没有书里画资学丛书 听工作人员的话 从轻学是一脸的惊讶 不都说这里是有卖的吗 而且根据他的记忆 恢复高考的消息下来之后 新华书店门口会排着很长的队伍 都是为了购买这些资料的 说明这个店里应该是有卖的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工作人员是个中年男子 无奈地道 是真的没有 如果有 我们还能不摆出来 同志 那大仓库里边也没有吗 哪家书店没有存货呀 风轻雪对此可是了解得很 书店就那么一点的空间 绝对不可能把所有书籍都摆出来售卖的 任何书店都会有专门乘放书籍的仓库 他上辈子有个朋友是开书店的 仓库防火防潮等工作做得十分到位 工作人员挠了挠头 诗有仓库 也有书 但都是红书 没有你找的复习资料 这些书啊 不好卖 就是有卖的 那也都是十多年前一刷的 风轻雪皱眉头 美人皱眉总是会惹人怜爱的 工作人员忍不住地回问道 知识有什么用啊 哪个年轻人不是上到高中就到头了 工农兵学院不需要参加高考 只需要推荐就行了 我侄子就是工农兵大学生 所以 你找那些资料干什么用啊 就用不着 风轻雪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叹了一口气道 唉 没有就算了吧 这里没有 你可以去其他的书店里问问呢 城里可不止这一家书店 工作人员提醒道 多谢 风轻雪在这家书店里 没买到需要的资料 只能是转站他处 他打算好了 书店没有就去废品站里继续地找 总是能找到一些资料的 诺大的一座大上海 首区一指的大城市 不可能找不到 毕竟明年卖的就那么火了 如果实在是买不到 那就回首都去找 划着如此的计划 风轻雪找到了另一家新华书店 这家书店摆放出来的书籍和前一家是大同小异 不过当他询问高考资料时 却得到工作人员热情的回应 有有有 你说的那不说 怎么仓库里面摆着好几箱子呢 也有你要的其他资料 当初书店的老板没舍得送到造纸厂 任其化作纸价 就一直收在仓库里头 风轻雪是大喜过望 太好了 麻烦同志 每套资料给我拿五十份 工作人员听了 忍不住孝道 哎呀 空一套资学丛书就有十七册 五十份 这是八百五十册了 你一个娇滴滴的人 能拿得了多少啊 更别说其他书籍全部夹起来了 风轻雪算了一下最终的书本数目 也觉得自己脑子糊涂了 可他不能承认呢 于是假装咳嗽了几声道 我是替父老乡亲家的孩子买书的 打算寄回去 不过寄回去之前 我得先买下来 一会儿先去接辆平板车过来运输 这倒是可以 工作人员带他去了仓库 都是十几年前的印刷品了 因为无人用心照管 保存的并不好 一部分都发霉了 也有一些被虫子给咬了 带着一股子难闻的气味 工作人员仔细挑剪完好无损的书籍出来 按照风轻雪药的数目 分别对了高高的几大落 一套数理化资学丛书的价格 不到二十块钱 分摊到每一侧的价钱还不过是一块多 可五十套加起来 那可就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风轻雪暗暗庆幸自己空间里头放着足够的钱 足足花了一千五六百块钱 才买下自己要的所有资料 他都觉得有些肉痛了 心里想着 带回去之后 一定要卖给有需要的人 而不是送 实在是送不起啊 当然了 有需要却是没钱买的 可以让他们自己抄码 一大笔钱不是白花的 这一趟几乎买齐了当前所有的高考资料了 上海就是上海呀 别的地买不到的东西 在这里就可以找到 书店里有自己的运输工具 借给了风轻雪 他跑了好几趟 才把书籍运到距离书店最近的邮局去 四十份资料寄回了网络大队 十份寄回了首都 那里还有他的亲朋好友们呢 即便首都应该买得到 但万一供不用求了呢 首都是政治中心 高岗家庭的嗅觉更是比常人要敏锐得多 正在打包随后一堆书籍 风轻雪突然听到有人在叫自己 回头一看 认出了何红军 何红军同志 呀 真是好久没见了 是啊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您 您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都没打上招呼呢 我刚开始看到您的背影 都不感人 听到您和工作人员说话 才确认自己的感觉 因为救命之恩 再加之风轻雪是何清音的同温师妹 何红军向来对她是尊敬异常的 说着 台高自己提着两个大包裹的手臂 天冷了 我给姑奶奶寄一些东衣和吃食 风轻雪虽然说是长年不在老家 但却知道 何红军遵守当年自己在家里 说给姑奶奶养老的诺言 几乎是每个月都给何清音寄钱寄东西 每年的假期 也都用在探望何清音上了 不只是如此 何红军也经常给他们家寄东西 所以说 做好人好事总会得到回报的 即使得不到全部 也会得到大部分 听了何红军的话 风轻雪脸上的笑意 几乎是从心眼里流出来的 我来了没两天 给家里买了些学习资料 很快就回去了 就没登门去叨扰 倒是你在上海 有没有听到给师兄师姐他们平反的消息啊 我们那儿好些人都回去了呢 何红军忙道 我正在为这事奔波呢 也在心里告诉给姑奶奶了 不过 这事不能急 所以请他耐心地等待 一旦是有了确切的章筹 我就亲自去接他老人家回家 风轻雪微微点头 全部平反得等到79年 80年 还是那句话 现在能够得到平反的 要么是曾经国家的政要 要么是大明人 何清音在话坛上 虽然说是极有名气 但又不是前者 也达不到后者的名气 所以说 一时半会儿得不到平反的 几乎是正常的事情 温如玉 今若初至二老 得到平反的时间 估计都会早于他和欧阳墨 您能理解就好 希望姑奶奶也能理解 不会埋怨我的没用心 何红军给何清音寄的东西比较多 也没想托风清雪带回王老大队去 填完了单子 就邀请他去自己家里头做客 不出所料的 被拒绝了 多谢你的好意 何红军同志 我有事需要办就不去了 赶明哥有机会在邓门拜访 何家的人 他就只认识一个何红军 对他的妻儿都不了解 何必去打扰呢 何红军倒是也没有强求 只是在离开之前再次道 您回去 请姑奶奶放心 我这里一定用心斡旋 让她尽早得到平反 多予回家 风清雪答应了 放心 我一定把话带给师姐 本章一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来上海的两个重要任务 都相继完成了 风清雪的一颗心 稳稳当当地放进了肚子里头 接下来 就是要履行对儿女的承诺了 到百货大楼里去买东西 凡是能买到的物资 她都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古玩文物送了回去 空间里就空了一大块 急需填充 省得这心里头 跟着空空落落的 虽然那些个东西 都是国家所有的 她和陆江没有私藏的想法 但是放在空间里头许多年 又囊括了各方面的文化传承 尤其是书画方面的 风清雪闲暇的时候 也会拿出来观摩一二 如今送回去 自然是有些舍不得 以后可就没机会 拿在手里了 路过卖高价布料的柜台 看到新上了一批彩色的丝绸 色彩逊丽 风清雪忍不住走上前去 丝绸是贵了些 可比起眼下最时髦的 的确凉 却是要便宜不少 风清雪不爱轻薄挺阔 不透气的的确凉 却很喜欢丝绸 做凹面子 做背面子 做裙子 做旗袍 那都是顶顶好的料子 而且这个时代的手工那都是货真价实的 不参甲 经久耐用 仔细保养的话 几十年呢都穿不坏 他空间里头还收着父母长辈们的老东西呢 很快 他就选中了一块水红色的段子 想着女儿爱美 可以用来给他做件蚕丝的袄 比起英种厚实的棉袄 蚕丝袄却是十分轻薄透气的 穿在身上也很显秀丽 就是那价钱贵的太多了 需要另外买残丝的 不过家里的条件允许 凤清雪乐得骄养着女儿 撤了几尺水红色的段子 他又相中了一块墨绿色的绸子 打三百回去送给关玉芬 关先生 虽然凤清云跟关先生学习没多久就出国了 但是这些年一直也没断了联络 凤清雪每次到首都都会拜访关先生的 自然知道关玉芬喜欢什么 同志 麻烦你给我扯六尺 够关玉芬做一件旗袍的了 收获要应了一声 拿起剪刀裁下六尺的绸子 正要递给凤清雪呢 忽然听到楼下楼梯口处传来一阵嘈杂之声 随即听到有人扯着嗓子道 大夫 大夫 又没有大夫 快来救人呢 凤清雪在部队做惯了急救工作的 迅速反应过来 对收获员道 我是大夫 我先先去看一下 东西你给我留着 事情分轻重缓急 收获员也不是不通从打理的人 忙道 没关系 你先忙 风雀雪转身飞奔下楼 就见楼梯口处围满了人 他三步兵坐两步跑到了跟前去 还能听到有人哭喊找大夫呢 脸毛扒开围堵人群 让让 麻烦让一让 我是大夫 围观的人二话不说 就给他让出来一条路 他清楚看到里面的情况 出事的是一个孕妇 高耸着肚子疼在地上 随着是哎呦哎呦地呼着痛 下半身一片血色阴晕在地上 浓郁的血腥气 但这寒冷的季节 依然是一散开来 里面的人早就听到有大夫来了 忙把位置让给了风清雪 大夫 人怎么样啊 送医院还来得及不 我亲眼看到他在楼梯上崴了脚 滚下来的 当场就出血了 风清雪忙蹲下山来 给孕妇把脉 又查看情况 立刻就有一个 正年大妈问出口了 就算是陌生人 也希望出意外的孕妇 也好好的 风清雪一把脉就知道 情况不妙 皱眉道 来不及了 孕妇怀的是双胞胎 年纪看着都有40了 是属于高龄产妇 本就有一定的生产风险 现在还出血不止 根本就是连挪动都不行 容易止不住血 他迅速组织在场的 妇女围虫一道人墙 把男同志和未婚的女同志 挡在外头 圈内只有自己和孕妇 以及一个明显有 接生经验的50多岁的 正年妇女 又请外围的人 弄一些热水过来 自己则是打开 作为掩饰的军用 绿色帆布包 她出来几样医疗用具 经她这么一处理 在场的人 立刻就反应过来了 我认识她 她是朱桂家的 怀孕八个月了 我去他们家通知她婆婆去 隔壁就是国用饭店 里头肯定有热水 我去要去 我这有件旧衣裳 是厚的 快给它垫在下面 这么冷的天 这地上脱梁啊 别瞪着自己和孩子了 生产的时候 可是受动不得呀 大家七嘴八舌 七手八脚地忙活着 场面很快就控制住了 这个时代的人 那都是热心肠的 淳朴又厚道 出书针囊上的金针 风秋雪迅速扎在 君腹的穴位上 起针下去 阴腹痛哭的声音 就慢慢地小了些 血似乎也渐渐止住了 救我 救救我的孩子 孕腹捅出手来 抓住风秋雪的衣襟 风秋雪脱掉她 沾满血的薄棉裤 揉声安慰道 只要你努力 你和孩子都会好好的 来 跟着我的口号呼吸 控制住自己的呼吸和力道 董珠桂家的婆婆 带着大包小包的赶过来 正好听到医生提哭声 热心的民众帮忙拆包裹 拿出墙包 把胯向长着小雀雀的孩子裹着 风秋雪 专心致致地给朱桂家的接声 双胞胎一般间隔的时间 都不会太久 经过医患二者的努力 很快就迎来了第二个宝宝的降生 哭声横亮 又是一个小子 朱姆的嘴巴立刻咧到了耳朵后头了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风秋雪戴着衣衣手套 两只手满是鲜血 顾不得回应产妇婆母的道谢 任正观察产妇的产后情况 直到胎盘顺利排出之后 产妇并没有大出血的症状 她这才真正放下了一颗心来 啊 现在可以送产妇去医院了 听了她的话 朱姆萌的 都说七活八不活 大夫啊 您看看两孩子的身体情况咋样啊 七活八不活 那是老话了 怎么现在需要相信科学 八个月的胎儿发育的 肯定比七个月大的更好些 风秋雪脱下胶皮手套 仔细看了看 切了一下脉 双胞胎一般生下来之后 都不会太重 体重是达标的 状况很好 但是需要小心地照看着 一兵送到医院 请医生好好做个检查 目前医疗落后 婴儿腰折的数量 虽然比以前锐减 但是兽母依然惊人 曾经亲眼见过婴儿健康出生之后 不久就夭折的 风秋雪不敢保证孩子将来如何 朱母倒也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问风秋雪的名字 您可是娘三个救命恩人 我们不能不报 在生第二个孩子的途中 朱母已经听人详细地说了 儿媳妇滚落楼梯 以至于早产的惊险过程 对风秋雪自然是感激涕零的 本章一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风秋雪笑了笑 我姓风 叫风秋雪 就是一个过路的外地人 来买点东西带回去 不会在这里停留多久的 你们快送孩子和产妇去医院吧 天冷 别耽搁了 朱母把名字记在心里头 忙央求大伙帮忙 把下半身裹着旧屋子的产妇 抬到楼下门口去 早就有平板车在门口准备好了 上面扑着旧被子 风秋雪跟到楼下 看到产妇平安地 躺在平板车上之后 没去医院 找地方洗完手 换掉沾缆血迹的衣服 乘回大楼里 去满他相中的高价绸缎去了 路过楼梯的时候 已经有人在清理地上的血迹了 见到风秋雪就跟他打了招呼 风秋雪趁着他们点点头 直接上楼 孕妇骤然临产 就地接生 而且还是双胞胎儿子 消息早就传遍整个百货大楼了 卖绸缎的收获员是个中年妇女 更是热情地招呼风秋雪 他可是听人说了 就是眼前这位年轻俊俏的女大夫 下楼救了产妇 而且还是母子平安 风秋雪赶紧挑了几块绸缎 在收获员的热情之中 落荒而逃了 太热情了 恨不得问出他祖宗的十八代来 回到招灾所之后 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 风秋雪准备第二天回家 也不出去了 索性就待在房间里头 总理空间 有借口能带回家的一些物资 单独清理出来放在一起 虽然两三年内依旧是物资匮乏 但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 也不用惊打西散地 用空间里的物资了 参业到这里 已经有十六年了 需要资助的人 尾时是不少 又经常到黑市里去出手 空间里的粗细粮食 剩下不多了 肉类蛋类也是消耗大半 大概就够他每一大家子 吃个几年的吧 倒是瓜果蔬菜剩下许多 尤其是他贪便宜 到原产地买的直销产品 平时根本就没法拿出来 吃垫的仅占了九牛一毛 风秋雪整理完空间 就给自己做了一份水果沙拉当晚餐 哈米瓜 香蕉 苹果 梨 切成块之后 在玻璃大碗里 拌了一点奶油 还别说 味道还挺不错的 尤其是哈米瓜 又甜又脆 可惜啊 不能拿出来给家人品尝 风秋雪感觉十分的遗憾 第二天买票 发现是傍晚的车 便在各个百货大楼里面逛了一遍 给家人多买一些东西 上海可是不止一个百货大楼 当然了 一百和十百最出名 除了百货大楼 还有二手商店 是在淮海路上 全名是国营淮海救火商店 一提怀国救 本地人都知道在哪里 同学雪不知不觉地逛了过去 惊喜地发现里面有很多好东西 救火商店卖的不仅仅是救货 还有技术商品和工厂的残次品 处理货 清仓产品 海关查货的东西 革命时期超莫的物品 和出口转内销的东西等等 物品繁多 令人目不暇接 当然了 人流也是如潮水一般的 几乎是挤爆了整个商店 因为这里的东西不要票 价格还低 不管是什么时候 都不要小看女人的购买欲 风清雪欢呼一声 首先撑到顾客最少的木起柜台 摸摸他一眼相睁的老实衣柜 紫针戴黑 油光透亮 精雕细刻 虽说有岁月的痕迹在 但难言豪说世家的气派 不是紫坛家具是什么 而且还是小叶紫坛 这个时候的物价都是很稳定的 所有商品价格全是全国统一 根本就不用讨价还价 风清雪二话不说就掏钱买了下来 售货员要一百块钱 估计怕风清雪嫌贵 售货员忙到 比新家具便宜许多呢 一百五十块钱不一定能够买得到 不一定能买到的是新家具 风清雪听出来了 这个时候买家具 也是要家具票的 只有城里职工结婚 才能分到家具票 可以凭票买一件的大家具 风清雪微微一笑 我就喜欢老家具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喜欢 把老家具卖掉 然后再打新的家具 或者是买新的家具 这个衣柜就是别人计售的东西 打算卖掉的钱 只把新家具 放了好长时间都没人买 说回来一听风清雪的话 忙指着旁边的两把椅子 和一个收装台 这些都是同一家具卖的 你看喜欢不 风清雪的眼睛一亮 梳妆台也是紫檀的 椅子却是黄花梨的 这都是好东西啊 有眼光的人不是没有 可是有眼光同时又有钱的就不多了 这才给了风清雪一个简陋的机会 盲目迭地付了钱 把几件老家具全都给买了下来 买下了可是没法收进空间的 空没法运回招待所去 运回招待所了 结果出来是没有带出来 那岂不是惹人怀疑吗 更何况招待所也没地方给他放家具呀 除非是借车 把家具运到偏僻的地方去 四面无人是再收回空间 再把车给还回来 风清雪考虑再三 绝对这样不太合适 光是装置空间里头了 以什么理由拿出来呢 想了想 他就想起在上海工作的李娇阳了 青云出国这些年 李娇阳一直在等他 任何人的劝说都没有动摇 他和青云天各一方的感情 也履行自己当初的承诺 一力承担青云在国外的学费和生活费 大半工资都寄给了青云了 当然 青云早就已经是自给自足 国内寄给他的钱 基本都是买过东西寄了回来 风清雪决定 把这些家具寄放在李娇阳那儿 等到有机会了 再运回首都去 他和李娇阳每年都有联络 互相寄送东西 自然清除李娇阳家的地址和工作单位 就写了一张纸条 花了五分钱 托了个当地的孩子 去李娇阳的单位交给他 李娇阳得到消息 请了半天的假 携了一辆脚动三轮车赶过来时 风清雪正在看电视机呢 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 乔阳 你过来帮我看看 这台电视机怎么样 李娇阳听了走到跟前 忍不住笑道 姐姐家里没有电视机吗 不能吧 按照姐夫的级别 十年前就该配一台电视机了 风清雪摇头道 之前有资格 但是你也知道 你姐夫的性子 这东西短缺得很 我们都是先紧着别人家了 自家是一直都没有 只有个半旧的收音机 不过首都现在配备的房子里 应该是有一台旧的电视机的 我买这个是想带回老家的 不是带回首都 老家的长辈年纪都大了 有个电视机姐妹 可是比收音机强多了 就是价格有点贵 需要整整一千块钱呢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一千块钱还是怀国旧的标价 百货大楼里就不是这个价了 当然了 最难得的是 怀国旧里的电视机不要片 更不是每天都有货的 目前这台电视机 对于风清雪这样的外地人来说 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不懂李娇阳的意见出口呢 风清雪紧接着看了一下 已用了十多年的手表 指正位于九点三十分的位置 秀美的眉毛微微一皱 不由地抬头对她道 我不是在纸条上给你留言 请你下班后过来帮忙拉东西吗 你怎么现在就来了 现在可是上班时间呢 她是打算把老家具放在李娇阳那儿的 可没想耽搁她的工作呀 即使目前许多阶纲单位 工厂 有很大一部分折工 平时都是在浑水摸鱼 风清雪也不希望自己 以及家人们是其中的一员 除非是遇到急事 你腰腰一边打量她看着的电视机 一边微笑道 最近一段时间 有着太多的动荡和不安了 很多人都无心工作 我一天到晚除了看报纸 就是喝茶 请个半天假也并不影响 姐姐买台电视机回家 我觉得挺不错的 首都电视台 七月时播新闻联播节目 虽然说是只有十几个省 或者是直辖室友信号 但是我相信假以时日 这个节目一定会发扬光大的 好让老百姓及时了解到国家的大事 她的住处就有一台电视机 是父母给她买的 目前有多少电视节目 她心里头都清楚 也和风清雪一样 认为电视机在接收信息方面 比收音机更加方便 听到她的赞同之后 风清雪立刻笑了 五官依旧是精致明艳 笑容甜美 你也这么觉得是吧 有了电视机 真的是方便好多 那我就买了 普通职工想买一台电视机 大概需要攒个三四年的工资 风清雪却是不需要 陆江三个月的工资加补贴 就是绰绰有余了 再者 有空间里的部分物资做后段 这两年 他们也着实是攒了不少的钱 不过付过钱之后 风清雪的钱包就给掏空了 高考资料 连买代计花了两千块 又买了不少高价筹段 再加上买了几件老家具 和在怀国就同时 看着那几样老东西 再加上这一台电视机 仔细算了一下 他这一趟足足花了四千块钱呢 风清雪捂着心口 终于是感到肉痛了 片刻之后 肉痛烧腹 想到还是陆江了解自己呀 风清雪忍不住露出一抹钱笑来 离开首都之前 陆江特地让他多带一点钱 否则的话 今天真要面临买东西付不住钱的井井了 李江阳并没有看出这一点来 在他的印象里边 陆家生活十分宽裕 不需要自己问他要不要帮忙 而是加快了帮忙的脚步 他进来的一辆脚东三轮车 无法运走风清雪买下的所有家具和电视机 这一思索 他便走出了怀国旧 到街上花了几毛钱 找了一辆人力车 合力晕到他住的地方 李江阳现在是正处级干部 但他没结婚 所以单位翻了一套依居室给他 位于比较常见的桶子楼里 三楼的走廊里面塞满了各种家具 炉灶 熏得墙壁乌黑 散发着浓郁的油烟气味 屋子里头则是放了一张床 一张写字台 一口一箱 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看到屋子里头的摆设 风清雪顿时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虽然他买的老家具数量不多吧 但还是立刻就塞满了狭窄的房间了 改天我问问 有没有上海军区去首都的运输车 替我拔这几件老家具给烧回去 免得在你这里占地方 连转身的地方都没了 风清雪开口道 这个房间也太小了 目测面积还比不上官城住的房子呢 顶多也就只有三十平方米 李娇阳一边给他倒水泡茶 一边笑道 我就是一个人住 房间能进出就行了 等云云回来了 我就换一个大点的房子 不叫他跟着我受委屈 这话 风清雪毫不怀疑 普通工农子弟为住房问题 几乎是愁白了头发 李娇阳却是不在其列的 别说他本人现在有荣家作为后段 就是凭他自己的本事 也不会任由自己困于方寸之地的 听他提起妹妹 风清雪关切地道 小云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时候回国呀 跨国的书信很是需要时间的 期间还得经过审核 邮费还是特别的贵 即便风清云挂点家人 作为姐姐的他 一年到头也就只能收到几封信和几个包裹 还有汇捆单 就这样 还算是联系频繁的了 也多亏他们有点身份 负责光是审查都不见得能够通过呢 李娇阳按下心底的思念 回答道 陶梅说 不过我觉得快了 风清雪嗡了一声 忍不住道 我可是给他准备好嫁妆了 就等着他回来 真是难为你又等他 又供他读书 倒是教我心里愧得慌 不知道任由他出国到底是对还是错 自己妹妹年轻 等得起 可是李娇阳不比自己小多少啊 三十出头的大龄青年了 平时想给他收眉的不知反景 要不是荣军长夫妇愧对这个儿子 从不插手他的生活的话 自己这个姐姐真不到如何面对他们老两口子了 李娇阳听了风清雪的话 不仅是玩耳一笑 抽国自然是对的 怎么比起外国来 无论是经济还是文艺方面 都是落后好大一劫了 云云喜欢音乐 又逢此机会 出去见见世面是有意无害的 年底会作为嘉宾 去香港参加一个女高音音乐家的演唱会 要是留在国内 哪有这样的机会啊 听你这么说呀 那我就放心了 风清雪就怕荣家 说自己妹妹耽误了李娇阳的青春 我听说香港的局势很混乱 你要是能够联系上小云 让她注意安全 没见过猪肉 还能没见过猪跑吗 上辈子信息发达 谁不知道娱乐圈的那点事啊 虽然说风清云不在娱乐圈里混 而是在音乐圈里 但是 香港六七八十年代是相当混乱的 很多娱乐圈的明星都是身不由己 受道上人的控制 你娇阳重重点头 嗯 姐姐放心 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电视机还在下面呢 我得走了 风清雪起身 李娇阳忙道 我送姐姐 李娇阳送她回到招待所 得知她是傍晚的车 紧接着又请了半天的假 映光了手里的票证 买了一大包的东西送了过来 并帮忙搬运电视机和行李 送她上了火车 姐 我这就给天智发电报 让他们到时候去接你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很大一部分东西 被风清雪悄悄地收进了空间里 省力气 但像是电视机这样的大件 已经经过了明路了 她就只能任由它放在外面 好在下车的时候有人帮忙 杜天志和喜宝要早早就涌到了出口处 紧接着就搬到拖拉机上 没让她累着 小心点 轻拿轻放 别磕着木箱子里的东西 冯清雪两只手搁拎着一个行李包 跟在侄子身后叮嘱道 时不时地帮忙拖一下箱子底 齐宝好奇地道 妈 你买的啥东西啊 这么大的箱子 这么沉 木箱子上面有似 但是有些模糊 她没看清楚 就被堂哥扛到肩膀上了 冯清雪没回答 因为她到了拖拉机跟前 看到车斗里突然冒出一排的脑袋来 福宝 三胞胎 还有夜盐 一个都没少 趴在车檐上冲着她笑呢 头上戴着颜色款式各业的帽子和围巾 有黑 有灰 有红 有绿 红彤彤的脸蛋 灿烂的就像是一朵朵的鲜花 天气已经是很冷了 淮海市比上海温度低了七八度 一个个嘴巴里冒出一团的白雾 这么冷的天 你们怎么都跟过来了 冯清雪把行李包放进了车斗里 力凑地翻身上车 发现车斗里铺着厚厚的旧褥子 几个孩子腿上还盖着一条被子呢 他转身接过大儿子递上来的行李 和露天志扛过来的箱子 一一地马放好 箱子在下 包裹在上 齐宝也跟着上了车 拖掉鞋子 腿伸进了壁窝里头 回答道 他们硬要跟来的 龙二行蹭到风清雪的身边 嬉皮笑脸的道 我想妈妈了呀 想要快点见到妈妈 是想妈妈带来的奶油蛋糕吧 福宝不客气的接短 壮壮跟着道 就是 四哥 你做梦还让着我的蛋糕不要飞走呢 龙二行是敌死不相认 抱着母亲的胳膊 抱的是紧紧的 才不是呢 我就是想妈妈了 可想可想了 才想起妈妈说要买的奶油蛋糕 我就不信你们不喜欢吃 你吃啥都是吃得最多的那一个 一向沉默寡言的敦敦 终于是忍不住接了一句 虽然他们从小都是不缺衣少食 但是高级蛋糕 依然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几个孩子唧里呱啦的 互不相让 陆天志笑呵呵地坐在驾驶座位上 倒穿着一件旧的军大衣 头上罩着狗皮帽子 戴上羊皮手套 好了 别闹了 都好好背着我坐好 我要开车了 赶在他发动之前 风雪雪急忙问道 我从上海寄来的资料都到了吗 陆天志扭头笑道 没听到消息 估计是还没到呢 风雪雪点头 让他好好开车 拖拉机发动的声音是很响的 轰隆隆地行在路上 吸引了不少羡慕的目光 最常见的运输工具 还是牛马罗车和人力平板车 还有自行车的 拖拉机的存在不压于后市的一辆法拉利了 喜宝不参与弟弟妹妹的交锋 扒开行李包 正月看清了木箱子上面的自己 妈 马电视机了 之前觉得自己模糊 现在看着可真是清晰啊 听到这几个字 陆二行松开抱着风雪雪胳膊的手 就扑了过来 真的吗 真的吗 再从回到老家 我就没看过电视了 哎呀 我都快想死了 陆家没有配备应有的电视机 可是部队大院里头 几个正军级干部家中 确实有的 因此活跃于各家各户的几个孩子 对电视机并不陌生 陆二行对箱子是上下棋手 妈妈 真的是电视机吗 冯雪雪哈了哈双手 没错 是咱们家的电视机 给家里的爷爷奶奶解闷的 你想看电视 得先把作业写完了才行 我没有作业 陆二行立刻倒 冯雪雪这才想起来 现在的学校不太流行 布置作业 因为对药业方面 普遍的不用心 喜宝伸手顶了顶自己的下巴 我看 还是装在大队的办公室吧 不然咱们家就难道清静了 为啥呀 这是咱们家的电视机 不该放在咱家吗 陆二行很是不解 福宝插口道 二行 你光惦记着吃了 咱们都不思考呀 这叫防患于未然 咱们大队就这么一台电视机 父老乡亲们肯定就要过来看热闹的 咱们家根本就挤不下那么多人 还会打扰咱们家的学习和休息 正如大哥所说的 方太大队办公室是比较好的 谁要看 谁搬着板凳坐着看呗 艳阳笑嘻嘻地跟着点头 嗯 福宝说得对 前年子梦在部队大院里 不就发生过因为看电视 闹出来的矛盾吗 有电视的人家 不想让部队的小子们 在他们家里看电视 大晚上的都不离开 就算是在部队里头 有电视的也是屈指可数 洛尔雄感觉十分的遗憾 放在自己家多方便呢 这样的话 他那小伙伴正肩就更加神气了 谁听话让谁看电视啊 他扭头没有了母亲一眼 这话他可是不敢说 不然那屁股非得挨巴掌不可呀 风屈雪不知熊儿子的想法 笑道 没关系 咱们在首都的新家 有国家配给的一台电视机 比我买的尺寸还大两寸呢 是十四寸的 几个孩子一听 顿时是欢呼起来 他们很快就要回首都去了 眼前这台电视机放在家里也好 放在大队的办公室也罢 都和他们的关系不大 尤其是陆二雄 不在直周夜电视机的安放之处了 不过他嘴巴甜 拖拉机刚进王楼大队呢 车还没停下 他就站在车头里 穿着王仲国道 大舅爷爷 大舅爷爷 我妈妈买了一台电视机 要安在大队给大家伙看呢 您快叫人来帮忙搬下去呀 不然 我们就带回家了 许多父老乡亲都到门口晒太阳呢 一听这话 顿时是群情耸动 电视机是什么 有的只闻其名 未见其容 有的压根就不知道是什么 一脸的茫然 但瞧王正国惊讶的神情 他们立刻知道 这肯定是个好东西呀 露天之无奈地停下了车 把木箱子搬了下来 王正国赶紧叫大儿子上前去帮忙 瞅着紧跟骑后下车的 外甥女 小雪 二兄说的是真的 风清雪点头道 我家地方太小了 大伙都想看电视的话 肯定是坐不下 就放在办公室这边吧 门前空地儿大 也方便 不过电视机是我私人所有的 可不是集体的 那当然了 你的就是你的 王正国还能不明白外甥女的意思吗 不就是怕人满为患吗 那大舅 你看着人安装吧 我就先回家了 风清雪带了许多的东西回来 忙着呢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电视机对于孩子来说 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的 于是乎 露天之开到家的拖拉机上 就只剩下福宝陪着风清雪了 其他的孩子都留在大队的办公室里边 等着看电视去了 听说风清雪买了电视回来 本来在院子里面下棋的几个老爷子 眼睛就是一亮 哟 电视机呀 有画面 能见周人 那可是比收音机强 咱们大队该热闹了 程宝国把棋盘往前面一推 走走走 咱们去瞧瞧去 说不定还能在电视里头看到阿江的身影呢 下方的这些个老爷子老太太 大多数没接触过电视 听程宝国这么说 顿时来了兴趣 徐大娘率先开口道 瞧瞧就瞧瞧 看二熊嘴里的电视机是个啥样 老陆 一块去 温如玉招呼陆父 又叫上金若出 厨房里蒸手着土灶蒸磨磨的王翠兰 忍不住摇了摇头 趁着门口扬声道 哎 卷子该出关了 小雪 把磨框端过来 行李晚点再收拾 哎 这就来 风清雪让陆天志和福宝把行李搬到自己房间里去 赶紧去厨房里头帮忙去了 家里头人多 经常凑在一块去吃饭 光是馒头卷子就中了好几大锅 一有几锅出锅之后 晾在柳条筐里面 有粗面的 有二合面的 还有一锅玉米面的窝窝头 新出锅的则是白面卷子 说是白面 其实微微泛黄 并非是雪一样白 卷子全部出锅之后 王崔兰顺势往锅里面浇了一瓢冷水 揭掉壁子上面的粗布 转身洗干净 随后 又在锅里添了几瓢水 把粗布继续铺在壁子上面 再放上揉好醒好的黄色馒头 这是今儿最后一锅了 你猜 我在里面掺了点啥呀 风轻雪弯腰吻了吻 盖上锅盖 南瓜味 王崔兰哈哈一笑 哈哈 就属你的鼻子灵啊 我看家里的老南瓜 对了不少 天天煮南瓜饭 南瓜菜的 都吃腻了 就中点 掺在里面 前儿中了一锅 孩子都说好吃呢 比尝玉米面的好吃 玉米面粗 拉嗓子 不如南瓜细腻 几个孩子的嘴倒是雕 风轻雪真啃的道 王崔兰点头 话题一转 问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 带孩子回首都啊 过几天吧 我两个月的假 还没过一半呢 听了风轻雪的话 王崔兰恩了一声 啥时候走 提前说一声 我给你们多准备点吃的 我和你三叔 决定不跟你们去首都了 就在家里和你爹 和你大舅作伴 风轻雪一愣 不跟我们走 十二 我还想把爹一气给带走呢 现在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候 各处都不安稳 阿江又忙得很 你爹说了 他散时 也不去首都 毕竟他的成分在那摆着呢 这人员 又不能随便流动 家里头还有这么多 没平凡的老爷子老太太 倒不如守在家里头 等时局稳定了 大伙都有着了 我们再决定去也不去 风轻雪想找公爹 去问清楚 结果到了晚饭时间的时候 出去看电视的老人和孩子 还没有回来 他找过去 看到办公室门口的景象 险些是惊掉下巴呀 男女老少 或坐或站 堪冲是人上人海 全盯着方桌上的那一台电视机 十二寸的电视机 对于接触过六十寸 高精液晶屏的风轻雪来说 实在是太小了 而且画面不是很清晰 但还是吸引王罗大队的富老乡亲们 那画面 堪比是看电影 办公室门口竖了一根竹竿子 跳着一个灯泡 散发着昏黄的灯光 照着急急哀哀的人头 这幸亏没把电视机放在家里头呀 看到这一幕的风轻雪 暗暗的倒 他在灰暗的灯光之下找人时 电视画面突然一暗 变成雪花点子了 坐在第一排的观众集了 哎哟 喜宝 喜宝 你来看看 这咋没人了 人 人哪去了 是信号不好 喜宝连忙上前去调试 调试了半天 雪花消失了 出现了人 却是七点准时播放的新闻联播 从今年七月一号才开始的节目 哎 是比收音机好 收音机里面只有声音 没有画面 不过 没电影好看 电影影评比较大嘛 电视太小了 离得远 我都看不清楚里头都放了些啥 谁叫你坐在最后面的 哼 这不是来晚了吗 你也不早点告诉我有电视看 大队长 天冷了 活又不多 上面电影院啥时候来 咱们大队放电影啊 大队长 你跟上面商量商量呗 就当奖励俺们今年大丰收了 就是 就是 这好久都没放电影了哈 听到周围年轻人七嘴八舌的提意见 王正国相骂了一句 谁说没活了 眼里有活的人天天能找着活 眼里没活的就是抢收他都懒得动 今儿洗了不少红薯出来 明天开始打粉 七年的粉条子还没着落呢 上面都开始催我了 一帮子年轻人顿时就垮了脸 明天就打粉呀 那活可累了 大队长 不能让俺们歇两天呀 歇个屁 歇了有功夫拿吗 有粮食分吗 为钱没粮食 你不想娶媳妇了 说话的年轻人是站着的 他屁股上挨了一脚 转头看 是自己的老爹在发飙呢 兴兴地闭了嘴巴 王正国笑呵呵地看着眼前 父训子的一片热闹 陆父和一杆子老头 都是很有头脑的 稀保心思又灵活 这两年王老大队除了发展养殖业 还弄了几个半机械的作坊 油坊 墨坊 和一个粉丝作坊 粉丝作坊只是在冬天开工 专做红薯粉条 品质好的 直接送进城里头去销售 颇具盛名 冯清雪听到了 走过来插口道 粉条子几天能做好啊 我回首都市好带点走 粉丝易碎 不方便邮寄 在首都很难吃到老家做的 红薯粉丝的 王正国转头对外商女儿笑的 哈哈哈哈 好不好的 得看天 我可说不准时间长短呢 掀出来的红薯才洗好 都还没打碎呢 明儿个打碎了还得过滤两遍 还得把盛下来的粉坨子晒干 还得打酱火 一道又一道的工序 十分考验功夫 你死都不能马虎 粉条子做出来了 还得晒干 这么麻烦 风清雪扎舌 他没怎么见过 加工粉丝的场景 上辈子很少见 这辈子 又没进过粉丝加工厂 乡下的生产大队 极少有条件自己做粉丝 自然是不了解其中的工序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王忠国笑道 哈哈哈哈 不麻烦 哪有粉条子炖白菜 对了 你来找孩子吗 都在踢一排坐着呢 风清雪想起来意 点头道 嗯 我是来叫他们回家吃饭的 叫了孩子 孩子盯着电视机 不愿意回家 惦记很久的奶油蛋糕 也都赢不起他们的兴趣来 找到老人 老人们摆摆手 嗯 一顿不吃 饿不死 等我们看完电视再回去 你呀 给我们留饭就行了 哪怕是没什么趣味的新闻联播 也没人愿意即刻离开 那都是看得津津有味的 风清雪发现 像他这样来叫家人吃饭的为数不少 但是叫回家的 却是近乎于无 足见电视的诱惑之大了 他很无奈的一个人是原路返回 和王翠兰 福宝草草地先吃了饭 其余的饭菜温在大锅里头 直到八九点钟的时候 才迎来一游为尽的众人们 徐大爷徐大娘 和温金东老爷子老太太 并不是经常在这里头吃饭 关羽和周周也是带着周周祖母 另起炉灶的 所以回来的就是陆父爷孙和承宝国 嗯 天师买得值啊 承宝国一边稀里呼噜地喝着汤 一边开口的 风清雪却是看向了陆父 爹 三婶说 你和三叔三婶都不和我们一起回京了 陆父汉手道 嗯 实际未到 我们趁着还能动 就待在家里头 和那些下方的老爷子们做伴 等他们得到平反 我估摸着 国家对人口流通的管制也松了 各方面也都稳定了 我们几个老的再搬去和你们去住去 西宝咽下口里的食物 吃惊得到 阿爷 您不和我们走 是啊 陆父对着这个大孙子 神色是格外慈祥 西宝皱了皱眉 那 我在家陪阿爷 弟弟妹妹先跟着妈妈回家 正好 我觉得爷爷奶奶们的知识 好如烟海 而我只是学了沧海一素 实在是舍不得就此离开 等大家都平反了 各有各的前程 我可就没这么好的机会 和这么充足的时间了 公爹不走 现在大儿子也不可离开 风气血瞬间就呆住了 西宝 你 妈妈 西宝黑白蜂蜜的眼睛里面 闪着堪称睿智的光芒 越跟爷爷奶奶们学习 我越觉得自己浅薄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我还是觉得 跟阿爷留在老家比较好 风气血皱了皱鼻子 点着他的额头 你才知道你爷爷不走 哪里来的深思熟虑啊 喜宝欺欺一笑 一会儿也是深思熟虑嘛 风气血叹了一口气 你就不想你爸 他可是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生怕自己被你忘得一干二净 特地叮嘱我把你们带回去之后 好一家团圆 这下子可好 你爷爷和你三爷爷三奶奶都不走 你也留在老家 我可怎么向他交代呀 我们拍几张照片 带回去给爸爸看看就好了 你回去 也让爸爸寄回几张照片来 喜宝放下筷子之后 侧身抱着他的胳膊 您不是说了吗 高考早晚会来临的 到时候我考首都的大学 怎么很快就能见面了 我一定把爷爷和三爷爷三奶奶都带上 当然了 在此之前 你和爸爸也得努力给万爷爷金爷爷他们平反 他们的家可都在首都嘞 喜宝说话的时候 他的弟弟妹妹和叶炎都放下了筷子 看着他和风清雪交谈 现在有了结果了 他们都急了 尤其是陆二雄 虽然这个哥哥经常管着他们 但是有哥哥保护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大哥 你不走 学习有啥好学的呀 爷爷们都好严厉 天天不是督促咱们读书就是练字的 要么就是画画 简直是太累了 陆二雄很着急 没有哥哥保驾护航 他怎么到首都军区的大院里去耀武扬威呀 听说首都大院的干部子弟们 谁都不服谁 他没把我打赢他们呢 西宝谈了一下他的额头 能得到爷爷们的教导 别人求都求不来的 你还嫌弃 这么几个当中 就属你最疲懒了 练字不好好练 画画画不好 还有脸说辛苦 陆二雄裹着塞帮子 福宝遮了皱修丽的完美 大哥 你说的我都想留下来了 就算是部队大院中的学校老师 文化程度也是远远比不上 家里这些老爷子老太太的 更别说他最钟爱的书画一到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温如玉的水平 风轻雪盲道 你们都不回去 难道就让我带着叶炎回家吗 我 一向沉默寡言的叶炎 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爸经常出任务 就是在家也照顾不好我 我一个人回去干嘛呀 风轻雪笑道 你爷爷掉到首都了呀 你爷爷奶奶就等着你家去 和他们一块住呢 他们和我们一样 住在同一个大院里 而且有保姆 有勤务兵 可以很好地照顾你 当然了 我这不是赶紧走 怎么两家乡邻 你住在哪儿都是可以的 叶炎本来有些黯然的 听到后半段 终于露出一点笑意来 福宝和三胞胎弟弟回去 我就回去 不然到哪儿 没几个认识的人 我会很孤单的 他们当然都跟我回去 尊重习宝的意见 不代表风轻雪 任由其他儿女们 都留在老家 西宝跟着点头 嗯 留下我一个人就行了 福宝低声道 可我舍不得温爷爷 感觉跟温爷爷学习一天 胜读十年书 你才多大 满打满算 也没读满十年书呢 风轻雪有点好笑 摸了摸他的辫子 虽然你妈妈我水平 和你温爷爷相差至千里 但教你还是绰绰有余的 就像你大哥说的 等你温爷爷平反 还是会回首都去的 你到时候可以经常去请教呀 福宝想了想 心里头好受了些 唉 我又想跟温爷爷学习 又想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 我是不是太贪心不足了 风轻雪笑道 所以说只能二选一呀 敦敦 壮壮 你们的意思呢 你们俩漠不作声的 我差点把你们的意见给忽略了 当然是跟着妈妈了 壮壮毫不犹豫地开口 敦敦跟着点头 至于陆二雄 他陷入了纠结当中 又想回去 又想带大哥一起回去 就觉得他眉毛都在打架了 最终被大家给忽略 反正他是必须得回去的 经过这顿饭之后 回京的人员正式定下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天那天刚蒙蒙亮 挖揍大队组织撞牢里打粉 忙的是热火朝天的 因粉丝作坊建在大队西北方向的河边 距离路加不远 风气血送了孩子上学回来之后 快到家时 沿着路去瞧了瞧热闹 所谓打粉 就是把学好洗干净的红薯加以粉碎 用拖拉机的发动机带动 特地买回来的打粉机 打的时候还得往里面加水 红薯是连皮带嚷 粉碎的是越细越好 然后加入吊浆布 过滤 专人锤打 需要过滤两次 过滤后的溶液缓缓流入下方的水池 水池是专门为打粉做的 并排的四个水池 长方形 底部和丝壁都抹了厚厚的一层水泥 抹得很光滑 洗刷干净之后没有任何的沉土 硬来沉淀红薯粉是再干净卫生不过的了 如果加工粉丝期间不干净的话 吃起来的感觉跟含有沙土一样 沙沙的特别难吃 至于吊浆布中剩下的红薯粉渣 一点也都不浪费 全部用来喂猪了 听说流入水池中的红薯粉叶需要沉淀两天 然后把水放干净 再加水搅拌 继续沉淀 接着是晒粉 煮浆 漏丝 晒干之后才是成品 风切雪就没兴趣继续看着粉丝的加工流程了 把从上海带来的糖果高冰等物分给各家 王娇没在家 风切雪呢 也就没给送过去 而是去找了温如玉学习 虽说这些年来常有书信来往 期间经过自己的作品 请温如玉点评 但到底是没有面对面的学习来得深刻 许多细节都随着温如玉的讲解 而毛色顿开 如此数日 学习方告一段落 温如玉心里觉得很是惋惜 叹道 哎呀 你的天分很好 又能吃苦 又耐得下心来 如果说没有工作占据大阪时间 水平会功高一些 你现在的水平 只能是当一小爱好 或许假以时日 经过多年的练习 你可以成为一名书画家 但是无法成为泰山北斗籍的大家呀 风切雪却很乐观 并没有太重的名利心 笑呵呵的道 作为一项艺术追求 这就很好了呀 没有老师 我将来连成书画家的机会都没有 再说了 他现在还在研究医术呢 一点也都不能松懈 艺术是可以增加修养 艺术却是可以救人的 在国家人才极度匮乏的年代里 即便他的艺术是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他也不能为了追求艺术 而放弃这一项工作不是 温如玉是十分理解他的选择的 既是救人 自然该放在首位 艺术反而是小到了 传统文化被打成糟粕 像风切雪这样愿意跟自己学习 也让孩子们跟着自己学习此道的 那简直就是放毛麟角了 没有这些孩子的陪伴 没有路加的照顾 他很可能会乐得一些老朋友的地步 死的 死的惨烈 活的 活的诸狗不如 温如意就在想 不知何时才能重振文化传承呢 我现在呀 就想好好教你和孩子们 不让传承在我这里断绝 我听说喜宝不和你们回京了 那很好 让他好好跟我学习 他的天分可在你和福宝之上 风切雪轻叹 唉 我想带着喜宝一起走 但是我尊重他的决定 喜宝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 偏偏少年 私心里头他也希望儿子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跟着这些个大师们相处 远比跟自己和陆江的身边更加有益处 何清音拎着一只老鹅进来 听到老师和师妹的对话道 留在老家 没什么不好的 难道怎么这一帮子老家伙 比干部子弟学校的老师要差 他们能教给学生的 我们也能 我们能教的东西 他们可是不见得懂 要不是觉得孩子小 跟父母生活比较好 我们都想把福宝和三胞胎 都留在身边好好教导呢 他们一个个的可都是小人精呢 给我们生活添了无数的乐趣 风切雪看见她 忍不住笑了一声 即便是落魄了 何清音还是满身书香气息 很优雅的老太太 理应是生活在亭潭楼阁 小小流水的画面之中 然而 她现在提着一只老鹅 老鹅被绑得很是结实 可能也知道 自己即将丧命了 那叫声是格外惨烈 师姐 哪来的老鹅呀 我不记得 咱们家有养鹅呀 家禽呢 都得是按人头算 一户不得超过三只 他们家也就养了几只鸡 平时都是去养殖厂买的 何清音笑道 哈哈 金翠华 年底娶儿媳妇 这么大堆功分高 她手里头攒了不少的钱 但是没票没券的 买不到想买的东西 敢巧了 红军给我弃了不少的东西 其中就有两块毫布 脚筋翠华看见了 求到我跟前来 想要拿着钱 买块东西绒 我收了一部分钱 另外暗示家 跟她要了她家养的鸡 鸭 鹅 各一只 还有一些个鸡鸭鹅蛋的 今日 先带了老鹅 改天再去抓鸡 捉鸭 那块东西绒足够做一身的衣裳了 那价格可比这些鸡鸭鹅要贵多了 解释完老鹅的来历 她接着笑道 上回炖老鹅 我见大家都爱吃 尤其是二熊 他们把老鹅给杀了 到你们家里去炖 炖到中午的时候啊 就该烂了 孩子放学回来 真好吃 好呀 尤其雪上前帮忙宰老鹅 铁锅炖老鹅 那味道是美得很 姐妹两个把老鹅宰杀处理干净之后 尤其雪提着自家小院里头 过了一小会儿 王娇找了过来 正好看到她坐在厨房的一张小方桌前 挥舞着砍刀 就着菜板炖老鹅呢 大砍刀的刀刃 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哎哟 小雪 你这架势可不错呀 要得像我们家老张躲排骨 尤其雪抬起头来 抿了抿烟红的嘴唇 离窝乍现 笑容也明媚 表姐啊 你什么时候从崇利回来的呀 快 进来坐 我从上海带了一些糖果和糕饼 给你留了点 特地给你烧了一瓶雪花糕 你来了 我就不给你去送了 又占你便宜了 上海来的点心糖果就是好吃 雪花糕也好用 王娇顿时喜笑颜开 把提来的木桶往他跟前一放 欠你的两百块钱 我给攒够数了 我将老张提前预留了一副猪下水 又割了一块五花肉 一块给你送过来 谢谢你借给我们的钱 风萱萱抬抬胳膊 擦擦额头上泪出来的汉子 祈祷 表姐 这么客气干啥呀 前些日子我才回家时 你也还没说攒够呢 这才几天呀 你就给攒够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王娇耸了耸肩 别人欠我们家的三十块钱 昨儿才还了我们 他打开从袋里掏出来的手帕包 当面点出三十张 或新或旧的大团结 递给了风群雪道 那 叔叔 一共二十张 还了钱 我们家就使五斩一身轻了 那我就收着了 风群雪放下砍刀之后 接过来随手塞进兜里 并没有仔细数 哎 你点点呀 别我走之后发现钱少了 风群雪玩耳一笑 我还能信不过表姐呀 经过十几年的了解 虽然说王娇身上 有很多小毛病 但做人还是颇有准则的 人情往来上 做得不比别人差 而且婚姻上经营十分成功 张月静对她是死心塌地的 她婆婆呢 也是倾心倾力地 替她照看几个孩子 听她这么说 王娇果然是很高兴 表姐 你等着 我去给拿 风群雪进屋之后 把哑上的雪花糕 和包好的糖果的糕点 拿了出来 递给王娇 这回买电视 花了我不少钱呢 其他东西买的就不多 表姐 你可别嫌弃少啊 王娇直接粘了一块 大白兔奶糖 包在糖纸 塞进嘴巴里头 含含糊糊地道 不少了 我一天吃一颗 早上奶看 给我吃好酒了呢 风群雪笑骂道 我说表姐 你不能光顾着自己呀 也给你孩子留点呀 根据她的观察 对自己的两儿一女 王娇真的算不上是慈母 可能因为这个年代 大家都在为了生活 劳心劳力 孩子 普遍是被放养的 吃饱喝醋 穿暖和了 就是特别好的生活了 倒也没人觉得 王娇这样做 有什么不对 王娇翻了一个白眼 知道了 知道了 回头就分给他们一点 我不会自己吃毒食的 我就是随口说说 表姐 您可别生气 风群雪笑了笑 拿了洗菜的木盆出来 把木盆里的猪下水 倒进了盆里 应水冲了冲木桶 随时放在厨房门口了 灭得王娇回家的时候 再给忘了 熟了 王娇闲了没事 根本就不急着回去 就看着她忙活了 自己坐在一旁 嗑着瓜子说闲话 老鹅下锅 大火烧开 撇去锅里的浮沫 盖上锅盖 从继续往灶堂里面 塞了两根葱木柴 灶堂中小火不息 另一口锅里面 则是烧了热水 应来收拾王娇 送来的猪下水 一副猪下水的劳动量 可是不小的 尤其是猪大肠 一个弄不好 就会带有臭味 我听说 高级干部家里 都有保姆啊 为了不顶着剥削 劳动人民之名 叫什么生活助理 生活秘书 哎呀 一路将的级别 你还用自己做家务 盲娇虽然说是比较年轻时 勤快了一点 但大部分的家务 还是不干的 像清洗猪下水 这种事 那更是张月静的职责 风清雪石笑道 难道 我带个保姆回来 才像个样子啊 况且家务又不是我一个人做 都是谁在家谁帮忙 哪个都是不闲着的 有时候一块做家务 也会感到很幸福啊 王娇嘟囔的 哎 幸福个屁 不仅累 而且容易都操了手 现在是没条件 等有条件了 你也雇两个保姆做家务 那样就轻松了 等到改革开放 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 稍有家资便可雇用保姆 不用自己做家务 王娇就是一拍大腿 哎呀 老张又不是干部 雇两个保姆做家务 那不就成资本家了吗 资本家可是要被打倒的 可遭罪了 回头我得说说老张 陆江当成大干部了 他杀中卖肉十几年 没有功劳 也得有个苦劳吧 咋还没升个一官半职的 冯清雪忍俊不禁 听表姐这么说 很该嘟嘟嘟嘟表姐夫啊 正说着呢 外面有人教导 冯清雪同志在家吗 有你的包裹单子 冯清雪赶紧洗洗手走了出去 望着是一个不认识的邮递员 结果他递来的几张单子 我记得以前有包裹 是直接送上门的 邮递员憨笑着摸摸头 是有送上门的包裹 但那是极少数 但大多数都是送包裹单子 自己拿了介绍信 去邮局里取回来 同志 你的包裹太多了 好几个呢 又大又沉的 我这辆自行车 可是拉不了那么多东西 这还得您自己去取 偷拉机正在打粉 前两天沉淀的粉驼子 已经拉出来曝晒了 冯清雪没有办法借用 哪怕是自己掏油钱也不可能 所以就向大队部 借了一辆罗车 次日早起赶往县城了 诺天志和关玉需要上班 福宝夜言和三胞胎 则是去了上学 所以陪他一起进城的 就是喜宝 有介绍信作为证明 有包裹单子 娘两个很快就取到了 从上海记过来的高考资料 但是冯清雪翻看包裹单子的时候 发现还有一个 从昆仑寄来来包裹 孙世爷给取了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把书记搬到车上 冯清雪也是泪出了一身的汗 妈妈 这是谁寄来的呀 沉甸甸的 喜宝颠了颠不大的包裹 来自西北的那个 冯清雪叫儿子坐稳了 挥边赶骡子 离开邮局门口时 我也不认识 上面寄包裹的人 姓名很陌生 叫何宝生 但是来自昆仑军区的话 又确实是寄给自己的 冯清雪觉得 可能和自己有渊源吧 是什么渊源就不得而知了 对父母交友广阔 有深刻认识的喜宝嗷了一声 我看看寄了些什么东西 你拆吧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违禁物品 包裹一拆开 喜宝就呆了呆 是石头啊 妈妈 包裹的还挺结实的 风清雪扭头一看 发现是一包和天子料 有大有小 最大的一块超过两个拳头 最小的 不过是和拇指方符 有的带皮 有的不带皮 带皮的也有秋梨皮 撒金皮 枣红皮等等 皮也忘去 不带皮的玉脂十分细腻 白肚极佳 油性也尚好 都是上好的和天子料 妈妈 你真不认识 这个鸡东西的人呢 不是认识你 又关系特别好的人 怎么会知道 你喜欢这些玩意儿呢 风清雪摇头 真不认识 走 我们再回邮局去 给你爸打个电话 让他打听打听 这个时候的电话费 是特别昂贵的 而且还得转接 很麻烦 王楼大队 有本钱装电话 但是大家伙都嫌贵 安装费贵 电话费也贵 有那个钱 还不如给大家伙 添置别的物件呢 以至于王楼大队 到现在 电也通了 拖拉机也有了 好几种机械 也都是 就是没电话 反正电报 比电话便宜 也很方便呀 发现风清雪波的号码 是军方内线 站在旁边 看管电话的工作人员 看向他时 眼睛里多了一点敬畏 并且援援走开了 给予他通话的私人空间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何宝生 我也不认识这个人 印象之中 没听过这个名字 回头我给霍北亭 打个电话 问问他 他在昆仑军区 应该知道点什么 我以前托他带过何天狱 他知道你喜欢这些 接到电话的时候 露江刚忙完了 手头上的工作 他忍不住捏了捏鼻子 背靠着椅子 僵硬的身体 稍微放松了一下 虽然很艰难的黑暗时光 已经是过去了 但国家的许多方面 依旧是千疮百孔的 上面在某些想法 又很难达成一致 忙得他是昏天暗地 特别怀念从前 没有担任 正责大任时的简单生活 风清雪听出 他语气里边的疲惫 不知道啊 那就算了 我不在你身边 你多给自己 找点休息时间 别那么拼命 能让下面解决的 就让他们去做 给他们一个 历练的机会呀 露江眼里的笑意 顺着眼角 微露的皱纹 躺了下来 我会照顾好自己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妻儿不在身边 新搬进去的地方 也真不像是一个家 哪怕警卫员 清武兵是一应俱全 可是依旧感觉到寂寞 无论是身体上的 还是心理上的 每天都觉得 黑夜过于漫长了 低沉浑厚的嗓音 钻进耳朵里面 聊得心底发痒 风清雪脸上有些发热 虽然结婚已经过了15年 但她仍然是有些羞涩的 快了快了 今天把买的学习资料带回家 然后就定下回首都的时间 从上海坐飞机 登机前 大概会在上海停留个两三天 带着孩子们四处去走走 逛逛 对了 我往首都也寄了一些学习资料 你别忘记了接收啊 周叔前些日子得到平反 并去了首都 他一个人又上了年纪 你别忘了去看看他 周叔一切都好 工作不仅得到了恢复 而且比下方之前还升了一级 参与国家大师的决策会议 现在他老人家和咱们匹林而居 有国家补发的工资 买了很多的东西寄给家里的老爷子们 还给咱们家孩子买了一大堆的东西 送到我这呢 又说要给咱们大队买一台收割机 周凤楚下方之前的工资级别和今天 但就已经很高了 一年有好几千 这些年加在一块 至少得有三四万了 听陆江这么说 风清雪就放心了 随着言口笑道 这么一来 没得到平凡的老爷子老太太们 在咱们大队的日子就更好过了 平凡之后 从王老大队走出去的老爷子老太太们 就没忘记过回报王老大队 王老大队能够发展得这么好 有他们的资金支持 比方说 朱灵和文岳夫妇 他们是最早恢复工作的 也是最早有所回报的 何秦一弄一次不落地 收到和红军进来的包裹 弄和金翠华 交易换鸡鸭额 而没有引起任何后患 就是因为整个王老大队的父老乡亲们 都深刻认识到 下方的坏分子 一旦平反 就会一飞冲天 这也多亏了王正国把持的言 王老大队的人 不像外面那么疯狂和偏执 一道大就这样的大队长 得到他的庇护 是咱们家 也是那些老爷子老太太的幸运 这些年 他不说 并不代表他不了解 许多落难人士的悲惨 捧去学校的 所以 我们得好好孝顺大舅舅呀 对 你说的对 你带爹和孩子回来的时候 也带上大舅舅 来住一段时间 陆江最感激王正国的是 当年给自己和妻子做的梅 没有他 哪有自己和妻子的相遇 相知和相守呢 冯清雪的脸 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爹不回 习宝爷爷留在老家继续学习 大舅 就更不可能给我们回北京了 习宝趴在他的肩膀上 凑在花坛边嚷道 爸爸 你别听妈妈说的那么可怜 我又不是不回首都 就是晚一点回去而已 阿爷说 也就是一两年的事 陆父看时局 预测总是比较精准的 陆江听到大儿子的声音 忙叫妻子把话筒给他 虽然这两年 父子两个常常写信给对方 联系感情 并没有因为天各一方而有所冷淡 疏远 但电话里却是可以听到真实声音的 感受彼此真实的情绪 陆江很尊重大儿子的决定 这个儿子 从小到大就没让他操过心 简直是天底下最完美的儿子 你既然想要留在老家 那就好好照顾你爷爷 让你妈给你们多留点钱 有什么需要再给我写信 发电报 打电话也可以 另外 让你妈早点回来 喜宝听了 俊梅的脸上绽放出一抹顽皮的笑意来 大 爸爸想说的是最后一句吧 好的 我一定催妈妈带着弟弟妹妹早点回首都去陪你 臭小子 打学你爹是不是 难道 您不想让妈妈早点回去 喜宝反问道 陆江猴头耸动 无言以对 行了行了 早点让你妈妈回来 有人敲门了 我就先挂了 陆江办事从来都不拖泥带水 哪怕好不容易和妻儿通话一次 喜宝挂上电话 看着风清雪付了电话费 嬉笑道 妈 你听到了吧 爸爸想你了 风清雪的回答就是敲他的脑袋 拉他出门 听孙子说儿子在电话里头催儿媳妇回京 陆父深深地赞同 儿子一个人在外面 他也很担心呢 妻儿在身边和不在身边的生活那完全是不同的 既然阿江想你和孩子了 那就早点出发吧 家里一切都好 不用你们操心 风清雪的性格是十分干脆的 想了想到 那行 爹 我们买明天的车票去上海 这些资料家里留个五份 给学校捐两份 再问问舅舅和小姨家里头要不要 要的话 每家送一份 其余的问问复习班的学生 要的话 先到先得 受完截止 反正数量就在这里呢 没有更多的了 因为不是倒买倒卖 他还自掏腰包付了油费 所以说卖资料说的是理直气壮的 那么大一笔钱呢 就算是他 无偿送人也是很伤元气的 好不好 习宝笑道 好的 我去复习班打一声招呼 他的人缘最好 而且也经常在复习班里面听课 当天就带回一群的学生 挥舞着手里的大团结来跟风秋雪买资料 生怕落后一步 虽然现在知识不受重视 但是在网络大队的认知里边 却是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带网络大队生活得好 而不想回城的知青少 多的也都是女知青 想回城的人数较多 有的甚至为了回城 而年纪三十了都没结婚呢 没有回城名额 只能是靠读书 把希望放在风秋雪说的 国家会开放高考上面 自然想要一套完整的高考资料了 本章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由于继续快修後 可οι不想导致 用视频 感谢观看